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15集 此时在远处 正在闻着花香的柳七月 突然转头笑看着丈夫 阿川 你和我出来踏青 就是在那发呆吗 抱歉 我来了 孟川笑着朝柳七月走了过去 草地上铺着茅毯 茅毯上则是放着一盘盘食物 以及美酒 显得颇为丰盛 孟川盘膝坐下 柳七月在一旁采了一些野花 将野花点缀在美酒佳肴旁 这才也是美滋滋地坐了下来 阿川 今天庆贺我突破到地军境 所以才出来踏青玩 怎么你一直在走神啊 对对对 这次啊 是庆贺七月你突破成为帝君的 我可不能分心 来 咱们先喝一杯 孟川立即给妻子倒酒 以为自己倒了一杯 柳七月笑着接过酒杯 夫妻俩碰了一下杯 满心畅快地 饮下美酒 这闭关半年 我也终于突破成帝君了 当年在应对妖族入侵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敢想过 我此生居然还能成为帝君 七月啊 你的境界不是早就足够了吗 你说你明明凭借血脉 就可以强行成为帝君的 结果呢 你硬是等到了元神七层才突破 柳七月自从服用火源液 让血脉蜕变之后 血脉已经接近唇血凤凰 即便不修行 也能随着时间变强 更别说 柳七月从年少起就努力修炼 他的修行勤奋程度和悟性 比那些慵懒的唇血龙族 唇血凤凰要高太多了 单论记忆境界 柳七月因为没去昆云秘境 又沉睡了两百多年 所以实际修炼时间才五百多年 但是也已经达到了帝君中期 而在血脉蜕养之下 元神成长也挺快的 前不久刚刚成就元神七层 嗯 虽然我确实凭借血脉达到天地境 就能强行突破成帝君 但我还是希望以 苍原界的神魔修行体系来突破 我的修行条件已经比一般人奢侈太多了 如果我还降低对自己的要求 那可就真是大笑话了 唉 你呀 用价值媲美八解净蜜宝的宇宙奇珍 火源叶 去改变血脉 达到近乎唇血凤凰的地步 苍原界有史以来 也仅有七月一个人做过 而能有这么大手笔的 人族历史上 恐怕也只有苍原祖师和我能够做到吧 只是 当苍原祖师拥有足够宝藏的时候 身边应该已经没有值得他如此付出的人了吧 我就是不想以后徒留遗憾 所以才会给七月用火源叶 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严格地要求自己啊 嗯 我怎么了 我用了那么好的宝物 而且还有阿川你经常指点我 帮我解明修行中的疑惑 让我顺利这么多 我再不严格要求一下自己 岂不是显得我很懒呢 不是 我主要是想说 成捷径越年轻才有希望走得越远 而在帝君境 必须要基础够扎实 方才有望捷径啊 嗯 我知道 很多龙族凤凰 虽然帝君使有媲美五捷径的势力 但并未彻底悟透 无望捷径 哎呀 又被阿川你带偏话题了 你还没说你今天为什么经常走神呢 你一个堂堂的六捷径大脑 还拥有那么多的分身 没什么重要的事 不太可能走神吧 是发生了什么吗 啊 确实是发生一点事 啊 不会是在狱外遇上什么危险了吧 啊 不是 齐悦 我想说的是啊 其实 我也突破了 突破 你的意思是 你已经到七捷径了吗 嗯 我已经悟出了七捷径规则 人神世界也已经演化了 只要在渡界工程 到时候 我就成真正的七捷径了 真的呀 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不和我说呢 不到一个月之前吧 你那个时候啊 还在闭关呢 我最近刚刚突破 一直都在去熟悉 自身拥有的力量 所以才会经常走神的 啊 熟悉力量就走神了吗 我记得你成六捷径的时候 可是没有这样过呀 是啊 因为捷径修行 越往后 每一捷的提升也就越大 然而七捷径和六捷径相比 实力的提升也实在是太大了 我必须得去慢慢熟悉 所拥有的力量 七捷径若是出手 即便是隔着诸多河系 都能够瞬间灭杀 或者活着六捷径 也只有掌握空间规则的 巅峰六捷径 在七捷径面前 能有自我毁灭分身的能力 六捷径和七捷径之间 彼此的差距确实是太大了 如果说七捷径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那么六捷径仅仅就是一粒尘土 幸好六捷径可以躲在家乡世界 又或者躲在永恒楼总部等一些地方 所以六捷径才有一定的权利 但是它们依旧得依附着七捷径大能们 时空长河内 只要是一位七捷径大能 建立或者加入的势力 那就是顶尖势力了 然而黑魔殿那般嚣张 也是因为有两位七捷径大能 其中一位还是元神七捷径 但是孟川如今也是元神七捷径了 论威慑力 他一个人就接近整个黑魔殿 隔着诸多河系 面纱活捉 这么厉害啊 是啊 我掌握的是混动规则 所以也就是跨河系出手 像因果规则 无量规则等等 是可以跨越诸多河域出手的 不过我之前在酒恋塔 得到了龙祖赐予的时空令 凭借时空令 我的力量也可以传递到 整个时空长河的任何一处 这 这种手段也太恐怖了吧 要是有这样的力量 弱小捷径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反抗 再多数量也都没有用了 对啊 所以黑魔殿才能那么肆意地 图路修行者 所以六捷径们 才得依附七捷径啊 真没想到 阿川都已经修行到 这么深不可测的境界了呀 哦对了 你刚才说渡劫 嗯 我估计应该在过去百年左右 我的第七次元神之节就会降临 所以接下来 我就得用心为渡劫做准备了 这样太快了吧 阿川你实力提升起来是挺快 可是提升越快 这一重重的天节来的也是越快呀 总是让我担心你 放心吧 我肯定能渡过去的 哦对了 还有一件事呢 我突破之后 苍元界也是随时在我本源领域保护范围之内 苍元界内的生灵 无需担心任何外来因果的袭杀 所以包括安儿在内的很多修行者 可以放他们出去闯闯了 苍元界有天赋的人 之前啊 只是让去秘境闯荡 没有允许进入域外虚空 因为一座昆云秘境 机缘已经足够多 强者也足够多了 可是现在 孟川已经突破 可以保佑苍元界的生灵 因此 修行者只要在苍元界内留下一具真身 就可以去域外正式闯荡一番了 我觉得 只要达到帝君级 就都可以放出去了 比如咱们的孙儿 也可以离开昆云秘境了 孙儿 你是说孟玉吗 柳七月知道 丈夫很看重这个孙儿 孟玉一直不知道自己祖父的真正来历 还以为有着大敌威胁 所以一直在昆云秘境内 艰难地修行 是啊 我没有给他太多资源 一直让他自己打拼 只是暗中稍稍引导 结果孟玉现在的修行啊 都已经快赶上他爹了 反倒是 安儿虽然已经误出四节性规则了 但是肉身法门还未曾完善 按照这样的修行速度 我估摸着他的极限呢 可能也就是五节径层次吧 孟安从少年开始 修行速度放眼整个苍原界历史 那都是绝顶人 基础雄魂 堪称人族历史前三 更是苍原祖师的传承弟子 然而他此生能够修炼到五节径 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因为修行就是如此啊 一方世界要诞生一位六节径 实在是太难了 然而像孟川这种绝世天资的 整个时空长河那都是罕见 所以孟川给孙儿安排的道路 和儿子截然不同 大大的增加了磨练 而且放任他成长 孟玉喜欢什么样的修行道路 就让他自己走下去 儿子孟安则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都必须按照苍原祖师的安排成长 其实孟川是有些不赞同的 可是当他有能力反对时 儿子却不惜一切要去昆云秘境 这也改变不了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16集 在混沌浊河的水面上有着一座楼阁 孟川正在楼阁内盘膝静修 他没有刻意去寻找禁忌生物 而是专心于修行 为杜杰做着准备 当然了 他的本源领域在混沌浊河范围也足够大 如果恰好有禁忌生物来到他的领域范围之内 他也可以顺手狩猎 就当是放松身心了 要说六级性禁忌生物的命核跟尸体 论价值还是挺高的 收集起来也算是积攒资源了 苍原祖师也是靠着常年累月的积累 才积累出那般宝藏 我如今的财富主要还是百鸟馆主的赠予 我自己积累的还是少啊 还是穷啊 梦川忽然睁开眼 混动规则是擅长领域的一门规则 他的本源领域范围也算较大 在混沌浊河虽然遭到了重重压制 也依旧能够时刻感应自身周围过百亿里 这还是我掌握混动规则之后 碰到的第一头晋级生物呢 梦川遥遥看着远处 目光透过混沌浊河的河水 看到河水深处的一头庞然大雾 正在缓慢前进 那是一支有着八个长搏镜头颅的异兽 每一个搏镜头颅都仿佛长蛇一般 它还有四体 以及三条锋利细长的尾巴 三条尾巴随意舞动交错 宛如剪刀 嗯 气息倒是挺强 在六界镜禁级生物中也算是厉害的了 梦川起身 一脉步便到了那头禁级生物的近处 这头八手异兽在水底迁行着 八个长长的头颅仔细观看四面八方 寻找着猎物 混沌浊河内 六界镜禁级生物们彼此厮杀吞吃 偶尔也有修行者追杀他们 生存环境非常的恶劣 这混沌浊河的环境实在太过险恶了 我只要进化成七界镜层次 在这里才算真正的安全 但吞吃混沌生物 情话太慢了 若是能吞吃一名六界镜修行者 那帮助就大多了呀 他无比渴望变强 在宇宙之外 他们从诞生之时就是在厮杀吞吃 弱者被吞吃 强者变强 能成为六界镜禁级生物 他本就经历了无数厮杀 混沌浊河虽然更险恶 可是他也丝毫无惧 忽然八手易兽看到了一双黑暗毛子 黑暗的双眸仿佛无尽深渊一般凝视着他 而他的意识则是毫无反抗的迅速沉沦 意识湮灭 这具肉身便没了生机 在水流环绕之下一动不动 而距离这具肉身尸体六千五百万里外 有命河藏匿在河水中 而命河中的意识颇为惊慌 什么 我的真身瞬间就被灭杀了 出手的是谁啊 是七杰境的混沌生物吗 还是修行者吗 我现在绝不能凝聚真身 一旦凝聚真身 命河的波动肯定会被发现的 这头混沌生物小心翼翼的折服 同时命河隐匿在水流中 顺着水流也在远顿 而梦川此刻正在那头八手易兽尸体旁 看着这具尸体 梦川也明白 自己这次没有伪装 而是直接下狠手 吓住对方了 掌握混动规则之后 黑暗之统也修炼到了七十二层 又是以七杰境层次的原神之力施展 这威力比过去要强得多 吓得不敢领练真身了呀 但你以为自己逃得掉吗 梦川站在尸体旁 混动领域却是波及周围三亿里范围 以梦川为中心 三亿里处处都被无形力量扫过 虽然它最大范围可波及周围过百亿里 但是对付一头六解禁禁忌生物 没有必要 而距离梦川将近七千万里之外 一幅画卷突然现行 明显那就是命河 梦川看了一眼 原神秘书直接袭杀那命河 彻底摧毁命河内的意识 梦川一招手 这幅画卷便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画卷材质看不出 呈现暖白色 而画卷上正绘画着那一头 八首异兽的图案 每一个长长的头颅 都颇为协议 我仅仅摧毁意识 没有毁掉命河 所以命河画卷还是完好的 不过随着时间 这命河内会孕育新的意识 再度出现新的禁忌生物 虽然到时候依旧是八首异兽 但已经是新的意识和新的记忆了 算是另一头了吧 六节径禁忌生物的命河 毁坏还算容易 但七节径禁忌生物的命河 要诡异得多 是没法真正毁灭的 按照摩山主人传授的方法 只有先封禁 再灭其意识 而没了意识 在封禁状态下 命河是无法孕育新的禁忌生物的 孟川随手封禁画卷 也收起了一旁的尸体 过去他伪装实力 那是因为禁忌生物的真身复活时 命河会有波动 更容易找到命河 而正常行动时 禁忌生物的真身距离命河 一般都比较远 即便是在混沌灼河内 远离数千万里 乃至数亿里 这都有可能 若是不锁定命河的位置 命河还会顿逃 那么找起来就更难了 然而如今成为了七捷径 孟川能够轻易攻击覆盖上百亿里 而根据孟川了解的 在混沌灼河 六捷径禁禁忌生物的真身 远离命河最多也就数亿里 所以大范围灭杀 定能找到命河 自然也就没必要伪装了 不过没想到这命河竟然是一幅画呀 到底是谁画的呢 它的画又为什么会成为命河呢 好多看上去挺普通的东西 却能孕育一头无比强大的禁忌生物 这真是太奇怪了 而且这画也真是太一般了 我十岁那会儿画的都比这好 因为又赚了一笔心情愉悦的孟川 翻手收起这画卷 跟着又回到了楼阁内 继续潜心修行 混沌灼河的那处偏僻之地 一张模糊的面孔有所感应凝聚形成 它一直在盯着混沌灼河的所有强大修行者 又或者是强大的混沌生物 因为那都可能会是它的食物 它模糊的面孔上 巨大的眼眸映照着过去时间线上的一幅幅画面 很快锁定了孟川手持命河画卷的画面 这个元神捷径的修行者 我之前几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还是元神六捷径 如今就成七捷径了 上次看到他他还是六捷径 现在到七捷径 显然是新近突破呀 一名新近元神七捷径 这可太好了 吞斥掉他的元神 我的实力肯定能有所提升啊 六捷径他瞧不上 但是七捷径就是无比美味的食物了 而且还是新近七捷径 反抗的能力更弱 吞食肉身七捷径一般对肉身的帮助很大 而吞食元神七捷径则是对元神的帮助更大 所以他此刻已经是无比兴奋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他是我的食物啦 在灼河深处 一头幽暗的庞然大雾正迅速朝孟川所在的位置赶去 而孟川在楼阁内一心修行 丝毫没有察觉 混沌灼河就仿佛迷宫一样 即便因果锁定一个目标 明明之前相差千亿里距离 直线赶往却可能变成万亿里距离 这里的时空是错乱的 是可怕的迷宫牢狱 所以想要踏遍混沌灼河 也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除非能够跳出时空场合 方才不受混沌灼河的束缚 但是七捷径禁忌生物废语 生活在混沌灼河太久了 容易探索的区域他都非常熟悉了 而梦川呢又在修行未曾移动 所以仅仅一天的时间 废语就已经抵达了梦川所在的区域 现在我距离这名星晋元神七捷径 有八百亿里 在这混沌灼河 绝大部分星晋七捷径 在这么远的距离都发现不了我 这么多年难得碰到这么好的食物 废语之所以靠近到八百亿里 是因为他在混沌灼河 瞬移的极限就是八百亿里 再远就没法瞬移到梦川进出了 然而他吞噬一名元神七捷径的分身 只有第一次吞噬的时候 才有巨大收获 之后吞噬元神分身的帮助 就已经可以忽略了 除非能够将这名元神七捷径 所有的分身全部吞噬 彻底掠夺其整个生命 但是以元神七捷径的保命能力 想要彻底掠夺其性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此时 废语的庞大身体陡然一窜 便化约了时空 袭击向八百亿里外的梦川 着额水面之上的楼阁内 梦川正潜心修行 但是他本源领域覆盖着自身周围过百亿里 在禁忌生物废语冲进本源领域范围时 梦川的眼睛便陡然睁开 什么是七捷径的禁忌生物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17集 梦川瞬间感应到对方 这是一头类似于章鱼模样的生物 但是他的触手足有过百条 每一条触手都有上亿里之长 庞大的躯体并时空扭曲 气息让梦川都为之心境 这是 他瞬间撞进了梦川的本源领域 混动领域的范围内 而梦川也是本能的抵挡排斥对方 混动规则擅长领域 梦川也曾在白鸟馆参悟过混动一脉最强的典籍 混动领地 在掌握规则之后 已然能够发挥出这一门领域秘书混动领地的七成威力了 领域内时空错乱 强大的时空排斥力拉扯着那头庞然大物 这混动领域的阻力之大 即便是暗星会主冲来 速度也会骤减到只剩下一两成 然而此刻冲进来的是禁忌生物 废鱼 它吞食的同层次禁忌生物都有十余头 使得它达到七节径之后又进化过好多次 它的身体宛如虚幻 混动的时空排斥力仅有少许作用在它的身上 接着虚幻领域降临 瞬间彻底击溃混动领域 论领域来讲 它显然要更强 梦川以领域阻挡的刹那 立即施展了秘书黑暗之童 然而心灵意志的侵袭 犹如撞到了一堵墙 根本就无法穿透 废鱼的那一只巨大的金色毒眼 讥讽地看了看梦川 心灵意志手段 它同样擅长 只是因为这次目标是云神气节径 它便没有施展 可若是仅仅自保 梦川的黑暗之童 就算再强数倍 也威胁不到它 此刻 混动领地崩溃 没有阻碍之下 禁忌生物废鱼身体一窜 已然到了梦川庭前 一条条上亿里长的触手抓下梦川 可是梦川 早已经一分为三 三道云神分身分开逃 逃的同时 一座浩瀚阵法也降临了 阵法浩瀚 有六十颗黑暗混动 起伏不定 此阵法名为 万劫混动大阵 这是我在白鸟馆 阅读藏书的时候 耗费时间最长的绝学 比混动拳的时间 还多了二十年 而这门阵法 是宇宙之外的一位 元神八戒精 万劫驴者所创 我能查到的 和万劫驴者有关的 仅仅是这一门阵法而已 但是八戒精阵法 我怎么能不学呢 这阵法的价值 要比元神传承要低些 可梦川却无比重视 因为元神捷径 本就擅长布置阵法 这混动一脉为眼的 八戒精阵法 梦川至今 也就发现这一门 万劫混动大阵 八戒精阵法 它分为三卷 第一卷是百戒精 属于纯粹混动规则阵法 梦川参悟了第一卷 也顺便学了后面两卷 但是后面两卷 暂时悟不透 这门阵法 随着参悟越深 能凝练出的混动也就越多 若是我能同时 凝练上万的黑暗混动 而且完美地形成阵法 就代表我达到了万劫之境 但那也得等我 误出完整的时间空间规则之后才行 但即便如此 这也是我见过的 混动一脉最强阵法 希望能击败它们 六十颗黑暗混动起起伏伏 彼此宛如一体 镇压这一方时空 脱开 伴随着这一声怒吼 虚幻领域肆意侵袭四方 万劫混动大阵虽然遭到虚幻领域的冲击 但稳固是它的一大优势 每一个混动核心都无比稳定 就仿佛六十个礁石 任由洪水冲击 礁石都窥然不动 这怎么回事 明明是我的领域手段占据上方 可为什么 不管我怎么侵袭压制 都摧毁不了这些混动呢 而且还令我无法顺移 既然不能顺移 那我就换个方式 废羽的躯体忽然分解 庞大的针身分裂成了十二头略小一号的分身 而每一头分身都有十条上一里长的出手 但是气息也弱了不少 同时分别围捕像孟川顿豪的三个云神分身 虽然有万劫混动大阵阻挡 但是废羽的每一个分身都快得可怕 他所过之处 时空扭曲 刹那间便窜出数亿 而孟川在遭到对方领域冲击的情况之下 也是无法顺移 只能飞行 速度远远不及对方 即便借助阵法 依旧被不断地逼近 一条上一里长的触手 穿梭时空瞬间清洗到孟川的元神分身前 并且触手的尖端有着巨大的吸盘 笼罩而来 触手吸盘到孟川进前 便要一口吞下这一元神分身 孟川的元神分身 由元神世界覆盖四方 元神世界中 一只巨大的手掌握手成拳 一拳轰向那触手吸盘 一拳轰出光芒乍现 那是号称混动规则演化的最强拳法 混动拳 但是混动拳实在是太难修炼 顺的拳法很轻松 而真正逆的混动拳分为七步 孟川因为光看过开辟宇宙的一幕幕场景 如今倒也修炼到了第五步 但是威能和第七步圆满的混动拳相比 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这一拳 那条触手微微荡漾 柔软震动泻力 表面皮层被轰得裂开 由紫色血液流出 唉 可惜了 如果我能把混动拳彻底练成 就不是破开他的触手皮肤层 怕是能粉碎他这一个粉身了 孟川接连出拳 抵挡多条触手的围攻 这尊元神分身也欲要拉开距离 但是突然之间有一滴紫色的血液出现在孟川这一尊元神分身的表面 情况不对啊 这血液扯在疯狂地夺取我自身的控制圈 我对元神之力的控制都在迅速削弱 看来他的血液不能粘呢 孟川立即明白了 这头禁忌生物的血液具有可怕的侵染性 粘到施展混动拳的拳头 就顺着侵蚀到了这一尊元神分身了 孟川没有试着驱逐这血液 而是毫不犹豫引爆分身 宛如混动爆炸一般 这一尊元神分身轰然炸裂 哎 怎么不尝试抵抗 而是直接自爆呢 如果这名元神七杰竟再自信一点 试着抵抗我的血液侵染 只要再过一两个刹那 它被侵染程度大大提升 就没法自爆了呀 这头七杰竞进击生物 实力比一般的七杰竞还要强得多 我得再小心一点才行啊 孟川微微皱眉 如今它也算是元神七杰竞层次 损失一两尊元神分身也能一念恢复 这也是元神结晶可怕的地方 但是孟川不愿意自己的元神分身被吞噬 按照我所了解的情报 禁忌生物吞噬纯粹的能量 进化帮助并无大 太阳形太阴形都蕴含浩瀚力量 遍布域外虚空各处 但禁忌生物也就是偶尔吞噬 补充些小航法了 想要进化 还是得吞噬强大生命题 而整个时空场合最强大的生命题 就是七杰竞大的 它们吞噬修行者 有说是吞噬修行者的修行记忆随便 也有说是吞噬修行者生命的微子构成 正因为这些收获 禁忌生物才能够进化 但不管是哪一种 我都不能让它把我的元神分身给吞了 宁可自暴 也不能骗一弹 顿陶中的另外两个孟川 其中一个再度分化 又恢复成了三个孟川 三个孟川继续分开逃算 也同时施展万劫混动大阵 抵御着这禁忌生物 对孟川而言 这是他掌握混动规则之后难得的一次大战 可以借此试验白鸟馆内学到的一门门绝学 而此时 废羽的十二头子弟 疯狂追杀孟川的三尊元神分身 可每一次将其中一尊元神分身逼得无处可逃时 孟川便会毫不犹豫 毁掉那一尊元神分身 孟川施展秘术 元神世界中 一根千毫臂线的巨大手指降临 点在了禁忌生物磁体上 在点的一刹那 手指尖处有混动爆炸 那禁忌生物磁体都被震荡地往后倒退 但也仅仅是破了皮 血液流出 孟川在白鸟馆学了三十九门混动传承 此刻一种种的尝试着 不对 他的招数虽然五花八门 但威力也只是心进集结镜层次 莫非这个心进元神集结镜 是拿我来试招了吗 而且他见识不妙 就立即自爆元神分身 不给我任何机会啊 嗯 他太谨慎了 看来我只有用那一招才有希望了呀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一十八集 废宇那十二个庞大的子体 忽然悄无声息地溃散成了灰色雾气 朝着周围蔓延开去 一直仓皇逃散的孟川三个元神分身都有些错愕 但他仔细看向四面八方 发现处处都蔓延着灰色雾气 并且隔绝了时空 他本源领域能够感应到的范围 也是完全都被灰色雾气笼罩 而孟川的三个元神飞行一百亿里 三百亿里 乃至一千亿里 但不管如何飞 永远都在灰色雾气的范围内 这是 时空牢狱吗 应该是了 这灰色雾气形成了一座时空牢狱 所以这里的时空是闭环的 我看似飞了上千亿里 但实际上 可能依旧在一座闭环时空里 不停地绕圈吧 七节径大能 若是时空造诣足够高深 是可以创造出时空牢狱 令目标永远无法逃脱出一个范围的 然而这头七节径近级生物废域 显然在时空方面也非常的强大 形成的牢狱 让孟川根本就无法破解 毕竟 他还是太年轻 虽然掌控空间规则 可是时间一脉成就太低 远远没法和魔眼会主借阻他们相比 若是魔眼会主在此 怕是一步就跨出这座时空牢狱了 孟川低头看着 灰色雾气蔓延着 也缓慢渗透着自己的元神分身 而这灰色雾气 他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阻挡 这股诡异力量 还在渗透侵蚀我的元神分身吗 我要脱离这里 最简单的法子就是自暴分身 但我也不想就这么轻易放弃 你是觉得侵蚀得很慢 所以不着急 想要凭自身手段破解我的招数吗 等侵蚀程度足够深 你想要自暴都晚了 他在做什么 化作时空牢狱的废语 立即感觉到了不对劲 此刻一股让他都心急的力量 正在缓缓运 而在灰幕之内 孟川的元神世界覆盖开来 元神世界的中央 则是有一座庞大的混动 如今混动之力汇聚 在混动深处 开始凝练一柄可怕的利刃 开天之刃 这一刻 孟川毫不犹豫 施展了他最强的招数 开天之刃 是他服用白鸟馆主 所赠的那一枚果子 一缕元神离开宇宙 进入神秘之地 在开天规则的海洋中遨游 自然学会了 这属于开天规则的一招 但混动规则和开天规则 是对立的规则 像孟川学的混动拳 真正圆满的混动拳 就是一拳汇聚 混动大力 而后在逆向施展 一拳的威力汇聚到一点 彻底爆炸开了 宛如宇宙大爆炸 的确有开辟宇宙的些许意境了 但是开天规则 才是真正毋庸置疑的 开辟宇宙的规则 先是以混动规则汇聚无尽之力 将力量汇聚为一 再将这力量 以开天规则爆发 这是比混动拳 更完美的爆发 两种对立规则 完美的结合 使得威力攀升到极为恐怖的地步 无比耀眼的一道刀光 从原神世界的混动中爆发 劈开一切 化为时空牢狱的废语 感觉一股无比可怕的力量 瞬间撕裂整个时空牢狱 并且渗透处处 劈向他身体垢垢 一瞬间 整个时空牢狱便灰飞烟灭 丝毫不存 孟川看着浩浩荡荡的混沌灼合 那头禁忌生物已彻底消失 如果我能悟透开天规则 让两种对立本源规则彼此结合 就能施展出更多的招数了 如今 我还只会用开天之刃和混动规则结合 和真正的顶尖七解经大能相比 短板非常明显 这头七解经禁忌生物也是如此 手段虽然众多 但也不及顶尖七解经们招数玄妙 现在我毁掉了他的真身 他如果复活的话 那我应该有希望发现他的命核 庞大的禁忌生物废雨 在孟川前方数亿里开完 才能复现 而巨大的金色毒眼 还在死死地盯着孟川 过去不死身 刚来这头禁忌生物对时间的利用 已经超越了过去规则 甚至都更加全妙 能够轻易地过去映照现在 直接复活呀 这不是靠命核复活 而是自身的复活手段 难怪命核都没有出现任何的过度了 除非你在时间规则上远远超过我 否则是永远灭不掉我这一句真身的 是吗 三个孟川偶然又分出两道身 五名孟川的分身站在灼合之上 个个头顶浮现浩瀚的元神世界 每一个元神世界同样有巨大的混动 混动内都有一柄恐怖的刀光在运运 混动开天 五名孟川同时施展 五道耀眼之急的刀光同时爆发 粉碎眼前的一切 肺雨从时空熬夜形态 恢复成如今的肉身形态 防御也强了许多 可是面对五道混动开天之刃 也不由的胆寒 他所在去几乎瞬间都彻底被撕裂 肺雨的这一句真身再度粉碎 甚至可怕的力量的汇聚 还深层次影响了时空 足够的能量一样能够影响时间线 孟川五尊元神分身同时施展混动开天 威力实在是太过可怕 较近的时间线都被影响无法复活 不过这肺雨在时间方面的确是非常擅长 从混动开天没有影响到的遥远过去再度复活到现在 一尊庞大的上百触手真身在混沌浊河中再度形成 肺雨的巨大金色眼睛盯着孟川 又眼馋又感到眼前这名新近的元神七杰镜 太过难以对付 以我时空方面的实力 如果要躲也能躲得远远的 他的元神世界杀招碰都碰不到我 可我的目的是要吞噬掉他的元神分身啊 如果顿头他怎么吞噬呢 而且他有多个元神分身 一旦察觉危险就立即自保 太谨慎了 再试试另一招吧 肺雨真身复活之后再度尝试 毕竟遇到一名新近七杰镜修行者太难了 那些突破很久的七杰镜大能们 一般在时间方面都会有较深的造诣 他的诸多招数效果就要弱多了 孟川明显在时间以外的手段比较弱 他能够占上很大的优势 孟川看到眼前复活的禁忌生物废语 对方身体更是模糊起来 几乎瞬间成千上万的触手虚影笼罩下 虽然无法看透这个招数 嗯 他这是时间以外的招数吗 在短短刹那间出招过快 才会显现出那么多的触手虚影 只是没想到 我全力以赴 居然还是无法破解他的过去不死身 孟川没有丝毫犹豫 五尊元神分身又是五道混动开天 耀眼的五道刀光照耀着一片时空 百亿里范围的这片时空便彻底烟灭 自然也烟灭一切出手 烟灭了身影模糊的那头禁忌生物 但是孟川明白 对方很快会再度从过去复活 所以孟川也懒得再斗了 都没法逼出对方的命核复活 那么就找不到命核 对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对一个杀不死的禁忌生物 那是纯粹的浪费时间 施展摩山主人所思密法 孟川立即感觉到 遭到整个混沌浊河的排斥 顺着排斥便彻底离去 消失在混沌浊河的这片时空中 此时从过去再度复活 废语庞大的身躯又形成了 只是这一次周围已经没有了孟川 他这就走了 离开混沌浊河了 算了 就算跟他斗下去 我吞掉他原神分身的希望也不高 还是等等 看有没有下一个吧 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流淌的混沌浊河都凝固了 废语感觉到时空的强大进步 欲要将他彻底封禁 他艰难缓慢地转动头颅 眼睛看向远处的一处 此时一名满是皱纹的老农 踏着浊河之水 走了过来 怎么可能 我和新晋元神奇节竟交手才短短一小会 他怎么会知道 就算知道 要赶路过来也需要很长时间的 你认识我 你是万兴天帝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19集 废语他当然知道万兴天帝了 这一方时空长河真正能够威胁到他的修行者只有两位 万兴天帝和白鸟馆主 自从了解到有半部八战境的存在 废语就一直小心翼翼 几乎不会显现真身 即便对付猎物 也只是短暂显现真身 很快又会散去 但是混沌浊河是时空迷宫 赶路是非常麻烦的 除非成为八戒境大能才能不受影响 而白鸟馆主万兴天帝在这里依旧受到影响 受魔山主人 以及一代代八戒境们加持的阵法所影响 即便遥遥察觉到 孟川和沸宇之战 想要赶过来 也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做到的 不可能 想要亏死混沌浊河的战斗就已经非常难了 短时间赶过来就更不可能了 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呢 费宇绝望地摆动触手 但是此刻 他上百条触手移动得非常缓慢 走到近处的万星天地 异常拍击在费宇的头颅里 无数符文浮现 彻底封进了费宇的这一句真身 眼珠子转动不了 触手也无法移动分毫 整个庞大的躯体就仿佛一座雕塑 无法动用丝毫力量 完了 不过被封禁了 完全没法动啊 真多亏了梦川 才能活说你这一真身 想要溃探混沌浊河内的战斗的确很难 但是万星天地非常的重视梦川 自从看过梦川的一条条未来时间线 他就将梦川的地位提高到仅在白鸟馆主之下 几乎每数十年 他都会观看一次梦川的未来时间线 自从梦川来到混沌浊河 万星天地就发现 梦川的未来几乎必定会和废宇交手 因为废宇的时空造诣极高 会发现梦川这个猎物 一旦梦川达到新近七接近 那么这场交手必定会发生 确定了你们一定会交手 我就已经来到了混沌浊河 等了百余年 总算等到你出手了呀 好在我很有耐心 而且对我而言 在哪儿修炼都是修炼 如今你真身被我活捉 命河也无法再凝炼真身了吧 万星天地很清楚 抓捕七接近近几生物的办法 一具真身彻底死去 或者肉身湮灭 或者意识湮灭 命河才能复活出新的真身 若是真身活得好好的 只是无法动弹 那么命河是无法复活真身的 七接近近几生物 命河和真身的距离 在混沌浊河最远不会超过三千亿 我现在手握着你的真身 你的命河就算移动 也必定在三千亿里的范围内 虽然七接近近几生物的命河已经概念化了 只要在三千亿里内 我终究是会找到的 无形的波动 仔细扫过三千亿里范围 这一刻真身反而成了限制 令命河无法逃远 万星天地一遍遍筛查 以他的境界终于从三千亿里内 找到了不断移动豪窜中的命河 一条条规则线被拉扯 这些规则线融入在混沌浊河之中 必须境界足够高 才能发现这些规则线 无数灰色丝线 每一道丝线都有无数符纹浮现 这些灰色丝线被万星天地逼迫着 最终凝聚 凝聚成了一个小小的木雕 则上百触手的诡异木雕 正是废语真身缩小后的模样 饶命 饶命 万星天地伸手抓住木雕 先是彻底封进木雕内力量波动 跟着彻底灭杀木雕内的意识 顿时 外界那庞大的废域真身意识也湮灭 成了一具尸体 手握着木雕 万星天地露出了笑容 以它的能耐 也无法毁掉这木雕 即便是物理上摧毁 木雕也只是分解为无数灰色丝线 会再度形成的 永恒不灭 甚至只要放开封禁 就会再度孕育新的意识 难怪啊 难怪摩山主人一直研究这些混沌生物啊 在宇宙之外 混沌生物是非常庞大的群体 甚至其中的混沌灵主 都能够和八截境大能搬一摆手腕了 只是相对而言 八截境大能们的手段更加玄妙 而在永恒存在之下 八截境大能便是无尽时空最强的群体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是八截境大能也有寿命极限 话说回来 这个孟川成长得真快啊 没想到他刚刚到达七截境的层次 就有如此的实力 虽然很多手段还挺稚嫩的 但那一招混动开天的威力 却强得离谱 绝对是顶尖七截境层次的威力呀 至于护身弱 领域弱之类的 原神七截境的每一个原神分身 都可以随时的设计 所以啊 这孟川对我的威胁极大 孟川啊 真不希望和你成为敌人啊 否则我会很头疼 你更会痛苦十倍百倍的呀 万星天地作为掌控时间空间的存在 半部八截境大能是不会惧怕任何敌人的 大不了 这一方时空长河再多一位半部八截境而已 他和白鸟馆主斗了这么多年 再多一位半部八截境对手 他也能够承受 他可不信 他的敌人中有谁能够成就八截境大能 毕竟按照历史的经验 上百个半部八截境 才能出一个八截境大能 他觉得啊 孟川和白鸟馆主离成就八截境 那都差得远呢 此刻在白鸟馆总部 浩瀚的藏书楼内 孟川正盘膝坐在一个书架前 翻看着原神法门点击 七截境原神法门点击实在是太多了 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有几位原神七截境 漫长历史累计下来 自然数量多得多 白鸟馆内即便只是历史众多法门的很小一部分 也已经很惊人了 孟川都没有时间全部参悟 只是看了混动一脉和开天一脉的法门 啊 白鸟馆 七截境层次原神法门点击 有809种 其中混动一脉有12种 开天一脉的有5种 总共17种原神法门 这些法门我看了之后 倒是也有些收获 但是远远不及我学过的 《原神星辰永恒之路》这两门 八截境原神传承 看来还是八截境原神法门帮助大呀 哎 我记得白鸟馆有5种八截境原神法门来着 孟川起身走了十余步 来到一个书架前 整个书架上仅仅摆放了一块晶体块 正是八截境原神传承 天河 此刻孟川的一缕原神之力渗透着晶体块 顿时大量浩瀚讯息涌入脑海 妙啊 天河这一门传承在于变 万千水流一直在变 万千水流也蕴含了本云规则 六截境规则 还有无数更弱小的规则 它们相互碰撞 不断演变出新的微小规则 时时刻刻在变化 然而无数水流汇聚成的天河 却又是永恒的 这变与永恒就是天河的核心 孟川一参悟便欣喜万分 即便得过两种八截境传承 如今初步参悟第三种依旧觉得收获巨大 这门传承细细体会了半年 孟川方才去学下一种传承 天河 时光之杀 真理之术 这三种元神传承没有任何因果束缚 可以直接参悟学习 还有两门八截境传承 宇宙演变无量为益 都是由因果牵扯的 这宇宙演变一旦学了 若是成就八截境 就需要耗费一万年 地虎高等生命世界万古界 或者在力所能及之下 答应万古界当代最强者的请求 出手三次 这个要求倒是比肺语前辈低一些 这门传承的八截境大能前辈已经死去 高等生命世界万古界的当代最强者 能达到七截境就不错了 力所能及出手三次而已 若是我能够成就八截境 这要求也不算太高了 何况如果是强我所难 我还能拒绝呢 至于这无量为一 一旦我学了 成为八截境之后 在不牵扯家乡宇宙自身性命的前提之下 需要无条件地答应 应究灵主 出手三次 这 这门传承有消息记载 应究灵主乃是混沌灵主 而且还彻底领悟时间空间规则 达到原神八截境层次 属于混沌灵主中少有的八截境大能 而且因为命核的缘故 寿命比正常的原神八截境要长得多 是宇宙外一味微明远播的存在 可无条件答应出手三次的要求太高了 若是我真的有望成救八截境 那么现在截下的因果 将来就可能会惹来大麻烦 而且这么多点击 我也不是非学着无量为一不可呀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二十集 于是孟川用心钻研天河 时光之沙 真理之书 宇宙演变 这四门典籍 又参照原神星辰永恒之路 六门八截境传承成为孟川的修行资良 为何说后人更容易超越前人呢 就是因为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 孟川有六门八截境传承典籍作为基础 对自身原神法门的思考自然深入得多 天河 变于永恒 时光之沙 时光消磨 却依旧永恒如初 真理之书 十二道真理 宇宙演变 宇宙之源头 之开辟 之运转 之衰败 之寂灭 元神星辰 万劫不魔 永恒之路 时光之海 诸久永恒之路 白鸟馆 千山星 昆云秘境 苍原界 各处的孟川真身分身 都沉浸在元神法门的修行中 而在掌握本元规则之后 就已经掌握了宇宙的真实 有资格去创造元神法门 虽然因为只掌握一种本元规则 创造的法门 会有些偏移 但是元神法门对元神的影响 依旧是无比深远的 无法自创元神法门 心灵意志终究有限 孟川的石海 元神内为混动核心 凝炼为元球 万劫不魔 外为水流 幽暗之水 环绕混动核心 犹如混动领域般运转 这是以混动规则为核心 改变的元神结构 是在原有的元神雏形法门基础上 更进一步的结果 如此元神 可称 混动元神 而孟川在参悟元神法门的第25年时 在原有雏形基础上 彻底悟出了一门元神法门 名为磐石与水 我的元神法门 或许可称作是磐石与水 内为磐石 如今是混动核心为磐石 将来或许是一座宇宙为磐石 外为水 水之变 无穷 可应对外界之变 即便是宇宙浩瀚 在宇宙之外也有无尽神秘 但 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啊 这一法门 的确能概括我的修行思想 混动规则 也能轻易融入其中 成就混动元神 甚至能够规划八截境的道路 可是 我总觉得 这并不是最契合我的 嗯 如果这都不是最契合我的 那什么是最契合我的呢 孟川内侍已经强大许多的元神 心灵意志都提升许多 磐石与水法门 绝对不亚于那些七截境元神法门 可就是隐隐觉得不太对 孟川苦苦思索 也仔细理解六种八截境传承 希望能够带来触动 在参悟元神法门的第三十四年 孟川终于明白问题所在了 啊 对了 磐石与水是比较契合我 但真正完美契合我的 是另一条路啊 孟川的脑海中 混动元神已然开始演变 化作了一幅 缓缓展开的画卷 元神化作了一幅画卷 画卷上则是有水流环绕着的 混动核心 绘画 早期是绘画目标的 形神心灵 并不是完全复制现实 而是提取外形特征 神韵 以及绘画者的心灵感悟 融为一体绘画出来 这画 源于现实 却又超脱于现实 修行也是如此 我作为一个修行者 观看天地运转 参悟宇宙万事万物 这是以心为画 从万事万物中提取出自己的认知 将自己的认知体会 凝联成规则 所以我的修行路 也是绘画之路 早期画的是天地 如今绘画的是宇宙万事万物 到了如今 也只是绘画出空间混动 我真正的道路 不是磐石于水 不是内部万节不磨 外部随时变换 而是绘画 绘画世界 而磐石于水 仅仅只是我七千余年绘画世界的结果 若是七万年乃至更久呢 绘画出的也将浩瀚规律得多 我的元神法门 就叫画世界吧 在元神蜕变之后 孟川觉得自己的元神格外通明 或许对宇宙万事万物 还存在着很多的祸 但对自己的修行之路 却以然无祸 心灵意志也有了蜕变 相对于之前误出的混动元神 如今的画卷元神 看似不具有攻击性 但却更加包容 也更为浩瀚 心有多大 元神世界就有多大 在凝练画卷元神之后 孟川的心灵便广袤浩瀚许多 在创出元神法门之后 杜结前最重要的目标 已然完成 苍原界内 孟川便悠闲悠哉翻阅起了三千幻阵书册 这三千幻阵 需要漫长时间慢慢地参悟琢磨 就是八戒净大能 想要进阶破解 这都很难 孟川丝毫不及 时光如水 孟川掌握混动规则的第79年 元出山的一座别院的亭子内 孟川闲坐亭中 手中一本黑色书册 他忽然抬头 目光跨越时空 落在了遥远合遇的一颗古老星辰上 我这孙儿还真是颇有些机缘呢 孟川露出笑容 他的家乡真身拥有一宝时空令 组合密宝 银色立方体 以及苍原祖师所留的诸多宝物 不管是监察时空任何一处 还是瞬间跨时空 送出一尊元神分身 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 此时在周天合遇 七星合系的一颗无名的古老星辰上 虚空扭曲 五道神影弦 气息恶异 其中气息最弱的是一名黑衣青年 仅仅三节径层次 正是孟玉 另外四位都是四节径层次 诸位我们就此分别吧 孟老弟 这次老哥我欠你一个人情了 以后可常要去我那儿啊 一定一定 好了赶紧走吧 实则生变 不好 旁边的紫袍中年男子说了一句话 便要小挪移离去 他在空间方面颇为擅长 可是这次他却是挪移失败了 其他解禁人包括孟玉在内 各个意识到不妙 但是他们最强的也就是四解禁层次 有的家乡藏有一两份虚空挪移服 但是狱外真身都没有携带虚空挪移服 狱外真身在外行动是做好放弃准备的 重修一寸肉身那也是小事 反而虚空挪移服更难获取 可是这次他们五位宁愿付出一份虚空挪移服 换取逃命的机会 伴随着低沉的笑声 一道披着战甲的身影显现 他的气息笼罩整个古老星辰 可怕的气息让孟玉等五位都是心头一凉 糟了 是五截镜大能啊 虽然我凭借剑术能够越阶匹敌四截镜 但四截镜和五截镜的差距太大了 一名五截镜大能能轻易地捏死我们五个 根本不会出现任何意外 听说你们发现了一座七截镜大能的洞府 运气可真不错呀 有叛徒 是谁 我们这支队伍探索遗迹之前 还不知道遗迹的真实情况 探索之后才发现 这遗迹竟然是一位七截镜大能隐居所在 已留下的宝物虽然不多 但日常生活使用的普通宝物加起来 也是一大笔财富 这里头最珍贵的宝物 是一座镜市屋顶镜嵌的九颗镜心珠 每颗价值都在一万方左右 整个洞府内一共数十件宝物 价值约有二十万方 我们五个这次探查遗迹 虽然都肥了 可没想到 如今从洞府移出来 就被埋伏 对方还叫破是七截镜洞府 肯定是有内鬼中途报信啊 你们不用试着逃跑 我早就布置了阵法 只要你们乖乖交出身上的所有宝物 我就保证放你们安全离开 分开逃 他只有一个 我们分开逃 还有一些希望逃掉呢 逃 包括梦玉在内 五名修行者毫不犹豫地分开逃 别说内部有叛徒 即便五个联手 也是被五截镜大能横扫的结局 唯有分开逃 五截镜大能终究只有一位 他们还有一线希望逃掉 他们不可能束手求亲 为了身上的宝物 他们也会竭尽地 抓住任何一丝逃命的机会 而梦玉认定一个方向 急速逃窜 同时也颇为懊恼 我在洞府抢到的宝贝 大多都是修行器物 那炼丹炉应该挺珍贵的 但根本没办法用来逃命啊 至于那一柄神剑 价值倒是挺高的 但我根本没法靠它和五截镜争斗 若是早点赚得宝物 我早就换一份虚空挪衣服在身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21集 梦玉十分焦急 虚空挪衣服是他们普通捷径的保命质保 可是他太穷了 从家乡昆云秘境出来 一直都没有机会得到一份虚空挪衣服 一路闯荡 全凭一手剑术 他的剑术有如此成就 也是因为几乎所有经历 都用在梦氏一族的剑道绝学 无量剑心上 随着修行 他越加发现 祖父给他的无量剑心 是何等高明的剑道绝学 至少在昆云秘境内 即便达到三捷径层次 他也没有遇到过比他更厉害的绝学 一名灰袍人陶窜忠 最先遭到那位战甲身影的截杀 战甲身影一掌笼罩 令灰袍人彻底兵 网务轻易被掠夺到手 战甲身影身影一闪 便追向了梦氏 梦氏化作一道剑光 即便抵抗阵法阻力 顿号的速度依旧击快 然而 这名战甲身影已经迅速追来 他不受阵法影响 境界有极高 每一步都跨过神奇 不断地逼近 怎么办 我在域外难得获得的宝藏 就要被夺走了吗 梦氏看着那道披着战甲的身影 已然到了进前 心中却只有无力 差距太大了 没法抵挡 但是此刻 一道熟悉的声音 忽然在梦氏脑海中响起 孙儿 悟化 孙儿 是祖父吗 还想逃 你一个小小的三接近 难道还能反抗不成 披着战甲的身影 嘴角泛着冷笑 当即一掌拍突 也欲要彻底冻结梦玉 吓得梦玉一边顿逃 一边施展剑术手势 遮蔽自身周围 但这一掌 在轰出的半途 战甲身影眼睛动弹 意识忽然厌 轰出的一掌威力 也一散开来 诶 这一掌的威势 看上去很恐怖 但却彻底地分散开了 真正到我眼前的 也就那么少许一丝 轻轻松松就能扛下了 又下来了 他死了 五节静大能 足以坐镇一座河系 就是放在昆云秘境 也是位列最顶尖的 那一小撮了 如今 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死了 孙儿 此刻梦玉抬头看去 一名白衣白发的中年男子 正笑吟吟地看着他 祖父 祖父 我们几个获得的宝藏 是不是得夺回来呀 除了那个胖子 其他人 我都没有任何交情的 什么 夺宝藏 对 有二十万方呢 大宝藏啊 祖父正在和昆云秘境的 一名大敌相斗 这么一份大宝藏 应该能帮到祖父吧 如此宝藏 足以让五节静们拼命了 让六节静眼红了 也难怪梦玉会在意 而且在狱外闯荡 梦玉也习惯了尔鱼我诈 这些同伴们 只是和他一同 发现遗迹的情报 并无交情 甚至在洞府内 除了那胖老者之外 其他几位和他 还因为宝物 斗出了火气 若不是事先有约定 不愿意担上因果 怕是在洞府内 就厮杀起来了 行了 先灭了那个叛徒吧 嗯 梦川笑着说了一句 一名顿逃中的蛇连男子 无声无息化作呼呼 同时一招手将忽多宝物 以及那位五节静的尸体 都收拾进来 胖老者 紫袍男子 则是仓皇逃窜 当感觉到没有阵法压制之后 各失手段小挪移逃命 胖老者和紫袍男子 二者小挪移成功 逃得远远的之后 方才松了一口气 各自在陌生虚空 又庆幸 又有些纳闷 一位五节静 事先有准备提前埋伏 他们竟然能逃掉 这可真是运气爆炸了呀 那古老星辰之上 梦玉见祖父放走了两位四节静 不禁得有些惊讶 祖父 多放走一位就是数万封宝物啊 祖父不是有大敌吗 啊 我现在缺的不是宝物 而是修行啊 哦 那祖父 你如今是什么境界 刚才那一位五节静大能 居然悄无声息的就死了 那祖父 你是不是已经到六节静了呀 呃 如今我也只是半步六节静 但我的大敌是真正的六节静 他在昆云秘境 已经无敌多年 不过 我乃是元神节静 由我祖兰 他也就想掌控炼化昆云秘境啊 哦 那就难怪了 我倒是知道元神节静的特殊之处 祖父靠着元神节静的特殊 的确能够和六节静大能斗下去 祖父 那大敌叫什么名字呀 这个嘛 不能告诉你 你知道了就会产生因果联系 这大敌就可能发现你的存在 到时候你可就危险了 是 孙儿明白 对了 祖父 我这次也获得了不少宝物 价值应该能有近五万方 祖父 我如今实力还弱 留五千方就充足了 其他的就给祖父吧 哦 哎呀 还真是好孩子 太孝顺了呀 从那五节静身上 叛徒身上拿到的 再加上育儿给的宝物 价值加起来 有十五万方 嗯 那就翻个位吧 给他准备一份 价值三十万方的宝物 对一名三姐静而言 应该就足够了 而且估计这孩子 也看不出那等宝物的真正来历 好吧 这些宝物呢 你基本上也都用不上 这样吧 我帮你去永恒楼换一换 换一些适合你的宝物 哇 太好了 谢谢祖父 天哪 我去永恒楼 也只能买些寻常宝物 一些珍贵的宝物 都是五节静 乃至更强者才能买到的 有祖父出手的话 那肯定能换来好东西呀 火云魔主 乃是整个周天合育的最强者 六节静大能中 都属于顶尖的存在 他更是黑魔殿核心成员 他的火云宫 也是黑魔殿 在整个周天合育 最大的魔窟 有好些捷径大能们 都在此修行 还有大批的帝君仆从 魔宫的一处地下静室中 火云魔主 盘膝坐在生腾的紫色火焰中 头生双脚 全身有着厚厚的鳞颊 沉重如山 突然 火云魔主得到了手下传来的消息 嗯 一处七捷径大能的洞府遗迹 报屋有近二十万法 浮明隐看有得手 被一位疑似六节静给袭杀了 哼 整个周天合育 谁不知道浮明 是黑魔殿的成员 而且还是我的手下 敢直接洗手 是和我黑魔殿为敌 和我为敌啊 我倒要看看是谁 黑魔殿行事霸道 他们会给六节静面子 动手会避开六节静麾下势力 但是六节静大能们 也不能招惹黑魔殿 主动招惹 黑魔殿都会疯狂地反扑 杀衣警白 孟川那两次出手 黑魔殿能忍住 已经算是难得了 然而 火云魔主看着情报中 传来的洞府位置 唯恐去得晚了 当即借助虚空挪衣服 直接前往 对于他这一位 一方合育的最强者而言 一张虚空挪衣服不值一提 时空传送服 才算是珍贵 不好 快走 啊 梦川有所感应 当即带着有些发懵的梦遇 立即离去 但依旧有另一个梦川 留了下来 杀黑魔殿五节静成员 还能糊弄过去 但杀一个六节静 就不太好糊弄了 梦川抬头看着星辰外虚空 虚空中一道散发滔天火焰气息的 魁梧身影出现了 正是火云魔主 火云魔主气息浩瀚 作为顶尖六节静大能 在时空长河一般也是横着走了 火云魔主看到星辰上那名白衣白发男子 虽然对方气息收敛 普普通通 但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他是白鸟馆 副寻禅令 东宁城主梦川 因为巅峰六节静大能 而且听说还占我空经规则 这可不是我能做对的呀 哈哈哈哈 原来是东宁城主 东宁城主来我周天和谕 当真是周天和谕之幸啊 哦 你俩有事吗 哈哈哈哈 路过 路过 我这就走 这就走 施展虚空挪衣服来这儿 还是路过嘛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吧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二十二集 火云魔主只觉得周围空间极具塌陷 他逃都无法逃 空间瞬间塌缩成一点 火云魔主也彻底烟灭 只剩下足够坚韧的兵器等物残留 哼 既然碰到了 顺手捏死 也没什么办 孟川对黑魔店成员本能地产生杀意 因为在他的眼中 能够看到黑魔店成员身上那滔天的罪孽 每一个黑魔店成员身上都怨气冲天 传出无尽的哀嚎 都吐露过不知道多少生命 这位火云魔主作为黑魔店核心成员 罪孽更是恐怖 可惜啊 对方有家乡阵神 他也仅仅灭了一个狱外阵神罢了 在家乡世界的大殿中 火云魔主无比震怒 该死 该死的 我都主动讨好地头服软了 他竟然还杀我阵神 实在是太过分了 根本没将我黑魔店放在眼里 禀报殿主 禀报殿主 要说他火云魔主什么时候受过这档子气 当即透过星云宫向黑魔店主禀报 星云宫的其中一个殿亭 一位皮肤白皙的俊美男子坐在主位上 翻阅着黑魔店的郡宗 这黑魔店有两位店主 一正一辅 正店主呢 是修行岁月极久的离红之主 修行至今已有十二万余年 微震时空长河时 祖王还只是六界境层次 虽说漫长岁月修炼 一直未曾达到顶尖七界境层次 可是时间的累积 令他在时间规则方面的造诣 也是极高的 这离红之主的崛起 甚至比魔眼惠主还要略早些 都说他作为黑魔店最高领袖 罪孽滔天 但是他几乎不出手 特别是如今的副店主 乃是元神七界境 元神分身征战死方 离红之主就更加难得出手了 而此时 离红之主翻看着卷宗 从卷宗中能看到 时空长河一些势力的挑衅 作为黑魔店主 享用资源太过庞大 引起其他七界境的溃死 这是很正常的 特别是 他至今依旧不是顶尖七界境 都是一群蠢货 顶尖七界境 都是浪费时间去参悟第二种本源规则 有那么长的时间 好好钻研时间规则不更好吗 这样掌握时间规则的希望才更大呀 离红之主是有大野心的 他也是修行万语年就成七界境 成名比魔眼会主更糟 一心钻研时间规则不愿意分心 只是时间规则在彻底掌握之前 体现在战斗力方面是不仅两种本源规则配合的 电竹 何事啊 那东宁城主孟川欺负我黑魔殿 欺负得太过分了 细说 回电竹 是这样的 我黑魔殿一名五级性成员去夺一座洞服宝藏 谁想遭到那东宁城主的投袭 我得知消息 知道事情发生在我周天和宇 在我周天和宇 对我黑魔殿成员主动出手 我当然得查查 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主动挑衅我黑魔殿吧 嗯 然后呢 我立即赶过去 发现竟然是东宁城主 他毕竟是巅峰六级性 我也不会蠢到去招惹他 自然是讨好服软 不敢有丝毫得罪 可谁曾想 他还是出手将我狱外真实给杀了呀 哦 都主动讨好了 他还是动手杀了你的狱外真身 是 属下在店主面前自然不敢撒谎 我真的不敢有一点冒犯 但他依旧毫不犹豫就动手了 好了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是 火云魔主很清楚自家店主的性子 黑魔殿的行驶规则 不如那些六届精门挑衅 胆敢挑衅者杀衣井白 这些行驶规则自然是由掌权超过十万年的离红之主来决定的 偷袭一个五届精成本 以他的身份倒也可以结果不说 但火云魔主乃是我黑魔殿的顶尖六届精 都刻意讨好他了 可他依旧翻手灭杀 这可就是在打我黑魔殿的脸呢 哼 一个巅峰六届精而已 就敢如此张狂 要说七届精大能挑衅也就算了 我倒是能够容忍 但一个巅峰六届精都敢蹬鼻子上眼 要是传出去 各方势力该怎么看我黑魔殿呢 我的时间规则也达到了平静 你们心思苦修已经不适合了 或许是该动动手了 至于这个孟川 就灭了他镇守的前山星 以尸成戒吧 祖父 怎么回事啊 怎么这么着急着逃跑了 刚才杀的那位五届精 是黑魔殿成员 这黑魔殿都是一群疯子 杀他们的成员 他们都会报复 你记住了 你以后在狱外虚空闯荡 一定要小心警惕黑魔殿的 嗯 我懂 来到狱外之后 我早就听说黑魔殿的名声了 但是祖父你这次动手 他们会不会找到祖父你啊 放心吧 你祖父我很谨慎的 刚才感觉到不对就溜了 那死去的五届精 没有亲眼看到我 黑魔殿根本不知道凶手是谁 嗯 好了 我得先走了 等从永恒楼换来宝物 再去找你 啊 祖父知道去哪儿找我吗 你不用担心 我寻着因果就能找到你了 嗯 祖父做事怎么总是神神秘秘的 陪我这个孙子的时间都很短 嗯 过去是有大敌在外 所以才如此小心吧 三湾河系 千山兴 这里是孟川坐镇的星辰 自然无比的繁华 如今是整个神女合玉 排在前十的繁华星辰 周边诸多河系的修行者 都敢到这儿进行交易 此时一道身影跨越遥远时空 来到了千山兴外 他一身淡金色衣袍 皮肤白皙 容貌俊美 目光所及之处 周围广袤时空就仿佛一个盒子 在他的眼中千毫必现 嗯 布置了七节竞争法 连我都无法看透千山兴 广袤时空犹如盒子 而千山兴就是盒子中的 一个小黑点 黑漆漆的根本就看不透 嗯 以我的境界 必须是七节竞的阵法 才能阻挡我的窥死 那个孟川已经是巅峰六节竞了 能布置七节竞阵法 倒也正常 孟川 给我出来 此刻黎红之主淡然开口 声音回荡在周围广袤时空 整个千山兴的高空同样回荡起了他的声音 千山兴内的所有修行者都清晰地听到了这个声音 怡红之主的声音很平静 没有丝毫怒气 什么情况 但这平静的声音在每一名修行者耳边响起 那就不同寻常了 千山兴瞬间飞腾了 修行者们都很敏锐 有的选择朝永恒楼分布同去 有的则是立即朝千山兴外逃跑 有的坦然留在千山兴 总之整个千山兴混乱成了一片 而千山兴外的虚空 黎红之主还在平静地站着 作为整个黑魔殿最高首领 时空长河站在顶端的存在之一 以他的身份是不屑于去偷袭的 他会简单地告诫孟川 并且当着孟川的面 覆灭整个千山兴 已是成戒 而成戒就是要公开的 孟川也得乖乖地忍着 很快一道身影出了千山兴 站在千山兴外面对着黎红之主 黎红之主 你找我吗 孟川 是我 一直平静如水的黎红之主 看到眼前黑袍白发男子 不由的瞳孔一缩 而孟川也在观察眼前这位俊美男子 他是当代七节镜中最俊美的一位 生命气息带着自然的魅惑 任何看到他的都会情不自禁 生出好感 孟川达到原神七节镜层次 甚至一眼就能够看到他身上 滔天的血色罪孽 可是依旧受到影响 生命本能地产生好感 即便血色罪孽笼罩 狄红之主也仿佛罪孽中的洁白 什么 这么诡异啊 他明明是整个时空长河罪孽最深重的人 可却连我都会受到影响 对他产生好感 不愧是指掌黑魔殿超过十万年的 最可怕的魔头啊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二十三集 孟川初见黑魔殿主很是吃惊 但是离红之主的情绪更加复杂 本来是要动手的 可是看到孟川竟然是原神七节镜 所有的计划便只能作废 前些年 东宁你还是巅峰六节镜 这一转眼 竟然已经是七节镜了 当代第四位原神七节镜 真是了不得呀 堂堂黑魔殿的店主 来我这儿就为了夸我几句吗 我并无恶意 哼 没恶意 你刚才隔着数亿里唤我出来 声音响彻整个千山星 千山星上所有生命都听到了一片恐慌 你现在说没有恶意吗 不瞒你 我这次来是为了我黑魔殿火云魔主 他没得罪你 甚至还讨好你 都被你斩杀了欲外真身 这未免有些欺负我黑魔殿了 所以我来瞧瞧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 这一瞧却发现东宁你竟然已经成了原神七节镜 既然是原神七节镜动手 杀一个六节镜 自然是不值一提了 满世皱纹的老农坐在果树下 啃着果子 远远地看着千山星一带的时空区域 看着那里的孟川和黑魔殿竹 对他而言 整个时空场合需要警惕的修行者排序 孟川是有资格排在第二的 黑魔殿竹在老农的心中地位更是特殊 如今二者碰面 老农自然是立即从远处观看 黎红之主可是很能隐忍的 当年我那么逼他 他都隐忍 还给我赔礼呢 黎红之主崛起得太早了 成七界境都超过十万年 早早地站在时空场合顶端 他成就七界境时 万星天地 百鸟观主都还没有出生呢 当年我在六界境的时候 也算是颇有天赋 得到向借祖 百华福祖等前辈的栽培 我自身也有大机缘 这黎红之主虽然对待同层次的七界境们 温和亲切隐忍 但对待弱小却是狠辣无情 他当时曾派一名巅峰六界境出手 劫掠了我 夺了我一份大机缘 自私接下超院 等我成为七界境后 关系仍然很僵 但是等我成半步八界境后 全面威逼 黎红之主却从头到尾 没有任何反击 按理说 堂堂的七界境大能 有真身在家乡世界 域外真身也可以躲在黑魔殿总部 身鼻疾了 翻脸也没什么 元界首领不就一个斗白鸟馆 六方天两大势力吗 可这黎红之主就是认真 并且还登门向我赔礼 我也没辙 也就要了他大半财富才把手 魔眼惠主也一直关注着梦川 随时准备再结闪缘 所以当感应到梦川和黑魔殿主在一起 便立即透过时空摇摇一看 好准备出手相助 这一看才发现梦川成了元神七界境 哎呀 最近这些年 梦川一直在白鸟馆 在混沌浊河之类的地方修行 我都没办法亏损 谁曾想成元神七界境了呀 以梦川的性子 肯定是无比厌恶那黑魔殿 离恒之主这次 还是得吃饼 魔眼惠主 行事很辣魔性 只看利益 连手下都未惧他 其他七界境们也忌惮于他 但是他对时空场合无数弱小修行者 真就没在意过 可离恒之主却是截然相反 充满惊人的亲和力 手下们都很敬畏信服他 结交一位位七界境 轻易不会与之为敌 但他对弱小却是残酷无情 肆意图露无数弱小的黑魔殿成员们 也要层层上交好处 最终大量的资源都到了他的手中 弱小修行者的宝物或许很少 可整个时空场合到处受割 层层上交到他的手里 那就很惊人了 影魔之主成为七界境之后 就成了白鸟观主最主要的展礼 而他自然也是遥遥关注着千山星 好出手帮助自家人 嗯 东宁城主他成元神七界境吗 好啊 这下我白鸟观多了一名 元神七界境的大将 实力大增啊 关主 东宁他成元神七界境了 嗯 我早就知道了 只是东宁未曾渡截 没让我公开 哦 还没渡截啊 那我现在高兴还太早了点 他和黎鸟之主的事 我们要插手吗 东宁足以应对一切 如果需要我们插手 我们再插手 只是以我对黎鸟之主的了解 他太能忍了 东宁又是元神七界境 黎鸟之主一定会尽量缓和 尽量隐忍的 嘿嘿 我就是怕东宁会吃亏啊 黎鸟之主隐忍阴险 又执掌黑魔殿 黑魔殿和永恒楼可是同层次的 隐忍不代表黎鸟之主手段弱 他的手段太过阴狠 所以很多七界境们也很忌惮 不愿意真和他斗下去 元神七界境没那么容易吃亏 真吃亏了 还有我们呢 嗯 影魔之主摇摇地看着 脸上浮现笑容 怀鸟馆多了一位元神七界境 应对万星天地的威胁 他也觉得轻松不少 而和孟川结怨的暗星会主 也在关注黎鸟之主和孟川的碰面 然而这一看 他不禁吓了一大跳 他都成七界境了 唉 最近我气韵不佳呀 得谨慎点了 不过 能让我忌惮的 也就只有那两位半步八界境而已 他成个元神七界境 有能奈我何呀 孟川和黑魔殿主的相遇 刚开始也仅仅万星天地 魔眼会主 影魔之主 暗星会主 等少数级被关注 然而随着孟川成为元神七界境 这爆炸性的消息传播 七界境大能们 一个又一个开始遥遥关注 连戒祖也得知了消息 一位元神七界境 对时空长河的局势影响太大了 因此诞生一位新的元神七界境 这个消息 也有十足的震撼性 孟川透过本元领域 能够感知到一些透过时空 遥遥的窥似 虽然彻底掌握时间空间的 百鸟观主 万星天地的窥似 孟川还无法感知 但是其他的七界境们的感知 在本元领域范围之内 还是会留下痕迹的 这一位位七界境大能 都在关注这里啊 我能感知到 来自时空长河各地的 三十五道窥似 其中都是七界境 和半步七界境的大能们 看来今天这事挺受瞩目的呀 我身为元神七界境 杀黑魔殿一个六界境成员 不值一提是吧 那如果我没有突破 依旧是巅峰六界境呢 时空长河的生命 本来就分不同层次 以明六界境就敢随意杀 我黑魔殿成员 自然得付出代价 但七界境出手 自然就不同了 那火云魔主冒犯到你 是他该死 那我明白了 如果我今天依旧是巅峰六界境 就得付出足够代价了吧 这 狄虹之主微微皱眉 他在缓和 梦川却是在故意挑衅 六界境是得付出代价 这是规矩 我一个元神分身 灭了也不心疼 算不上代价 可你堂堂的黑魔殿店主 大张旗鼓地过来 想让我付出什么代价呀 这 没做的事 没必要多说吧 哼 当然得说 你大张旗鼓地来挑衅 要惩戒我 让我付出代价 如今发现我实力强了 就当没这么回事了是吧 哪有这么好的事 孟川 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哈哈 面子 你这黑魔殿首领 整个时空长河 罪孽最深重的大魔头 和我谈面子 像你这种魔头 在我这 从来就没有面子 黎虹之主脸色阴沉如水 他是能忍 但是指着他鼻子骂 还让他忍的 只有那两位半步八截境 而且万星天地 当初的七如 黎虹之主这么多年 一直就没忘 他憋屈了太久了 特别是在时空规则 掌握了过去 现在未来 达到最终突破的瓶颈之后 他更不想忍了 他觉得一些刺激 能够让他更有望 突破瓶颈 掌握时间规则 到时候他就是整个时空场合 新的半步八截境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二十四集 你在挑衅我 孟川 你只是一个新近七节径 我劝你清醒一点 怎么 终于忍不住了 那你就试试我这新近七节径的手段吧 说着孟川摇摇一伸手 一只幽暗的巨大手掌 凭空出现 直接拍向了黎红之主 黎红之主健壮 眼中泛起了一缕血光 杀意 第一次现现了 哼 看来我低调太久了呀 你只是个新近七节径而已 黎红之主眼神冰冷地盯着远处的孟川 看都懒得看那袭来的巨大手掌 以黎红之主为中心 一黑一白 两片巨大的虚幻墨盘 出现在这一方时空 黑白墨盘合拢 朝着相反的方向 缓慢旋转 而这两片巨大的墨盘 显现的刹那 便碾碎了孟川施展处的 那幽暗大手掌 并且还欲要碾孟川的原神分身 孟川也看着黎红之主 施展出了原神秘术 一双巨大的黑色帽子 出现在黎红之主的脑海中 这双幽暗帽子宛如无底深渊 在拖拽着他的意识 黎红之主也得分出 近半心理来抵抗 这是黑暗之谋 可威力怎么这么大 修行漫长岁月的黎红之主 自然也很重视心灵意志修行 他走魔山之路 也是可以走到九万两千里的 这在肉身七解镜当中 算是非常高的水准了 像魔眼会主等人 现在都依旧在走魔山之路 都未曾登顶呢 走到九万两千里 心灵意志极强 又有七解镜肉身抵挡 按理说 新晋原神七解镜的原神秘术 对他应该是如春风拂面 但是此刻 孟川的秘术却需要他分出近半心理 这让他亲头一紧 他不知道的是 孟川在自创原神法门之后 心灵意志也有所蜕变 再加上参悟三千幻阵 令他原神世界的构造更加精妙 也提升了一些心灵意志 虽然未曾再走魔山之路 但是显然进步极大 他的原神秘术仅次于戒祖 估计能和元界那位并列了 黎红之主做出判定 巨大的黑白木盘 接着碾压这片时空 而黑暗之谋 未曾令黎红之主沉沦 但是紧接着 就是一座浩瀚的大阵 笼罩了广袤时空 广袤时空内 有足足192个黑暗混动 在缓缓地移动着 众多混动 彼此力量凝练为一体 刚一降临 就让黎红之主 感觉到身上一沉 若是我刚成七节镜的时候 刚才这一下 怕是就被压得 只剩下两三成实力了 按理说这万节混动大阵 新进七节镜 能够凝练出上百个混动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可这孟川能施展的 黑暗混动数量 竟然有足足192个 毁眠太惊人了吧 还都到这个境界了吗 可黎红之主还是不知道 这些年 孟川参悟三千换阵书册 已经破解了 有136个幻阵 对阵法的理解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他掌握着混动规则 对截然相反的开天规则 也有了较高的认知 以这些 结合上在三千幻阵中的收获 孟川方才将万节混动大阵 修炼到了这般境界 而此时 黑白磨盘碾压这片虚空 万节混动大阵 则是在竭力地抵抗着 孟川抬头看着那巨大磨盘 心里不禁 感到了一阵庆幸 好 好强的领域雷招数啊 如果我的阵法 没有突飞猛进的话 怕是会被他直接碾碎吧 黎红之主和那头 气节性禁忌生物废语不同 这废语是凭借天赋招数 而黎红之主 却是将时间与空间 都参悟到极其高深的地步 再融入自身本源规则 施展出的领域强得可怕 以至于孟川此时的 万节混动大阵 都在处于劣势 但还称得出没崩溃 本来像领域之间碾死他 看来还得进展出手啊 孟川 你要记住 作为肉身气节性 最强的永远是近战啊 你 黎红之主白皙的手指 轻轻地朝孟川一点 时空便开始扭矩 遥远的距离被迅速拉紧 并且时间流速变化 孟川清晰地看见 一根手指到了眼前 但他自身根本就来不及闪躲 一根手指头 马上就要点在孟川的眉心上 但在点上之前的那一刻 孟川这一尊原神分身 却宛如泡影一般 凭空消散 同时又有五尊原神分身 同时出现在周围的广袤区域 显然是千山星内的那一尊原神分身 立即分化出了新的五尊原神分身 千山星是孟川在狱外虚空的一处洞府 作为七解镜存在 他早就透过永恒楼购买了八解镜层次的固定阵法 要说固定阵法的价值啊 可要比随身携带的八解镜阵法低一些 需要耗费时间布置 并且无法移动 但固定阵法的威力一般也更大 因为可以建造得更加繁复 七解镜大能的洞府想要攻破 或许只有那两位半部八解镜才有望 像血凤公主作为顶尖七解镜 在狱外老巢布置了十三座八解镜层次阵法 就连半部八解镜都破不开 而孟川还没有那么强 但他的千山星也足以抵挡半部八解镜以下 任何一位大能了 哼 分化原神分身 那我便封尽这片时空 让你无法支援 黎红之主冷声说完的同时 巨大的阵途虚影显现 令周围百亿里时空彻底和外界隔绝 千山星也处于百亿里范围之内 嗯 看不见了 黎红之主封进了那片时空啊 看来这黎红之主是真的气极了呀 一位位七解镜 半部七解镜们都发现 借助秘宝都难以再行窥辞 论时空造诣 黑魔殿主离半部八解镜也只差一步 再凭借八解镜阵图封进时空 的确是难以窥辞 看不见了 这黎红之主一心封进时空 我也破解不了 当代呀 估计能破解的 也只有万星天地和百鸟馆主了吧 有趣 黎红之主忍了这么多年 难得展露实力 没想到却碰到了硬茬子 虽说黎红之主比当年强了不少 时间规则应该离突破只差最后一步了 但这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 嘿嘿 这辈子怕是没指望咯 吃掉一颗果子的万星天地 随手扔掉了果盒 他看过黎红之主的未来 但看过那么多种未来 没有一个能成为半步八截境的 可是万星天地也很清楚 未来还未发生 一切都存在着变数 但是他没有看到黎红之主 成半步八截境的未来 代表着黎红之主突破的可能性 是极低极低的 毕竟修行十余万年都没有突破 想要在大线之前突破吗 想想都知道可能性很低啊 嗯 别得不说 不过这黎红之主的近战实力还挺强 时空结合之下 孟川只能被动挨打 而想要反击打他 这根本打不到啊 嗯 这个孟川可以呀 上一次还只是简单的施展杀招 如今居然是将杀招融入万劫混动大阵了 他这阵法的造诣还挺高的呀 千山星一带百亿里范围时空被封禁 众多的七截境 半步七截境们都看不见 也愈加好奇 然而封禁了仅仅十余细时间 无比恐怖狂暴的力量爆发了出来 彻底撕碎了那片封禁大阵 令百亿里范围时空彻底被粉碎成了微子 仅剩阵法保护的千山星还不完好 而百亿里时空都被打成了微子 离红之主自然躲无可躲 此刻 离红之主那白皙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血色裂痕 脸上也满是裂痕 仿佛裂开的瓷娃娃显得猙獰而丑陋 但这些血色裂痕很快又迅速的愈合消失 仅仅刹那 离红之主又恢复了俊美的模样 我还真是小瞧了你呀 离红之主看了眼孟川 一脉步便消失不见 已经跨越时空 直接回到了遥远的黑魔殿总部 只剩下孟川的两尊元神分身站在那 另外三尊都被迫消散了 好险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的确大呀 除了最后的一周 其他招数根本就碰不到的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25集 一位是时空长河新的元神七解镜 另一位是成为七解镜超过十万年的黑魔殿首领 他们俩的交手 令时空长河的其他七解镜 半部七解镜们都无比的关注 然而这一战实在是太短暂了 并且除了开始的交手 最关键持续十余息时间的大战 因为封禁时空的缘故 那些七解镜和半部七解镜们根本就没能看见 只看到最终时空封禁被轰破 离红之主的肉身被撕裂出大量贯穿的裂痕 随后毫不犹豫就破空离去 毁了黑魔殿而已 不过各方顶尖势力虽然没有看清 但也有了些许的判断 看起来是离红之主吃亏了呀 那一片时空被封禁 结果最后是被强行轰破的 那东宁城主的招数虽然我没能看清 但至少威力很大 真没想到 这一战 东宁城主仅仅是派遣了一些元神分身 最终就占了优势 反而是离红之主吃亏了呀 离红之主回到了黑魔殿总部的宝座上 孤独地坐下 脸色阴沉 他终究是比魔眼会主更早成为七解经的存在 而作为老一辈的存在 他也是很看重脸面的 考虑到时空规则达到最终平静 考虑到所剩的寿命只有数万年 他是想要在接下来数万年 展露锋芒 在时空长河掀起浪潮 在厮杀争斗中获得突破希望的 可是不曾想 他改变心意后的第一次出手 而且还是面对一个新进的七解经 竟然吃了大亏 那孟川只不过才修行仅仅过七千年 对我来说 连后辈的年纪都算不上 可我却被他轰击得连肉身都差点崩了 要知道我这可是欲外真身呢 而且还是携带着八截镜密宝的 可他孟川却仅仅只是原神分身 而且还没携带任何宝物 即便如此 我都被他轰击得肉身遭到重创 难道我真的老了吗 店主 孟严 你来了呀 此刻一道声音响起 一道虚幻雾气出现在这座电厅内 雾气凝聚 隐约形成了一道人形的模样 他的原神分身正常都是虚幻雾气模样 这是他原神法门的特征 黎红之主看着同伴 来者正是黑魔殿的另一位首领 孟严副殿主 孟严殿主是原神七戒精 这黑魔殿的威名 大半是依靠的孟严殿主 不过他们俩的名声都很臭 毕竟截掠石工长河无数落小的黑魔殿 他们俩就是首领 而孟严殿主也很忠心黑魔殿 因为黑魔殿和永恒楼一样 都是传承幽远的古老势力 都是八截精大能所开创 留下的底蕴很深厚 孟严殿主能够成为原神七戒精 和黑魔殿的一件特殊传承异保有关 继承了那件传承异保 自然不敢背叛 背叛黑魔殿 英国太大 说不定惹得开创黑魔殿的那位 八截精大能降临这个时间点 除掉叛徒 孟严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狼狈呀 是有点 选错对手了呀 这位东宁城主的实力 实在是强得有点可怕 而且可惜 之前我没看过他的未来 如今晚了 他成了七截精 我已经无法亏似他的未来了呀 黎红之主终究没有掌握完整的时间规则 能亏似六截精的未来 无法亏似七截精的未来 怎么 很可怕吗 时空封禁后你和东宁城主交手都发生什么了 以你的实力 怎么会被一个新进七截精逼成这样呢 哼 发生了什么 时空封禁之后 以我的时空造诣 我可以随意出手 他却根本碰不到我 所以 我先试着攻击了前山星 但是前山星上布置了八截径层次的固定阵法 又有他的原神分身坐阵 根本就无法轰开 所以 我也出手分割失控 将前山星和前山星之外的两部分失控 直接给分割开来 令他无法再从前山星内 派遣出原神分身来支援外界 我打算随手灭了他的几个原神分身 再封禁困住前山星 算是 教训教训他 然后呢 他是怎么破了你的招的 你不知道啊 我刚分割时空 准备动手灭他原神分身的时候 他突然爆发了 他之前的招数碰都碰不到我 但这时候 他施展了很恐怖的一招 他的万劫混动大阵 有十处混动分别孕育出了一道开天刀锋 而十道开天刀锋 在阵法结合下 威力汇聚爆发 威力大的匪夷所死 百亿力的时空都被轰成了微子 我以八截镜密报护身 都依旧被切割贯穿 虽然我还能再斗一斗 但那般狼狈地斗下去 只会更加地丢脸 不是 十道开天刀锋 彻底轰破百亿里时空 还中伤了你 这招数得有顶尖七截镜威力了吧 他真没携带秘宝吗 嗯 他的原神分身聚散随心 肯定没有携带任何宝物 他是纯粹凭借着自身招数 就爆发出了顶尖七截镜的威力 不靠外物就有这么强了吗 唉 修行仅仅七千年 就成就原神七截镜 你突破就如此之强 所以我才说 我选错了对手 本来我以为 真设一位新晋七截镜 是首到擒来的 谁曾想 结果却相差甚远呢 今后这位东宁城主 肯定是这方 时空长河的风云人物啊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啊 看起来 他对我黑魔殿低甚大 唉 且看着吧 看他怎么做 我们再做决定 大不了 他杀些五截镜六截镜的 域外真身吧 动摇不了我黑魔殿根基的 啊 就这样吧 黑魔殿由八截镜大能所开创 这是他们最大的底气 再加上时空长河 无数修行者 喜劫略 因为劫略 是赚得宝物最快的方式 有这两点在 黑魔殿便充满无尽的生命力 一直延续至今 此刻在苍原界中 江州城孟府的书房之内 一袭白衣的孟川 正看着三千换阵书册 之前的一战 惊动时空长河诸多顶尖势力 毕竟是两位七截镜的碰撞 这次短暂交手 孟川看似是斩局上风 但是孟川自己却感受到了诸多差距 在时空遭遇方面 我还是太直能了 正常招数碰都碰不到对方 对方随便欺负我 如果是我单独施展的混动开天 那黎红之主肯定能够轻易躲开 那时候 还是我以万级混动大战施展出绝招 彻底湮灭百亿里的时空这种大范围的招数 让那黎红之主躲无可躲 这才被覆盖攻击 时间规则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三方面任何一方面我都没有掌握 现在我离杜杰已经很近了 这个时候就先钻研一下阵法吧 阵法造诣够高 我的实力应该也能提升 孟川看着书册 如今的万级混动大阵 能同时凝练192个混动 他曾经想过 是否能让每一个混动 都孕育出一柄开天之刃 施展出混动开天 若是设想能成功 那这一招的威力就恐怖了 但实际常试时 却有诸多问题 哎 问题很大呀 这一来 众多混动的平衡 对阵法负担本来就很大了 如果孕育太多的开天之刃 就容易令阵法崩溃 导致这些混动无法并存 以我如今的阵法造诣 只能在十个阵法节点 愿于混动开天 二来呢 每一招混动开天 对心力负担都很大 以我如今的心灵意志 十个混动开天 就消耗过半心力了 只有阵法造诣变高 心灵意志也变高 才有希望让这一招更强了 孟川仔细参悟着书册上的阵法 转眼间 孟川和黎红之主一战 便过去了十一年 而孟川掌握混动规则 也有足足九十年了 大雪之日 书房中的孟川 放下了手中的黑色书册 好吧 离杜洁越来越近了 我该再去一趟摩山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二十六集 古老的摩山世界 孟川凭空出现 他仰头看着这座巍峨高山 三条通道延续向山顶方向 哎 越是修行 我就越是觉得八截境大能 深不可测呀 七截境离八截境 明明只是一截的区别 然而生命层次 还有实力 都是本质上的蜕变 摩山主人留下的这座摩山 我们这些七截境 想要走到山顶 都是千难万难 八截境大能创造的势力 如永恒楼 星云宫 黑魔殿等等 能延续无尽漫长岁月 永恒楼的永恒之眼 能一直维持七截境势力 且活的时间 以一年为单位 而永恒之眼 也只是永恒楼主人所留下的 龙族始祖 凤凰始祖 改造血脉 令一代代纯血龙族 纯血凤凰 成年的时候 就拥有匹敌五截境势力 孟川更是曾经见过 龙族开辟宇宙的场景 还有众所周知的 翘出时间线 前往其他宇宙 高等生命世界的超脱轮回 种种手段 都是孟川他们这些七截境们 想都不敢想的 我在弱小时 知道五截境在家乡世界 堪称不死之身 只要八截境不现身 当代任何大能 都无法隔着世界 斩杀一位五截境 然而 等我成了七截境 知道不少情报之后才明白 七截境哪怕是躲在家乡 八截境大能 依旧能去斩杀 因为家乡世界的庇护 源自于时空规则 而八截境大能 已经跳出时空长河 时空规则的阻碍 他们已经能够渗透了 孟川也是实力突破之后 白鸟馆主又给了一份 更为详细的情报 才了解到这些 情报中 多牵扯到八截境大能 因为到了他们这一层次 最敬畏的就是八截境们了 而时空运转规则 看似至高无上 但在八截境们眼中 也是筛子 比如宇宙原本是阻挡 一切混沌生物的 可是摩山主人 就开辟了混沌浊河 连接宇宙内外 长期引导混沌生物 也就是晋级生物 沿着混沌浊河 来到宇宙内 像隐隐是最强八截境的龙族十足 都开辟宇宙了 对时空运转规则的渗透 只会更加夸张 修行路漫漫 更需耐心定力啊 这点上 那离红之主 倒是也有值得亲佩的地方 能将时间规则 修炼到那般高深境界 却一直没有分心 参悟第二种本源规则 以时间规则的艰难 能修炼到他那种高深境界的 一般早就是顶尖旗节径了 但 我不会学他就是了 我都掌握天赋招数开天之刃了 渡劫之后 肯定要将掌握开天规则 排在第一步 那时候 混动规则 开天规则结合 我的各种手段 才能真正的丰富起来 才是名副其实的顶尖旗节径 以两大对立的本源规则为基础 再来参悟时间 这才是我认定的道路啊 孟川踏上了心灵之路 沿着心灵之路飞行前进 很快便抵达上次直步的地方 七万三千里处 如今的七万三千里 对我来说 的确是简从多了 孟川聆听着山顶的声音 没有感觉到任何压迫感 显然 掌握本源规则 开创画世界法门 凝炼出画卷元神之后 孟川的心灵意志提升很大 可同样的 这山顶声音对元神 也没有锤炼之效了 孟川一步步行走 每一步都跨出两三里 很快走到八万里的位置 嗯 三道合一了 孟川看到了所走道路 和另一条附身之路 在前方也最终合二为一 摩山的三条道路 在八万里位置 彻底合为一条道 走到八万里位置 孟川私存了一下 迈出一步 走入汇河的道路中 孟川的意识感应到了一位 六结晶生命 沐浴在火焰中的异族生命 异族生命正在动用火焰 炼制一柄黑色大锤 孟川觉得自身仿佛成为了 这名异族生命 附身之路所附身的这些六结晶 都是通过顿武之路突破的 但历史上 通过顿武之路成为六结晶的 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的 他们的道路都是有缺陷的 比如这位异族生命 他的火焰之道太过匈密 单纯用来战斗就罢了 如果用来修炼肉身 只会令自身越加胸利 癫狂入魔 达到七结晶之后 孟川也明白 魔山顿武之路为何如此大的缺陷 就是这一切啊 来得太容易 太快了 在顿武之下 大量感悟不断汇聚 迅速堆积出的六结晶规则 没有经历风吹雨打 没有经历大量挫折 甚至都没有时间去一次次实践验证 如果这样都能悟出 没有缺陷的六结晶规则 那才是奇迹呢 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上顿武之路走出的六结晶 都是有缺陷的 孟川微微摇了摇头 又继续一脉步 附身另一位六结晶 孟川走得很慢 仔细体会一位为六结晶生命的道路 虽然都有缺陷 但都是六结晶规则 是时空运转的一部分 只是 不符合成为修行根本罢了 以孟川的境界 居高临下进行剖析 同样有收获 三年之后 孟川走到了九万里位置 附身彻底结束 还不错 挺有收获的 长了见识 也有点垂炼之强了 孟川接着行走 山顶船下的声音越加浩大 也能听到部分完整的句子 但无法理解意思 完整的一句话 对原神的冲击更加强大 肉身七结晶大多都难以走到九万里位置 而孟川即便身为原神七结晶 又悟出自身原神法门 但也感到了冲击了 画卷原神只觉得那声音一次次冲击 但是画卷原神充满包容性 任凭冲击也依旧承受包容 九万两千里 九万三千里 九万四千里 九万五千里 孟川越走越慢 因为完整的句子越来越多 冲击也越来越可怕 一句句话不断地在孟川原神中挥荡 九万里的时候 我还觉得挺惊悚的 可越到接近山顶 冲击 就越是急剧增加呀 孟川此刻抬头 已经依稀看到了山顶的位置 雾气遮掩中 山顶隐隐约约 但是山顶的声音 已经浩大如滚滚雷声 响彻在原神之中 令原神内轰隆作响 孟川觉得原神被轰击的 都有些迷糊了 九万八千里 这里就是我能维持清醒的极限量 虽然能够隐约看到山顶 但是我显然还差了一截啊 我这次走魔山之路 主要是附身上万六节径 对整个时空万物的认知更丰富了一些 对我参悟三千缓震 是有帮助的 可是心灵意志方面 并无一丝进步 灯顶代表心灵意志 达到了肉身八节径的门槛 至于原神八节径所需要的心灵意志 可比这要高得多呀 但是孟川也早有准备 到了他这般心灵意志境界 想要再提升心灵意志 主要还是靠完善的原神法门 从魔山离开之后 孟川依旧专心于三千换阵的参悟 阵法造诣的每一点提升 都会反映在原神世界构造上 终于在掌握混动规则的 一百零三年之后的一天 如孟川预料的那般 天节再度降临 当冥冥之中感应到天节即将到来之后 孟川便来到了苍原界 天地大殿内的一座静视 这一刻 他主动消散了诸多原神分身 只留下一孙家乡真身 一孙域外真身 先来杜劫 第七次原神天节 终于要来了呀 孟川盘膝坐在静视内 耐心等待着天节的奖励 嗯 原神第七次天节 杜劫成功的前辈有很多 而且每一代都有好几位 所以我手上关于这天节的情报 也算是强行 这第七次天节 针对的是原神 是心灵意志 所以我的把握还是很大的 倒是原神第八次天节 没有任何情报记载 孟川在静静等待天节到来的这一刻 却想到了很多 历史上诞生的原神八节径 趋之可出 就算是白鸟馆主 万星天地 想要见到一位原神八节径 这都很难 搜集第八次原神之节的情报 难度自然高 白鸟馆 永恒楼 孟川都没有找到原神 第八次天节的情报 算了 还是先乘七节径 之后 努力掌握时间规则 空间规则再说吧 我去离那第八次天节 还远得很呢 孟川很清楚 连魔山都没有登顶的他 心灵意志这方面 离承受时空规则演化 就差得很远很远 孟川收敛牺牲 来了 不再多想 因为冥冥中 已然有力量降临 前所未有的冰冷雾气 降临到孟川的石海 一刹那 就已经冻结了孟川的原神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二十七集 孟川看向周围 发现周围是一片冰天雪地的世界 而孟川搜集了大量渡结情况 也明白自身遇到的情况 这是幻境吗 我的原神被冻结 亦是被引入幻境了吗 这么说来 如果连心灵意志也被冻结的话 那么我也就渡结失败 身死昏灭了吧 必须坚持得够久 久到这渡结结束 只是 这幻境是真冷吗 孟川忍不住啄嗦了一下 接着便迈步行走 在幻境中 他宛如繁俗 没有任何神通力量 孟川很清楚 这是心灵意志和天结的对抗 心灵意志越弱 才会觉得越冷 越容易被冻死 而孟川的心灵意志算强了 所以才只是哆嗦了一下而已 白茫茫的冰天雪地中 唯有孟川这一道人影 在缓慢行走 他的眉梦上 脸上都是雪花 抬头看向远处 又有席卷天地的暴风雪 滚滚而来 又是暴风雪啊 松在呼啸 卷着无数雪花 狠狠冲击在孟川的身上 孟川低着头忍着 风雪越来越大 他也被越来越多的雪花 把给淹没了 许久之后 风雪停下来 在一片积雪中 一只手从雪中伸出 孟川从下面爬了出来 抖了抖 积雪滑落 孟川面不改色 如果他的心灵意志 只能走到魔山之路五万里 暴风雪会狂暴得多 自己也会觉得寒冷得多 渡劫难度会急剧提升 可是他毕竟是能够走到九万八千里位置的 暴风雪 雪崩 冰湖 还有什么危险 尽管来吧 我这是心灵意志之身 只要心灵意志能扛住 我就是不死不灭的 幻境中的重重磨难 孟川都能够平静应对 不会掀起任何波澜 但是真正让孟川有些头疼的 是时间 这幻境他永远走不到尽头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在幻境中的时间没有意义 幻境上度过百万年 外界可能才过去一刹那 在这里 孟川的意识思维缓慢如凡人一般 而在冰冻之下 思维会越来越慢 也无法感应任何规则 孟川自己也不知道 无比缓慢的思维 令他无法判定时间流速 当初的第五次元神之节 孟川就经历过时间的折磨 但那一次没有冰冻 没有重重的折磨 只是在一片虚无中 度过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但一次明显要更狠 不仅时间漫长 看不到尽头 还有着永无尽头的磨难和折磨 元神捷径 若是因为时间太久 心神疲惫 在磨难之下没扛住 最终被冻结 那也就死了 来吧 哪怕是千劫万难 哪怕时间再久 肯定也有结束的时候 等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成功了 孟川坚信自己能够成功 度劫成功的希望 游如一盏灯照耀着孟川 在幻境中行走着 时间仍在流逝 但不管是三百万年 还是三千万年 孟川都不知道过去多久了 该结束了 但他感觉或许该结束了的时候 实际上连十分之一的时间 都没有过去 事实上 幻境的时间之长 让孟川都有些心惊 甚至开始滋生了些许疲惫 而幻境时间之长 让孟川这个元神七解禁 都开始有些习惯了 甚至感觉幻境还会维持 更长的时间时 幻境悄无声息地突然崩解 原本冻结孟川元神的力量 也悄然消失 孟川一中间有些恍惚 漫长的坚持 才迎来了这最终的成功 漫长说来简单 实际上再厉害的强者 在足够漫长的时间面前 也会越来越疲惫 乃至崩溃 幸好我在渡截之前 就创出元神法门了 否则的话 仅仅以魔山之路 六七万里的水准 渡截就真的是生死一线了呀 虽说魔山之路五万里 就达到了元神七解禁 心灵意志的门槛 可那只是最低门槛啊 代表元神世界 能承受本源规则演化 渡截希望同样是很低的 而心灵意志越高 渡截的希望才越大 此时在江州城孟府的书房内 柳七岳坐在书桌前 呆呆地看着眼前半成品的一幅画 之前孟川和他在一起共同创作 孟川绘画他题字 然而刚刚绘画到一半 孟川感应到天节即将到来 就迅速离开了 柳七岳早就知道 丈夫即将迎来第七次天节 可是当这一刻来临 他依旧是无比担心 刘七岳牵挂着丈夫 他就这么呆呆地坐着 脑海中无处思绪在翻滚 时间越久 他就越是惶恐担忧 但他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独自坐在这 默默等待着丈夫的回来 七个月后 一名白衣白发身影出现在书房外 透过书房的窗户 笑隐隐地看着他 柳七岳这才露出笑容 眼中也焕发色彩 立即起身走了出去 柳七岳看着孟川 却有些担心他是渡截失败 前来告别的 阿川 你成功了吧 嗯 成功了 太好了 在这一天 苍原界诞生了历史上第二位 七捷径大能 星云宫的一处厅内 这里是白鸟馆势力范围 灰袍销瘦的白鸟馆主 坐在主位 坐 孟川也顺着坐下 谢观主 此客厅内一共有五位大能 除了孟川之外 便是白鸟馆主 影魔之主 世阳副馆主 青龙副馆主 虽说白鸟馆 还有其他七捷径和半部七捷径 但是实际上 真正的核心 就是这四位 因为东明之主 石神公主 阴影之主 心魔教主 墨爷山主等一个个 都各有势力 和白鸟馆更像是合作 而孟川并未建立任何势力 而且又是元神七捷径 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 所以如今 白鸟馆主等人 才想要将孟川 也纳入到核心层来 东宁 恭喜您度过天节 从此天地开阔 很长时间 无需烦恼天节了 是啊 自从成为捷径 这一次又一次的天节 一直让我颇为紧张 接下来 也就轻松了 这辈子 在大县之前 怕是都很难看到 第八次元神之节了 你可别小瞧自己啊 八节径大能 也是从七节径修行而成的 前辈们能成 我们为何不能呢 修行就该有更大的决心 若是连决心都没有 成八节径才是彻底没希望了 对 管主说的是 哎呀 我也就谦虚几句而已 总不能张口就喊着要成八节径吧 而且按照我所知道的 成元神八节径的确是无比艰难 第一难关 就是掌握时间空间规则 成为半部八节径 而第二关 就是心灵意志 让心灵意志变得足够强 令元神世界 能够承受时空规则的演化 这个过程的难度 也是极高极高 按照情报记载 要比修炼出八节径的肉身 还要艰难得多 至于第三关 就是堵截了 可第八次元神之节 根本就搜集不到任何情报了 怎么感觉 管主比我自己 还重视我的修行呢 东宁啊 你年纪轻轻的 修行到现在才七千多年 完全能像管主一样 修行两三万年 就成半部八节径 之后再冲击八节径啊 好 我努力吧 影魔之主也难得开口 但是孟川也只是笑了笑 哎 管主的修行速度是很恐怖 严格来说 没到三万年就成半部八节径了 我能做到吗 好了 还是谈正事吧 白鸟管主说的同时 看向一旁赤阳副管主 赤阳副管主 微微点了点头 东宁 如今成了元神七节径 也可以多占些资源了 嗯 占资源 我倒是知道 时空长河里头的许多珍贵资源 几乎都被七节径大能给垄断了 六节径们之所以投靠七节径 就是希望在七节径大能吃肉的时候 他们能跟着喝点汤 我现在成为七节径 也是得多占点了 这些将来也能成为苍原纪的底蕴呢 只见那赤阳副管主一挥手 面前便出现了时空疆域图 而时空疆域图的很多区域都在闪烁着光芒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28集 赤阳副管主指向时空长河的一处支流 如今 整个时空长河 相对容易获得的资源都被占下了 比如最为出名的星沙河 星沙是我们炼制洁净福禄最好的材料 占领星沙河贩卖星沙 是很容易做的买卖 如今星沙河呢 超过八成区域 是被雪红公主黄医院主占领 他们俩也常年争斗 其他季节镜不去争吗 整个时空长河论背景论靠山 最强的是陶山主人 之后就是雪红公主和黄医院主 陶山主人占了陶山 没谁敢亏死 雪红公主和黄医院主主要就是占住星沙河 但因为星沙河太大 他们俩尽量占 也只占了八成 这 到底是什么背景靠山 之前给你的情报 也很详细了 梅西说的是关于八截镜大能的 也是不想在你杜劫前让你分心 八截镜 嗯 整个时空长河 自宇宙诞生至今 一共诞生了数十位八截镜大能 虽然有些已经难以探查 连情报都被完全遮掩了 但有些八截镜 却是主动留下像永恒楼 星云宫 黑魔殿这样的势力 而这些八截镜大能们 留下的许多痕迹 对我们时空长河 都有深远影响 陶山主人之所以说他靠山样 是因为他破解了我龙族十祖 烦恼的一难题 十祖呢颇为喜悦 答应他 可以为他出手三次 我龙族的六截镜 半步七截镜 就算战死 十祖都不会在乎 只有七截镜龙族 才能得到几分偏爱 哎 反而是一个外族 能让十祖出手三次 哦 难怪啊 谁都不愿意去 得罪陶山主人呢 如果陶山主人 请出龙族十祖 在这个时代前身 那谁能挡得住啊 但真要说起陶山主人 他仅仅站下了 宇宙宝地陶山 就一心前修 不成果任何是非 也从未请过 我家始祖帮忙 他本可以获得更多 但站下陶山 便满足了 说真心话呀 我还真有点佩服他呢 总之 陶山主人 雪红公主 黄仪院主 背后都有八截镜相助 而黄仪院主背后的 那位八截镜 是其他宇宙的 至于其他的七截镜们 虽然或许有极少数 见过八截镜 但都很难让八截镜 前来帮忙 更多的七截镜们 都从未见过八截镜 梦川微微点头 这苍原祖师 一生也就见过一次八截镜 哼 时空长河里头的宝地不少 除了新沙和陶山 其他地方大多都有纷争 七截镜和半部七截镜 都在长河 少则两三位相争 多则十余位相争 哦 梦川仔细观看 时空将于图上 一处处光芒闪烁 仔细看去 便感应到大量的讯息 哦 过去我只知道 七截镜们在争夺资源 可是详细争成什么样 今天才算真正明白啊 在这个上面 白鸟馆和六方天 是最大的两股实力 渗透到各个地方 双方占了几乎过半的资源 其他的七截镜和半部七截镜们 也各自占下了不少区域资源 仔细看看吧 东宁 你可是元神七截镜 就该占下符合你实力的宝地 对了 借祖之前说了 等你成为元神七截镜后 会送你一处宝地 什么 借祖 他送给我 说是送 但还是要靠你自己去占领 借祖已经年老了 这些年 想要将站下的诸多宝地 转给好友 黑魔殿那边的梦魇殿主不服 出手去强抢 惹得借祖出手和他火拼一场 不少七截镜都残祸进去了 不过也难怪 借祖那么多元神分身 占的资源太多 也惹眼红啊 哦 在梦川成就元神七截镜之前 当代仅有三位元神七截镜 其中借祖离寿命大县近了 所以不再争了 也就梦魇殿主元界首领锋芒毕露 元界首领强势无比 去抢白鸟馆六方天原本占有的资源 梦魇殿主稍稍弱势些 但是元神分身众多且不怕死 可以肆意侵袭占领资源 还是比肉身七截镜强得多的 而借祖已经年老 将来终究会空出很多资源 而元界首领的势力渗透太大 九个元神分身各有任务 很难再安排元神分身去抢占 梦魇殿主倒是盯上了 觉得借祖一死很多资源 该他占有 但是借祖的想法也很简单 正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呢 他又不喜欢黑魔店 自然不云让黑魔店占便宜 转交到好友手上 好友靠本事是很难抢 但仅仅守住还是有把握的 你成元神七截镜的事 让借祖很高兴 我也告诉他 你还需要杜劫 他也让你杜劫后再找他 好 整个时空长河宝地众多 有自然形成的 也有八截镜大能布局形成的 你想好选哪儿了吗 梦昌看着面前的时空疆域图 闪烁光芒的诸多宝地 略以私存 便指向了中央区域的一处 就这儿吧 宇宙之潮 东娘 以你元神七截镜的威慑力 完全可以选更好的地方 占领一层宇宙之潮 没必要吧 哦不 我是准备将宇宙之潮最大的三层 全站下来 哈哈哈哈 东娘 宇宙之潮一共也就九层 你站下最大的三层 等于站下宇宙之潮 过半紫园了呀 嗯 还有 站三层 你就得安排三尊元神分身在那儿 我明白 宇宙之潮 是最吸引孟川的一处地方 因为这里是孕育宇宙其真最多的地方 有些宇宙其真 时空长河一个时代可能就孕育一两份 根本就买不到 所以他去占领宇宙之潮最大的三层 那么宇宙之潮孕育出的过半宇宙其真 都将落入他的手中 他也可以从中选择适合家人 适合苍原界的 好了 既然你要占领最大三层 那看来 我得陪你走一趟了 是 谢谢影魔兄了 孟川也知道对方的威慑力够强 影魔之主在半部七截径时 就是公认最强的半部七截径 如今成为七截径 直接名列顶尖七截径行列 宇宙之潮内涵九层时空 九层时空犹如风潮融合在一起 但是彼此却又是不同时空 所以要占领一层就得安排一名元神分身 此刻一名黑袍白发男子和一位阴影存在 跨越遥远时空来到了这里 宇宙之潮在时空长河也是排在前列的宝地 它分为九层 有一位七截径八位半部七截径分别占领 不过肉身截径们也就是一尊玉外真身 他们选择让玉外真身镇守这里 就得放弃其他地方 但每一层都至少是半部七截径 你也能明白宇宙之潮的吸引力了吧 宇宙其真 随便一份少则数万方多则数十万方 日积月累还是非常赚的 而且不需要花费心思开采 只需要守护着就行了 这里最大的三层分别是由七截径大能林祖 我白鸟馆的学徒 以及六方天的池天帝占领 是 林祖乃是和黑魔殿主同批次的古老七截径 修行岁月悠久 底蕴深厚 它唯一的玉外真身 不掺和诸多事物 长期镇守宇宙之潮最大的一层 学徒是白鸟馆的半部七截径 号称是时空长河当代最强烈汽车 在五十余位半部七截径中 能够位列前五 能力压七截径 自然不凡 池天帝是六方天的六位天帝之一 背景也挺硬 他们三位依次占据最大的三层 此时一道身影从前方宇宙之潮中破空而来 匹夫灰暗如傀儡 面无表情 三只眼幽暗难测 正是当代炼器最强的捷径大能 学徒 而在白鸟馆给的情报中也说了 学徒有转交这一层的想法 否则 崩川也不会直接过来接受 有魔 东宁 多谢学徒兄 将这一层宇宙之潮让给我 我在此静修三万余年 静机四动 是想换一处地方 只是那临族站的是宇宙之潮最大一层 他不会经意退让的 去瞧瞧再说吧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二十九集 这学徒的性子很是孤僻 他一门心思都在炼器上 连修炼肉身都不急 掌握本源规则之后 还给自己起了个学徒的名号 而当代大能们 名号来历各种各样 像黑魔殿那两位 黎鸿之主执掌黑魔殿 所以又称黑魔殿主 学语殿主执掌梦魇殿 也称为梦魇殿主 在大能者不同阶段 想法不一样 更换名号也很常见 像陶山主人 去成就七节径之后 占了陶山 自好陶山主人 而像万星百鸟 则是弱小的时候就定了名号 成七节径之后 也未曾更改 此时 孟川他们三位并行 时空扭曲 逼近宇宙之潮最大的一层时空 此时一头一兽出现了 他的头上有着独角略显猙獰 全身披着林甲 一双雀色毛子 看着蔡昌三位 不由得心中一惊 那位学徒虽然号称是半步七节径中 排在前五的 可是他领祖底蕴身后 有把握压那学徒一头 可是旁边另外两位 一位是让黑魔殿主吃亏的东宁城主孟川 又是云神七节径 而另一位是白鸟馆主的生死兄弟 顶尖七节径大能影魔之主 一个比一个强 而孟川曾有过些冲突的 鬼没之主 就是追随在林祖的麾下 林祖 这宇宙之潮最大的一层 我要了 你要了 好大的口气 有本事就尽管来攻打吧 林祖 我劝你乖乖离开 你仗着镇守镇法 是能够挡住我们的攻打 但我们只是来劝一劝你的 你若是不听 我白鸟馆只能请馆主亲自出面了 馆主出面 你这一尊欲外真身 怕就不保了 宇宙之潮那么多子 就非得夺我的吗 而且时空长河还有不少其他宝地吧 赶紧让出来吧 之前的白鸟馆是人手有限 又没有元神七杰镜 其他大能们个个啊 都只是一尊欲外真身 自然很多资源没必要争 可是孟川出现了 能战自然得站下 更何况时空长河诸多宝地 本就是强者战志 林祖看着眼前三位 又盯着孟川看了一眼 知道和一位元神七杰镜 斗下去太过吃亏 而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可怕的元神七杰镜 东宁城主 你一个元神七杰镜 可以站更好的地方吧 宇宙之潮 我准备站下三层 三层 肯定是最大的三层吧 这元神七杰镜的手笔 就是不一样啊 罢了 我便让给东宁城主吧 林祖呢 他也知道进退 放弃这里 还是可以去站其他宝地的 这东宁城主 可不好对付啊 所以他很干脆地将自身所站的宇宙之潮那一层 迅速收拾了一下 将布置的固定阵法全部拆卸之后 便悄然离去 林祖行走在时空长河中 默默地思索着 要说他镇守宇宙之潮太久了 多年来一直潜心修行 或许 这也是我改变的一个奇迹吧 因果规则 离突破只剩最终的瓶颈 却一直困扰我 时空规则掌握了过去 现在 却难以掌握未来 更别提完整的时间规则 如今 我成奇异结境都超过十万年了 活得也够久了 也不想着掌握完整时间规则什么的了 能彻底地掌握因果规则就行了 一旦成功 就是两大本源规则在身 也能成为顶尖奇迹经 我若是成了顶尖奇迹经 那白鸟馆还敢来骑我吗 在时空场合中地位还是很分明的 普通奇迹经们威慑力还是一半 半部奇迹经们都有一小部分能够和他们媲美 那些半部奇迹经们除了没有修炼出七捷径肉身 其他方面不一定比七捷径弱 因为肉身捷径普遍存在 故意肉身修炼留下一丝缺陷 好拖延天阶降临 林祖在漫长岁月当中倒是积累了一些机缘 只是他一直认为积累越深厚 外在机缘触动之下才更容易突破 所以他一直就忍着 如果不是这次孟川的出现 林祖恐怕还要忍上数千年乃至上万年 才会出取一搏 此时宇宙之潮最大的三层中 只剩下了六方天的池天帝 这位池天帝是一位很雄伟的男子 笑声爽朗 他热情得很 东尼兄 你成为元神七姐姐 只为了三层宇宙之潮呀 站得实在是太少了 我要是元神七姐姐 早就凭着元神分身和祖屋界 元界乃至万星天帝斗一斗 狠狠地撕下几块肉了 池天帝 你可是六方天的天帝呀 万星没那么小气 今日呢也是难得 隐魔兄 学徒兄也都在 去我洞府坐坐 我们坐下聊聊吧 不必 我们当了那么多年邻居 我都没能去学徒兄那儿 喝过一次酒 学徒也不愿来我这儿喝酒呀 池天帝既然有意 就赶紧办吧 好 我这就拆除阵法 六方天和白鸟馆是针锋相对的两大势力 虽说两大势力的高层可以坐下来谈笑饮酒 可不管是隐魔之主 还是学徒 都是颇为孤傲的性子 懒得应付 别说是池天帝了 就是万星天帝在面前 他们两位也懒得给面子 他们陪着孟川来呀 就是因为孟川 是他们白鸟馆自己人 仅仅片刻 池天帝也将一切都拆除 便破空离去了 这位池天帝 在六方天的六位天帝中很低调 长期待在宇宙之潮 不像许天帝经常行走四方 但他善阴谋诡计 六方天很多行动 都是他制定安排的 那万星天帝呢 万星天帝长时间空间规则 知过去未来 他算计起来更狠吧 万星天帝在六方天帝为超人 远远高于其他五位 六方天的许多对外征战 万星天帝几乎不掺和 嗯 一旦他插手 那就是大事了 嗯 也是啊 以万星天帝的势力 以力破法 根本不需要花太多心思算计 真要算计 怕是很多七界经们 都会心中惊惧不安了 孟川的三尊元神分身 分别进入了宇宙之潮 最大的三层时空 宇宙之潮并没有任何的星辰天体 也没有其他生命 仅有涌动的能量 孟川决定 在最大的一层宇宙之潮 布置固定的八界经阵法 另外两层没必要布阵了 因为每一层时空 在孕育出宇宙奇珍之前 并没有什么珍贵宝物 为了空旷的宇宙之潮 赶来和自己开战的 应该很少 七界经大能们都是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 作为元神七界经 不去和祖乌界 六方天 元界 争夺资源 仅仅占三层宇宙之潮 已经算很低调了 在宇宙之潮的大能者 都算是低调的 十天帝行走在时空长河 却在思索着 他们六方天的即位天帝 早就得到了万星天帝的嘱托 万星到底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遇到孟川 可结交不可为敌 还说白鸟馆是我们的对手 但孟川不是 他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的好友 万星天帝的话 赤天帝记得清清楚楚 而在六方天 万星天帝说出去的话 大家只需要乖乖遵从即可 此时在竹林湖泊前 白发苍苍的戒祖依旧在垂掉 湖水映照无数时空 无数人物 此时一名白衣白发男子 从远处飞来 降落在近处 戒祖前辈 看到你这么年轻的修行者 我真是前辈了 戒祖白发苍苍 是真的太苍老了 离大县都近了 而孟川虽然白发 但是眉宇间 眼神中蕴含的无尽生机 显然生命力还在最巅峰之时 离大县还很遥远 只见戒祖只向一旁 旁边也出现了一把竹椅 有酒水出现 随后孟川坐了下来 谢谢先辈 你能修行七千年就成元神七捷径 我也有些吃惊啊 真是了不得呀 白鸟馆主虽然成七捷径比你更快些 但它终究是肉身七捷径 元神捷径这条路还是要更难些 但你比我当年要强多了 或许真的有些许希望冲击元神八戒经 欢迎收听 沧原图 第六百三十集 哎 元神八戒经啊 我查看过诸多记载 我们这一时空长河 历史上出现的元神八戒经 应该都屈指可数 元神第八次天节的情报 更是完全没有记载啊 八戒经跳出时空长河 他们若是有心遮掩自己的存在 我们根本没法查 只知道 我们这一方宇宙有史以来 一共也就数十位八戒经大能 在七戒经阶段 元神戒经仅仅占据一成略多戒 才也能猜得出来 这数十位八戒经当中 元神八戒经很少 我年轻时也是雄心万丈 将要凶击元神八戒经 也搜集了相关的很多情报 这些都可送给你 多谢戒祖前辈 这戒祖在当代最强元神戒经的位置上 待了太久了 他搜集的情报 肯定比如今的自己要多得多 论历史地位 必须得承认 戒祖比苍元祖师都是要高一些的 苍元祖师除了藏着的永恒秘宝 其他方面也只是正常的顶尖七戒经 而戒祖呢 却是元神顶尖七戒经 情报帮助有限 关键还是靠你自己 单单上过时间空间就非常难 在很多时代都是没有半部八戒经的 我们如今这时代算是够耀眼了 竟然能有两位半部八戒经并肩存在 是啊 就像苍元界 同时代一般也就几位尊者 可是偶尔某个时代就有精彩绝艳者出现 甚至出现时还不止一个 比如说黑沙帝君 阴阳老人就处于同一时代 比如元初祖师 沧海祖师也是同一时代的 整个时空长河也是如此 绝大多数时期连半部八戒经都是没有的 只是如今这个时代比较强 关于元神八戒经我了解的都在这儿 都是我亲自记录下的 借祖一番手取出了一本灰色书册递给了孟川 孟川郑重地接了过来 忍不住意念渗透查看 以他的实力自然是一念 便看完了整本的书册内容 他也不由赤了一惊 对元神第八戒了解的也多了许多 这心灵意志的要求这么高吗 历史上的明杖界主人 乃是元神一脉的半部八戒经 他参悟出时间空间后 以时空规则为根基 完善元神法门 心灵意志也达到恐怖的地步 不施展任何秘术 仅仅看一眼 眼神中蕴含的意志 便可让那个时代 任何一个七戒经意识模糊 毫无反抗之力 那个时代 仅有明杖界主人一位半部八戒经 但顶尖七戒经也有数位 也有元神一脉的顶尖七戒经 可是无一例外 明杖界主人一个眼神 他们便发挥不出任何实力 面对白鸟馆主 万星天地 顶尖七戒经们 还能斗一斗 可明杖界主人的时代 谁都无法在他面前出招 但他的元神世界 依然无法承载时间空间的演化 终生困于半部八戒经啊 由此可见 将要承载完整的时间规则 空间规则的演化 对元神世界负担是多么的大 对心灵意志的要求 得高到什么地步 像我 早就能够磨山登顶 可即便施展元神秘术 也只能令普通七戒经们 没有反抗实力 对顶尖七戒经们的影响就弱了 外界都认为 普通七戒经在我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我一定离八戒经很近了 可我自己才清楚 我还差得远呢 以便现在时间规则突破瓶颈 我的心灵意志 依旧差得远呢 借祖前辈若是掌握了时间规则 以时间空间规则为根基 完善元神法门 想必心灵意志就能蜕变到 元神八戒经所需的门槛了 完善元神法门 或许吧 但即便现在掌握了时间规则 我所生寿命 也来不及完善元神法门了 你看过我搜集的历史上元神七戒经们的情报 你就应该清楚 我的修行做多 放在历史上也只能算是中上 众多元神七戒经们当中 我都算不上最顶尖 哪有希望成八戒经呢 孟川没有说话 借祖给的情报是多年辛苦搜集的 历史上一代代元神七戒经们 甚至有五位元神一脉半部八戒经的情报 诸多情报结合 对照自身也能够看出和历史上前辈们相比 自身到底是处于哪一个层次 但你不同 你比我强多了 今生你有希望到达名帐界主人的层次 甚至冲击真正的元神八戒经 好 我自当竭尽全力 等我来 是 只见借祖忽然分化出一尊元神分身 主动带路 孟川也有所猜测 之前百鸟馆主都说过 借祖有意送一处宝地给自己 孟川立即跟上了借祖 一片幽暗虚空 孟川和借祖出现在了这 虚空荡起连衣 显现出一座庞大的黑色星辰 星辰上依稀能够看到洞府建筑 也看到阵法笼罩出处 这黑玉星 是我生战四方 占领的最重要一处宝地 它的价值 比我其他几座宝地加起来 都要多得多 黑玉星 黑玉星的价值 绝对是众多七姐姐们争夺的宝地中 排在前五的 排第一的是 血凤公主的那一刻 玉外圆京行辰 你也知道 黑玉星的星河中 能孕育出黑玉京沙 每年孕育出的 也就十余粒 每一粒黑玉京沙价值 接近原初之时 每年少则数百方 多则过千方 只要镇守这里 隔几年收一次黑玉京沙即可 十几万年下来 靠着黑玉京沙 就能赚到一亿方玉外圆京 我们元神捷径们 分身众多 只需安排一尊元神 分身在这里镇守 就行了 这么多呀 沧原祖师一生鸡肋的财富 除了永恒秘宝之外 也不到一亿方吧 而馆主和万星天地 作为半步八捷径 不可能将唯一的 一尊玉外真身 长期镇守在这儿 但一亿方 这也太多了吧 历史上站住黑玉京的 大多是元神七杰镜 顶尖七杰镜们 倒是有这个实力 可是他们最重要的是修行 他们需要行走四方 前往一处处机缘之地 如果将唯一的玉外真身 永远困在一处黑玉京 耽搁了修行 即便临死线积累到了 一亿方玉外圆京 那也很不值 因为顶尖七杰镜 即便行走四方 漫长岁月 也能够积累不小的财富 当然了 若是换成价值高数倍的 玉外圆京星辰 顶尖七杰镜们 便愿意困收了 就像雪凤公主吧 付出巨大代价 布置了大量八杰镜阵法 都能够硬行 半步八杰镜强攻 到了这一步 家乡真身 也可以经常在外行走了 整个时空长河 有资格守住这里的人不多 你是元神七杰镜 揪行更是才仅仅七千年 你站住这里 没谁敢来抢 前辈 这太贵重了 如此宝地 镇守是难 但抢夺也很难 如果元界首领 孟严殿主先一步传住 借助镇法镇守 孟川根本就攻不破 借祖让孟川能够轻松占领 只需要守住即可 我一死 我还得让出来吗 我一直在想 要让给谁 我顶尖七杰镜中 我的几位好友 都仅仅一尊 欲外深深 他们不可能 永远待在这 他们也要闯荡四方 也要修行 那孟严殿主 倒是想要 我岂会让给他 我原本想着 多等一等 等到老死之前 最后一两年 再做决定 也不晚 不过 你既然突破了 你便是最好的人选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三十一集 嗯 借祖前辈 这份恩情 我记下了 这黑玉星 我也收下了 我一死 这里还是要迎来各方争夺的 算不上 算不上什么恩情 而且 黑玉星的黑玉金沙 也是需要漫长岁月积累的 还需要你安排一尊 原神分身 长期在这里呢 借祖前辈 将来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和你说过 有机会帮帮我那两个小辈 以及帮帮我的家乡就行了 至于我 我是看不到你真正站在时空长河最巅峰的那一天了 原神八截境太过遥远 但是他相信 孟川能够达到半步八截境层次 站在这一方时空长河的最巅峰 此时在黑魔店总部的一座大厅内 一面镜子上正显现着画面 借祖陪着孟川进入黑玉星 孟川开始炼化黑玉星震发 而孟眼店主则是沉默地观看着 让一旁看着卷宗的黎红之主 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 别看了 借祖主动送给孟川 谁都没办法 我过去一直颇为敬重借祖 不愿得罪的 可他老了 占领的一处处保地准备送给诸多好友 却一处保地不愿让给我 孟川突破之间 当代仅有三名冤神七截亭 元界首领有更大的野心 仅有我最适合接手他的诸多宝地 他一处都不愿给我 都翻脸了 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孟眼店主沉默了 他作为云神七截精 又只掌传城之宝 孟眼店 在整个时空长河的影响力也极大 软得不行 他就来硬的 甚至以死后家乡族人来威胁戒族 戒族顿时震怒 强硬地掀起了一场大战 而孟眼店主丝毫不虚 也和戒族厮 高方还有不少的七截精好友插手 而孟眼店主毕竟年轻 平常也很低调 关系网比黎红之主都要强得多 连顶尖七截精都有支持孟眼店主的 但是戒族显然好友更多 戒族自身也更强 那一战 戒族一方完全占优 可是孟眼店主作为云神七截精 云神分身死了又凝炼 也没吃太大的亏 也就黑魔店的许多分布 被震怒的戒族牵怒而摧毁了不少 而孟眼店主却是丝毫不在乎 黑雨星就这么成孟川的了 孟眼店主很复杂 自己万般讨好戒族 软硬兼施都没用 反而戒族主动赠送给了孟川 你我加入黑魔店 罪孽缠身 被有些七截精敌视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有得有失 我执掌黑魔店 你执掌孟眼店 这是比黑雨星大得多的机缘 这倒也是 若说顶尖势力永恒楼传承无尽岁月 主要是永恒之眼坐镇 黑魔店则是两大传承之宝 黑魔店梦眼店 对他们七截精而言 作用不亚于永恒秘宝 可惜呢 他们只有使用之权 这两件传承之宝 终究归属于黑魔店的主人 这也是任何事例都没想过来争夺黑魔店 梦眼店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遍 在复古河域 安波河系 瞻云界 这瞻云界啊 是一座古老的中等生命世界 存在了九十三亿年之久 即便是对一座中等生命世界而言 这也存在了太久了 也变得无比的衰老 离最终破灭 也不远了 生命世界也无法永恒 有诞生 有野蛮时期 繁荣时期 但是最终 也将衰败 走向破灭 此时一道黑袍身影 看着这座中等生命世界 他的目光 透过世界摩壁 都溃探到里面的众生 对于生活在瞻云界的繁琐而言 世界衰老 对他们太遥远了 生命世界 即便只剩下数十万年寿命 对凡俗 这都很漫长了 瞻云界内依旧无比繁华 无数家族势力最生梦死 他们的修行体系 也非常的发达完善 若论历史 瞻云界历史上诞生过一位七结境 十五位六结境 底蕴自然极深 即便如今世界衰败 等待也有一位结境 五位帝君 过百位尊者级 此时只见那黑袍身影 陡然消散 一头幽暗的庞然大物足迹 他的血盆大口 比黑暗混动还要可怕 一口就将瞻云界给吞入口中了 时空运转规则 对生命世界的庇护 在七结境禁忌生物面前 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瞻云界的无数生灵们 都惊恐地发现 空间撕裂 露出了无尽的黑暗 跟着黑暗就彻底淹没了他们 瞻云界的一切生灵 自此彻底灭绝 瞻云界本身也消失了 这庞然大物吞掉了瞻云界 无比地疏的 可惜这生命世界太帅了 太虚弱了 滋味还不够好啊 这座生命世界的弱小生命们 你们可别怪我 真正要杀你们的 是你们同宇宙的大能啊 你们是自相残杀 庞然大物跟着悄然便消失不见 这瞻云界的消失 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在浩瀚时空场合 仇怨厮杀处处都是 经常有捷径和帝君死去 瞻云界仅仅一位三捷径 几位帝君的死 并没有谁会在意 此时在一座幽暗大殿 万星天地盘膝而坐 一支箱点燃着 此时那黑袍身影来到了幽暗大殿 恭恭敬敬 向万星天地行礼 天地 这是瞻云界内的宝藏 所有贵重宝物都在这 瞻云界仙祖遗留的宝物 大多都被用光 所剩的这些也就千万方 真够穷的 你没将宝物给吞吃掉吧 万星天地抬头看着那黑袍身影 眼神冰冷 虽然说他从头到尾 一直摇摇观看着这头 奇解镜禁忌生物的 吞噬瞻云界的全过程 甚至帮忙时空遮掩 但是整个瞻云界吞吃到对方肚子里 如果某件珍贵宝物吸引力太大 奇解镜禁忌生物悄悄吞噬消化了 他查出来也很难 万星天地观看着他 最终还是翻手拿出了一个古朴的残缺酒杯 你可以歇息了 黑袍身影不敢有丝毫为逆 万星天地掌控着他的命核 完全控制着他的生死 一念即刻灭除他的意识 随后 黑袍身影立即化作流光 飞入酒杯中 万星天地随手收起酒杯 目光遥看一处 遥遥看到了孟川正在练化黑玉星阵法 窃祖也在旁陪着他 窃祖将黑玉星赠给孟川了 修行到了万星天地这等层次 所剩的寿命也挺长 自然想着更进一步 成为真正的八截精大能 跳出时空长河 俯瞰时空变幻 可令自身时间流速近乎静止 自身过去片刻 外界都过去十亿年 乃至更久 想想都让万星天地无比的想望 其实啊 他说起来是半步八截精 可是终究是七截精生命 只能活在数十万年的时间段之内 跳不出时空长河的束缚 终究是河内的一条大鱼 将来若是进行第二计划 孟川和白鸟 恐怕就是我最大的威胁 历史上诞生过七截精大能的 中等生命世界 整个宇宙足有过百万 宇宙历史上的无数珍宝 很多都在一个个中等生命世界宝库内 万星天地选择衰老的 当代没有太强捷径的 中等生命世界下手 因为衰老更像是自然湮灭 但是长久以来 万星天地已经毁灭了 百鱼座中等生命世界 其中连半步八截精的家乡世界 都有三座 获得的财富还是很惊人的 百鱼座中等生命世界的覆灭 个个都是诞生过七截精大能的家乡世界 即便是再衰老 数万年内接连烟灭 依旧很不正常 百鱼座阶祖等一些势力足够强的 早就意识到不对劲 对万星天地也是心怀警惕 我虽然很小心 他们也没任何证据 证明是我下手 但吞噬中等生命世界 终究是大 如果我太过分 上柄到八截精大能那儿 很可能惹得正义感极强的 八截精大能出手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32集 万星天地实际上并不惧怕当代任何一位存在 即便是百鸟馆主 也只适合他并驾齐驱罢了 他怕的是那些没在这个时间段现身的八截精门 八截精门性子各异 但是毫无疑问 有个共同点 他们的时间很宝贵 是容不得随便打扰的 像龙族师族 即便是龙族 也得是七截精龙族 会令他们关注一耳 否则他根本就没闲情在意 只要不是龙族根基动摇 整个时空长河根基的大事 又或者牵扯到自身修行的事 龙族师族根本就不会现身 即便是整个宇宙厮杀一片 死掉九成九的修行者 那也就只是一个时代而已 对龙族师族就算得了什么呢 像黑魔殿主人 魔山主人等等 更加自我 更没有什么正义感可言 静好啊 想要联系八截精大能非常难 连龙族族上都不可轻易打扰他们的始祖 只要我小亲戚没让他们感觉到痛 应该不会有八截精先生这时代 还有那位魔山主人 难怪他那般想要搜集命核 命核对修行的帮助太大了 可惜呀 气节性禁忌生物太少了 历史上的气节性禁忌生物命核 以估都到了魔山主人的手里 而如今这个时代 我想方设法也才弄到八分命核 混沌浊河还活着的那几头七截精禁忌生物 一个一个更是狡猾谨慎 二分命核 留三分居使 吨持中等生命世界 真正我能使用的仅仅五分 太少了 万兴天地都不敢公开去买 因为整个时空长河 只有一位存在 是公开收购七截精命核的 那就是魔山主人 他敢公开买 惹出了魔山主人降临到这个时间点 该怎么办呢 魔山主人的实力 在这一方时空长河历史上的 数十位八截精大能众 都是拍在前级的 绝不是他一个半部八截精 能够挑衅得了的 孟川彻底练化黑玉星阵法之后 借阻也就离去了 孟川站在洞府前 看着脚下的星辰大地 他的心情极好 只需要靠时间 就能积累出不逊色与苍原祖师的宝藏 当然不能算了一件永恒秘宝 忽然一道模糊的身影降临 一名灰衣老农 出现在了黑玉星 他笑看着孟川 万兴天地 孟川自然认出对方了 对方仅仅是降临的一尊化身 并非是真实肉身 没什么威胁 若是真实肉身要进来 孟川怕是第一时间 就调动黑玉星阵法案来阻止了 如今这时代 东宁啊 你的确最适合长官黑玉星 我若是戒祖 也会送给东宁你呀 天地过誉了 不知天地今天来 到底有何事啊 你也知道 如今整个时空长河 最大的两股势力 就是我六方天和白鸟馆 虽然元界也在蹦的 可对六方天白鸟馆影响并不大 六方天和白鸟馆斗了很久 并且以后恐怕还会持续斗下去 白鸟馆的资源宝物 主要还是落在馆主手里 你们这些其他七杰境成员 仅仅能根据功劳分一点而已 既然如此 又何必那么拼命呢 将东明之主 阴影之主 石神公主 金魔教主他们 一个又一个 虽然也是白鸟馆成员 可是和白鸟馆也只是联盟 并不会冲在第一线 哦 那天替你的意思是 我希望你就像石神公主 金魔教主 阴影之主他们一样 稍微帮衬着白鸟馆即可 没必要为他拼命 六方天和白鸟馆是对手 但你我之间并无任何矛盾 也可是好友 你说对吗 我对好友一向大方 只见万星天地一招手 有一个宝物跨越石宫主剑 那是巴掌大的金色圆环 这是环式剑 一件适合原神七节径的异宝 它是以一头混沌领主 遗留的材料所炼制 而且还是以混动规则为引 凭此可吞袭敌人收入环世界内 也可用它施展幻境 环世界降临 令敌人困在幻境中 这件异宝论价值大概在一千万方 对你参悟原神世界构造 以及时空规则都大有帮助 什么 混沌领主遗留的材料 天地好大的手臂啊 到了孟川这等身份 也知道七节径禁忌生物和混沌领主的区别 混沌领主乃是八节径禁忌生物 他们遗留的材料随便拿出一点 价值都奇高 并且还蕴含种种神意 不需要你做什么 只要答应如石神公主他们一样 当个白鸟馆普通神员即可 白鸟馆主也没法详细要求你 为他们拼尽全力吧 对吗 馆主对我有恩 看来只能辜负天地的好意了 我又没阻止你和白鸟馆主当好友 你和他是好友 和我一样也可以是好友 这样 我不管你在白鸟馆如何 即便你为他和我六方天拼杀 我也不在乎 我送一份礼物就为了交了你这个朋友 受一份礼物结一份因果 馆主对我有恩 我若是今日受天地你这份重礼 将来恐对不住馆主 正所谓宝物动人心 可那也是因果 宝物越重 因果越大 既然当初选择了受白鸟馆主的重礼 敌对实力首领的重礼 绝不能受 东娘 你可真是重情义之人 天地过誉了 东娘 别拒绝得那么干脆 时间是很有魔力的 今日你做出决定 在一万年后 三万年后 你的想法恐怕就不一样了 将来你有需要了 比如修行道路上需要我帮忙了 尽管开口 每个七节竟都不是为了其他大能而活 都是有自己的修行路 白鸟馆主即便对你有恩情 恩情终究有一个限度 不可为了些许人情 耽搁了自身修行 我这番话 你仔细思量便是 我的洞府 随时欢迎东宁你前往 谢天地了 万兴天地微微点了点头 这次花生已然离去了 站在原地若有所思 孟川他能感觉得到 万兴天地的结交之意 善意很明显 但是送上如此重礼 图谋怕是不小啊 孟川 面色正重 这凡俗都与 无事献殷勤 非奸极盗 万兴天地主动送礼 仅仅只为交友 万兴天地 可是能看到未来的 七节竟大能的一条条未来线 他都能看得到 他送上千万方的礼物 图谋肯定远远超越 上千万方 百鸟馆主是几方势力首领 当初宋仲理时 说得很清楚 不会让孟川为难 有这一前提之下 孟川才会接了下来 当时呢 自己还仅仅只是六节竞 百鸟馆主所赠通的宝物 都是原神一脉的重宝 价值比万兴天地送的 要高兴不少 万兴天地说得含糊不清 要求都没有明确 孟川岂敢收 要说现在 这人情债是最难还的 百鸟馆主行事光明磊落 万兴天地看似热忱 实则欲以英国来束缚于我 也罢 不许想太多 此时之力越强 便能抵挡更大的风雨 好了 该去花生山修行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三十三集 这一笔 乍一看 犹如撕裂混沌 开辟宇宙 可再仔细看 又仿佛万物宁恋唯一 再一看 这一笔仿佛代表了我所见到的一切空间 我掌握什么 就看出什么吗 梦川有些震撼 心中有什么便看出什么 时间缓缓流逝 梦川在观看了足足十年 方才开始提起画笔 第一笔缓慢画出 梦川便摇头 发现自己理解的还是浅薄了 这六笔之画 观看十年 动笔二十三年 方才画出了第一幅 梦川满意的六笔之画 这一幅画 笔画幽暗恐怖 六笔交错 宛如一个真实的混动 就在眼前 啊 总算是画出来了 六笔画出一种本源规则 在来画上山之前 梦川都不信自己能够做得到 这身无道君留下的其他三十二幅画 每一幅都无比复杂 就是因为本源规则 本就无尽浩瀚 笔画越多 方才更有把握融入完整规则 梦川也是看到六笔之画 受到指引 以画到天赋 方才最终画出混动规则的六笔之画 这仅仅是混动规则的六笔之画 再来试试空间规则 有了第一次经验 这一次要快上不少 观看三个月 动笔一年 便成功绘画出空间规则的六笔之画 动笔的一年时间失败了很多次 梦川这一次却终于成功了 看着面前的空间规则六笔之画 就仿佛看到了完整的空间规则 梦川对照两幅画 试着以同样的方式绘画开天规则 试着绘画开天之刃 梦川抬起头继续看巍峨山壁上的六笔之画 试着以六笔之画的角度理解开天之刃 而这一次时间却更快了 仅仅光看一天 梦川便有所得 开始试着绘画开天之刃 在动笔绘画时 脑海中对六笔之画的认知越加清晰 他明白六笔之画是对万事万物的结构 在结构混动规则 空间规则 开天之刃之后 对六笔之画的结构方式 梦川越加熟悉 这一次开天之刃 仅仅试着绘画了半个时辰 梦川的原神世界中 有六道笔画彻底明练显现 他们彼此交错 形成了一门玄妙的符印 蕴含无尽微能 这一符印成为梦川原神世界的一部分 也融入了画卷原神中 梦川抬起头 整个画圣山 整个山无秘境 甚至秘境之外更广袤的虚空 在梦川的眼中都成了一幅浩瀚的画作 这幅庞大的画作一共叠加了六层 每一层都不同 这一幅叠加画作中有无数的生灵 有六节径的独谋大师 有太阳星太阴星 有无数荒芜星辰 有生命世界 自然也有那一座画圣山 一切都存在于画作中 是画作的一部分 画作内的生灵 在六层各有模样 有的层面争宁邪恶 有的层面祥和平静 有的层面仅仅是个骨架 画作内的太阳星太阴星 生命世界等天体 在不同层也各有不同 有的是火焰 有的是光 有的是一滴水墨 此时有一位黑色长发长须老者 横卧在大石上酣睡 在这大石旁还有点燃的小火炉 还有喝掉大瓣的一壶酒 那一壶酒咸靠在大石边缘 有一滴酒水滴落 周围丈许范围之内 很是平静普通 这一壶酒还温热着 可大石的丈许之外 却是迅速变化 广阔的大地迅速变成海洋 海洋又干涸 露出了群山 群山化作泥土 有无数的人们在此生活繁衍 形成文明 这里又化作广阔的无人沼泽 周围场景不断的变换 时间线正以可怕的速度前进 一万年 两万年 三万年 然而这个老者横卧大石周围的 丈许范围 时间却近乎停滞 他酣睡片刻 酒壶 依旧温热 外界 都过去不知道多少年了 在孟川原神世界中 凝聚出的六笔符印的一刹那 那酣睡中的长须老者 却缓缓睁开了眼 时间线静置了 长须老者睁开眼 眼眸中便看到了那一名 在华盛山前凝练六笔符印 处于震撼中的孟川 他看着孟川 长须老者 露出了笑语 这六笔之画 竟然是秘法传承 如此不可思议的秘法 不闻所未闻啊 华盛山的其他三十二幅画 都蕴含山武道君修行的领悟 唯有这六笔之画 是一门秘法 孟川看着四面八方 他双眸深处 引现六笔符印 这一门秘法 超越了孟川所听说过的一切秘法 大 可观宇宙虚空 天体万物 小 可观一花一草 微子构成 孟川的观察中 一切都成了画卷 即便是一滴水的微子构成 也成了一幅六层画卷 时空长河内的一切 在我眼中 都可成为六层画卷 原本玄妙难以理解的规则 一下子容易理解多了 开天规则 孟川的眼眸 观看宇宙间诸多规则中的开天规则 白鸟馆为孟川在清泉岛上 早就准备了一座洞符 在清泉岛洞符中的那一尊原神分身 观看时空运转规则中的开天规则 令开天规则都成了一幅六层画卷 第一层画卷是无数蝌蚪移动 第二层画卷是一道轰破黑暗的雷霆 第三层画卷是撕裂一切的龙爪 第四层是无数条纠缠的线 第五层 孟川只需要分别参悟六层画卷 即可参悟开天规则 参悟开天规则一下子容易了十倍不止 孟川仅仅观看开天规则的六层画卷 都觉得有大量收获涌上心头 感悟突飞猛进 时间规则 孟川没有急着参悟 又试着观看最重要的时间规则 这一次却是从时空运转规则中艰难剥离 剥离出了浩瀚的时间规则 形成了一幅六层画卷 这六层画卷也难理解的多 第一层画是一只蠕虫在扭曲虫道内前景 第二层画是三片虚空 三片虚空中都有无尽的磕洞 即便是仔细看也会觉得三片虚空似乎一模一样 第三层是奔腾的河流 有无数之流 河流中更有幻影重重 生灵浮沉 第四层是一团光 这一团光射出亿万光线 每一道光线都蕴含了宇宙万事万物 第五层 哦 时空规则六层图卷 孟川过去觉得时间规则很难 所以准备先误出开天规则 由两大对立规则为根基 再来慢慢参悟时间规则 然而这一次 六层图卷每一层似乎都很难 可是六层图卷相互印证 让孟川却颇有收获 显然有秘法相助 时间规则也比过去容易参悟了许多 如此秘法 任何一位七解镜都会为之疯狂吗 但是过去 我竟然从未听说过 这门秘法无法立即提升实力 但却让修行容易许多 过去的尖色之处会变成浅显易动 过去的无法突破的瓶颈 也降低成尖色 需用心参悟这样的秘法 绝对称得上时空长河内第一秘法 他毫无遮掩 就这么公开留在华盛山 一代代七解镜们 不知道有多少大能沾养过华盛山 但似乎学会的很少很少 孟川他暗暗想到 如果学会的稍稍多一些 就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甚至如此法门一直公开在华盛山 而万星天地和白鸟观主也视而不见 此时什么 孟川脸色微变 天地间原本一直流动的微子全部静止了 微子完全静止 自然是万事万物都静止 时间线都停止了一度 孟川本身却依旧能够活动 能修行 却只能生活在这个时间点 无法抵达下一个时间点 我可是原神七解镜啊 竟能令我所在区域 时间线停止了 一位七解镜降临混动核心 混动核心都无法保持 对时间的大幅度影响 甚至造成混动核心的逐渐崩解 孟川看到了一位黑色长发的长须老者 出现在外面的院子内 正抬头看着华盛山的山壁 我感觉不到他的任何气息 他仿佛不存在于这个时空之中 即便是万星天地 白鸟馆主 也不可能超多于时空 这些画你觉得如何呀 山无道君的话 是我所见过最玄妙的画作 那三十二幅复杂的话 很了不起 那六笔之画 更是堪称冠绝时空长河的秘法 我就是山无 孟川 拜见前辈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三十四集 此时有一位黑色长发长须老者 横卧在大石上酣睡 在这大石旁还有点燃的小火炉 还有喝掉大瓣的一壶酒 那一壶酒斜靠在大石边缘 有一滴酒水滴落 周围丈许范围之内 很是平静普通 这一壶酒还温热着 可大石的丈许之外 却是迅速变化 广阔的大地迅速变成海洋 海洋又干涸露出了群山 群山化作泥土 有无数的人们在此生活繁衍形成文明 这里又化作广阔的无人沼泽 周围场景不断的变换 时间线正以可怕的速度前进 一万年 两万年 三万年 然而这个老者横卧大石周围的丈许范围 时间却近乎停滞 他酣睡片刻 酒壶 依旧温热 外界都过去不知道多少年了 在孟川原神世界中凝聚出的 六笔浮印的一刹那 那酣睡中的长须老者 却缓缓睁开了眼 时间线静止了 长须老者睁开眼 眼眸中便看到了那一名 在化圣山前凝联六笔浮印 处于震撼中的孟川 他看着孟川 长须老者露出了笑语 这六笔之画 竟然是秘法传承 如此不可思议的秘法 不闻所未闻啊 化圣山的其他三十二幅画 都蕴含山武道君修行的领悟 唯有这六笔之画 是一门秘法 孟川看着四面八方 他双眸深处 引现六笔浮印 这一门秘法 超越了孟川所听说过的一切秘法 大 可观宇宙虚空 天体万物 小 可观一花一草 微子构成 孟川的观察中 一切都成了化圈 即便是一滴水的微子构成 也成了一幅六层化圈 时空长河内的一切 在我眼中 都可成为六层化圈 原本玄妙难以理解的规则 一下子容易理解多了 开天规则 孟川的眼眸 观看宇宙间诸多规则中的开天规则 白鸟馆为孟川在清泉岛上 早就准备了一座洞府 在清泉岛洞府中的那一尊原神分身 观看时空运转规则中的开天规则 令开天规则都成了一幅六层化圈 第一层化圈是无数蝌蚪移动 第二层化圈是一道轰破黑暗的雷霆 第三层化圈是撕裂一切的龙爪 第四层是无数条纠缠的线 第五层 孟川只需要分别参悟六层化圈 即可参悟开天规则 参悟开天规则 一下子容易了十倍不止 孟川仅仅观看开天规则的六层化圈 都觉得有大量收获涌上心头 感悟突飞猛进 时间规则 孟川没有急着参悟 又试着观看最重要的时间规则 这一次却是从时空运转规则中艰难剥离 剥离出了浩瀚的时间规则 形成了一幅六层化圈 这六层化圈也难理解得多 第一层化是一只蠕虫 在扭曲虫道内前进 第二层化是三片虚空 三片虚空中都有无尽的磕蚪 即便是仔细看 也会觉得三片虚空似乎一模一样 第三层是奔腾的河流 有无数之流 河流中更有幻影重重 生灵浮沉 第四层是一团光 这一团光射出亿万光线 每一道光线都蕴含了宇宙万事万物 第五层 哦 时空规则六层图卷 邦尚过去觉得时间规则很难 所以准备先误出开天规则 有两大对立规则为根基 再来慢慢参悟时间规则 然而这一次 六层图卷每一层似乎都很难 可是六层图卷相互印证 让孟川却颇有收获 显然有秘法相助 时间规则也比过去容易参悟了许多 如此秘法 任何一位七解镜都会为之疯狂吧 但是过去 我竟然从未听说过 这门秘法无法立即提升实力 但却让修行容易许多 过去的尖色之处会变成浅显易动 过去的无法突破的瓶颈 也降低成尖色 需用心参悟这样的秘法 绝对称得上时空长河内第一秘法 他毫无遮掩 就这么公开留在华盛山 一代代七解镜们 不知道有多少大能瞻仰过华盛山 但似乎学会的很少很少 孟川他暗暗想到 如果学会的稍稍多一些 就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甚至如此法门 一直公开在华盛山 而万星天地和白鸟馆主 也视而不见 此时 什么 孟川脸色微变 天地间原本一直流动的微子 全部静止了 微子完全静止 自然是万事万物都静止 时间线都停止了移动 孟川本身却依旧能够活动 能修行 却只能生活在这个时间点 无法抵达下一个时间点 我可是原神七解镜啊 竟能令我所在区域 时间线停止了 一位七解镜降临混动核心 混动核心都无法保持对时间的大幅度影响 甚至造成混动核心的逐渐崩解 孟川看到了一位黑色长发的长须老者 出现在外面的院子内 正抬头看着华盛山的山壁 我感觉不到他的任何气息 他仿佛不存在于这个时空之中 即便是万星天地 白鸟馆主 也不可能超多于时空啊 这些画 你觉得如何呀 山无道君的画 是我所见过最玄妙的画作 那三十二幅复杂的画 很了不起 那六笔之画 更是堪称冠绝时空长河的秘法 我就是山无 孟川 拜见前辈 很多七解镜大能一生都在追求 能够见上八解镜一面 苍云祖师一生 也只见过一位八解镜 自己修行七千余年 便有幸见到了山无道君 而且他从小喜好绘画 甚至对绘画的喜爱 还在刀剑等之上 遇到了这方时空长河 画道成就最高的八解镜大能 山无道君 孟川自然无比敬仰 我这些画只能算一般 晚辈却觉得玄妙难测 特别是中央这一幅 更是了不得呀 山壁之上 三十三幅画 唯有这一幅不是我画的 啊 这 这三十三幅画 明明气息连成一片 宛如一体的呀 这就是师尊的厉害了 我成拔捷径后 有所感悟 便将感悟以绘画 落在山壁上 这也是我的一个爱好 当我画出十九幅画时 师尊路过这一幅宇宙 看到了我的画 兴之所致 以我十九幅画的起机为引 画出了这六笔之画 我的画圣山 竟然有修行者能落笔 我生出感应降临这时间点 也有幸见到了师尊 六笔之画 本是以我之前十九幅画为源头 我看了便已立即悟出 当即跪拜感激师尊 因此 我有幸败入师尊门下 成为他的一名寄名弟子 什么 寄名弟子 无需惊讶 这已经是我莫大的忌愿了 很多巴结境苦求一生 也见不到师尊 也见不到师尊一面 我当初问过师尊 这六笔之画可要遮掩 师尊却说 这是他为画道所创的秘法 可任由一切生灵观看 若是有学会这门画道秘法的 便可前往前缘山走一趟 度过了考验便可成为师尊的寄名弟子 然而 自师尊留下六笔之画至今 除了我 漫长岁月一直没有谁能误出我 直到今天 终于有学会这门画道秘法的了 走了 随我去一趟前缘山 那前缘山在哪 自然是宇宙之外 孟川暗暗吃惊 漫长岁月 自己竟是山无道君之后 唯一的一个学会了这门秘法的 此时 山无道君已抓着孟川的手 将时空扭曲化作光影 这一方时空长河再也约束不住 他们俩已然出了这一方宇宙 孟川惊叹地看着周围 周围时空扭曲成了一条通道 自己正随着山无道君 超高速沿着这条时空通道前进 宇宙之外 无边无际 这就是混沌吗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35集 流光溢彩的时光通道之外 一片幽暗 偶尔光芒闪烁 时空层诡异莫名 对 得有八节径实力 才能在混沌中长距离旅行 像那些混沌生物 也只是在出生的一带区域活动 如果走得太远 也会迷失回不去 即便有分身 能感应方向 可混沌中 时空错乱 寻着方向前进 根本就没用 掌握完整时间空间规则 才能遨游无尽时空 前往诸多神秘之地 也可前往其他一座座宇宙 无尽时空 有多少宇宙 我也不知 这是个谜呀 无尽时空 即便是八节径大能穷尽一生 也只是走很少一部分区域 能路过上百座宇宙 就很难得了 我此生至今 也仅仅探索过十五座宇宙 听说过的宇宙 倒是过弯 过弯 无尽时空 会自然孕育宇宙 永恒存在 可随手创造宇宙 即便是八节径大能 最强者们 也可开辟宇宙 并且宇宙也有毁灭之时 所以宇宙数量并不确定 甚至一直在变 肯定远在我了解的过弯之上 只是无尽时空太大了 我们八节径 一生又能见识多少呢 也只有永恒存在 能够知晓无尽时空的所有秘密吧 永恒存在 那道君说的师尊 可是永恒存在 对 永恒存在 站在无尽时空的最高处 俯瞰众生 俯瞰一切宇宙 真正的 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永恒存在 比八节径强太多了 你应该知道 节径修行 一节比一节难 八节径到永恒 更是宛如天谦 很多八节径早就死先了 帝君肉身圆满 又或者元神突破 即可成为节径 新近节径一般都能轻松到二节径 乘三节径稍有些难 乘四节径就开始更难 四节径到五节径 一般十个才有一个 五节径到六节径 一般两百个才有一个 六节径到七节径 数千个才有一个 七节径到八节径 即便是我们家乡宇宙 算底蕴很深了 数万名七节径 才能出一位八节径 至于八节径到永恒 上百万个八节径 怕也出不了一个永恒 无尽时空 不知道多少圣灵 多么漫长的岁月 诞生出的永恒 也就寥寥数位 上百万八节径也出不了一个 这么夸张 八节径也很罕见了 我们遨游混沌 许久才能碰到一位 我们其实也挺孤独的 很多时候都是遗睡数百万年 乃至上亿年 宇宙和宇宙相隔太过遥远 山无道君至今才探索过十五座宇宙 探索宇宙不代表能够见到 那座宇宙历史上诞生的所有八节径 那些八节径有的在外游历 有的已经死去 有的跨过了这一时间点 选择在未来十亿年之后出现 所以呢 八节径要碰上八节径也并不容易 的确是很孤独 见到一位八节径很难得 想要见永恒存在就更难了 所以能成为师尊的记名弟子 是我的大幸运 同样也是你的大机缘 你定要把握住 师尊修行到永恒 画道 见道 诸多道路 无所不知 仅仅看我的十九幅画 就兴之所致 创出了那一幅六笔之画 想要悟出这画道秘法 门槛其实极高 一来 至少得是奇迹捷径 掌握本源规则才能参悟 二来 得有超觉的悟性 三来 也是最重要的 得有一双 一双绘画世界的眼睛 一双绘画世界的眼睛 师尊所创这门秘法 乃是以画道 结构万事万物的法门 想要领悟 首先修行者得长期以绘画 结构万事万物 有了这一双绘画世界的眼睛 才有望学会这法门 其实他之前的修行 也是绘画世界 甚至他自创的元神法门 就是画世界 凝炼出画卷元神 画卷元神映照世界万事万物 他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 而六笔符印 是这条道路上极高的成就 唯有在这条路积累足够深 悟性又够高 才能学会这一法门 无尽时空 修行者都在崎岖道路上前行 没有无缘无故的偏爱 永恒存在选弟子 要求爷极高 比如你 先误化道密法 再通过前元神考验 方才是记名弟子 嗯 其实 成八截境也很不错了 看着外界 时空通道中 前进速度快得可怕 每一刹那都略过 不知道多少宇宙的距离 八截境大能 虽然也有强弱之分 但一成八截境 便掌握时空规则 便拥有着种种手段 同层次就很难杀死了 很难杀死 我们家乡宇宙 是有不少八截境尸体残骸的 八截境们掌握时空 即便是一滴血 一根头发 甚至自己亲手所写的一本书籍 都能成为印记进行重生 所以在八截境 除非真的差距大到离谱 否则是杀不死的 什么叫大到离谱啊 八截境也有强弱之分 勉强可分为 普通八截境 顶尖八截境 极限八截境 极限八截境 是真的达到极限了 它们很多手段 已经近似于永恒 比如开辟宇宙 比如毁灭宇宙 甚至永恒以下的任何圣灵 听说过它们的名字 它们就能借此复活重生 任何书籍记录过它们的名字 它们也能借此复活 记着它们 它们就能活 所以 唯有永恒出手 灭绝无尽时空 它们存在的一切痕迹 所有生灵 所有八截境的记忆 都不再有它 它才会真正的死去 这就是极限八截境 我们家乡宇宙的龙族十足 便是这一层 这也是我们家乡宇宙 闻名四方的原因 难怪家乡宇宙的 一代代七截境们 对八截境了解很少 都不但清楚历史上 有哪些八截境 却都隐隐认为 龙族是最强大的 任何势力 都没有反驳过 极限八截境 对付普通八截境 才能做到击杀 只要达到顶尖八截境 手段也更加高明 极限八截境 就奈何的颗神 就奈何不留 我们家乡宇宙 像名气颇大的摩山主人 永恒楼主人等五位 都是定监八截境 至于我 哎 修行岁月短了些 悟性差了些 依旧只是普通八戒经 当然 有幸败在师尊门下 我只会老死 不可能被杀 即便彻底死去 无尽时空关于我的一切痕迹都被抹除 师尊也能从时空中将我捞回来 这样还能活 败在永恒存在门下 是不可能被杀死的 这也是很多八戒经羡慕我们的一点 所以 你可一定得通过前元山考验呢 欢迎收听 苍元图 扭曲的时空通道内 孟川和山吾道军一直在前进 透过和家乡真身的感应 孟川能够感受到距离变得越来越远 远到他都难以推算的程度 只知道 以他七截径的实力 就是百亿年乃至万亿年也不可能赶路这么远 道军 我们还有多久抵达前元山 半个时辰吧 我败在师尊门下 方才能引动一条通往前元山的时空通道 才能大半个时辰抵达 如果我不是师尊弟子 靠自身实力赶路 从我们家乡宇宙 赶路抵达前元山位置 至少需要三十万年 至少三十万年 八截径需要赶路三十万年 这 这七截径的寿命才多少年啊 所以 混沌实在太浩瀚 赶路也不易啊 我们也只能在周围临近的一些宇宙探索一番 能探索数十个宇宙 就很了不得了 距离远的宇宙 根本就没法探索 因为路途中耗费时间太久 我们八截径的时间都很珍贵 毕竟 寿命也是有限的 那 八截径的寿命有多久啊 八截径的寿命没有明确定数 取决于心灵意志 时间 很可怕 漫长的时间中 心灵意志会消磨 会变弱 如果只是二三十万年 修行意志有目标 一直努力前进 心灵意志自然能勇猛精进 可即便如此 越是临近八截境门槛 心灵意志提升就越难 短时间还好 时间久了 心灵意志不禁反对 一旦无法承载 时空规则 原神世界崩溃 也就是 身死之始 随着修行 肉身越加强大 八截境肉身 更是拥有着 种种利害之处 可一旦心灵意志倒退 无法掌控八截境肉身 意识反而会被 强大的肉身 彻底压死 成了一具尸体 超出心灵意志的力量 反而带来灭亡 像那些混沌生物 它们生命比较特殊 命核本就是永恒的 但它们的力量 源自于天赋 心灵太弱 漫长时间下 它们的意识 都会最终腐朽崩溃 最终 命核会孕育新的意识 八截境存在 倒是不至于 意识腐朽崩溃 可只要下降到 无法承受自身原神 无法承受自身肉身 便将死去 所以说 八截境的寿命不确定 有长有短 纯粹看个体心灵意志 在漫长时间面前 没有任何八截境 能做到心灵意志 永远不退步 所以 永恒存在很伟大 它们不但是境界 达到了最巅峰地步 心灵意志 也达到了永恒地步 所以 八截境们 在虚度时间时 大多在沉睡 因为沉睡 对心灵意志的腐蚀 是最缓慢的 沉睡 是另一种程度上的 延长寿命的方法 孟川聆听着 从山无道君这儿 他知道了八截境大能的很多秘心 这些秘心 八截境们 一般懒得和七截境们说太多 孟川也是掌握了六笔符印密法 获得成为永恒存在 寄明弟子的机缘 山无道君 才会如此看重于他 道君 原神一脉成八截境 我知道有三大门槛 一为时空规则 二为心灵意志 三是渡截 这渡截的情报 在家乡宇宙完全搜集不到 啊 道君可知晓 不要问 也不要搜集 原神八截境的天结 我只能告诉你 你提前知道了 也没任何帮助 反而会乱了心境 所以 最好的方法就是 不要去查探情报 等你实力足够 心灵意志足够 坦然渡截即可 多谢道君之点 既然知道有害无益 那就不要追查了 先掌握时空规则 心灵意志达到原神八截境门槛再说 就这样一路前进 比前原山也越来越近了 前原山是师尊创造出来 考验修行者的地方 平常那里没有修行者 仅有千守师兄 在那负责看守 千守师兄 千守师兄是师尊门下三位仆从之一 所有记名弟子 乃至八位亲传弟子 都得恭敬称呼一声 千守师兄 师尊门下的三位仆从 并非是正常的修行者 而是师尊耗费巨大代价 创造出的特殊存在 自被创造至今 他们三位一直活着 各个实力媲美极限八截境存在 有点类似于永恒之眼 或者傀儡啊 我们这些记名弟子 乃至亲传弟子 随着时间终究会死去 反而千守师兄他们 会一直活着 师尊对千守师兄他们 也格外的偏爱 道君刚才说 亲传弟子 摆入师尊门下的八截境 一开始都是记名弟子 唯有自身修炼到极限八截境 才能成为亲传 得师尊细心教导 一旦成为亲传弟子 师尊也将为其亲手炼制 一整套永恒秘宝 在无尽时空中 永恒存在的亲传弟子 地位极尊 如龙祖也是不愿意招惹的 那龙祖没拜师永恒吗 没有 永恒存在收徒更加看纪远 并非十里强就一定收的 向师尊门下 既名弟子也仅仅摆余位 孟川明白 收徒纯粹看永恒存在自身的喜好 就比如那本黑色书册 永恒存在留下三千幻阵 要求必须是元神八截境 而且得迫近三千幻阵 才能成为他的弟子 这三千幻阵到底有多难 孟川也不清楚 像山无道君拜的那位 则是兴之所至 留下六笔之话 能学会的那才叫有缘 到了 一路就这么聊着 终于抵达了前缘山 孟川遥遥地看去 只见一座景色优美的青山 出现在了眼前 它存在于混沌中 却又让孟川生命本能地渴望 山无道君带着孟川 穿过无形时空层所外 落在大山中 孟川一眼就看到了 有一头黑白异兽 趴在那儿酣睡着 他有着八个爪子 趴在那儿有六个爪子 自己抱着自己 还有两个爪子 偶尔挠一下大脑袋 牵手师兄 牵手师兄 这头黑白异兽眼睛睁离开 迷迷糊糊的圆形瞳孔 茫然地看着周围 在看到山无道君和孟川之后 这才清醒了几分 山无呀 有吃的喝的吗 有有有 早准备好了 山无道君非常熟练的一挥手 准备了众多香喷喷的美食 显然储存时 时间静止 拿出来还是味道最佳之时 黑白异兽嘴巴裂开 笑得很开心 他斜撇了眼蒙川 新来的没带吃的喝的 欢迎收听 苍原图 梦川也走上前去 挥手在一旁也放出了美食美酒 梦川原本是在华盛山长期修行的 自然准备了喜欢的美食美酒 有些还是苍原界特色的 至于是否符合这位牵手前辈的口味 梦川那就没法子了 谁让山无道君没有提前说呢 山无道君笑眯眯的看着这一幕 牵手前辈 眨巴了下眼 咧嘴笑了起来 梦川也松了口气 这是苍原界产出的国酒 略微有些酸甜 喝了呢 有微醺感 梦川挺喜欢的 并且他还在酒中加了一些 辅助修行的一些奇珍 调配的更符合自身口味 平常啊 绘画的时候 偶尔就喝上几口 这一壶酒内部空间较大 相当于等人高的大酒缸 所以这一壶酒啊 足够梦川喝些日子 一壶价值约莫在一百方左右 他为自己准备了过千壶 黑白义兽喝得挺满意 他略以感应 就知道梦川还藏着千壶 对他而言 再美味的十壶也足够了 他也只是尝鲜罢了 梦川自然又取出十壶 黑白义兽一边喝酒 一边吃着各种美食 他吃得很快 同时瞥了眼山吴道君 山吴 前缘山你不能逗留太久 赶紧走 是 我这就走 简手师兄 梦川是我家乡宇宙的年轻奇结境 还请您照顾一二 毕竟同样的家乡宇宙 又因为化道秘法拜师 将来在师尊门下 梦川也会天然地和他亲近 山吴道君自然想要尽量帮一帮这位未来的师弟 黑白义兽点了点头 他继续地吃着 靠你自己了 我先走了 谢道君了 山吴道君离去了 只剩下梦川在一旁 看着千首师兄吃只喝喝 这千首师兄彻底沉浸在吃喝中 很是享受 斩茶时间便全部吃喝光了 只留下了十壶酒 他收了起来 梦川呀 你学得化道秘法 便是和师尊有缘 前缘山的考验很简单 千缘山上呢 关押了三十一头混沌领主 你只要在寿命大县之前 不借助任何密宝 全民自身实力 击杀一头混沌领主 便算通过考验 到时候呢 你就是师尊门下弟子了 击杀 混沌领主 梦川今天经历的太多 承受力算很强了 可是考验 还是让他感到压力极大 这混沌领主 可是八截境禁忌生物啊 斩杀八截境禁忌生物 还不允许使用任何秘宝 这些混沌领主 虽然能够施展 诸多八截境招数 但是论规则掌控 终究不如真正的 八截境修行者 只要你成为八截境 杀死一个并不难 晚辈明白 梦川的心中却知道 很艰难 家乡宇宙那一方 时空长河 诞生出的原神八截境 也屈指可数 梦川并非妄自非薄 可同样清楚 这条路是多么的艰难 成原神八截境 是有些难 别慌啊 如果仅仅只是 让你击杀混沌领主 没必要让你来前原山 无尽时空 混沌领主多的是呢 让你来前原山呢 就因为十尊他仁慈 要给你们这些有缘者 一份修行上的助力 修行上助力 来到前原山 梦川还没感觉到什么注意 仅仅感觉到时间流速的不同 前原山的时间流速 是家乡宇宙的33倍 家乡过去一年 前原山都过去33年 可是消耗的时间 同样也消耗自己的寿命 这算不上什么助力啊 前原山 关押31头混沌领主 也关押了 56800个 奇结晶混沌生物 这些奇结晶混沌生物 便是你 修行上的助力了 梦川吃惊 七结晶混沌生物的数量 魔山主人为了搜集 七结晶晋级生物命核 都耗费心思 布置出混沌灼合 但也要漫长时间 慢慢地搜集 可这前原山 有五万多 七结晶混沌生物 混沌生物 可以吞噬物质 也可以吞噬生命 令自身变强 甚至他们会自相残杀 吞吃掉其他的混沌生物 吞吃之后 能够吸收被吞吃 混沌生物的天赋 令自身更加强大 一切存在的规则 都是以时间空间为基础 都可以参悟 掌握 混沌生物的吞噬变强 也是规则的一种 师尊啊 他已经在前原山定下规则 在这里只要斩杀混沌生物 就能将混沌生物的力量 完全吸收融入自身 混沌生物们的吞吃 只能吸收少许 师尊定的规则 令你只要斩杀 混沌生物 就能完全吸收 并且是最符合自身的吸收 这可以让你拥有众多天赋 使得修行之路顺畅许多 以你的物性才有化当秘法 以及前原山给你的众多混沌天赋 若是都成不了原神八截戒 只能怪你自身能耐不够了 孟川又惊又喜 自己有一招开天之刃 就令开天规则道路顺畅得多 若是斩杀七截性混沌生物 获得其他种种天赋 比如说时间一脉的天赋 参悟时间规则也会容易得多吧 自己能得永恒存在赐下的机缘 可真是大幸运啊 那这七截性混沌生物 我可随意斩杀吗 想得美 都是触犯十尊敬恋 才抓来的混沌生物 一共就这么多 还要给以后一位位有缘的后辈们 考验勇呢 你没五千年最多斩杀一头混沌生物 七截性混沌生物 最多杀十头就不准再杀了 混沌领主呢 也只允许杀一头 杀了便通过考验了 就得离开潜渊山去见十尊 孟川了然了 虽然有些限制 可也是很好了 这的确是修行的大助力 永恒存在出手 它就是不一般呢 粘在你缝上的美酒不错 再送你一份情报 这是潜渊山 关押的所有混沌生物的情报 赶紧看 看完给我 多谢亲小前辈 我看不顺眼的 可没有情报 让他们自己慢慢摸索 好了 我接着睡了 你通过考验前 别唤醒我 他又走向原先的位置趴下 八个爪子 还调整了一下姿势 舒适地抱住了自己 又继续睡了 孟川有些庆幸 是否送情报 这是全凭牵手师兄的想法呀 若无情报 五万多头 禁忌生物的情报 想要摸索出来 这几乎不可能 就算是一场场厮杀 也很难摸清楚 禁忌生物真正的底细 更何况 很多禁忌生物 实在是太诡异了 太难缠了 这前缘山 有三十一位混沌灵主 七捷径巅峰混沌生物 有五百六十九头 七捷径顶尖混沌生物 有九千八百零三头 还有四万多头 普通七捷径混沌生物 各有各的擅长 孟川站在那儿 思考情报需求 考虑哪些混沌生物 适合当目标 此时 山中有风吹来 丁孟川忽然惊醒 他看着这寂静的前缘山 千首师兄在属水 所有混沌生物都被封禁 处于时间静止状态 整个前缘山 清醒的 也仅有自己一个 在很长很长的时间 自己都将孤独地生活在此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三十八集 前缘山上 一处洞口 洞口内有隐隐的幽光 难以看清深处 孟川飞到了这座洞口前 仔细地观看了一下 方才朝洞口中送去 前缘山对他们这些进行考验的修行者 还是很友好的 除了和混沌生物厮杀 并无其他危险 孟川走入洞口中 出现在了一片暗红的虚空中 暗红的虚空被分割成 数万个空间牢狱 每个空间牢狱内 都紧紧关押一头混沌生物 最高层有三十一座空间牢狱 每一座牢狱都非常大 依稀能够看到里面被囚禁的生物 个个都是混沌灵主 混沌灵主 孟川遥遥看去 即便是被封禁 时间静止 这些混沌灵主也依旧是活着的 他们的生命形态 孟川仅仅看一眼 都本能感到恐慌畏惧 这些混沌灵主们 体型最庞大的一位 足以媲美一座核域大小 身体就仿佛小型宇宙 身体表面有一座座世界 这些世界如今都处于寂灭中 最诡异的混沌灵主 是一团浩瀚的规则 这是具有自主意志的规则 肉眼根本看不到它的模样 孟川也是通过 亲手师兄给的情报 才知道 这一座看似 空空荡荡的牢狱 关押着一团规则形成的 混沌灵主 还有一位人类模样的 混沌灵主 他闭眼盘膝而坐 八条手臂 放松地放下 体型也仅仅百丈高 大多混沌灵主的肉身 都有恐怖的威慑力 便是高等生命世界 他们也能够直接吞吃 越往下 空间老狱就越小 囚禁的混沌生物 也越加弱小 像最高层关押 混沌灵主的 连肉身达到一座 和狱大小的都能囚禁 可见这空间牢狱之大 我可以和弱一些的 气血镜禁忌生物 斗上一斗了 孟川的心头火热 五千年最多斩杀一个 他相信 五千年内 实力定能更进一步 到时候杀一个强大的 也能获得更强大 混沌生物天赋 如今 暂时不急着杀 平常修行之余和 禁忌生物战斗 也能够在战斗中 验证自己的修行感悟 孟川画作流光 飞向关押在最底层的 其中一个空间牢狱 即便是最底层牢狱 里面也是达到 七节径层次的混沌生物 也是蕴含着 本源规则类的天赋手段 此时在黑魔殿总部 以后 这位东宁城主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成为七节径 后不安心休息 反而一次次 针对我黑魔殿 我黑魔殿 只要有 稍大规模的行动 要屠戮 截略一些繁华之力 东宁城主 就会现身出手 他堂堂 阎神七节径 也好意思兑现 六节径 五节径出手 他一次次出手 可没觉得不好意思 坐在那儿的 灭容俊美 平静看着面前的画卷 画卷中 显现着之前战斗的场景 孟川降临现身 一座星辰高空 降临后一个眼神 一支庞大的 黑魔殿修行者队伍 上至六节径 下至敌军们 全部毙命 修行越往后 差距越大 在七节径面前 六节径们 根本就毫无反抗之力 孟川一次次阻止 黑魔殿的大规模行动 灭了许多黑魔殿的队伍 六节径的域外真身 都被杀了许多 令整个黑魔殿内 一片怨言 但那些黑魔殿的 六节径成员们 也只能背地里边嘀咕 禀报给黑魔殿主 和梦魇殿主 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我一个肉身 七节径 可没法阻挡他 你去阻挡他 他现身的一刹那 黑魔殿队伍 就会全部覆灭 我敢去也晚了 而且我也拦不住 他头颅 离弘之主点了点头 他和梦川交过手 直到梦魇殿主拦不住 他们俩都沉默了 这东宁的态度啊 很明确 虽然修行时间很宝贵 但是黑魔殿的 大规模图路行动 梦川只要发现 就会立即出手 让下面化正为零吧 从今天起 停止大规模图路行动 进行大量的零散截略行动吧 在整个时空长河 无数的零散截略 我看他一个七节径 怎么阻止 零散的截略 每个河系都有不少 整个时空长河 更是不计其数 甚至很多遭到截略的 都没法求救永恒楼 梦川自然也就不知道 即便是知道 他也没法阻止 无数的截略 毕竟 这整个宇宙 实在是太大了 化正为零 零散截略 东宁市没法截略 可那样的收获太少了 你有什么办法 对付东宁吗 他如此年轻 熬都能把我们熬死 而且他要不了多久 会变得更可怕 忍着吧 黑魔殿历史上 被迫隐忍 也有很多次了 梦魇殿主 的确是没有任何办法 一位元神七捷径的确很难缠 一个仅仅修行七千年的元神七捷径 简直让各方畏惧 其实黑魔殿历史上很多时代都是横着走的 可是真遇到针锋相对的可怕强敌 黑魔殿也得忍着 如今这个时代 他们就碰到了梦川 这个强敌 在幽暗的大殿 万星天地盘膝而坐 眼神幽深难测 这些年 他习惯了驱使七捷径禁忌生物 吞吃中等生命世界 获得一座中等生命世界积累的宝藏 已经无法忍受时空长河内其他获得宝物的方式 那样太慢了 一辈子的收获都赶不上他吞吃的柏鱼座中等生命世界 要说他吞吃的可不是一般的中等生命世界 他选的都是诞生过七节性大能的中等生命世界 但真正衰老的就那么些 连续吞吃柏鱼座 估计各大顶尖势力也意识到不对劲了 万星天地也清楚 谁都不是傻子 七节性大能们更加不是傻子 虽然他尽量遮掩 但有许多地方引起各方警惕 虽然各方没实俗的证据证明是我做的 但既然都有所猜测 我心就来个狠大 欲望是越来越大的 修行到他这般境界 想要靠外界助力 是需要无比惊人宝藏的 衰败的世界宝藏都消耗太多 剩下的太少了 而且衰败的该选都选了 其他都没到衰败地步 那就选个年轻的 万星天地在吞吃柏鱼座衰败中等生命世界之后 终于忍不住要对年轻的生命世界下手了 就他了 鲁天际 半步八截境死去也就过千万年 宝藏怕是大多还都保存着 这一座生命世界领得上师前几十座 他至今都未曾创出八截境肉身法门 他见识过八截境的残尸 明白八截境肉身是何等可怕 简直就是一座小型宇宙 创造肉身法门比创造小型宇宙还要艰难得多 肉身八截境所需心灵意志是比原神八截境低一些 肚结也只需要肉身硬扛几个 可是创造肉身法门太难了 众多半步八截境 数十个才有一个能够创造出八截境肉身 放眼历史上的半步八截境 他算不上多耀眼 至今肉身法门上的进展更让他明白 正常这么下去 他怕是到死都创不出完整的法门 他不想落寞地死去 那就只有拼上一场 以无数宝藏资源扑救他的八截境之路 如今这个时代没有白鸟馆主呢 该多好 若无白鸟馆主 以他击结境们 故事不绝就会中烧 半个月后 这座幽暗大殿悄然来到露天界所在的北天河域 万兴天地就在幽暗大殿中摇摇观看露天界所在区域 只见一头庞然大物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就将露天界彻底吞下 露天界在当代的最强者乃是五结境 在家乡世界的真身瞬间毙命 在域外的真身同样遭到万兴天地亲自出手 那位五结境目自欲裂 可是万兴天地出手 那位五结境域外真身所在的区域时空隔绝 都来不及传出任何消息 便依然严密 天地 这是露天界的所有宝藏 下次什么时候出手 不急 你且歇歇 黑袍只能化作流光 飞入残缺酒杯中 万兴天地看着宝塔内的众多宝物 这么一检查 眼睛不由得亮 都赶得上我这么多年积累的三成了 还得是半步八戒竞死去 没多久的生命世界宝藏惊人哪 积累的差不多了 可以再次献祭了 也看看各方的反应 万兴天地为这次收获而激动 但是他也清楚 吞吃衰败世界 以及吞吃年轻世界 对各方势力的刺激是不一样的 万兴天地眼神幽冷 他有把握各方势力最多指示猜测 并无十足的证据 是他动手的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三十九集 竹林湖泊前 借祖坐在湖泊前垂吊着 看着湖泊中无数的时空画面 一处处时空区域 一座座生命世界都浮现荡漾着 其中诞生过半步八截境的生命世界 个个都在监视范围内 借祖垂吊着 突然却看向其中一处 他的面色微变 啊 露天借 露天借所在时空忽然被遮掩隔绝 他无法再观看 也无法前往 借祖的面色正重 以他的时空造诣 以及湖泊秘宝 能够遮掩露天借那片时空 让他无法溃似的 等待 只有那两位半步八截境 很快 那片时空恢复了正常 但露天借 却消失了 他所在的那片虚空 轰荡荡的 什么都没了 露天借没了 这可是诞生仅仅十余一年 很年轻的生命世界 借祖面色冰冷 同一刻 他的元神分身们 透过诸多渠道调查 露天借当代的三位捷径修行者 包括那位五捷径大能 全都死了 作为新晋元神七捷径 梦川的生活很平静 几乎所有的心思都在修行上 他以六笔符印密法 观时空运转 特别是清泉岛观看的无比清晰 永恒密宝大印 从中能够溃死到部分开天规则奥妙 他画 画圣山上的一幅幅图 也有开天规则画作 他也临摹绘画 有六笔符印这画道密法 观看万事万物 一路突飞猛尽忠 梦川 借祖 明日我会在星云宫邀请各方好友聚会 还请到来 好 我一定到 此时在星云宫的一座园子内 一位位七捷径 半部七捷径们接连到来 大家都有些吃惊这次聚会的规模 借祖这次邀请了多少七捷径 半部七捷径 难道借祖全部请了个便 鬼主可是和借祖有仇 他竟然来了 园子内的座位看似随意不知 这里一个 那里一个 有一百零八个座位 实则暗含玄妙 七捷径 半部七捷径大能们到来之后 也都一一落座 半部七捷径们都很自觉的 选择边缘些的位置 大家也都随意的闲聊着 气氛颇为荣驾 他们都是这一方 时空长河真正巅峰的存在 如此大的聚会也是少有 大家弹性颇浓 东宁 东宁兄 东宁城主 孟川到来 不少半部七捷径和七捷径们 都主动聊上几句 毕竟他们都认为 将来孟川将会是 这方时空长河的风云人物 至少也是媲美元界首领的 此时孟川看到了白鸟馆主 影魔之主 青龙馆主等一个个都到了 彼此目光一碰 孟川立即走过去 也坐在了近处 坐 等会儿多看多听 是 从在场座位也能够看出势力分布 白鸟馆这边 便有白鸟馆主 影魔之主 孟川 阴影之主 石神公主 东明之主等一位位 万星天地这次也早早地来到了 老农般的万星天地坐在那儿 仿佛老农坐在自己的果园内 诸围也汇聚着其他五位天地 还有和他走得比较近的一些好友 还有祖巫王 药公主 风雷行者 血凤公主等顶尖七节镜存在 也早就到了 普通的七节镜也在接连到来 眼看着快到极了 反而半部七节镜们来得有些晚 还在逐渐赶到 后抵达的一位位半部七节镜们见状 都是心头一紧 要说正常的聚会 邀请十几个二十几个 那就了不得了 毕竟修行到了这般境界 那时间都很宝贵的 借祖即便是微信高 也不会随便打扰七节镜们修行 这次邀请这么多 定是有重要知识 孟川此时坐在那儿 他也意识到了这次聚会的特殊 这借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哈哈哈哈 七节镜大能 我竟然是最后一个到的 此时 元界首领笑着走了进来 瞥了眼万星天地 百鸟馆竹 他坦然地走到了一处坐下 他的位置 隐隐和万星天地 百鸟馆竹呈现三角之势 七节镜大能 性子各异 像药公主 桃山主人 魔眼会主等等 都是懒得理会外界的 所以能将所有七节镜邀请到此 也不是容易的事 此刻借祖坐在一处 正和百花府主闲聊着 又看了看周围 他丝毫不及 又过了片刻 在重大能的闲聊中 半部七节镜都到了近九成 翁川都感觉到风雨欲来 远处白发苍苍的借祖起身了 这一刻 所有七节镜和半部七节镜都看了过去 都看向这次聚会的召集者 借祖 整个时空长河 这个时代的七节镜全部到齐 半部七节镜到了近九成 如此多的数量 已经能够决定 时空长河的所有事物了 诸位 这次我请好友们帮忙 让大家汇聚于此 乃是有一件极重要之事 时空长河浩瀚 中等生命世界数不胜数 但诞生过七节镜大能的中等生命世界 自宇宙诞生至今也仅仅过百万罢了 七节镜大能和增加家乡世界 和减缓世界衰败 所以便是整个时空长河 一般数万年才会有一两座七节镜大能的家乡世界衰败破灭 而是 在最近三万五千年 依然有一百三十二座七节镜大能的家乡世界 破灭消失了 一百三十二座 怎么可能 数万年 一百三十二座 不可能正常衰败 有蓝溪界 浮岸界 沾云界 并且 这些生命世界破灭时 他们世界的所有生灵 包括尊者 帝君 乃至捷径 各个死去 找不到一个活口 灭口 正常的世界衰败 捷径 帝君 尊者都应该继续活着 一百三十二座世界 所有生灵秘诀 没有一个活口 显然 诡异得很 前面一百三十一座世界 都是衰败的世界 连破灭都不止太远 露天界可是很年轻的生命世界 是半步八截境露天公主的家乡世界 诞生也仅仅十余一年 对 很年轻的世界 依旧被毁灭 所有生灵 包括一位五截境 没有一个活口 能毁掉中等生命世界 是七截境禁忌生物 到底是什么样的禁忌生物 竟然先后毁掉 百余座中等生命世界 在场都是各方势力的高层 和领袖 但是他们的寿命终究有限 远远无法和七截境禁忌生物相比 一旦他们老死 他们的家乡世界 也可能成为七截境禁忌生物的盘中餐 自然不容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 我等必须除掉这禁忌生物 它活着 是无数生命世界的大祸 借祖前辈 可查到是哪一头七截境禁忌生物呢 我已查出 毁掉这百余座中等生命世界的真凶 就是他 万星天地 在场一片寂静 在场诸位存在们神色各异 或是早有预料 或是难以置信 各有各的想法 如今都看向了万星天地 万星 我没冤枉你吧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集 孟川看着这一幕 却也感觉到 七截境大能中有不少都很平静 似乎早就知晓 比黑魔殿那两位殿主还要喊 我过去真是小瞧了你 借祖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很敬重你 和你这次真让我失望 没有任何证据 就这么污蔑我 我有没有污蔑你 你心底不清楚吗 数万年来 百余座中等生命世界破灭 我也注意到了 的确很不寻常 能吞吃中等生命世界的 自然是七截境禁忌生物 可能是我们这一方时空长河 诞生出了一头凶残的七截境禁忌生物 他的天赋手段 我们都难以探查 所以让他接连吞吃了百余座中等生命世界 你们也知道 七截境禁忌生物有强有弱 最强的都能施展出八截境招数 蛮过我和白鸟馆主也很正常 如今这时候 最关键的是找出这一头禁忌生物 而不是我们捷径大能们相互猜疑 猜疑 那些生命世界破灭 都有时空遮掩 连我都无法亏捷 在捷径修行者当中 仅有你和白鸟馆主能做到 不是我 我相信也不是白鸟馆主 应该是那头禁忌生物 手段太高明 时空规则招数 不亚于八截境 七截境禁忌生物何等罕见 拥有八截境招数 恰好还是遮掩时空的 这等经济生物 我们这一方时空长和历史上 都没有记载 如今这时代就出现了 或许就这么瞧 这所没看到的事 都可武断 我试过 无法观看过去 那些世界被吞吃的场景 我也追查过 无法观看过去 显然 那禁忌生物在遮掩时空方面 不亚于我们 可是我和戒祖都发现 在那百鱼座中等生命世界 破灭之时 万行 你的玉外真身失踪了 失踪 那些生命世界破灭之时 我们也找不到你的玉外真身 你不可能时时刻刻 遮掩自己的行踪 但就是那么巧 百鱼座中等生命世界被吞吃 每一次被吞吃 你的玉外真身都消失了 过去那时候你也消失了呢 我敢再次向所有七截镜 半步七截镜的吞吃 百鱼座生命世界被吞吃 我没有遮掩自身位置 并且这些都和我无关 你敢立誓吗 此时万星天地沉默了 平常说话这些假话也没什么 有时候谎言的也是善意的 可是重要的承诺 自身的誓言 牵扯的因果越大 他们就越加不敢轻易 应下承诺 轻易立下誓言 承诺必须得做到 誓言更是不敢违背 这违背了将因果缠身 对白鸟馆主万星天地 这等有志于巴结性的 简直就是毁掉自身 所有的修行道路啊 白鸟 我不像你 我不会轻易立下誓言 此时对整个时空长河影响都极大 如果你问心无愧 何不立下誓言 让各方信你 可笑 万星 百鱼座中等生命世界破灭 都遮掩了时空 在捷径大能中 只有你和白鸟馆主能做到 白鸟馆主立下誓言了 你却不敢 还有 每一座中等生命世界破灭 你域外深深同样失踪 如此脚合 连续发生百余刺 你真当我们是傻子 这些都是你一人之言 还有我 我也确定戒族所说是真的 也就是你们俩 一个是临近寿命大限 根本不在乎英国 另一个是整个时空长河 我唯一的对手 白鸟馆和六方天 的确争斗多年 才用这样的手段来污蔑我 甚至 让一个临近寿命大限的戒组 来污蔑我 白鸟 我真有些瞧不起你了 任凭你说再多 你也不敢立誓言 等七戒竟后 就没有谁有资格让我立誓 万星天帝冷哼一声 跟着 他的身影消散 直接离开了青云馆 万星天帝一走 白鸟馆的其他五位天帝 还有和万星天帝交好的 暗星会主等数位七戒竟 都一一化身消散 我真如所料般 死不承认 至少让整个时空长河各方 都知道了他的真面目 他再不承认 所有七戒竟半部七戒竟 自然会有判断 戒组 白鸟馆主 本来没想这么公开 只是万星天帝 对露天界下手 刺激到了他们 一个曾经诞生过 半部八截经的 年轻的世界 这都敢下手 那么还有什么世界 他不敢下手呢 戒足死后的家乡世界呢 白鸟馆主若是重伤死去 他的家乡世界呢 这欲望是越来越大的 万星天帝随着临近寿命大限 做事是越加疯狂 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 他们自然得调动 整个时空长河的力量 来进行威慑 甚至希望有势力 通知背后的八截经 令八截经大能降临 除掉万星天地 你说 会有八截经大能降临吗 有资格联系八截经的 当代仅有数位 且看吧 每一个时代都有纷争 不可能某个时代出现大魔头 就得唤醒八截经 像那些高等生命事件 虽然有八截经老祖 但是八截经们都是留下唤醒的规矩的 否则一般的事 比如说高等生命世界当代的六截经战死 八截经老祖都不会苏醒的 对于八截经而言 一次跨过上亿年岁月 上亿年岁月发生的无数事中 万星天地这等事的祸害估计都排不到前十 某个时代仅有一位半部八截经彻底无敌 一旦为祸 那才叫可怕呢 此刻在幽暗的大殿 借祖和白鸟把事情捅破 让整个时空场和各方都知道 可是那些七截经们就算猜到要怎样 能卖窝盒 真正有威胁的 是能够联系八截经大能的 但八截经大能是不会轻易降临的 我这等事放在历史上又算得了什么呢 万星天地虽然也有些忐忑 但是为了修行还是得赌上一赌 他相信他的运气没那么糟 而且他也提前做了诸多准备 再次先祭吧 蒙古局势 只见万星天地的力量蔓延 在前方凝聚成无数蜜蚊 无数蜜蚊勾勒出一道模糊的身影 这一道模糊的身影 有着让万星天地都感到心惊的邪恶气息 只见模糊的身影开始凝食 一味有着两根弯角的高手身影 出现在幽暗大殿 无尽的罪恶 邪义 开始蔓延在幽暗大殿 这让万星天地立即攻身 修行多年虽然结识过数位八截惊他能 但是这一位是他所接触的最可怕的一位 这一位存在也是这方时空长河历史上诞生过的罪灭最深重的存在 欢迎收听 沧原图 第六百四十一集 面对这位黑魔十足 万星天地不敢又丝毫的不敬 他是这方时空长河 威名赫赫的八截惊大能 他炼制出黑魔殿 梦魇殿 这两大传承之宝 对七截惊而言 这两件宝物足以媲美永恒秘宝 单看炼制宝物手段 便知晓黑魔十足是何等的深不可测 黑魔殿势力更是祸害了这一方时空长河漫长岁月 其他八截惊大能们也都只能忍一下 一方面是龙祖觉得适当的威胁有利于截惊修行者们成长 仅仅做了些约束 并没有彻底毁掉黑魔殿 而另一方面是黑魔十足自身太过强大 他和永恒楼主人 魔山主人 凤凰十足等几位 在八截径这一层次已经走得很远 足以称得上是顶尖八截径 达到这一步 龙祖一对一也不可能消灭黑魔十足 想要毁灭一位顶尖八截径 龙祖也需要呼朋唤友付出巨大代价 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像黑魔十足 魔山主人他们都具有任性的资格 只要不是掀桌子的事 其他八截径们都会尽量容忍 你又唤醒我 黑魔十足 我也准备好足够的宝 十足 请看 只见万星天地恭恭敬敬奉上一座宝塔 宝塔内便存放着他准备好的无数奇珍 黑魔十足一招手 宝塔便落入他的手中 他露出了一丝笑容 他的笑容影响着周围时空 万星天地即便低着头也不由地感觉心情愉悦 但心中却越加忌惮 上一次我指示了他一次眼神 肉身就扭曲逐渐化作了梦魇生物 Ace 我都不敢看他 依然能够影响我的心灵 他不是没有见过八截径 他接触过的数位八截径 其他八截径他也是能够谈笑自如 指示对方也不受任何影响 毕竟他也是掌握时间空间规则的半部八截径 可是唯有黑魔十足给他的压力太大了 但是黑魔十足能给的好处也是最大的 很好 价值约在三十亿方 就像魔山主人留下召唤他的方法 搜集一千份六截径禁忌生物命核 又或者十份七截径禁忌生物命核 便可求见魔山主人 黑魔十足同样留下类似的方式 可是他的要求更高 三十亿方是献祭建他的门槛 如果没有搜集到足够宝物就打扰他 那就是找死了 黑魔殿长期劫掠整个时空场合 底层动手的成员能分得好处 当代黑魔殿主 梦魇殿主也能分得好处 层层分好处 但是每次都有部分最终缴纳到黑魔殿的宝库中 这些缴纳到黑魔殿宝库的黑魔十足每隔漫长岁月都会醒来一次 收割一次黑魔殿宝库的宝藏 告诉我你想要换取什么 万兴天帝站在那儿 只见一本虚幻书册浮现 万兴天帝上一次便看过这本书册 这书册上大多都是法门秘书等知识 因为知识对黑魔十足而言没有多大成本 极少数是一些罕见奇珍 这些奇珍的真实价值远远不及三十亿方 可能只有数亿方价值 但那也是万兴天帝接触不到的 我想要永恒法门血脉第二诀 只见黑魔十足轻轻一点 一道黑光飞入万兴天帝为心 知识传递了过去 要说黑魔十足最乐意贩卖知识了 这些都是他已经掌握的 方才可以亲自传授 没什么代价 堪称无本的买卖 那些普通八截竞们 都不一定能学到一门完整的永恒传承 就算学到了 如若没有彻底掌握 这也没法传承 万兴天帝感受着浩瀚的血脉第二卷的内容 之前参悟第一卷的诸多困惑 在第二卷有些就得到了解答 万兴天帝压抑住参悟的欲望 当即诱导 黑魔十足 如今这个时代 行事对我不利 可能有八截竞要对付我 十足可教我如何保住性命 我不会参与到你的纷争中 至于保住性命 该帮你的都帮了 万兴天帝有些失望 第一次献祭时 黑魔十足是希望这种 为他搜集宝物的工具活得久一些的 已经传授了诸多手段 只是这一次 借阻揭开了一切 让万兴天帝还是有些不安的 毕竟当代再无敌 如果真有八截竞动手 他依旧有些心慌 这十亿方 你可要换取 暂且存着 下次再换 万兴天帝也有定力 他的目标就是将 永恒法门血脉酒卷 尽量地换取 据传这酒卷 讲解了血脉的一切奥秘 像禁忌生物能够吞噬变得强大的奥妙 在第一卷中 他就溃探到了部分 自身实力也因此变强了不少 黑魔十足对于只换法门的万兴天帝 还是颇为喜欢的 这是个好的工具 你献祭了两次 我有一宝物破例可以让你换取 我曾斩杀的一头操纵血液的混沌灵主 得到了一滴元血 这一滴元血你只要服用 即可转化你的肉身 提升到近乎八洁境层次 你已经掌握时间空间规则 不会被扭曲意识 是能够掌控这具肉身的 啊 近乎八洁境的肉身 戒子 你实力可以大增 应对危机 并且你可以以它为根基 创造出完美契合自己的肉身法门 成八洁境的希望 也大了些 说的好听啊 实际上这是取巧 让混沌灵主 元血扭曲自身 令自身朝混沌灵主靠拢 肉身的确能够近乎八洁境 但是想要凭此创造肉身法门 希望依旧极低 如果说之前只有1%的希望 那么得到混沌灵主的那一滴元血 创造肉身法门也只是百分之二三的希望 黑魔石组这么做 主要是希望这个工具人能活得久一些 很多事他们八洁境不适合去做 可这些时代的修行者们适合去做 多少可以换之 五十亿方 万行天地暗暗头疼了 这也是令他心颤的数字 他修行这么多年 除了自身的其他消耗 吞吃那么多中等生命世界 也仅仅献祭了两次 算上这次存现的十亿方 下次还需要四十亿方 算起来这三次刚好一百亿方 得到这份元血 你的实力将比如今强得多 成八洁境 希望也能更大 他能够看出万行天地的不安 毕竟第一次对年轻的中等生命世界下手 还被揭破了 黑魔石组可不愿意万行天地自此变得收敛 他希望万行天地更加贪婪 更加疯狂 至于这万行天地的结局如何 他并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宝物最终献祭给他 没办法 即便是身为八截境 也非常在意宝物 就算强如龙俗 不但在家乡宇宙 在无尽时空 都想尽了办法搜集宝物 是这方宇宙公认最富有的 甚至将手伸到了其他的一个个宇宙中去 让其他八截境们都羡慕不已 其他八截境们是很难伸手到其他宇宙的 那是会遭到其他宇宙本土八截境们抵制的 只有龙祖这种太过强大的 在对方抵制之下 依旧强行渗透 像魔山主人 也是辛苦布置混沌浊河 不断地引诱一头头七截性禁忌生物们进来 他定期苏醒 好进行收割 永恒楼 黑魔殿 一者是交易遍布时空场合 每笔交易都赚取手续费 一者是劫略时空场合 都是不同赚取宝物的方式 足够多的宝物为资粮 才能让修行道路走得更远一些 谁都知道 一座座中等生命世界乃至高等生命世界的宝藏 那才是最庞大的 也是整个宇宙最大的宝藏 只是 生命世界是宇宙的逆临 一座座生命世界才诞生无数的生命 宇宙是竭力庇护每一座生命世界的 八截境们出生于这个宇宙 成长的一切都源自于这个宇宙 是欠下巨大因果的 他们的形式或正或邪或恶 但都不能动摇这方宇宙的根基 触动这方宇宙的逆临 本就欠家乡宇宙甚多 再遭受家乡宇宙厌弃 这因果缠身麻烦就大了 但八截境以下又不同了 八截境以下没有跳出时空场合 是时空场合的一份子 不管说怎么厮杀怎么掠夺 转移来转移去还是时空场合的一部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二集 黑魔十足如今便是在诱使万兴天地 当然了 这也只是黑魔十足随手的一个棋子 虽然无尽时空赶路艰难 赚宝物不易 但是万兴天地献祭的这些 对黑魔十足来讲也不算什么 只是本着蚊子再小也是肉 才拿出了一滴圆血来吸引万兴天地 交易结束 黑魔十足的身影消散 离去了 而万兴天地则站在那 沉默思索了许久 接下来的日子 时空场合却是一片平静 万兴天地没有立即又毁掉生命世界 也没有巴结性降临对付万兴天地 但是各方势力都感觉到 平静下的暗流汹涌 然而此时在遥远的前缘山 一座木屋内 孟川正在绘画 前缘山上平常就他一个情形的 他也很寂寞 只能专注于修行和战斗 自从掌握六笔符印密法之后 绘画对他而言就是修炼 面前的这幅画画的是黑色的光 一笔笔墨汇聚成可怕的黑光 这一道黑光仿佛要劈开一切 恐怖波动都波及外界 却又完全束缚在木屋内 来到这前缘山两千余年 今日终于悟出了开天规则了 前缘山修炼过两千年 家乡宇宙那边才刚刚过去六十八年 毕竟两处时间流速差异很大 此刻孟川走出木屋 看着前缘山的景色 这座蕴含众多奥妙的前缘山 如今仅仅只有自己一个清醒的生灵 自己悟出开天规则 也没有谁注意到 而在远处牵手师兄八个爪子抱着自己酣睡着 呼吸声都很有节奏 也是仅仅心悟出一门本源规则而已 连时工规则都没有参悟 又有什么好兴奋的 成为八截精大能斩杀一斗混沌灵主 还算通过考验 才能够排在永恒存在门下 自己这点成就还差得远呢 孟川行走在前缘山中 也在思索着 孟川他很清楚 斩杀混沌生物 才是自己来前缘山最大的机缘 能够完全吞噬吸收 形成最符合自己的天赋 强大的天赋 对修行的帮助太大了 这开天规则就是个例子 孟川从未真正见过开天 即便吃了那果子 亦是探到过龙祖等 一个个开辟宇宙的画面 可是那些画面 和亲眼观看宇宙开辟 依旧差得远呢 但是孟川借助开天之刃 这一门天赋 在以六笔福音之法修行 两千年就掌握了开天规则 这速度很惊人了 开天规则毕竟是出了名的 难参悟啊 有对立的两门本源规则被根基 接下来可以直接参悟时间规则了 所以我斩杀的七截镜混沌生物 那是非常擅长时空一脉招数的 那混沌领主暂见不谈 七截镜混沌生物分为三等 七截镜巅峰混沌生物 成长到了七截镜的极致 已经拥有了一些八截镜招数 只是未曾蜕变为八截镜生命体而已 这一层次必须得掌握完整的时空规则 才能对付 至少得是半步八截镜 孟川可是早就得到亲手师兄赠予的情报 知道未到半步八截镜 根本不用想七截镜巅峰层次的混沌生物 七截镜顶尖混沌生物 必须得是顶尖七截镜出手 才有可能击杀 这也可能失败 普通七截镜混沌生物 普通的七截镜若是运气好 也可能击杀 孟川也明白 这些情报啊 有一个前提 所有混沌生物都是被囚禁的 命和逃无可逃 若是在外界 混沌生物们能够尽情施展诸多逃命招数 斩杀难度将翻上十倍不值 毕竟七截镜混沌生物的命核已经概念化 击败它们和击杀它们完全是两个难度 也就是前缘山 每一座空间牢屿都关押一头混沌生物 混沌生物没法逃 只能挨宰 这七截镜顶尖混沌生物 有9803头 完全以时空一脉招数纵横的 有63头 最适合孟川的 是一头擅长时空之环的蛇形混沌生物 孟川盯上了这一目标 七截镜顶尖混沌生物从弱小一步步成长 一般都拥有很多天赋招数 像是和孟川厮杀过的那头废鱼 拥有毒 血液 时空 世界等诸多方面天赋招数 如果单纯论时空方面的招数 是达不到顶尖七截镜站立的 孟川选择的是纯粹时空一脉的混沌生物 这类混沌生物一般是诞生在特殊环境下 才会形成如此天赋 加上漫长岁月的成长 种种际遇才会令它们专心这一条路 前缘山符合孟川要求的也极少 孟川如今刚刚突破 得先巩固一下再去对付它 此刻它直接在近处的一处崖边大石上盘膝坐下 前方便是环绕前缘山的无尽雾气 面长雾气盘膝坐在大石上 孟川开始参悟阵法 肉身七截镜门 肉身强横 近战爆发威力恐怖 孟川元神之力施展的招数相对就落多了 但是元神七截镜的优势在于元神强大 适合布置阵法 孟川在白鸟馆看了那么多的绝学 他花费心思最多的阵法绝学就是万劫混动大阵 这是一门元神八截镜大能所创的绝学 以混动一脉为引 而后融入更多规则 乃至融入时空规则 可施展出恐怖的八截镜层次阵法 孟川在混动规则基础上 又掌握对立的开天规则 自然可以更加深入地参悟这门阵法 他的参悟却并不是照办 到了孟川这一层次都是汲取前人经验 最终走出自己的道路 孟川之前施展万劫混动大阵 就是融入开天之刃 那个时候对开天规则还不太懂 开天之刃融入阵法也很吃力 如今融入阵法却是轻松得多 他以万劫混动大阵为基础 大半时间参悟永恒存在所留出册 三千换阵 汲取阵法经验 再以化道密法六笔浮印密法 构造他想要的阵法 混动开天大阵 混动开天大阵 算是万劫混动大阵基础上的一个变种 这一变种最适合现在的孟川 这一修行便是百余年 我这门混动开天大阵算是初步有所成了 现在可以去对付那条大蛇了 此刻孟川依旧手持着画笔 只是分出了一道元神分身 朝关押混沌生物的牢狱飞去 他也是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失败了还可以再派元神分身再一次挑战 孟川低着头又接着试着作画修行 此时在暗红虚空 孟川来到了这里 这里从高到低分割成一座座空间牢狱 最高层牢狱都是关押的混沌灵主 孟川俯冲飞往第三层 来到这一层密密麻麻 九千多个空间牢狱的其中一个牢狱前 孟川透过空间牢狱观看着自己选定的目标 空间牢狱内 那头大蛇体型庞大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蜿蜒的躯体蔓延在大半个空间牢狱 以孟川的境界感应推测 这头大蛇单论体型 足有家乡三弯河系一半大小 虽然说还远不及那头足以媲美河狱大小的混沌灵主 但也让孟川无比震撼了 那一片片蛇林 每一片蛇林都比太阳星太阴星 要庞大太多 因为被囚禁 所以这是他真实的大小 如果是生死厮杀 自然会针对敌人 大小变化 孟川感觉到那一片片蛇林的纹路 都蕴含时空奥妙 肉眼观看都觉得时空在扭曲 逐渐形成闭环 孟川光看许久 方才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在时空方面的造诣比他差得太远了 他的身体都是自然显现无尽时空奥妙的 此时孟川的心中却开始兴奋起来 一迈步 没有遭到任何阻碍 便飞入了这座空间牢狱内 他能感觉得到 自身进入的一刹那 原本完全时间静止的这一座牢狱 时间又恢复了正常的流动 躯体蔓延大半个空间牢狱的大蛇 此时也睁开了眼睛 看向孟川 仅仅普通的睁眼观看 孟川便发现时空扭曲 自己再也看不见那头大蛇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三集 孟川的双眸深处 隐隐有六笔符印 才看清 这其实是一条大蛇的尾巴尖 六笔符印 乃是永恒存在所创画道秘法 可观万事万物 这尾巴尖太大了 穿梭时空也太快 瞬间便撞击在孟川的万劫混动大阵 一千颗黑暗混动相互牵引 外界的冲击被拉扯 搅碎 分散 吞吸 轻轻轻松松 冲击力就被完全吸收了 虽然诸多黑暗混动被撞击的起伏 但是阵法却无比稳定 尾巴尖化作幻影 他所处的时间流速和孟川所处的时间流速都不同 几乎一眨眼的功夫 那庞大无比的尾巴尖就撞击了三万七千八百次 每次撞击威力都无比恐怖 这三万多次的累计 足以威胁到顶尖七节竞强者 孟川时间流速比对方虽然慢了过百倍 可是万劫混动大阵本能的随之变化 众多混动 拉扯 搅碎 分散 吞吸 这一切都是自然运转 万劫混动大阵本就是以稳固组成 这头大蛇凭借强大肉身的出招 根本就轰不破大阵 就在下一刹那 那尾巴尖已经消失 更加庞大的蛇头出现了 大蛇之头颅张开的嘴巴 怕是能一口吞掉小半个三万和气 一口 孟川和万劫混动大阵整个都被吞进了大蛇嘴巴里 被吞入嘴巴里 并且甚至喉咙往肚子里边吞 孟川有万劫混动大阵的庇护 他也丝毫不慌 大不了湮灭一尊元神分身罢了 这头大蛇越是厉害 孟川越是兴奋 看着一片黑暗的大蛇体内 孟川的念头一动 混动开天大阵之 一念起 开枕刀阵 变化 悬浮在四面八方的一千颗黑暗混动 混动核心天体已经算是非常凝炼了 然而随着孟川引导转化 每一颗黑暗混动再度凝炼 凝聚成了一柄耀眼的刀刃 这刀刃耀眼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原本黑暗混动的力量彻底汇聚为一 汇聚成开天刀刃 一千颗黑暗混动变成了一千柄耀眼刀刃 就这么悬浮在四周 每一柄刀刃都是混动凝炼构成 威力可怕 不像孟川之前借助天赋 只会野蛮爆发 如今这一千柄刀刃 力量完美融入刀刃之内 没有一丝外泄 就仿佛真正的刀刃 开天刀阵 一千柄开天刀在孟川的周围游转 轻易切割开大蛇喉咙处的层层时空 又轻易切开层层血肉 孟川在一千柄开天刀刃保护之下 顺着大蛇的血肉窟窿朝外飞去 大蛇的肉身层根本就阻碍不了 一千柄混动时 以稳定铸成能够抵抗重重攻击 一千柄开天刀 在阵法下刀刃力量汇聚 却是无坚不遂 阵法所过之处 一切都切割成鸡粉 这也是孟川以永恒画道密法 六笔符印 参悟三千换阵万劫混动大阵 又以对立本源规则为根基 自创的混动开天大阵的三大变化的第一重变化 每一重变化各有擅长 仅仅误出规则 实力终究是有限的 必须得融入适合的阵法 才能够爆发出足够强的威力 就像历史上的那位天王公主 她以混动规则所创的混动权 就有顶尖七节径威力 以混动原点两大本源规则 创出的更进一步秘法 天王拳更是无敌于一个时代 一拳就能够击败顶尖七节径 这就是秘法的重要性 强大的秘法能够令战力飙升 后来者也有误出混动原点两大本源规则的 但却没有一个学会天王拳 孟川没有去学别人 他是以六笔浮印密法 观看种种 汲取前辈的智慧结晶 去创出最适合自己的阵法 孟川承认 自己如今初创的混动开天大阵 或许并不及天王拳 但是在顶尖七节径的密法中 也算是最厉害的一小撮了 此时那大蛇感觉到身体剧痛 当即主动身体分成两节 让孟川出来 两节躯体再度合一 那大蛇体已经急剧缩小 缩小到仅仅千亿里长 它在缩小时 已经缠绕上了孟川所布置出的开天刀针 开天刀刃锋利无皮 可缩小到如此程度之后 大蛇身体坚韧程度也大幅度提高 开天刀针也仅仅切割开鳞片 刮下许多血肉 可是大蛇身躯所在的时空变化 瞬间就恢复到巅峰状态 一边是开天刀针切割下 领甲血肉纷飞 而一边是大蛇身体 时刻保持在巅峰状态 庞大的蛇身 一圈圈缠绕在阵法上 竭力舒服 蛇身缠绕时 威力变得极为恐怖 已经影响到阵法的稳定性了 裂 一千柄开天刀 立即分成了三道刀流 每一道刀流 切割一处大蛇去体 孟川毕竟是原神分身 自身安危并不是那么重要 所以 他短时间内创出的 混动开天大阵三重变化 都是攻杀招数 如今这一招 也是第一重变化 开天刀阵 最彻底的攻杀 完全放弃护身 化作三道刀流 只为杀敌 三道刀流之下 竭力缠绕的大蛇身体的三处 都被切割断裂开来 在切割下来的刹那 刀流呼啸切割不断地摧毁 欲要趁大蛇反抗力弱 彻底湮灭它的肉身 大蛇残余肉身 立即炸裂 顿入时空迷宫 大蛇借助时空恢复巅峰 在空间牢狱 它是不能死的 因为它的命核是被禁锢的 一旦这具真身死了 这位修行者就能够瞬间得到它的命核 所以在空间牢狱 斩杀七杰境混沌生物的难度 的确是大幅度下降 孟川并不一定要第一次和大蛇动手 就要成功斩杀 第一次更重要的是摸清对手的底细 下一次好更针对性的下手 虽然得到了情报 可是情报只是文字记载 而且只记载了所谓的时空之环 显然 前元山情报记载中也仅仅只重视这一招 什么 一千柄开天刀刃悬浮四面八方 孟川抬头看去 只见远处出现了无尽微额的大蛇 大蛇在遥远之处 庞大的躯体形成了环状 蛇头咬住了蛇尾 形成蛇环之后 血雾生腾 无数蛇林纹路光芒大涨 巨大的蛇环化作了幽暗的洞口 产生了恐怖的吞吸力 令空间牢狱 一切能量的事物都坠入其中 孟川虽然立即将开天刀刃 回转为混动 万劫混动大阵庇护周围 依旧无法抵抗 一瞬间 已经坠入了蛇环形成的无尽幽暗中 孟川在这一刻 脑海中浮现了前元山情报中 针对这头大蛇的情报记载 贤尾之蛇 时空之环 吞天弑地 宇宙冲开 前元山囚禁的顶尖七解禁混沌生物 时空一脉的 足有六十三头 孟川却盯上了这头大蛇 就是看到了关于时空之环的情报 这时空之环可吞天弑地 令一切吞入时空之环内 吞噬之后 紧跟着便是大爆炸 时空之环内大爆炸 宛如宇宙重开 这头大蛇的敌人 被吞噬进时空之环 或许依旧能保命 但扛得住宇宙重开般的大爆炸的 却是少之又少 孟川看到时空之环的介绍 立即心动了 时空之环的吞噬和混动规则很相似 重开宇宙的大爆炸和开天规则也很相似 而这头大蛇做到这一切靠的不是混动和开天规则玄妙 而是时空之环 无尽时空的万事万物 一切规则的基石都是时间规则和空间规则 时间空间规则的结合可以构成一切 包括永恒存在的众多玄妙手段 只是这条路也非常的艰辛 众多巴结静人都在苦苦参悟 以时空为根基不断地攀登 时空之环兼有混动开天之效 孟川觉得一旦掌握这等天赋 对自身修行定有大帮助 贤尾之舌 时空之环彻底吞噬一切 空间牢狱内的一切能量 包括上千颗混动护去阵的孟川 也无法抵挡地陷入其中了 我被吞进来了 此时孟川只觉得周围一片混乱扭曲 无数的能量流被吞吸井 疯狂旋转着凝聚 自己也身不由己 只能在漩涡中随波逐流 混动开天大阵 第一种变化开天刀阵无用 第二种变化刀欲深渊 不适合如今的情况 看来唯有第三种变化了 孟川并没有急着出招 吞噬状态的时空之环是最稳定的 自己需要等到最适合出手的时候 时空之环深处 孟川顺着陷入漩涡越来越深处 忽然吞噬漩涡凝聚到某个界限 开始反向爆发 宇宙重开 已被卷入漩涡近乎最中央的孟川 只觉得无尽可怕的威力 爆炸开来 这大爆炸是要毁灭时空之环内的一切生命的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四集 好 就是这个时候 大爆炸状态下的时空之环最为可怕 可也是稳定性最差的时候 因为时空之环需要抵挡内部的爆炸冲击 孟川周围的一千个黑暗混动 瞬间汇聚 每十个混动 瞬间凝聚为一个新的大混动 十个新的大混动 再度融合为一 就这么的 一瞬间 上千个混动 已经彻底融合为一 这混动 的确是可以相互吞噬 但要上千个混动 瞬间融合为一 还无比稳定 那么 这对阵法的造诣要求 就极高了 最终凝聚的超大型黑暗混动 已经到了孟川所能驾驭的极限 此刻 孟川全力操纵 再度转化 转化为一道无比巨大的耀眼刀光 如果说 之前上千个混动 同时转化为 上千把开天刀刃 孟川还能够保持 每一柄开天刀刃 威力内敛 一切掌控由心 可这超大型混动 驾驭本来就极难 转化为的刀光 都是难以内敛 只是化作无比耀眼的刀光 光耀眼到极致的光 宇宙 重开吧 孟川顺着时空之环 原本的宇宙重开般的大爆炸 来了一记 它如今最强的威力的攻击 混动开天大阵 是第三种变化 开天一刀 混顿分 以六笔福音密法参悟 以对立本源规则为根基 创出的混动开天大阵 或许不及天王公主的天王拳 但在顶尖七截径中 绝对属于极强了 这一招开天一刀混顿分 论威力足以和这头大车的 时空之环相媲 时空之环内部的大爆炸 是朝四面八方爆炸 爆炸力由整个时空之环处处承受 还是能够承受住的 孟川的这可怕一刀 却是朝一个方向劈过去 承受大爆炸 时空之环压力就已经挺大了 再遭到不亚于大爆炸的恐怖一刀 而且是单独朝一个方向 时空之环虽然柔韧无比 扭曲着竭力层层抵抗 可是终究爆炸开来 无比耀眼的刀光和大爆炸 一同在时空之环内爆炸 两大威力相当的招数彼此碰撞 更是波及四面八方 波及的威力 令没有阵法护身的孟川原神分身 都无法抵抗 没办法呀 混动开天大阵的第三种变化 孟川是倾尽全力的爆炸 甚至都没分心护身 在爆炸余波面前 孟川甚至是顺势主动消散了 这一尊原神分身 施展时空之环 咸尾之蛇也感觉到时空之环内的爆炸威力 超出了承受极限 他的眼眸中满是惊怒和不甘 在爆炸当中 时空之环崩溃了 他整个躯体自然彻底烟灭 在这头大蛇爆炸烟灭之时 空间牢狱之外 又一名黑袍白发男子的身影 瞬间飞入了进来 孟川的又一尊原神分身 在大蛇真身湮灭的刹那 便发现了整个空间牢狱内 被禁锢的命盒 一迈步便已经到了命盒前 这命盒呢 是一件黑色蛇形手环 这黑色蛇形手环悬浮在那 被空间牢狱禁锢 这就是在前原山斩杀混沌生物的相对容易处 命盒已经被禁锢 逃无可逃 只要成功击杀一次真身 就能够趁机立即抓住命盒 在前原山的压制之下 混沌生物真身湮灭一次 命盒想要复活 都需要时间慢慢地复活 只见孟川一伸手 便握住了这些黑色蛇形手环 手环略有些冰寒 在握住的刹那 受到无形中规则的影响 黑色蛇形手环 便犹如沙利般分解开来 跟着消散在了虚空当中 孟川感觉到 有一股神秘力量 在黑色蛇形手环分解消散的刹那 从掌心涌入到了体内 渗后进原神 这一刻 孟川只觉得原神迷醉 有醉醺醺之感 完美吞噬 混沌生物 吃掉世界 吃掉其他生命 吃就能变得更强 但也只是吞噬汲取一部分 然而在前原山 永恒存在 盐出法随定下规则 在这里斩杀混沌生物 是可以完美吞噬 形成最适合自己的天赋 这种吞噬转化效率方面 已然超越混沌生物的本能了 孟川虽然醉醺醺的 还是飞出了这座空间牢狱 在他飞离之后 这座空荡荡的空间牢狱 便已经悄然消失不见 有一头囚犯 才会对应一座牢狱 囚犯既然被斩杀 那么这座牢狱 自然就消失不见了 孟川走在前原山上 觉得原神醉醺醺醺之感 越加浓烈 他干脆坐了下来 又躺了下来 躺在山林间 孟川看着一株株大树 闭上了眼睛 仔细体会着原神的变化 孟川能够感受得到 神秘力量渗透进自身原神之后 原神的微子构成 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宇宙万事万物 不管是一滴水 一株小草 还是强大的修行者 神秘的永恒秘宝 都是由无数微子构成 参悟微子构成的其中一个方向 就能够成就物质规则 参悟另一个方向 可成就无量规则 若是到了无所不知的永恒层次 完全可以用微子 创造任何宝物和生灵 比如以无数微子 创造出的一件永恒秘宝 也可以创造出类似于 牵手师兄那样的存在 当然了 不同的事物创造难度也截然不同 就像凡俗懂得砌房子 可建造一座茅草屋 和建造一座百层高楼的难度 是自然不同的 永恒存在也是如此 能以微子构建无数之物 但要创建一件永恒秘宝 需要耗费的心血 也很惊人 对永恒存在而言 宁愿隔着遥远时空 设来一些珍贵材料 以此为根基 变质永恒秘宝 毕竟从无到有 凭空创造一件永恒秘宝 也很难 微子构成 对于八戒镜而言 也充满了无尽困惑 孟川自然也不太懂 但是此刻原神的细微改变 却已然影响到了孟川 躺在那儿的孟川睁开眼睛 有些吃惊地看着左右 原本美丽的山林 此刻正在扭曲变化 变得不太真实 孟川虽然震惊 但依旧闻得住 他知道原神在改变过程中 一切皆有可能 前原山的机缘 乃是永恒存在定下 是完美的吞噬 不应该有后患 孟川不管是睁眼还是闭眼 对周围的感应都越加扭曲 眼前的树木花草都在扭曲 空间在层叠变形 看任何事物都变得诡异万分 孟川耐心地等待着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这感应越来越夸张了 彻底模糊了 孟川都看不清任何事物了 只觉得一切都是扭曲的混沌 六个时辰之后 孟川原神轰鸣 意识彻底从扭曲的混沌中跳出 跳到了更广阔的层面 此时孟川又看清了前原山 只是这一次 他站在更高的层面 看到了前原山上流动的时间 看到下一瞬 下下一瞬 前原山的场景 也看到了前一瞬 前前一瞬 前原山的场景 不同的生命 眼中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的生命 眼中的世界是黑白的 可有些生命 眼中的世界是彩色的 有些生命 可以看到正常的空间 可是有些生命 能够看到层层叠叠的 不同空间层 天生能够穿梭续空 而有些生命 时间在他们眼中 也是清晰可见的 就仿佛繁俗能够看到阳光和雨露 这些生命 也能够清晰看到时间 时间不再是概念 而是实质化的存在 雷托大蛇 是纯粹擅长时空以外的混沌生物 或许在他的眼中 时间的流淌 就是宛如实质 清晰可见 我悟出六笔福音密法 才有资格来到千元山 才有资格得到这一份机缘 得了这个机缘 悟出世间规则的希望 也大了许多呀 孟川颇为兴奋 但是依旧明白 成就八截境的路 还很长 混沌生物中 有时空天赋的 有很多 可又有几个 能够成为混沌领主呢 有几个跨过天赋的门槛 彻底掌握时空规则呢 就算自己能够掌握时空规则 合成元神八戒境 依旧差得远呢 上百个半部八戒境 才可能出一个八戒境啊 或许永恒存在 也知道成八戒境艰难 所以才会赐下如此机缘 永恒存在 可以帮弟子 但依旧要靠弟子修行 比如说 山无道君 拜师之前 就是八戒境大能 拜师之后 修行至今 依旧只是普通八戒境层次 孟川内观元神世界 在自己的元神世界深处 有一个悬浮的 巨大的黑色圆环 吞噬一切 却又无比之稳定 它已经成为元神世界的 一个重要节点 令元神世界 越加浩瀚和稳定 和时空之环 很相似吗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五集 在黑色圆环出现之后 它便吞噬周围一切力量 圆环本身是无数密纹 凝结形成 圆环的周央 则是扭曲的漩涡 肆意吞噬一切 这等吞噬之威 可比纯粹混动规则 要可怕得多 孟川之前施展万劫混动大阵 也是毫无反抗之力 就被吞袭了进去 黑色圆环释放出的吞噬之力 仅仅影响周围百丈 毕竟是在前原山 孟川也得收敛着 周围百丈 山石完好无损 但是花草树木 尽皆粉碎 被吸入孟川身后的 黑色圆环中 孟川若有所思 一念便收起了天赋 前原山时间略有变化 百丈范围的花草树木 便恢复到了 被吞噬之前的模样 我这天赋 和那大蛇很像 也是吞噬外界一切 并且可以内部大爆发 只是这威力上 比那大蛇要逊上一筹 感觉只有三四成的威力 可能是他肉身试展 或仅仅是原神世界试展 这天赋如此之强 好 也叫时空之环吧 虽然威力逊色许多 但是孟川并不在意 他如果愿意 可以同时多个原神 分身施展 而且傻傻地使用天赋招数 是最蠢笨的 他是捷径修行者 自然会尽量参悟招数 融入到自己的战斗体系中 我得好好参悟这一门天赋 时空之环 他如何形成比单纯 混动更强的吞噬之小的 还有内部大爆炸和开天规则 也很相似 家乡宇宙 幽暗的大殿中 此时万行天帝独自盘袭而坐 得到了血脉第二卷 已经有八十余年了 万行天帝皱眉沉思 上次献祭得到永恒法门血脉第二卷 这段时间他一直全力参悟 甚至借助秘境 保持十倍时间加速 因为他也意识得到 形势无比紧张 百鸟馆主借祖那一派系 以及不少顶尖势力都盯着他 永恒法门修行的确艰难 万行天帝虽然早有所料 可在十倍时间流速之下 苦苦参悟八百余年的收获 还是让他有些失望 这样的修行进度也很正常 永恒存在高高在上 无尽宇宙 无尽时空也就寥寥数位 他们根本就不藏着掖着 甚至主动传下诸多法门 连收图的机缘 都是公开传播的 像三千万阵 早就传遍了无尽时空 像六笔之话 也是公开放在那 但要学会 却很难 据他所知 八截境大能们的真实手命 一般也得过千万年 像龙祖等心灵意志极强的 寿命还要更长久 比他这个不到二十万年的七截境 长太多了 八截境大能 得到永恒法门血脉九卷的 有很多 可是彻底学会 能够对外传播的 却少之又少 万星天地一个半部八截境 能参悟明辈的自然更少了 修行上的举步维艰 令他感觉八截境的道路 越加渺茫 我需要更多的资源 那一地混沌领主的元血 越早得到越好 越早参悟 成八截境希望才更大 此刻夜色降临 江州城依旧人影如之 繁华又没轮没换 同妖族战争已过去千年 作为孟家的居住之地 江州城如今是苍原界最大的城池 此时两道身影飞行在江州城高空 正是杨城和孟幽夫妇夫妇儿人 这么多年了 总算凑极了功劳 只要换得严寿其真 就可以唤醒元儿 帮元儿严寿了 嗯 他也疼爱儿子 但是他觉得 儿子扬元一生足够圆满 虽然止步于封猴神魔 可是近三百年的寿命相比于很多神魔 也算不错了 但是夫人一直无比思念儿子 杨城自然也是尽心尽力 他转化为帝君级特殊生命之后 一直用心积攒功劳 夫妇俩辛辛苦苦 孟幽更是经常去哄父亲孟川开心 被父亲赠予的一些宝物 都用来献给宗派 还得功劳 直到今晚 终于凑足了百万功劳 百万功劳可换得严寿其真 可让凡俗一步登天成为尊者 拥有两千年寿命 他们夫妇俩大半生 都是为了积攒百万功劳 在元出山这么多年 他们夫妇是第一个凑足功劳换严寿其真的 这严寿其真 需要找孟川亲自换取 此时 夫妇二人降落在孟府 一眼就看到了 月下独自饮酒的白发中年男子 孟幽和杨成难掩眼中的激动 独自饮酒的孟川 放下酒杯抬起头 看了他们俩一眼 笑了笑 自己女儿女婿在元出山的功劳 在今晚积累到了百万 他自然知晓 以他为中心 三百八十万亿里的 本源领域范围内 没有什么能瞒得过的 你们夫妻俩 这些年的确辛苦了 一位宗派付出了很多 爹 那严寿其真 这一百万功劳 确定换严寿其真了 孟幽和杨成都点了点头 其实自从成为元神七界境 又有幸前往宇宙之外的前元山 孟川获得宝物的能力 就远远超越了六界境之时 所以他早就有了打算 将来会用更珍贵的奇真 大大提升亲人们的血脉 凭借着强大血脉 亲人们只要随着时间 都能够从容地成为帝君 让亲人们成为帝君 对元神七界境而言 百万方域外元经便已足够 自己能力越大 也可更偏帮亲人们些 像外孙杨元 孟川之前只是六界境 所以更冷酷些 如今实力更加强大 自然没那么严苛 就算是女儿女婿 没有积攒功劳 将来孟川也会出手 为外孙严寿的 至于他们夫妻俩 勤勤恳恳为宗派做贡献 孟川也是很满意的 若是成就八界境 若是成了八界境 苍云界便可成为 高等生命世界 整个苍云界的 时空长河 可独立出宇宙的 时空长河 自己可以令一些生命 超脱于轮回 又或者在苍云界 进行轮回转世 像龙祖 凤凰十足 别说亲人了 甚至让整个族群的 子孙万代 代代都轻易达到 帝君级 个个都拥有 十万年寿命 达泽兼济 整个族群 如龙祖那般 甚至对整个宇宙 都有大贡献 此时 孟川取出一个玉瓶 递给了女儿梦游 谢谢爹 两个人激动地 接过了奋斗多年的 严寿气震 很快便告辞 兴奋地离去 我这个当爹的 是不是对女儿 太严苛了些 但在苍云界 他们已经站在最顶尖 若是太过纵容 就不太好管了 我若是拯救八界境 苍云界整体晋升 整个族群才真正有大益处 齐悦 孟安 孟悠他们 个个都能得到大好处 我如今最紧要的是先掌握时空规则 自从获得那头大蛇的天赋 我也修行了两千余年 时间规则的三大分支 还未曾完全掌握 还差一些 这时间规则 分为过去规则 现在规则和未来规则 这三大规则 都是六界境层次规则 也有些其他的名字 比如说 命运规则 岁月规则等等 孟川很久以前 就掌握极限速度规则 这是现在规则的一部分 参务本源规则 开天规则时 也领悟了部分过去 现在 未来的奥妙 有原先积累 加上如今 时间一脉天赋大增 再以化道密法参务之 孟川 斩杀那头大蛇的仅仅百余年 就悟出了现在规则 斩杀大蛇的千余年 悟出了过去规则 唯有这未来规则 修行的慢了些 斩杀大蛇两千余年了 已经掌握过去和现在 只剩下未来规则了 如今进来也算不错 近期应该能够突破 但悟出三大分支 只是基础 很清楚 当代七杰境 怕都有好几位 彻底掌握了三大分支 像霓虹之主 戒祖 魔眼会主 他们都掌握了三大分支 可是离掌握时空规则 都还差得很远 我修行至今 也有一万两千年了 百鸟馆主 是不足三万年 就掌握时空规则 我得永恒存在机缘 如今就在前原山修行 应该要早一些吧 否则 还谈什么记名弟子呢 孟川对自己的要求 当然得高一些 他觉得 最起码两万年内 得掌握时空规则 孟川看着一旁的湖水 借助龙祖所炼制的 一宝时空令 以孟川如今 时空一脉的天赋和造诣 也能像戒祖那样 溃似时空长河无数区域 只是同时溃探的地方 少了些 同时溃探一万处 就差不多是他的极限了 这还是有一宝时空令的相助 所有诞生过 半步八解境的生命世界 孟川也在监视着 诞生过半步八解境的 中等生命世界 一共也就三千多座 同时监视 对他来讲并不难 监视嘛 也是对自身时空造诣的 极大魔力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六集 然而此时 一座幽暗大殿 悄然来到了一座河域 万星天地正在大殿内 一位黑袍身影 站在一旁 徐白 是 禁忌生物不可离命河太原 在域外虚空 也需要保持在同一座河域内 所以禁忌生物每次的行动 掌握它命河的万星天地 都会来到同一座河域 这也是它遮掩自身位置的原因 蒙叉界 我远了又远 在众多半部八截境的家乡世界中 圆定了你 蒙叉之祖 可是修炼到八截境层次肉身 只是后来杜劫失败了 它获得宝物定是足够的多 像万星白鸟 是属于连肉身法门都没创出 蒙叉之祖 耀眼时甚至有数位八截境降临 在那个时代与它去结交 它的实力也深不可测 只是肚结时 证明了它的肉身依旧存在缺陷 比蒙叉界更强的 只有那些高等生命世界 高等生命世界 有种种庇护手段 独立的时空长河 超脱于轮回 甚至内部形成神庭 八截境大能也会想尽了办法进行庇护 远不是它一个半部八截境 能够溃似的 蒙叉界 以往这一次就能获得 四十亿方玉外元经的宝藏 若是不够 我还要再出手第二次 开始吧 万星天地悄然出手 遮掩了蒙叉界所在的那片时空 在遮掩之后 黑袍身影跟着 便以现身那片时空 化作庞然大物 什么 此刻在苍原界中的梦中 看向了虎活中的层层时空叠影 它监视所有半部八截境的家乡世界 自然一瞬间 发现了蒙叉界的时空被遮掩了 自己无法再进行窥似 坐在那儿的梦川 一道元神分身从体表飞出 瞬间跨越时空 前往蒙叉界那片区域 竹林前 锤吊的戒阻同样注意到了蒙叉界 白眉竖起 眼中满是怒意 同样一道元神分身 直接飞入到了湖泊 观众 蒙叉界为时空遮掩了 无法亏死 这些年同样 时刻不敢松懈负责监视的立即传讯白鸟馆主 白鸟馆主得到传讯 毫不犹豫一迈步 跨越遥远时空 前往到蒙叉界近处 蒙叉界 曾经无比接近高等生命世界 只要蒙叉之祖 只要蒙叉之祖渡劫成功 蒙叉界便可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虽然依旧只是中等生命世界 可是蒙叉之祖留下的修行体系 海量宝物 依旧令蒙叉界强者倍出 如今这个时代蒙叉界算是比较平庸 捷径修行者也有十九位 五捷径都有两位 对于一个中等生命世界 诞生出如此多捷径大能 已经很恐怖了 这就是一位近乎八捷径大能 家乡世界的底蕴 比白鸟馆主万星天地的家乡世界底蕴 都深厚的多 比苍原界那就更别说了 苍原界连修行体系都还未曾完善呢 有一群修行者的身影飞向蒙叉界 蒙叉界达到尊者级的太多了 进出遨游闯荡是很常见的 在周围和系 蒙叉界是绝对的霸主 那是什么 不 在蒙叉界外飞行的十余道身影 看到了出现的庞然大物 这一头七捷径禁忌生物太过庞大了 甚至仅仅看到它 蒙叉界的十余名修行者 都感到脑袋发懵 意识一片空白 领头的那名帝君 勉强残存一丝清醒 以领域裹挟着同伴们欲要逃窜 然而那庞然大物出现的刹那 血盆大口便已经笼罩而下 这名帝君只觉得视野范围内 整个域外虚空都陷入了黑暗 周围一片虚空彻底被吞吃 这片虚空自然也包含了蒙叉界 蒙叉界所有生灵都瞬间灭绝 万星天地在遮掩时空的同时 也同时以英国灭杀蒙叉界在外的一切胜利 消除一切痕迹 或许时空长河各方势力有所猜测 可是万星天地依旧不愿留下实实在在的证据 兴盛许久的蒙叉界 自此在时空长河出名了 一座中等生命世界 没有任何强者庇护抵挡 在七捷径禁忌生物面前 那就是美味佳肴 如果有一名足够强大的六捷径大能 再借助阵法 都能稍微拖延些世界 若是七捷径大能阵守 禁忌生物刚刚进入本源领域的范围内 就会被发现 即便是强攻 七捷径大能借助布置的世界大阵 七捷径巅峰禁忌生物都很难攻得破 更别说 禁忌生物一旦被发现 那可是公敌 立即就会遭到这方时空长河的大能们围攻 可惜啊 蒙叉界被选中 就是因为当代最强的也仅仅是五捷径 根本无法抵抗 这万事万物运转也遵循着规律 有兴起 有衰败 有诞生 有毁灭 想要一直强盛 无法依靠外力 只有靠自身强大 蒙叉界这个时代弱了 宝藏又吸引到万星天地 于是劫难降临了 高等生命世界之所以一直兴盛强大 也是因为自家有一位八捷径大能 八捷径大能真实寿命或许也就过千万年 但是他们能够轻易跨越十亿年 乃至更漫长岁月 蒙叉界所在区域 时空是被隔绝遮掩的 孟川也无法直接抵达蒙叉界处 只能时空穿梭到隔绝时空的最近处 孟川出现在遮掩时空外最近 原神世界满狠地冲破了隔绝的时空屏障 为了避嫌 万星天地是远距离隔绝遮掩时空 自然无法阻挡如今的孟川 若是万星天地它真身抵达 亲自布阵 那么孟川就无法破开了 孟川冲破时空屏地 飞入这片被遮掩的时空时 在另一个方向 借阻同样冲破时空地 遮掩的时空区域内 并未彻底进入时空波动 内部还是能时空穿梭的 这也是为了让那头七捷径进击生物 瞬间穿梭抵达蒙叉界 吞吃后也好立即逃走 然而这时 孟川借祖借助自身本源领域 证实看到了那头七捷径进击生物 那头庞然大物刚将蒙叉界吞下 便感觉周围时空波动 孟川和借祖都是一步便到了他的近处 作为万星天帝的手下 他自然知晓这方宇宙的七捷径大能门的情望 东宁城主也就罢了 新晋云神七捷径对他的威胁不大 万星天帝安排他进行吞吃 也是因为他达到了顶尖七捷径禁忌生物的实力 更容易应对一些变故 吞吃也更快一些 以他的实力自然不惧一个突破没多久的元神七捷径 可是另一个是叫借祖啊 在当代最强元神七捷径的位置上 待了太久了 这借祖很久以前就是元神顶尖七捷径 虽然漫长岁月一直未曾成半步八捷径 可是他的实力是公认的强大 他感觉到意识陷入了一片湖泊 幽深的湖泊拽住他的意识 这是借祖自创的元神秘书 新湖之影 只见这头禁忌生物猛然挣扎 但也只是勉强保持两三分清醒 实力大损 跟着他便惊恐地看向了孟川的方向 孟川和借祖都是第一时间出手 也是最快赶到 赶到的刹那 借祖一念便施展元神秘书 影响那头禁忌生物 孟川也立即施展现如今他最有信心 勤拿禁忌生物的招数 当代的两位元神顶尖七姐镜 来不及任何讨论 却自然完美地配合 孟川站在虚空中 三千颗庞大的幽暗混动 在他身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蛇环 若是隔着万亿里距离观看 的确像是一条贤为之蛇 蛇环中央是无尽的幽暗 吞噬周围时空 万事万物 混动开天大阵 万物归一 孟川这些年啊 以天赋时空之环 和混动开天两大规则 相互印证 参悟修行 自然对时空之环的理解 越来越深 特别是空间规则 早就掌握 时间规则参悟也越来越深 也终于悟出时空之环的本质 融入混动开天规则 创出了混动开天大阵的第五重变化 万物归一 这一重变化 就是要将周围时空封禁 彻底吞噬 论威力 比那头大蛇施展时空之环 还要强上一大劲 此招一出 本就受原神秘术影响的那头庞然大物 更是难以抵抗地 朝那三千混动形成的蛇环中央飞去了 他不是新进原神七节境吗 我怎么无法摆脱 庞然大物受原神秘术影响 实力大死 可他的肉身强横 按理说想要吞噬他 是很难的事 可此刻 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根本无法摆脱 迅速坠向了蛇环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七集 好大的胆子 禁忌生物竟敢来吞吃生命世界 伴随着冰冷的声音 一名老农般的男子 已然抵达这片时空 他伸出一只手 梦川的混动开天大阵 明明令时空封建 可他的一只手依旧穿过虚空 抓向了那头庞然大物 另一道声音响起 一身灰色衣袍的白鸟馆主 同样到了 他现身的刹那 周围时空彻底封锁 再也无法穿梭 无法瞬移 万星天地发现 梦川借祖竟然杀到 交集之下立即赶来 白鸟馆主 也是得到青龙副馆主传讯 才立即赶来 他们俩相对而言 都是比梦川和借祖 略慢了一步 嗯 这白鸟封进了时空 彻底掌控时空规则的 白鸟馆主出手 封进时空之下 万星天地也无法穿梭虚空 此刻距离远处的 七节径禁忌计生物 虽然不算圆 可是时空彻底封进之下 纯粹靠飞行 还是要不少时间的 这些时间 足以梦川借祖 勤拿下那头 七节径禁忌计生物了 万星天地倒是不在乎 这头七节径禁忌计生物的生死 即便是死了 命核将来也能够 重新凝聚出真身 可是他在意的是 七节径禁忌计生物 肚子里的蒙叉界宝藏 这头七节径禁忌计生物的命核 都远远不及这一座宝藏 来得重要 而如今他无法穿梭虚空 眼睁睁看着那头 七节径禁忌计生物 坠向梦川的蛇环打阵深处 万星天地焦急 又没任何办法 此刻形势很恶劣 白鸟馆主封禁时空 令他无法阻止梦川和戒阻 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 另一方面 梦川的实力 远远超出意料的强大 这头七节径禁忌计生物是我用心挑选的 实力近乎顶尖七节径大能 怎么可能被梦川吞袭得无法反抗 梦川才成七节径多久 这一招的威力 它是紧在我和白鸟之下了 万星天地只觉得命运是给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按理说顶尖七节径禁忌生物就算是碰到戒阻这等层次也是能斗上一阵的 哪成想在梦川面前都无法抵挡吞袭 万星天地也是有眼力的 他一眼就判定梦川的混动开天大阵第五重变化的威力 其实单凭对立的本源规则积累再浅薄 梦川在顶尖七节径也能达到平均水准 又得天赋十功之环 将天赋招数彻底破解 融入改进 不知不觉他已经在那位元界首领之上 即便是戒祖 祖巫王 药公主 孟川也丝毫不逊色于他们 虽然孟川的实力让万星天地觉得命运是在开玩笑 可他还是立即做出决定 他透过掌控的命盒 悄然传音下令 将蒙插接宝藏分散扔向四方 最重要的部分扔给我 并且自保真身 通过孟川的阵法 是 万星天地虽然第一次看到孟川施展着吞噬大阵 可是他眼光毒了 能够判定这吞噬大阵是有承受极限的 只要威力超出极限 大阵可能会直接崩溃 白鸟观主却是时刻盯着万星天地 甚至以最快的速度飞过去 尽量靠近万星天地 说来缓慢 实则万星天地是瞬间做出决断 传音下令 只见那头竞技生物猛然嘴巴一张 他的嘴巴非常庞大 这一张嘴大量宝物从他口中喷射开去 呈扇形喷射而去 唯有吞袭他的混动开天大阵方向 没有一件宝物 在全力喷出宝藏的刹那 禁忌生物更是不再抵抗 反而顺着梦川阵法的吞吸 主动冲了过去 梦川也发现禁忌生物冲来 整个身躯蕴含的恐怖力量 一瞬间彻底爆炸开 不用顾及身体承受力 自爆的轰击 绝对代表了这头禁忌生物 最强的能量爆发了 这头庞大的禁忌生物的自爆 令运转的混动开天大阵 瞬间犹如吃撑了一般 运转都尖色了 远处万星天地 期待地看着梦川的阵法 梦川身后 形成咸尾之蛇的三千克混动 微微震颤 却又艰难旋转着 承受住了冲击 虽然在遭到冲击的刹那 阵法威力削弱不少 但仅仅一息时间 阵法又恢复巅峰 继续吞噬四面八方 许多喷射到远处的宝物 又都被吸引朝阵法中坠去 其实 白鸟馆主完全封禁时空 也是令梦川阵法 吞袭的范围大大缺减的 只见 那些宝物离阵法越近 被吞袭得越快 离得越远 吞袭飞行速度 也慢些 阵法没破 万星天地早就主动 朝禁忌生物方向 全力冲去 它化作朦胧的星光残影 可比那些宝物 飞行速度快得多 它追了过去 一边飞过去 一边施展领域招数 欲要遥遥抓住那些宝物 不行 禁忌生物已经自保 你还冲过去做事 白鸟馆主追着万星天地 纠缠着 减慢万星天地的速度 它的领域和万星天地的领域 碰撞着 干扰着万星天地 蒙叉戒一灭 这宝藏可是侮辱之物 谁有本事归谁 白鸟 你是要拖住我 让孟川和戒族 独占了宝物 你不是说了 谁有本事归谁 虽然万星天地嘴上不承认 但是他们心里边都清楚 背后的真凶 就是万星天地了 这一次 蒙叉戒被吞吃时 万星天地又失踪了 如果坦荡荡 何必遮掩了自身的位置呢 白鸟馆主 万星天地 彼此领域碰撞 远远交手 白鸟馆主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缠住它 有些宝物在近处 白鸟馆主也和万星天地抢夺 这一件件宝物落入手中 万星天地却心痛愤怒 因为一旁的白鸟馆主 同样也夺下了近处的一件件宝物 甚至还会主动远距离轰击 将一些离万星天地近的宝物轰远一些 轰得离孟川更近 自然飞向混动开天大阵的速度就更快了 孟川终究离那头禁忌生物最近 自然被自爆影响了一下 但是九成五的宝物犹如星光一般 密密麻麻坠入大阵之中 还有极少数宝物 也是被万星天地白鸟馆主 纠缠着抢了 这一片虚空终于恢复了平静 孟川收了阵法 切祖也飞到他的近处 远处万星天地也停了下来 白鸟馆主也停下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万星 可真是巧啊 这一次禁忌生物吞吃蒙叉戒 你又失踪了 我只是不愿让别人感知我的位置而已 怎么 不行吗 蒙叉戒宝藏 孟川 你一人吞了超过九成 我别撑着 别忘了 蒙叉戒可刚刚被吞吃掉 你是在威胁我 怎么 准备驱使禁忌生物对付苍原界吗 可惜你得驱使混沌领主才行 应该清楚 你这次夺的宝物太多了 宝物多了会惹祸的 驱使禁忌生物吞吃生命世界 你才是惹祸的 他可不怕万星天地啊 再知道万星天地暗中驱使禁忌生物吞吃了 百鱼做生命世界 孟川当时大吃一惊 跟着立即给家乡苍原界布置了重重大阵 以他如今的阵法造诣 配合大阵 万星天地都破不开 更别提 苍原界还有时空运转规则的庇护 捷径修行者们根本就没法攻破 身为元神七捷径 如今的实力便无所畏惧 别说还在突飞猛进的成长中 他岂会怕那万星天地呢 万星天地早就知道孟川将来可能是 不逊色于白鸟馆主的大威胁 可是当他注意到孟川的时候 孟川已经是巅峰六捷径 压不住了 禁忌生物虽然自爆了 但他的命核还会轻松地凝聚出一尊真身 会再度吞吃生命世界的 如果不是你阻拦我 我便能活捉那禁忌生物 控制了他的身身 他的命核就无法顿逃出这一方合域 自然能慢慢找到 放心 我时空感应彻底笼罩整个合域 那命核逃不出去 你就慢慢找吧 如果命核在你的手里 你带着命核离开 我自然找不到 你敢发出誓言确定那命核 不在你手里 又不敢发誓 万星天地冷笑 他也懒得多说 一迈步便已经离去 白鸟馆主知晓 他确定命核就在万星天地手中 掌控命核才能驱使禁忌生物 否则禁忌生物哪会那么听话呢 周围的时空封锁解除 孟川 戒祖 白鸟馆主 汇聚在了一起 上一次公开揭破他 这一次蒙叉戒被吞吃 他依旧失踪 遮掩了自身位置 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只是嘴上不承认罢了 那蒙叉戒宝藏如何安排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八集 唉 蒙叉之祖何等强者 家乡蒙叉戒却落得这部田地 他也曾结交过八截境大能 也没有八截境出手庇护他家乡 当初 八截境结交蒙叉之祖 那是因为蒙叉之祖创出肉身法门 又忘解成八截境 只是最终他杜结失败 八截境们时间宝贵 他们结交那么多生命 总不可能庇护每一个生命的家乡世界吧 外人帮得了一时不可能一世地帮你 我是接近大县 有些担心自己家乡的未来 孟川 那份蒙叉戒宝藏 我是不沾了 我老了 拿了 并无好处 孟川 你觉得能承受 就拿着 怕了 就给我 蒙叉戒宝藏虽然惊人 真不一定有白鸟馆主自身积累的宝物多 因为蒙叉之祖 也是要将大量宝物投入在自身修行上 为了修炼成八截境肉身 为了杜结 代价毋庸置疑的惊人 最后剩下的才会留给家乡 白鸟馆主本就宝物够多 再多一份蒙叉戒宝藏 这也没什么 不怕 他还年轻 而且还在前原山修行 他相信今生获得的宝物 将远超蒙叉戒宝藏 当然有胆色收下 就得有这等胆色 对了 刚才那一战 我看你的实力 丝毫不逊色戒祖前辈 怕是比我还强啊 戒祖看着孟川也觉得震撼 这成长速度也太恐怖了吧 白鸟馆主则是期待地看着孟川 他能看得出来 孟川的真实修行时间已经超过一万两千年 显然成就七捷径之后 应该去了一处时间流速极快的地方 可即便如此 一万两千年就成为当代仅次于白鸟馆主万星天地的存在 这样的速度让白鸟馆主看到了孟川成就八截境的希望 也是运气好得到了一份机缘 没有无缘无故的机缘 前辈们留下机缘也会筛选对象 要求都是无比苛刻的 万星天地之界队蒙叉戒下手 说不定很快再次束手 我们该怎么办 前不久刚对陆天借出手 我们都截破了他 他为了避嫌应该低调些才是 他却反而更加颠狂 对蒙叉截出手 万星虽然贪婪 但过去形势还是很老金俱华的 这有点不太符合他的性子 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这背后竟然是有黑魔石族的诱惑 万星天地也很清楚那是诱惑 但是他甘心咬住诱惑的果实 虽然此时孟川的实力强了许多 但和历史上的那位天王公主相比 还是要略逊一些 毕竟对方一拳就能击败顶尖七截境 他孟川还是要花费些招数的 比天王公主略逊 比半步八截境就差更多了 当代如今唯有百鸟馆主 才能够缠入万星天地 可也仅仅只是纠缠一二 无法阻止 尽快成为半步八截境吧 而且距离下次斩杀七截境混沌生物 也快了 在钱元山每五千年 最多杀一头囚禁的混沌生物 他在钱元山修行也有四千多年 快到下一个五千年了 孟川 借祖 白鸟馆主各回各处 孟川携带宝藏 自然回到苍原界 此时在苍原界 天地大殿前 仅有孟川一人 一件件宝物凭空出现 飞落在天地大殿前的巨大广场上 无数的宝物很快堆积成了一座山 看着堆积成山的宝藏 孟川的领域早就笼罩了每一件宝物 同时鉴定每一件宝物 到了如今的层次 整个时空长河他不认识的宝物很少了 万兴天地驱使那头禁忌生物自爆之前 扔向万兴天地方向的 定是最珍贵的宝物 虽然有馆主族党 九成五都在这 但是估计实际价值应该只是过半 看着眼前这座宝藏之山 价值应该在六亿方左右 不愧是修炼出八截镜六身 开始肚结的存在 留下的宝藏的确惊人 收起这座宝藏山 孟川又放出了大量的宝物 这宝物实在是太多 他也都分批鉴定 一共五批宝物 价值有高有低 孟川鉴定完毕 发现约有三十二亿方左右 虽然有些不认识 但以他的眼力 能够判断大概层次和大概价值 孟川站在那都略有些发梦 他在七捷径大能中 也算是正常水准了 不谈苍原祖师的宝藏 他自身的宝物加起来也有数千万方 可是这次 三十二个亿呀 难怪万兴天地那般贪婪 管主倒是大忌 按理说 白鸟管主纠缠住万兴天地 刚才那一战 他才是主力呀 所以当时孟川主动问如何分配宝藏 可是管主呢 根本就不在意 孟川回来盘算清楚 才有些震撼 毕竟从来就没有这么富有过 文处啊 蒙扎之足肉身洁净修行 耗费肯定很大 最后剩下的宝藏还这么多 我将来获得的宝物 定能更多 孟川让自己冷静下来 实在是如此庞大的财富 论个人 可以让自己长期服用天地 其真修行突飞猛进 论家乡世界 大量资源栽培之下 苍原界族人们 也能够突飞猛进 成尊者 成帝君 成捷径的 每代都能十倍 乃至数十倍的暴增 孟川出了天地大殿 飞行在苍原界高空 俯瞰着广袤的世界 苍原界繁华无比 世界尽头 也在不断地扩展变大 32亿方 是得好好思量如何安排 10亿方 足够了 10亿方用在我身上 令修行路定加顺畅 成八界境的希望大胜些 我若是成就八界境 这方宇宙将多一座 高等生命世界了 苍原界 才真正兴盛无尽岁月 孟川 速来星云宫 透过星云宫 传来了一则消息 孟川有些惊讶 当即一念遥遥感应星云宫 降临星云宫 凝聚一尊化身 去见白鸟馆主了 而此时 白鸟馆主 戒祖 孟川 青龙副馆主 赤阳副馆主 影魔之主 都聚集在此 就在刚才 万兴天帝传告各方势力 说是七杰境禁忌生物 吞吃蒙叉戒 他万兴前去捉拿禁忌生物 遭到我的阻拦 孟川和戒祖出手杀了禁忌生物 蒙叉戒宝藏超过九成 都落在了孟川手里 哼 无耻之徒 孟川倒是微微皱眉 他倒是不惧 他是元神顶尖七杰境 论实力 还比元界首领更强一些 他活着 这方时空长河 没谁能够威胁的 我有个想法 我们将之前经历的那一战 的记忆场景 留存下来 传给六方天以外的 所有七杰境 半部七杰境 那一战的记忆场景 他们这一层次的战斗场景 是没法伪造的 因为记忆 可以完整重现战斗的过程 孟川施展的 混动开天大阵玄妙 禁忌生物竭力喷出 所有宝藏蕴含的玄妙 还有万星天地和白鸟馆主 一次次交手的场景 交手的场景 可都是时空规则层次的奥妙 短时间之内 谁都无法参悟透他人的手段 比如说万星天地吧 短时间之内 也参悟不出 混动开天大阵 所以没法伪造 更别提 白鸟馆主的瘸瘀了 我们三人的记忆场景 是从各自角度的观看场景 孟川戒祖 是最先抵达 蒙叉节进出的 那些七杰境大能们 也都感应到 你们前往蒙叉节进出 那时我还远在其他合域 万星却一直遮掩自身位置 他是唯一有嫌疑的 而且他也一直不愿发出誓言 另外 战斗场景中 孟川的实力也足以震视各方 顺便提醒各方 万星天地的胃口越来越大 恐怕很快就有下次 若是不加阻止 当代七杰境们老去死去 自己的家乡世界 也可能被吞吃 到了这份上 消息尽量扩大吧 所有高等生命世界势力 都通知一遍 广撒网 看是否有八杰境大能 在这时代租行 准守灭了那万星 在场一个个议论纷纷 很快将方案完善 当天也将包含战斗场景的情报 传送时空长河的各方势力 这各方势力 一些当代较弱的 高等生命世界势力 也惊讶地收到了 白鸟馆主传来的情报 要知道 这些高等生命世界 如果当代没期接近 一般都会比较低调 不掺和时空长河纷争 这份情报 已让各方势力 注意到了孟川 孟川施展阵法时 三千颗黑暗混动 足以震慑各方 这些混动形成的 咸尾之蛇 让许多高等生命世界势力 都有些吃惊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四十九集 高等生命世界 星空界 云层之上 有连绵的灰红神殿 星空界的众多神灵 便是长居于此 此刻 一座巍峨大殿内 众神们享受着 美味的食物酒水 陛下 狱外虚空第一势力 白鸟馆 传来的这份情报 我们如何应对 如何应对 如今这时代 出了一个魔头罢了 这种事 我们不是看过很多吗 无需管他 我等见识过的魔头 比万星滇滇 可怕十倍百倍的都有 还记得五亿多年前 有外来巴结晶大能 悄然潜入 暗中引导当时的七结晶们 莫清我们宇宙的底细后呢 更掀起一场大浩劫 那位巴结晶大能 可是连续毁掉了三座 没有巴结晶的高等生命世界 掠夺异空 龙祖亲自降临出手 对方啊 依旧逃之遥遥 巴结晶跳出时间线 在停止的某个时间点动手 那三座高等生命世界的生灵们 都没有任何痛苦 也没有任何知觉 就全部死去 那个时代的七结晶们 亦无所知 还是他动手的 第四座高等生命世界 有一位巴结晶大能 受老友所拓 在庇护 方才阻止了他 惊动了龙祖他们 这些神灵们唏嘘不已 跳出时间线动手 这太可怕了 他们想要求援都做不到 所以一座高等生命世界 若是背后的巴结晶死去 那么请其他巴结晶安排一尊真身 长期镇守 比如镇守一万年 巴结晶的一万年 时间流速近乎停滞 外界可能过去十亿年 乃至更久 又比如一些强大的异宝 加固高等生命世界 令破坏难度提升 如今域外暗流汹涌 表面上看 是万星天地气焰嚣张 掠夺了众多生命世界 可他掠夺那么多宝物 终究是要和巴结晶进行交易的 他背后定有一位巴结晶存在 下方众人都肃然点头 他们不太瞧得上当代的七结晶们 因为他们这些神灵们一次沉睡 可能就是数十万年 醒来当代的七结晶们都老死了 可是他们都无比敬畏巴结晶 巴结晶以时空为根基 参悟掌握种种手段 连宇宙的时空运转规则 都能够逐渐破解 手段越加莫测 整个宇宙的真正命运 就是那些偶尔才现身的巴结晶们 真正决定的 对 万星天地抢那么多宝物 也难以利用 必须和巴结晶交易 才能够换取所需 牵扯到巴结晶 更不可打扰始祖 惊扰到始祖 星空界的始祖乃是巴结晶大能 也是整个星空界的真正考山 始祖活着 星空界便可一直兴盛荣耀 始祖若是陨落 星空界可就劫难重重了 他们这些神灵们 不愿为自家始祖惹来麻烦 并且始祖也有严令 唯有少数重要之事 才可唤醒始祖 不过 如今这时代 可真是难得 除了万星和白鸟 如今这个东宁 修行速度更为惊人 成七节径没多久 实力竟然超越 寻常顶尖七节径 这时代 说不定要三位半步八节径并存了 三位半步八节径并存一时代 的确少有啊 数十万年后 他们怕都消失在时空长河中了 哪有我等这般自在 超脱轮回 与天同兽 殿厅内众神灵们也笑了 单凭寿命这一点 他们足以傲视 狱外的七节径们 他们原本也只是些六节径 五节径 乃至更弱小的生命 可是家乡生命世界 一旦升格到高等生命世界 将自身历史的时空长河 独立出来之后 便可自成轮回 八节径大能 作为高等生命世界之主 可以将家乡世界历史上 曾经诞生过的任何一个生灵 从时空长河中捞出 和高等生命世界融为一体 成为高等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高等生命世界不灭 他们便永生不死 所以与天同兽 并非是虚言 当然了 缺点也有 他们成为高等生命世界的一部分 也永生无法跨出 家乡世界一步 并且漫长的寿命 他们的心灵意志无法承受 也会逐渐扭曲崩溃 性格大变 这也很正常 所以众神们也经常沉睡 好减轻对心灵意志的负担 甚至到了最后 不得不选择投胎转世 希望新的一生 鲜活的生命 重新铸就他们强大的心灵意志 不管怎么样 神位有限 高等生命世界的每一个神灵位置 都是让家乡修行者们追逐的 这是那些低等生命世界 中等生命世界修行者们 想都没法想的 强如万星天地 百鸟馆主 也是寿命大线到了 那就得死 果真不出我所料 当初看他的未来线 近乎一半都至少是半步八截进 我就觉得不正常 六截进时呢 未来应该有很多种可能 那时候他就约一半 至少是半步八截进 显然有很强的内在原因 拦都拦不住 现在我是没法看他未来了 但从修行速度来看 是真恐怖呀 万星天地为了称八截进 欲加四无忌惮 他修行所需 也得和八截进大能换取 他背后有一位八截进 白鸟还寄希望于这方 时空长河 有急功好义的八截进现身 可能性很低呀 八截进们大多严禁打扰 除非有了不得的大事 那些徒子徒孙们 更不会轻易打扰他们的始祖 这个东宁怎么这么强啊 一座寒冰宫殿内 雪红公主看着情报 却很平静 她曾得大机缘 结交到八截进大能 得对方一承诺 这个承诺 雪红公主看得很重 是他此生修行的最关键的机会 他可不会用来对付万兴天地 万兴天地会越将肆无忌惮 到了最疯狂之时 就会触碰到某位八截进的底线 就是他生死之时 华圣山山壁之前 孟川站在那儿 道君 道君 山武道君并未给我召唤他的风法 不想让我打扰他吧 山武道君之前送我去千元山 那是永恒存在给的任务 只要有炼成六笔符印密法的 岂可得此机缘 但是之后 山武道君可没有任何义务再来帮我了 毕竟我虽然得到机缘 可还得渡劫成为元神八截警 才能够败在永恒存在门下呀 消息传开 各方势力心知肚明 驱使禁忌生物吞吃生命世界的就是万星天地 可随着时间流逝 却没有任何八截警降临去对付万星天地 是我太奢望了 希望某位八截警降临 可显然估计 都没谁将消息上柄给八截警 我早就应该明白 这条路上 求人不如求己 白鸟馆主很清楚 他重伤在身 论拖延寿命 他拖不过万星天地 一旦他死去 他这么多年和万星天地结怨 万星天地一定会对他家乡世界下手的 此时 白鸟馆主的手中出现了一块银色令牌 他低头看着这块普普通通的令牌 我原神重伤 才换来八截警的一个承诺 今日便用这承诺 杀掉万星吧 跟着他不再犹豫 激发了这块令牌 在白鸟馆主激发令牌的这一刹那 在高等生命世界虞山界 虞山界的凡俗界 一座庙宇内 一位高大男子斜靠在一个木椅上 单手拖着下巴 似在甲妹 他眼眸狭长 眉心更有闭着的一只树眼 即便随意在那假妹 却比庙宇内的神像要有威严的多 甚至整个庙宇都从虞山界隔离开局 虞山界的众生 包括帝君众神们都无法看到这里 此刻高大男子忽然睁开了眼睛 眉心树眼同样睁开 在这一刹那便看到了虞山界之外 看到了遥远处握着令牌的白鸟馆主 在高大男子的目光中 白鸟馆主身上的时间线连接着过去和未来 白鸟馆主近期所经历的一切 他都看在眼里 这小白鸟的性子还是太仁慈了些 高大男子起身 一脉步已经离开虞山界 庙宇木椅上依旧留下了一尊化身 白鸟馆主激发令牌之后 就在那默默地等待 忽然他看到了一位高大的男子出现了 他站在那宛如无尽的时空 带来极强的压迫感 白鸟馆主微微躬身 虞山界始祖赤宁真君 也是这方时空长河威名赫赫的存在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 关于他的记载越来越少了 欢迎收听 沧原图 第六百五十集 因为伊老弟你原神才重伤 伊老弟终究不是我们这方时空长河 他离开之前摆脱过我 我也会帮你一次 你这次召唤我 需要我做什么 建军 我希望你出手 杀了万星天地 其实 你不管他 他也威胁不了你 他若是不节制 终究会自寻死路 你却为了对付他 将唯一一次请我出手的机会 用掉 麻烦真君了 也罢 便如你所愿 此时在幽暗的大殿中 万星天地正在参悟永恒法门血脉的第二卷 忽然他有所察觉的抬眼看去 一只晶莹的巨大手掌 穿过了时空 穿过了万星天地洞府的一切阻碍 所过之处 一切都粉碎 已然伸到了这座大殿殿门之内 万星天地惊恐万分 他无比确定能够瞬间破坏他洞府所有阵法的 必定是八界境存在 万星天地喊着 同时 一颗颗微小的清晨从体表浮现 数万星尘环绕左右 自然形成一座小型的宇宙星空 彻底和外界隔绝 那只手掌没有任何犹豫 已然触碰在星尘阵法上 一次碰撞 形成小型宇宙星空的阵法 便支离破坏 紧跟着 那一手掌再一身 便已然另一方时空彻底落入了掌心 万星天地也落入那掌心中 抬头看去 看到五根宛如天柱的手指 也看到了无尽微讹的男子面容 立即认出 这位男子正是赤宁真君 以万星天地的身份 也仅仅知晓 这方时空长河历史上 少部分八界境的秦王 赤宁真君便是其中之一 万星天地立即求饶他 他卑微得很 在当代强势无敌的万星天地 在八界境大能面前 却根本不在乎脸面 万星天地很清楚 两招就抓住他 到底意味着什么 他也是掌握时空规则的半部八界境 在八界境面前 抵挡个三五招被活捉 那也很正常 可是赤宁真君仅仅伸出一只手 两招便抓住他 若是动用强大的秘宝 他怕是一招都扛不住 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小白鸟 你看 万星天地看到了那威鹅的赤宁真君和身旁另一道身影说话 他看清了 另一道身影正是白鸟馆主 白鸟馆主此刻也俯瞰着手掌中那微小的身影 是白鸟馆主 他怎么会请得动使宁神君 白鸟兄 白鸟兄 我知错了 白鸟兄 我以后绝不再驱使禁忌生物 吞吃生命世界了 白鸟兄 白鸟兄 再给我个机会 再给我个机会 现在活捉他的域外真身 便只剩下他的家乡真身了 走 去他的家乡世界 赤宁真君带着白鸟馆主 已燃在一座中等生命世界之外 之所以活捉 也是避免生出波折 毕竟 捏死一尊域外真身 反而令家乡的真身 可以再分化出一尊真身来 真君饶命 真君饶命 白鸟兄 饶过我这一次 需要我做什么 尽管说 尽管说 万星天地的家乡世界 生命世界都是有时空运转规则所庇护 金济生物天生能吞吃 他们吞吃生命世界靠的是天赋 而巴结镜想要打破时空运转规则的庇护 需要的是参悟这等庇护奥妙 脱解他 我听闻无尽时空的一切现象 即便在匪备所思 也都是可以参悟破解的 对 对 把结境道路若是修行到极致 便是宇宙都能开辟创造 在赤宁真君的目光中 无数规则线交缠庇护着这座中等生命世界 他没想过毁掉一座生命世界 那是大英国 毕竟这方时空长河养育了赤宁真君 他欠这方时空长河的 他是准备穿透世界魔壁 伸进去抓住万星天地即可 这座中等生命世界依旧可以恢复完好无损 破世界魔壁很轻松 但是首先得破解规则的庇护 中等生命世界的庇护 繁杂了些 赤宁真君光看着 即便是混沌生物 也得是七结境混沌生物 才能吞吃中等生命世界 他们懂得吃 却不懂为何能吃掉 赤宁真君之前修行的岁月 早就观察过生命世界的规则庇护 如今略一观看 他便伸出了手 只见那晶莹的巨大手掌 哗了一下便落在了世界魔壁上 巨大手掌看似在触碰世界魔壁 实际上是在破解规则的庇护 无数规则线交缠 看似繁杂 但赤宁真君胸有成竹 可正当它破解时 却有黑物在世界魔壁表层浮现 并且一缕缕规则线和时空运转规则的庇护 融合在一起 赤宁真君这下惊讶 这座暗藏的黑物阵法 也只是巴结晶大能层次的阵法 万星天帝主持 按理说也拦不住赤宁真君 可是这座阵法 并非是直接阻挡敌人 而是阵法融入到 时空运转规则的庇护中 令庇护规则繁杂程度 大幅度提升 好厉害的手段 不知的阵法玄妙 竟然能完美和规则庇护融为一体 代表阵法的创造者 彻底悟透了庇护规则 即便是他 有把握破解庇护规则 也只是参悟了六七成 找到了庇护规则的破绽而已 离完全雾透 还差不少呢 赤宁真君看着 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邪恶罪孽的气息 令赤宁真君 瞬间确定阵法的创造者 赤宁真君微微皱眉 他也挺厌恶那位黑魔士族 但是必须得承认 黑魔士族的强大 这方时空长和历史之上 仅次于龙族 能够位列顶尖八节径的 只有五位 黑魔士族就是其中之一 他霍乱四方 在宇宙之外 也掀起了许多风波 但是他依旧活得好好的 赤宁真君虽然呈八节径多年 甚至自信 此生是有把握跨入顶尖八节径的 但是现如今 他距离黑魔士族还差得远呢 家乡世界 万星天地的家乡真身 目光透过世界魔壁紧张地看着外界 万星天地忐忑而畏惧 作为半步八节径 越加清楚和真正八节径大能的差距 万星天地如今只能如此期盼 在第一次给黑魔士族献祭时 黑魔士族希望这么好的工具活得久一些 传授了一些保命的手段 其中就有这么一座八节径阵法 一座八节径阵法 价值数十万方 不值一提 但这是黑魔士族所创 就是为了让阵法玄妙 融入庇护规则 令庇护规则复杂程度提升的 或许遇到龙祖黑魔士族这一层次存在 复杂程度提升的庇护规则依旧没用 但是足以挡住大多数八节径了 黑魔士族懒得浪费时间帮万星天地 但是随手赐下保命手段 还是乐意的 万星天地看着那一只大手收了回去 不由得心头一袭 那一只巨大手掌再度伸过来 触摸在世界魔壁上 这让万星天地又紧张了起来 许久那只大手也未曾撕裂世界魔壁 这让万星天地松了一大口气 世界魔壁之外 白鸟馆主站在赤宁真君身旁看着 看着赤宁真君伸出一只大手 触碰着世界魔壁 赤宁真君皱眉思索着 白鸟 万星天地的背后是黑魔师族 黑魔师族 创造黑魔殿的那位 我倒是不惧他 但必须承认他的境界在我之上 只是借助一座八节径阵法融入庇护规则 灵壁护规则繁杂许多 我都无法破解 那就没法杀万星天地了 他躲在家乡世界的真身 我没法杀 赤宁真君点头承认 虽然隔着世界可以借助因果降下攻击 可是万星天地终究也只是半步八节径 借助因果降下的攻击威力大减 是杀不了一位半步八节径的 有些八节径大能 比如说黑魔师族 又比如说元神八节径 是有法子借助一具真身污染对方所有真身 可是赤宁真君更擅长正面撥杀 污染渗透的招数他并不擅长 污染渗透的招数虽然防不胜防 可是威力也要弱上许多 像白鸟馆主重伤缠身 依旧能够活很久 像那位元神六节径独谋大师 有家乡世界庇护 被梦魇殿主以纯城之宝梦魇殿出手 梦魇之力渗透独谋大师的元神 独谋大师依旧还活着 有家乡世界庇护 要杀一位半步八节径 的确是挺难的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五十一集 撕开世界魔壁杀他最容易 若是破不开庇护规则就很难了 如今已经活捉了他一阵身 将这一阵身封禁了 他的家乡阵身也不敢出来 这样一来也无法威胁外界了 只能如此了 最好让他立下誓言更为妥当 毕竟家乡真身真的冒险出来 一样可能掀起风浪 他们俩的谈话 万星天地自然丝毫不知 士宁真君看向另一手掌心 看着掌心中微小的万星天地 万星 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若是你立誓 以后绝不驱使禁忌生物 吞吃生命世界 我便饶过你这一次 啊 是 掌心中那微小的万星天地仰头看着 看着那巍峨身影 却已然定下心神 这么长的时间 赤宁真君都没有破开世界魔壁 甚至主动找他谈判 正让万星天地明白 赤宁真君破不开世界魔壁 既然破不开世界魔壁 他岂会立誓呢 刚才面临死亡威胁 他愿意立誓 可是死一时比一时啊 如今活命无忧 他自然想法变了 甚至 我也是为黑魔石祖做事 还请谅解 万星天地微微躬身 身体却已然崩溃 烟灭 白鸟观主惊恶地看着崩溃 烟灭的万星天地这一句真身 在我的掌心竟能自毁分身 黑魔石祖传他血脉秘术 看来 传授了好些保命手段呢 白鸟 破不开庇护规则 我杀不了万星 不过 有另一个方法 却需要你付出许多 真君请说 我会在这座生命世界周围 亲手布置大针 彻底困住这座生命世界 令这座生命世界和宇宙完全隔离 万星天地休想出来 它出不来 自然无法维护 可唯一的缺陷 就是如此一座大镇 需要掌握时空规则的修行者主持 等待 仅有你何事 永远困住他 封禁他这座生命世界 令他无法出来一步 看着他 封禁他的代价 就是你也长期在此守着 你可愿意 我若是主持阵法 会有八截境大能破阵救他吗 阵法蕴含我的意志 若有八截境大能降临 一看大镇便明白一切 除非是和我为敌 否则不会救他的 如今唯一的问题 你是否愿意镇守大镇 我重伤之身 能镇压万兴天地 还是赚了他 家乡世界内 万兴天地站在一座高山之巅 目光透过世界魔壁 光看着外界 我躲在家乡的世界内 士宁真君迫不开庇护规则 也杀不了我 八截境大能的时间 可比我的时间宝贵多了 不可能一直盯着我 等士宁真君离去 我就可以派出一尊玉外深深 出去再次动手 只可惜 这次玉外深深死去 那一份命盒也落到了士宁真君手里 嗯 赤宁真君在做什么 透过世界魔笔 能够看到赤宁真君洒下一道道流光 那流光分散在这座生命世界的周围 万星天地看出来了 赤宁真君在布置一座固定大阵 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不敢出去 片刻之后 这座浩瀚阵法运转 自然凝练出一条条锁链 锁链浮现在生命世界魔壁表面 仿佛是生命世界魔壁的一部分 近万道锁链 彻底封锁整个生命世界 令他和外界彻底隔绝 万星天地只感觉 目光无法透过世界魔壁了 也无法感应外界 甚至和星云宫的感应都隔绝了 啊 我 我怎么感应不到外界了 我掌握时空规则 难道都无法感应外界 万星天地抬头盯着上方仓球魔壁 看着魔壁上浮现了巨大锁链 他观察着锁链中蕴含的玄妙 万星天地有些急了 他知道高等生命世界有类似阵法 和外界完全隔绝 不到八截境都无法找到那些高等生命世界 但他也同样清楚 那等阵法代价非常的大 所以八截境大能一般也只是为家乡世界布置一座 怎么可能仅仅为了囚禁他就布置如此大阵呢 白牛 是你在主持大阵 哼 你不说我也猜得出 这地隔绝时空的大阵非常罕见 但那些高等生命世界的神灵 有的最强只是六阶境 也有最强是七阶境的 他们根本无法完美运转那等大阵 都是阵法汲取外界力量 长期自然运转 这所大阵 并非自然运转 而是你这个半步八截境熟识 所以是宁身君短时间能固执大阵 但你一味半步八截境 就身们一直和我耗下去 你也是肉身截境 你仅有一尊玉外身身 你和我耗在这 修行路就毁掉大半了 值得吗 值得 我知道 你这次请赤宁真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说吧 什么条件 你才愿意放我出去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谈一个让你满意的条件 这样 你也不用耽误修行 真君刚才说了 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放弃了 现在你就待在你家乡世界 永远必想出了 哎 鸟 你疯了 你这是毁自己的修行路 我可以立誓 不对你这一方修行者的家乡世界动手 甚至我可以立誓 我可以立誓 最多再吞吃三座生命世界 到时候我可以分你三十一方 到了这时候 还没放弃吞吃生命世界 真不愧是万星 到了这么多年 他早就知道万星的性子 所以他愿意付出代价镇压 如果放任下去 比如再过数万年 寿命所剩越来越少 万星天地的疯狂程度 还会急剧提升 如今吞吃这些生命世界 还是万星比较收敛的结果 站在虚空中 白鸟馆主看向周围 此时赤宁真君已然离去 只剩他在此 白鸟馆主一挥手 便有一座修行洞府 出现在了虚空当中 并且周围万亿里虚空 彻底被遮掩 半个时辰之后 孟川 戒祖 影魔之主 赤阳副馆主 青龙副馆主 都来到了万星天地家乡世界旁 孟川和戒祖等一个个汇聚在一起 有些惊讶地看着周围 远处虚空荡漾 显现出一座洞府 洞府前 一席灰色衣袍的白鸟馆主 正在等待他们 万星天地的家乡世界 消失了 馆主 发生什么事了 万星天地的家乡世界呢 万星天地我也感应不到了 他死了 没有 白鸟馆主带着孟川他们进入洞府 在院落中分而坐下 虽然面前有美食美酒 但是孟川他们却没有心思喝酒 都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请八级静大能赤宁真君出手 杀万星 只是万星天地的背后 竟然是黑魔始祖 黑魔始祖赐予了他保命之法 便是赤宁真君 受黑魔始祖赐法影响 也无法破开生命世界魔壁 杀到万星的家乡真身 什么 孟川他们几个都有些震撼了 竟然牵扯到两位八级静大能 白鸟馆主一扶手 孟川他们的目光越过越落 看到外界虚空出现了一座 庞大的生命世界 密密麻麻 近万条锁链 缠绕在生命世界上 万星的家乡世界就在这儿 赤宁真君布置阵法 彻底封禁隔绝这座生命世界 万星天地 永远困在家乡世界内 无法出家乡世界一步 永远无法出来 那就没法祸害外界了 不不来 他的修行路都要毁掉大半 这座阵法 能困住一位半步八截境 这阵法需要掌握 时空规则的修行者才能住持 否则困不住万星 孟川 影魔之主 戒祖 青龙副馆主 赤阳副馆主 个个震惊看着白鸟馆主 他们都听明白了 当代 除了万星 仅有白鸟馆主 掌握时空规则 也就是说 白鸟馆主 需要一直在这儿 主持阵法 无法离开半步 这对修行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以后 永远无法离开这儿 想要困住万星 哪有没代价的 可我早就伤势在身 只剩下五六万年寿命 无法一直困住万星 伤势在身 未查遍我龙族的记载 管主的伤势乃是 元神八级经造成 很难治好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五十二集 可外里只有两种办法 一是传说中的 永恒存在出手 永恒存在无所不能 疗伤自然轻而易去 二是 请一位元神八级经出手 同样是元神八级经 驱逐另一位元神八级经 残留在我元神中的 一种之力 还是能做到的 找不到元神八级经吗 管主都能请 赤宁真君出手了 或许 想想办法 能够联系到 一位元神八级经啊 东宁 宇宙之外浩瀚无尽 一座宇宙和另一座宇宙 距离非常遥远 就算是八级经 哪能赶路 都要耗费很长时间 加上八级经们 各有各的修行计划 我为一次沉睡 就跨越十亿年 乃至更久 一位八级经 想要碰到另一位八级经 都非常难 想要找到元神八级经 就更难了 即便找到 元神八级经 也不会愿意耗费 漫长时间赶来我们宇宙 是被给管主疗伤的 最现实的方法 是寻找本宇宙的元神八级经 然而囚禁八级经本就艰难 囚禁本宇宙的元神八级经 我们都没办法 我们这方宇宙诞生的元神八级经 寻寻求见元神八级经的难度 比求见 肉身八级经 要难百倍不止 肉身八级经 终究有数十位 虽然大多沉积 可终究有一些 是比较活跃的 比如 关心家乡宇宙的龙族 黑魔士族 魔山主任等几位 都是经常现身的 元神八截境 都没一个经常现身的 白鸟观主不是没想过办法 但诸多方法都没用 想要见元神八截境一面 这实在是太难了 万星虽然比我修行岁月略长些 但他没有伤势影响 五六万年后 我因伤死去 若是没有半步八截境主持阵法 万星就会脱魂而出 一旦出来 寿命只剩下数万年的万星 一定会更加疯狂 造成的危害 怕是比现在要可怕得多 孟川 看你了 在我死前成半步八截境 来替我镇守这座大阵 孟川点了点头 他很尊重管主 而且管主为了解决万星天地 这一大祸患 付出太多了 请八截境大能 赤宁真君出手 代价可想而知 唯一的域外真身 将一直镇守在这儿 毁掉了自己的大半修行路 这代价更大 相信管主只要稍微手软些 万星天地肯定会分给 白鸟管主大量的好处 并且承诺 不会对白鸟管主的势力动手 这方时空长河 很多高等生命世界 还有那位桃山主人 都是作弊上官 但白鸟管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镇压了万星天地 不知道多少生命世界的生灵 被拯救啊 我一定会全力修行 尽早来接替管主 只可恨 龙族承诺过桃山主人 愿意帮他三次 可我们怎么卷说 桃山主人都拒绝帮忙 不怪的 龙族的承诺 当代皆知 谁也不愿意和桃山主人为敌 万星天地自然早就想方设法 结交桃山主人 因过情义纠缠 桃山主人自然不会对 万星天地出手 不拘长远 万星也曾尝试拉拢过自己 就算是自己 若非早加入白鸟管 站在了对立面 怕也会和万星 有些因果纠缠 结交桃山主人 万星天地 肯定花费更多的心思 毕竟 桃山主人拥有的龙族承诺 威胁到了万星的计划 在一座幽暗的静室内 万星天地 盘膝而坐 眼神幽冷 颇为憋屈和不甘 他给了白鸟管主 诸多条件 但都没有用 显然 白鸟管主要镇压困死他 虽然他能看到未来线 知道白鸟管主和他作对 但是八截竞大能 跳出时空场合 是他无法推算的 他也没想到 白鸟管主 能够请出 赤宁真君对付他 白鸟真是疯了 宁愿一尊玉外 神神长期和我耗着 自己修行路毁掉 大半也不在乎 也罢 就当是闭关修行了 我有永恒法门 血脉两卷在手 还有超过十万年的手命 一心潜心修行 并能更强大 而且 我还有两份七截竞命盒 我一共搜集到八份七截竞命盒 原先吞噬了五份 剩下了三份 一份到了 是宁真君手中 就剩这两份了 如今只管清理一搏 把最后两份命盒也吞噬掉 能增加些天赋 如果仅仅只是为了驱使 禁忌生物吞噬生命世界 有个一两头就足够了 但是 万兴天帝先后搜集了八份七截竞命盒 他搜集到一份七截竞命盒之后 仔细的参悟琢磨 不尽时空 一切现象 皆有其本质奥妙 万兴天帝毕竟是掌握了时间空间这两大基石 仔细琢磨下 让他真的琢磨出一些玄妙来 后来 献祭得到的血脉第一卷参悟所得 令他彻底完善吞噬法门 他的吞噬法门 或许不及摩山主人的吞噬手段 但已经能汲取七截竞进击生物的部分天赋 融入极深 所以 他一直盯着混沌灼合的一头头七截竞进击生物 只是容易捉的他都捉了 剩下的越来越少也越难捕捉 他早就吞吃了五份命盒 只留下三份驱使 这次将最后剩下的两份也吞噬掉 一心想要在修行路上走得更远 只要我变得更强大 甚至都不用读解 只要修炼出八截竞肉身 应该就能彻底轰破这座封禁大人 万星天地抛弃所有幻想 彻底投入到修行中 时间流逝 此时在遥远的前缘山中 孟川正在此修行 他来到前缘山已经六千年了 孟川坐在书桌前 看着绘画的图卷微微皱眉 他不是太满意 画卷立刻恢复空白 时间规则依旧卡在最终的平静前 时间规则的三部分 过去 现在和未来 他自然都已经掌握了 毕竟蒙叉界宝藏能换来大量修行辅助之物 在前缘山斩杀混沌生物所获得机缘 令自己时间一脉天赋大大提升 加上永恒所传的画道秘法 诸多手段结合 三大基础部分掌握还是很容易的 但是三者结合 形成完整的时间规则 却卡住了孟川 这一卡就持续了千年 孟川依旧有无尽困惑 时间规则的确不是那么好参悟的 好了 是时候去斩杀下一头混沌生物了 孟川起身走出了木屋 朝前缘山的囚禁牢狱走去 前缘山囚禁的混沌生物众多 孟川也很想斩杀一头七结镜巅峰混沌生物 可尝试过不少次 每次元神分身都被迫消散 不主动消散就要被混沌生物给吞吃了 不是不想是实力不够啊 牵手师兄给的情报记载 必须得达到半步八结镜 才有望斩杀七结镜巅峰混沌生物 孟川不死心的尝试明白了情报的准确性 虽然自己离掌握完整时空规则只差最后一线 可就是这一线 想要逾越却是无比之艰难 像魔眼会主 离红之主 戒祖等一个个 都是早就掌握了时间规则的基础三部分 它们都是无法融合为完整的时间规则 每一带都有不少七结镜 掌握时间规则基础三部分的也有很多 可是半步八结镜就要少太多了 难点就是这一线 这一线才是成为半步八结镜最大的难关 此时孟川站在空间牢狱中 周围三千柄开天刀刃 巡浮左右 威势影响四方 周围是扭曲的时空迷宫 一头丑陋的庞大混沌生物 正有些惊恐地躲藏着 它的八条短腿粗壮有力 四肢眼睛一眨 便能轻易地构建幻境 论实力 它是和之前那条咸尾大蛇同层次的 可是孟川和当初击杀大蛇时相比 实力明显强了许多 孟川随心所欲地施展着阵法 一次次破解这头混沌生物的诸多招数 混沌生物施展的幻境 作为原神七节镜 孟川本就擅长幻境 参悟三千幻阵 令他这方面的造诣 比这头靠天赋的混沌生物更强 正面薄杀 更是轻易地碾压对方 除了岁月轮回 你似乎也没有理害超数了 孟川见这头混沌生物 如今吓得只会逃后 微微摇了摇头 一个念头 三千开天刀 形成了一条刀光组成的链子 朝四面八方扫了过去 混动开天大阵的第四重变化 如意刀链 这一扫 时空迷宫有如豆腐般 被切割开具 露出了藏匿的混沌生物 他惊慌欲要闪躲 却躲不开这开天刀链 孟川如今的混动开天刀阵 共有六重变化 这第四重变化 相对更可控一些 孟川施展起来 也很轻松 只见刀链锁过 时间流速变化 一切都在刹那间 那头庞大的 有点像蜥蜴模样的混沌生物 已然被切割烟密 丝毫不存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53集 对付七斜镜顶尖混沌生物 轻轻松松 可是面对七斜镜 巅峰混沌生物 我都施展出了最强的 第六重变化 都是处于绝对下风 被随意欺负 也对 即便是半步八斜镜 也只是有望 击杀七斜镜 巅峰混沌生物 现如今的自己 终究没越过那一线 和半步八斜镜 还有差距 历史上再耀眼的 顶尖七斜镜 最多称赞一声 接近半步八斜镜 生物的命核 有着一丝浑浊气息 孟川感受着 伸手碰触命核的刹那 命核便已然 犹如沙粒般 彻底分解 消散在虚空中 命核不带蕴含的神秘力量 却彻底融入了孟川体内 孟川非常熟悉地 离开了这空间牢狱 开始默默等待 融合结束 这次吞噬汲取神秘之力 仅仅半个时辰 便结束了 孟川盘膝坐在 前云山的一处枯黄草地上 仔细地体会着 因为上次蜕变 令自己拥有时间一脉 混沌生物的一些天赋 这次自然变化很少 自己的收获 是对时间的细微控制 更轻松了 就像鸟儿天生会飞 鱼儿天生会游泳 孟川如今能够 更精细地控制时间 时间和空间的结合 孟川都不需要天赋招数 凭借自身感悟 就能够创造出幻境 岁月轮回 与岁月轮回这一招幻境相比 我对时间的细微控制提升 对我修行是有些助力的 至于时间规则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者如何合一 我依旧没什么头绪 总感觉 自己有进步 却又总是无法突破瓶颈 连设想都无法明确 其实在钱元山五千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掌握时间规则的三大基础部分 他又多修炼了一千年 才去斩杀第二头混沌生物 就是希望积累能够更深厚些 希望积累深厚 拥有新的天赋 能有明显的突破 如何合一 过去的延续 便是现在 现在 也是过去的未来 梦川微微摇头 作为时间规则的三部分 三者彼此相互影响 过去和现在 现在和未来 过去和未来 联系太紧密 有着太多的方向 但所有的方向 梦川尝试了 都觉得一头雾水 没有一个有信心的 掌握时间 空间规则 对混沌生物 同样无比艰难 并不是多点天赋 就能突破那一线的 这个时候 埋头修炼 帮助并不大 更需要灵光一闪 需要那么一点点的触动 也罢 我便好好走一走 逛一逛 仔细看看我的家乡宇宙 修行这么多年 家乡宇宙有太多地方 我都没去过 比如 旧结星 我一直想去 一直都没去过呢 八捷径大能 在时间空间方面 走得都很远了 时间和空间 仅仅是他们用来参悟 无尽时空的两大工具 他们留下的遗迹 都蕴含他们修行道路的方向 孟川决定不再苦修 而是行走四方 边看边修炼 所看的地方 自然是八捷径留下的遗迹 虽然前缘山 乃是永恒存在所留 或许正因为是永恒存在所创造 孟川根本就参悟不出什么来 山是山 树是树 花草是花草 普普通通 若是摧毁了 一切又能重新恢复 玄妙内面 孟川难以参悟 反倒是八捷径留下的痕迹 孟川能参悟很多 此时白袍白发的孟川 来到了一座庞大星辰的上空 整个星辰散发着无尽的煞气 煞气之浓郁 五捷径大能只能远观 六捷径大能或许能够靠近些 但也无法降临到星辰表面 孟川俯瞰下方 有些惊叹 从高空看去 星辰表面山脉起伏 河流纵横 自然形成一幅幅画面 九幅画覆盖了整个星辰的表面 以星辰为止 山脉江河为笔画沟勒 肆意作画 只是难掩那兄弟煞气 孟川缓缓地降落下去 九捷径的名气很大 但一直不知道 创作者是谁 是本宇宙的八戒径 还是外来八戒径 游历至此 心有触动绘画而出 一切皆有可能 以孟川的境界 仅仅目测就能判定出 九幅图的先后词续 施展永恒秘法 六笔浮印法 遥遥观之 更能看出九幅图的契机变化 孟川先是降落在了第一幅图 也是那位神秘八戒径 在九截经画出的第一幅图 这幅图有五座大型湖泊 四座沼泽地 大片平原 以及连接在彼此之间的 一条条河流组成 这幅图是九幅图中最普通的 孟川降落在平原中 立即便有契机生腾 凶力煞气冲向孟川 孟川周围有三千颗微小的 黑暗混动悬浮 紧紧庇护周围千里 指手不攻 任由煞气冲击 落入九截途中 便会遭到攻击 但这终究是图画引动的煞气 并非是八截经大能刻意布阵 威力也不算太强 即便是新近的普通七截经 也能抵挡前五幅图 顶尖七截经 更是能够走过所有的旧幅图 孟川看了半个时辰 远在前原山的原神分身 却是参悟了一天多 对第一幅图参悟透彻之后 一迈步走到这幅图的关键节点 这是一座看似普通的区域 仅仅一两里范围 站在这儿 煞气影响便削弱到微乎其微的地步 孟川又飞向第二幅图 孟川在第一幅图停留了半个时辰 第二幅图到第五幅图 一共也只是停留三个时辰 第六幅图 孟川却停留了一个半月 第七幅图 孟川停留了三年 第八幅图 孟川却停留了十年 考虑到前原山三十三倍的时间流速 孟川真实耗费的时间是很惊人的 苍茫的海洋游暗浪潮滚滚 煞气惊天动地 海洋和三千多座岛屿 构成了可怕的第八幅图 这第八幅图仅仅图画蕴含的煞气 顶尖七结境也需要全力以覆地的 孟川不禁感到惊叹 在孟川眼中 这海洋和岛屿都化作了一杆长枪 长枪舞动 宇宙晃荣 孟川在这儿停留了十年 初有所悟便忍不住期待走向第九幅图 第九幅图是九节兴上最高的山脉 巍峨之山 统领江河陆地一切 孟川走进来便感觉到 第九幅图对自己的镇压感 但煞气却散乱不成体系 威胁大简远不如第八幅图的威士 可惜那位八解经大能 是想创造更高境界的枪法 欲要冲击第九次天级的枪法 但显然有所缺陷 多不及第八幅图 前八幅图才是完整的一套枪法 第九幅图是有缺陷的 如果是文字等其他方式传承 孟川虽然能以化道秘法辅助修行 但修行起来还是很吃力的 可若是创造者将感悟彻底融入画作中 孟川反而更容易体会 他对画作更加敏感 九节星的前八幅图蕴含的枪法 在这儿停留了十余年 孟川只是领悟了大概 他定下心留在九节星三十年 才算真正领悟出完整的绝学 孟川脑海中已经有一套完整的枪法 他从图画中彻底提取出枪法 部分招数他还无法完全参悟明白 毕竟他只是个顶尖气接近 好厉害的一套枪法 是我所见过的最霸道 最强的一套绝学 难怪敢试着去创造冲击九节的枪法 这位八戒精大能 或许和龙祖相比也相差不远了呢 孟川见过龙祖等一位为存在开辟宇宙的场景 从九幅图中也领悟了完整的枪法 所以他能大概判定这位神秘八戒精的实力层次 同时也有所猜测 九节星的图画创造者应该不是本宇宙的 因为本宇宙最强的是龙祖 接下来就是魔山主人等五位 没有一个是以枪法而出名的 我虽然是元神奇戒精 但也可以将枪法融入元神世界 融入阵法中啊 孟川颇为欢喜 真没想到在九节星 学到了至今为止威力最强的一门秘法 虽然论珍贵性 永恒秘法六笔福印为最高 但但是辅助法门并非是用来战斗的 这一门枪法 孟川判定是近乎和龙祖开辟宇宙所媲美的 毕竟这些年他也学过不少八戒精密法 没有一个是集得上这门枪法的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五十四集 在九节星待了四十三年 孟川又前往其他八戒精留下的遗迹之地 藏有数千柄剑的炼剑窟 七戒精都可能困在其中出不来的梦魇星 虚空中漂浮的诡异黑山 黑山洞幅 一处处八戒精留下的遗迹 大多数对如今的孟川而言是没有任何危险的 他一处处游历着 参悟着那些八戒精大能的痕迹 虽然没有误出如九节枪法般的厉害绝学 却也有了零零散散不少的感悟 孟川在家乡宇宙各处行走了过百年 看遍了八戒精的遗迹 毕竟这些遗迹太少了 一共也就数十处 也就化作遗迹九节星 孟川耗费时间最久 其他地方相对的时间都要短上不少 因为前原山时间流速是家乡宇宙的33倍 这过百年的游历 孟川实际上参悟修行了3000余年 其中有一小伴是在九节星 此时孟川站在一个巨大手印的上空 回忆这些年的游历 这些年零零散散的参悟 都是寻着那些八戒精闻的足迹 这些不同的足迹 最终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交汇点 时空规则 孟川心中 时间规则也越加清晰 并未琢磨如何融合 仅仅是大量零散的感悟 认知自然就逐渐清晰 孟川明白 如此积累下去 即便没有外在触动 怕是一两万年 也足以彻底掌握时间规则 虽然白鸟观处不足三万年 就成半步八戒精 自己得永恒存在机缘 是应该表现够好 但是孟川也明白一个道理 修行嘛 并不是攀比 更急不来 这所谓 欲速则不达 对了 我这些年 一直想着参悟时间规则 好久都没去摩山了 我现在 不知能否登顶 也不知 那摩山山顶 到底有着什么 孟川想到 一迈步 便前往摩山 在摩山世界 孟川行走在心灵之路上 仰头看着最高的竹风 漫长岁月 一代代修行者更体 然而摩山 却永远不变 山顶浩大的声音 也永恒不灭 沿着心灵之路 一步步前进 每一步都跨出百里 孟川很快便抵达 上一次行走的极致位置 九万八千里处 孟川停留在这 山顶声音 如滚滚奔雷 在原神中回荡 压力极大 看来和上次相比 我心灵意志提升并不多 上次来的时候 就掌握了本源规则 混动规则 自创原神法门 画世界 和上次相比 自己仅仅多掌握了 一门本源规则 开天规则 虽然时间规则 参悟多年 但终究没有突破 心灵意志提升不多 这也在预料中 中秋过去了这么多年 经历了度解考验 多掌握了一门本源规则 我的原神世界 也更加稳定 或许有希望 能够走到山顶 孟川想着 便一步步前进 山顶声音越加浩大 九万九千里 十万里 十万一千里 随着孟川缓慢行走 山顶在视野中 越来越清晰 甚至能够看到山顶 隐约有着金光 看到金光的刹那 孟川直觉的 受到无尽的吸引 生命的本能告诉他 赶紧过去 现如今 山顶声音 对原神的冲击 越来越大 孟川走得 越来越吃力了 但这却并无什么收获 到了他如今 这种境界 想要心灵意志 提升一丝都非常艰难 十万两千里 十万三千里 十万三千五百里 唉 走不动了 此处大约是 十万三千九百里的位置 这就是我现在的极限了 唉 看来我的心灵意志 和借宿前辈 还是有差距啊 借宿前辈 可是早就登顶了呢 孟川倒也有信心 因为这些年 他专注于修行 原神法门方面 没有花费多少心思 只要将开天规则 以及时间规则 三大基础部分 都融入原神法门 继续完善原神法门 相信心灵意志 还能够提升一截 那样定能走到山顶了 因为此刻离山顶 也只剩下最后一段路 仰头看着上方 孟川目测能够确定 距离山顶 还剩下一千一百里 以他的境界 即便受到摩山的压制 一千一百里的距离 也非常近了 孟川的眼睛 都能够清晰地看到山顶 淡淡的光照 罩住了整个山顶 罩子表面 有大量金色字符流动 这些金色字符 散发着淡淡的金光 孟川之前隐约看到了金光 就源自于这些字符 孟川看着那些字符 数十个字符连成一句 字符流动 一句又一句显现着 他们杂乱无章 孟川也分不清 每一句的前后顺序 但至少 能看到一个个完整句子了 字符不认识 但每一句 孟川看了就仿佛一个浩瀚世界 轰入自己的脑海 有了很多的感悟 这些金色字符 同样一句话 不同的修行者看到 都会有不同的感悟 他可以这般理解 也可以那般理解 他就仿佛一切道理的源头 一句话如此玄妙很了不得 山顶流动的字符 每一个句子都如此玄妙 孟川不由的震撼 他隐隐觉得 这些字符 如果能够整合成完整的一篇 怕是超越之前 所见过的任何一门绝学 一句 两句 三句 孟川抬头摇看山顶 看着那些字符句子 看到第五句时 他的心中浮现了诸多感悟 其中有一个感悟 犹如黑暗中的一道光 彻底照亮了孟川困惑的内心 让孟川之前 时间规则一脉的大量积累 顿时有了方向 迅速整合了起来 孟川这一尊原神分身 犹如泡影般消散 在这里 将一直承受山顶声音的影响 他此刻 要排除一切干扰 把握住这一点灵光 在 前原山 山林中 黑袍白发的孟川 盘西坐在 厚厚柔软的枯叶上 他寻着那一点灵光 迅速整合感悟 时间规则的三大基础部分 过去规则 现在规则 未来规则 这三大规则很自然的整合着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逐渐融为一体 就像三种原色 搭配起来 可以形成大量色彩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三种规则 同样可以融合成大量结果 只有一种 是最完美的 那才是真正的世界规则 终于 孟川睁开眼睛 把握到了本质 眼眸有着无尽色彩 他伸手轻轻一握 掌心自然是一个小型的完整时空 空间稳定 时间流速只有外界的百分之一 稳定运转 孟川有些贪婪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生命层次明明没变 但看的角度不同 万事万物在眼中 便有了绚烂十倍百倍的模样 比如远处的一株野花 过去的孟川 能看到野花的最细微的微子 作为植物生命散发的无数波动 对空间的种种影响 还有空间中自然存在的 亿万种粒子线穿过野花 一切都瞒不过孟川 甚至他轻易地看到 野花从过去生长 到未来枯萎的整个时间段 他眼中的野花 是看到完整的生命循环 可是现如今 孟川看到的场景又变了 亿万粒子线 无数波动 对空间的影响 还是一个时间段 这些都太肤浅了 他看到了这些 肤浅表象代表的规则 而这无数繁杂规则 又都源自于 时间和空间 时间和空间 是一切规则的两大基石 孟川能够看到 时间规则和空间规则的影响 形成无数细小规则 无数规则的结合 才外显为这美丽的世界 他看向那山 那树 那花草 那流水 看的是山水树木 可实际上是无数的规则 又看到无数规则 有时间空间 彼此影响形成 这种感觉 太美妙了 没有了困惑 全知 一切事物的本质 仿佛都知道了 孟川遥看到了 前沿山外围 无尽雾气 却又清醒了 那雾气 隐含无尽玄妙 隐含大恐怖 就是一些巴结静感 强闯那都是着死 雾气隐含的玄妙 比那些花草树木 复杂不知道多少倍 雾气 隐含的无尽玄妙 定是源自于 时间和空间 可是 实在是太复杂了 他看不懂 孟川这才清醒 自己离无所不知 还差得远呢 虽然说 无尽时空的一切 都源自于 时间和空间 这两大基石 但越是玄妙之物 越是难以参透 比如肉身巴结静的肉身 永恒秘宝 都是我无法参透的 但至少我今天 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真正把握住了 一切规则的两大基石 时间和空间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55集 在苍原界 天地大殿的隐秘空间内 悬浮的永恒秘宝大印旁 盘膝而坐的孟川 此刻睁开了眼睛 看着前方 一望湖泊般的暗红血液 又抬头 看向悬浮着的 永恒秘宝大印 孟川一眼就看到了 血液微子构成的 无尽玄妙 虽然远不及 前原山周围的 雾气可怕 但也是短时间内 难以参悟明白的 就算是雾透 也不代表能够自创 巴结镜肉身法门 毕竟 真正圆满的肉身 必定是完美契合自己的 必须得自创 有何密 只见孟川一招手 那灰色大印便落入到了手中 灰色大印在孟川的控制之下 微视完全内敛 没有丝毫易散 如果说本源规则 能够勉强催发大印的一丝威力 那么时空规则 足以让大印 真正显露出它的恐怖 孟川能够清晰感应 永恒秘宝的规则 这一规则代表了毁灭 从时间线的不同阶段 空间的不同层面 这个规则 都是摧毁湮灭一切 孟川觉得 自己以时空规则催发 借此都能爆发自身十倍 乃至数十倍的实力 借此或许 我都能和八截精大能斗上一斗 可若是暴露 恐怕一位位八截精大能 都会降临在这一个时间点 在这一时间点苏醒过来 一个个来抢夺永恒秘宝 苍原界可挡不住 一群八截精大能们 正如苍原祖师所说 必须得成为八截精 才能将它带出去 否则便是大祸 对龙族这等 修行到八截精极限的 都能够开辟宇宙了 就是拥有三五件永恒秘宝 也没有谁敢馈资 若是修炼到魔山主人 黑魔士族 这等顶尖八截精层次 永恒存在不出手 它们便很难被斩杀 持有永恒秘宝 这也很正常 普通八截精 持有永恒秘宝 怕都有祸患 比如眼前这一帮血液 代表死去的某位肉身 八截精 或许我得办事在永恒存在 门下之后 才能公开持有永恒秘宝啊 永恒存在弟子 在无尽时空的地位很特殊 像山无道君所说 龙祖他们虽然强横 也是会被永恒存在斩杀的 但永恒存在的弟子 死了 却会被师尊 从过去的时空中捞回来 当然若是老死 就没办法了 那是心灵意志衰败 导致的死亡 即便从过去的时空捞回来 衰败的心灵意志 依旧无法承载自身力量 是没法存活的 永恒存在 也救不了 修行一万六千余年 终于达到半步八截境了 能够如此快 除了自身天赋 外在资源也很重要 比如 旁人只能参悟时空运转规则 自己却是能够参悟 时空运转规则 和永恒秘宝大印规则 这两个同层次的规则 短时间帮助不大 但是漫长时间修炼至今 影响却很深远 另一方面也是前原山机缘 每一个有大成就者都有机缘 万星天地 白鸟馆主 都是有过大机缘的 然而这机缘也只钟爱 有天赋者 否则那些没天赋的 给机缘 也是糟蹋 孟川的目光略过了这座冬天 略过了神女和谕 看到了在遥远的一座和谕 一颗繁华星辰 苍泰星上的一对夫妇 苍泰星是拥有 永恒楼和谕级总部的繁华星辰 更有一位六节径大能坐镇 五节径都有十余位 在这里经营一家藏宝楼的夫妇二人 正是孟安夫妇 孟安如今已经修炼到了四节径 在这座苍泰星 也算是强者阶层了 但也不起眼儿 毕竟有六节径镇守 安儿和他的妻子 狱外真身都定居在这苍泰星了 嗯 如此日子倒也算是安逸 儿子儿媳之前一直在狱外漂泊 定居苍泰星之后便没有再走 似乎喜欢上了那里的生活 苍泰星的确很繁华也很美丽 儿子孟安曾经被苍原祖师鞭持着 丝毫不敢松懈地修行 早期更有一重重残酷考验 如今彻底放松下来 横享受安逸的生活 此时孟川的目光一转 又看到了相隔数十座河域的一处 在一艘船只上有七位捷径齐聚 里面便有孟域 大家既然透过书院接下了这一任务 就需得协力合作嘛 若是有谁背起约定 便将遭到我们另外六位的合列追杀 并且我还将上笔书院 被其约定的后果大家都明白 事所我们其他六位都是书次相见 还不太熟 你介绍一下吧 好 这位是孟域老弟 是我们这次队伍中 北一还没加入书院的 是我亲自邀请的他 他境界看似最弱 仅仅似捷径 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实力不亚于我 和我有生死交情 哦 其他五位同伴个个都是五捷径大能 看向孟域都有些惊讶 四捷径越皆媲美五捷径 这座兄给面子 我也就一手剑术还算过得去 手段不如真正的五捷径全面 到时候还请诸位多多照顾 在苍原界的孟川 遥遥看着自己的孙儿孟域 孟川对着孙儿 他还是很心疼的 因为孟域早早就在昆云秘境 独自闯荡 受尽磨难 如今也在狱外闯荡魔力 想着要为祖父分忧 但是他却丝毫不知 自家祖父如今 都已经是半步八捷径了 我梦是后裔 如今当属育儿实力为最强 估计在修行数千年 就能成五捷径了 我如今成就半步八捷径 若是此生成功渡劫 成为八捷径 那么家乡世界不少人 可超脱轮回 但是育儿 毕竟是出生于昆云秘境 在苍原界的时空长河内 并没有鱼儿 我没法让他超脱轮回啊 孟域只能凭自己修行 去创出一番天地 虽然觉得自己对孙儿够狠 但既然孙儿有天赋 就得多多魔力 暗中康顾即可 相比于其他修行者 他已经资源极多了 孟川虽然让孙儿遭受魔力 却也暗中适当给予机缘 一旦他成了五捷径 相信就能够了解 时空长河更多情报 也会知道东宁城主 到时候就瞒不住了呀 唉 也罢 等他成就五捷径 昆云秘境的情况 也瞒不住的 到时候是得告诉他了 堂堂五捷径 这点成就力 肯定也是有的 孟川的目光再一转 便看到了另一处遥远之地 是万星天地的家乡世界 好 该去见馆主了 孟川很钦佩馆主 也一直想着 尽早成就半步八捷径 好来接替馆主 对他一个元神捷径而言 派遣一个元神分身坐镇罢了 这不值一提 但是对馆主 在那镇守的 却是唯一的域外真身 此刻在万星天地 家乡世界之外 主持大阵的 白鸟馆主 有些疑惑 嗯 孟川怎么来了 他能够透过因果 感应到孟川的位置 他抬头看去 黑袍白发的孟川 已然跨过遥远时空 来到了这一片虚空 走了过来 白鸟馆主拥有的时空领域 和孟川拥有的时空领域 碰撞在了一起 虽然双方并非敌人 可是领域的碰撞 还是让白鸟馆主 脸色一变 其他七捷径们的领域 都是正常的本源领域 是一种种 七捷径规则形成的领域 而时空领域 却是八捷径层次的 之前 在这个时代 唯有万星遍地 能够和他正面争斗 孟川 你 我今日刚刚突破 便立即来见馆主了 自从镇压万星天地 我主持人法 才仅仅百余年而已 我之前都做好准备 当个修行 要和万星天地耗下去 你今天就来接替我了 你这修行速度 我都有些措手不及了 白鸟馆主嘴上说措手不及 实际上啊 乐得嘴巴都笑开了花了 修行突破也有些侥幸 时间规则的三大基础 误出之后 我也陷入了瓶颈 在瓶颈期 困了近五千年 还是去了摩山 看到山顶 这才突破呢 你的修行时间 我如今也只能模糊判断 不超过两万年 修行一万多年 就成了半步八捷径 还说困在瓶颈 就耗费了近五千年 你这番话 若是让其他七捷径听到 他们怕是暗地里 得骂你炫耀太过分了 其实啊 我就是在炫耀 修行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终于成就 半步八捷径 这炫耀炫耀 你应该吧 过几日 在星云宫给你来一场庆典 让你大肆炫耀 我看 这庆典也就不必了 行 都随你 若是半步七捷径 普通七捷径们 需要一些庆典 但是成为半步八捷径 也就无需一些表面仪式了 整个时空任何一方势力 谁敢对一位半步八捷径不敬呢 我来教你主持这组大阵 好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五十六集 被镇压的生命世界内 一座高山之巅 万星天地 凭空出现 抬头盯着世界魔壁 看着世界魔壁浮现的一条条锁链 风尽大阵散发的气息 发生了变化 这座阵法 运转的力量气息变了 这是梦川的气息 主持阵法的明明是白鸟 怎么变成梦川了 难道 难道梦川也掌握时空规则了 这一刻他有些发懵 心中甚至有绝望感 梦川乃是原神结境 派遣一尊原神分身主持阵法 是很轻松的事 对修行并无影响 而且梦川太年轻了 可以一直耗下去 他这么快就成半步八结境了 以他的承赏的速度 我怎么重出他的阻挡 我推荐未来 算到梦川的未来会很可怕 所以我提前发动 就是为了避免遭到梦川的阻碍 可他 可他竟然成长得这么快 万星天地推算未来 如果拖延久了 等到梦川成了半步八结境 他再进行吞吃生命世界计划 就会阻碍重重了 因为梦川原神分身众多 成半步八结境之后 威胁可比白鸟管主大多了 比如长期派遣一尊原神分身 跟随万星天地的御外阵神 以阵法困扰之 原神结境 可都擅长阵法的 我提前发动计划 白鸟却请了八结境 大能布阵镇压我 如今才镇压百余年 梦川就成了半步八结境了 我 我依然要面对他们俩的围堵 万星天地只感到悲愤 这就是命运 再怎么躲 梦川和白鸟管主 依旧是挡在他面前的两座大山 此刻 那万星天地开口喊道 梦川 万星天地 没想到你这么快 就成半步八结境了 梦川 我万星这些年 从未和你为敌吧 还一直想教你这个朋友 你却如此逼我 不是我逼你 是你自己逼自己 你贪得无厌 去使禁忌生物 肆意吞吃生命世界 赤宁真军现身都无法阻止你 逼得真军不振困 你能怪谁 你只要不吞吃生命世界 白鸟管主 我 又或者戒祖 谁会来对付你呢 甚至你中途罢手 都不会落得这般结局 哼 你们不觉得太多管闲事了吗 万星 时空运转规则 都有庇护生命世界这一条 这是底线啊 生命世界是无数生命的摇篮 你连底线都要突破 你活着就是祸害 你就该死 该死 有本事来杀我 你也只能在外面和我耗下去 等我拨开阵法冲出去的那天 我要让你们这些多管闲事的 都要付出代价 即便你们死去 你们的家乡世界也一个一个都得覆灭 哼 放心 会杀你的 谁都知道 白鸟馆主主持阵法 镇压万星天地 令整个时空长河 免去了一场劫难 但如今各方势力却感应到 白鸟馆主离开了那处阵法位置 孟川的一尊分身 却出现在了那里 各方自然有所推测 很快白鸟馆公开传出消息 东宁城主成为半步八截境 负责镇压万星天地 这一则消息 令时空长河各方震动 半步八截境 如今这个时代可是足足三位半步八截境了 放在时空长河历史上都无比罕见 最重要的还是元神以外 并且孟川的修行岁月比白鸟和万星短得多 天赋更加可怕 消息万余年就成半步八截境 自是甚高的元界首领 本以为等戒祖死去之后 他便是当代最强元神截境 可戒祖还活着呢 就出现了一位元神半步八截境 一切幻想化为了泡影 哦 这就半步八截境了 距离第一次见他才过去九百年吧 那时候的他还没度第六次天节 只是因为苍盟难得出一个有天赋的 才临时起意见他意见 竹林湖泊前 戒祖更是觉得世事无常 因为有昆云秘境等机缘 孟川真实的修行时间要长得多 可对戒祖而言 本就临近大县了 只剩下数千年寿命 九百年过去 他还是处于临近大县阶段 孟川却已然达到了当代最强层次 和白鸟馆主万星他们比见 当初我可是截略过孟川的 这一转眼 他都成半步八截镜了 只要愿意 可以轻易捏死我这一句欲外真身了 我该怎么办 暗星会主盘西坐在自家静室内 烦恼思索着 而整个时空长河都因为孟川成为半步八截镜而震动起来 各方都需要考虑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这位原神一脉的半步八截镜 万星天地家乡世界外 孟川的那座洞府最近很是热闹 一位被大能们前来拜访 反倒是暗星会主来的最晚 是我愚蠢无知 是东宁城主你彻底让我醒悟 修行还是得靠自己 外门邪道终不长久 即便积攒再多 一次失手 那就得全吐出来 你明白就好 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我懂我懂 我一定记住东宁城主所说 且终胜遵守 暗星会主边说着 边瞥了一眼 在洞府口摆放着的一个金色圆环 心疼得很 他这些年积攒的所有宝物 九成都在金色圆环内 全部孝敬给了东宁城主 为了这次的拜访 他做了很多准备 先去结交在苍泰兴隐居的孟安夫妇 请孟安帮忙递话 希望东宁城主能够网开一面 什么条件他都愿意接受 孟川的确是提的条件 解散暗星会 从此不得再截略 并且将多年积累宝藏的九成 全部交出来 只要求九成 算是留给对方一点了 暗星会主心中苦啊 但是这个谅解机会是很难得才求来的 错过了可就没了 九成的宝藏 他暗星会主的宝藏 也是分很多来源的 探索一些遗迹 占领一些宝地 其遇获得等等等等 真正截略的宝藏只是一部分罢了 然而这次一下子就将九成宝藏全部得交出 他如何不心疼呢 但是孟川若是不谅解 他就没法在外闯荡了 就像黑魔殿主黎洪之主 作为当代黑魔殿的首领 他必须遵循黑魔殿的运作规矩 黑魔殿无数成员 依旧分散在时空长河各处 一直在截略 所以和孟川的仇怨就没法化解 黑魔殿主的域外真身 如今都不赶出黑魔殿一步了 在黑魔殿内 孟川也没法杀进去 但永远困在家乡世界和黑魔殿内 黎洪之主自然憋屈 解散暗星会 献出九成宝藏 换取自由 暗星会主还是很愿意的 宝物嘛 在以后的修行岁月中 还可以慢慢攒的 哼 我虽然也结交各方 但我也和各方保持距离 万星会主总说我目光短浅 任他说六方天我都不加入 黑魔殿主也说我小打小闹 让我加入黑魔殿 无数黑魔殿成员的截略 我分上少许便能赚很多 但我依旧不沾 可黑魔殿彻底绑死 都是没退路的 我目光短浅 胆量小些 这招还是有退路的 暗星会主得到 东宁城主梦川的谅解之后 觉得心情都轻松了许多 前提是不能想 那献出去的宝藏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57集 时空长河各方势力面对孟川态度各异 有交情好的 比如说 魔眼会主 魔眼会主之前呢 一直都在帮着孟川 没有提出任何要求 也没要孟川任何承诺 但是这些 孟川都是记在心中的 将来 若是魔眼会主提出要求 不触及他的底线 他自然会全力相帮 了结这一段因果 有交情普通的 各方势力 也想尽了办法 和孟川关系拉近 就连高等生命势力 都有派遣成员前来拜访 甚至时空长河的一些宝地 很多势力都开始主动让出些好处 作为原神一脉的半步八截境 孟川如果愿意 怕是能够占下整个时空长河 过半的宝地 因为他原神分身众多 每个分身的战力又极为恐怖 威慑力比白鸟观主要强多了 矛盾最大的就当属黑魔殿了 黑魔殿背后有黑魔十足 孟川无法破坏他的组织体系 就算能够破坏 他也不敢 对付黑魔殿 孟川也是在范围内的压制 如果真的要破坏其根基 令黑魔十足降临这个时代 那就祸患无穷了 孟川也很清楚 只有成为八截境大能 败在永恒存在门下 才算是和黑魔十足 站在差不多的高度 魔山之路 十万三千里处 此刻黑袍白发的孟川 正在一步步的行走 虽然我的原神法门 还没有彻底完善 但掌握时空规则 滋养心灵意志 应该足以登顶了 孟川能够感觉到 悟出时空规则之后 的确是让心灵意志 提升了好大一劲 只是自己的原神世界 至今都无法承载 时空规则的演化 原神八戒境 所需心灵意志极高 自己还差得远呢 孟川一步步行走 山顶异象越加清晰 那一个个金色字符 绽放了光芒 也无比吸引孟川 十万五千里 孟川迈出了最后一步 正式走到了 魔山之路的尽头 来到了山顶 眼前便是金色字符 流动的巨大罩子 自己触手可及 忽然一道声音 在孟川的脑海中 响起了 魔山之路登顶 可聆听永恒存在讲法 同时大量讯息也传递过来 孟川吃惊无比 这魔山山顶 那浩浩荡荡的声音 乃是记录下的一位永恒存在 曾经讲法的场景 永恒存在讲法 对心灵意志压迫极大 不到足够程度 都无法聆听完整的讲法 走到山顶 才代表有资格 承受完整的讲法 但魔山主人 以阵法笼罩 不会轻易白送给修行者 聆听永恒存在讲法 是魔山主人 赠予来到魔山修行者的 一份大机缘 有收获 必须也得有付出 不同修行者聆听讲法 收获各异 一旦领悟密法 必须送到魔山深处 送给魔山主人一份 一 了结因果 秘法若为无色 便为最低等 直接送到魔山深处即可 秘法若为紫色 可在魔山深处 唤醒魔山主人 魔山主人 给予价值不超过 十亿方的词语 秘法若为金色 可唤醒魔山主人 魔山主人 可给予价值不超过 一千亿方的词语 孟川疑惑呀 他学过很多法门 包括永恒法门六笔 符印密法 没有听说过 还分色彩的呀 孟川看向眼前的光照 按照魔山主人所说 如果不愿聆听 直接离去即可 只要走过光照 聆听到完整的永恒 讲法 便是和他魔山主人 结下因果 误出密法 是必须要给他一份的 孟川虽然在前原山 有机缘 将来可能要拜 一位永恒存在为师 但是一来 现在还没拜师 自己都没不结呢 这二来 按照自己所知 站在无尽时空的 最高处的 那几位永恒存在们 无所不能 他们甚至主动 传下好些法门 此时 孟川迈步穿过了光照 这才看清 山顶约某百里范围 远处中央 有一道模糊的身影 这模糊身影 面容看不清 只能判断 是一位光头巍峨身影 光头巍峨身影 盘膝而坐 道道声音 传开四方 在山顶中回荡着 孟川想到了 永恒秘宝大印 他接触大印 曾看到过 一道光头巍峨身影 和眼前的一模一样 这是同一位永恒存在吗 孟川不再多想 当即盘膝坐下 仔细聆听 道道声音渗透进脑海 在原神世界中回答 原神世界中 都有一道道金色字符 飘落降临 孟川的原神世界内 一个个金色字符飘落 凝结成句子 一个个句子组成的段落 段落逐渐凝聚篇章 在聆听时 大量感悟涌上心头 孟川听得如痴如醉 如今 他掌握了时间空间 这两大基石规则 能借此去参破一切玄妙 但也需要无尽漫长的时间参悟 而永恒讲法 却是直接点破万事万物 永恒 无惑 他们是真的参悟一切 讲法之言 简单几句都震聋发聩 令孟川震撼 信中败福 招闻道 悉死可以 永恒存在 代表的就是道的极致 不知不觉 便已经聆听了一个多时针 完整地听了一遍 孟川也清醒过来 虽然摩山山顶 有浩荡声音继续重复 但是重复的讲法 已经没什么帮助了 孟川已经彻底记下 他的脑海中 已有了完整的讲法 摩山主人的确豪气 如此机缘就这么放在这 有本事尽管来聆听 然而能够凭借心灵意志 走到摩山山顶的 太少了 心灵意志不够 是承受不住讲法的 便是半步八截境 都不一定能够走到山顶 反而原神一脉 走到山顶的希望能大些 据孟川所知 每个时代走到摩山山顶的 都去之可熟 所以摩山主人的要求 理所应当 甚至紫色级秘法 金色级秘法 摩山主人还主动赐予好处 可见其性格 因为摩山主人完全可以不给予任何赐予 得他吉元 还他秘法 本就应该 秘法够高明 主动赐予 则更让孟川对摩山主人充满了好奇 昆云秘境内 孟川隐居在一处山谷 再次琢磨着永恒讲法 他坐在书房中 尝试在一个古老石板上书写 但是刚落笔 自己便已孝顺 仿佛受到无形规则的阻止 孟川若有所思 哇 像八截境传承 以特殊载体承载 一般也只能接受传承数次 永恒讲法 承载要求似乎更高 似乎都无法记录 完整讲法影像 这摩山主人 竟然能够嫉妒下来 他在山顶聆听了讲法 记忆中自然存在 可欲要将记忆中场景 在外界重现 却无比吃力 仿佛一个蚂蚁要抬一座山 根本就无法重现 无法记载 无法重现 孟川放弃了尝试 开始仔细琢磨这篇讲法 讲法全篇共一万六千零五十九个字符 每句都有无尽深意 前后句子结合起来更是韵味无穷 孟川彻底沉浸其中 远在前原山的原神分身 同样潜行参悟 掌握画道密法六笔符印之后 孟川参悟任何决学 都习惯以六笔符印 将目标剖析成六层 从不同画层 理解参悟 前原山的时间流速之下 孟川钻研这篇讲法 三百二十年 这才停下 在孟川的脑海中的原神世界中 形成了一幅六层叠加画作 每一层画都是对讲法的理解感悟 六层画作截然不同 终于参悟完毕了 仅仅一万六千零五十九个字符 以我原神参悟速度 以我的悟性 参悟三百二十年才参悟完毕 如今我的境界 能悟出的都悟出了 接下来就是将这六层感悟融合为一 孟川很熟悉的结合 掌握六笔符印密法之后 分解参悟再融合为一 做了太多次了 仅仅耗费不到一年时间 一篇完整密法 便浮现在孟川的脑海 这完整的密法 共六万余字 在孟川原神世界 凝聚出篇章之时 整个密法篇章 绽放着紫色光芒 孟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永恒讲法 讲的是心灵意志 借此创出的密法 也会绽放心灵光芒 紫色光芒 便是孟川所悟出的密法的层次 参悟的这些年 最终创出这篇密法 孟川的心灵意志也有蜕变 只是依旧无法承载 时空规则的演化 显然 原神八戒竟所需心灵意志 高得恐怖 孟川寻找纸张等物 试着记下 发现同样很难承载 最终还是以价格过万方的一块 寒冰奇遇为载体 方才记录下这一篇密法的全篇 并且他感觉得到 学一遍 这块奇遇 就会崩解 孟川知道他珍贵 但陷于眼界 终究不清楚他的真实价值 而对于八戒竟大能而言 心灵意志的提升 便意味着寿命提升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58集 摩山深处 有一座古老洞府 只要积攒到千份六结晶命盒碎片 又或者十份七结晶命盒 又或者至少紫色级密法 都可以来此 唤醒摩山主人 没带着足够宝物 敢唤醒摩山主人 那就是找死了 此刻 孟川站在古老洞府前 开口喊道 他来主动唤醒摩山主人了 话音刚落 眼前暗红的洞府大门 便缓慢打开 孟川步入其中 走了片刻 孟川便看到了 前方有一道身影 盘膝而坐 他的姿势和山顶 永恒存在的姿势 一模一样 也有类似的韵味 他的头发弯弯曲曲 仿佛藏有无尽空间 盘膝而坐的身体 仿佛有无尽重压 令孟川的心头 也有压迫感 面对他 自己就仿佛小蚂蚁 面对天体星辰 似乎迸发一丝力量雨波 就足以湮灭自己 此刻 盘膝坐着的这道身影 缓慢睁开了眼睛 他所在的仗局范围 时间流速恢复正常 他的双眸中 藏着两座小宇宙 孟川看到摩山主人 无比确定这一点 因为以他的境界 摩山主人的眼眸 变得比太阳星还庞大 他能清晰看到双眸中 有一颗颗星辰 有修行者在星空中飞行 两颗眼睛 内藏两个小宇宙 还有他的头发 每一根头发 都是独立的时空 修行一万七千年 元神一脉 半步八阶级 你的一尊元神分身 在遥远的某个时空啊 哪里散发着 无尽永恒的气息 未成八阶级 就能被永恒存在看重 很难得呀 但无尽时空 想要败在永恒存在门下 最起码也得是八阶级 所以你如今 最紧要的是 渡过第八次天节 成为元神八阶级 摩山前辈说的是 哎 肉神实实在在 肉神之节 也是针对肉神 元神之节 可就麻烦多了 无尽时空的元神八阶级 也稀少得多 或许 这就是 无尽时空 定下规则 肉神节径呢 只能有一尊分身 元神节径 能有九尊分身的原因吧 我很期待 我们这一方宇宙 能出一位 元神八阶级 我也很想杜绝成功 可显然 心灵意志差得远 杜绝资格都没有 你时间还很多呢 即便将来 摆在永恒门下 你也不能懈怠呀 永恒门下弟子 不少都只是普通把节径 如我们这方宇宙的 山无道君 便不求上进 罪心化作 反而很多 没败在永恒存在门下的 一样有境界极为高深的 当然 永恒门下 秦传弟子就不一样了 宝物 远超我等没靠山的 实力 比龙祖 都更强些呢 孟川当然知道 山无道君说过 亲传弟子 也是极限八阶级 而且能够得到 量身定制的 一整套永恒秘宝 实力自然恐怖 晚辈 暂时不用想太多 先成就元神八阶级再说吧 元神八阶级 所需心灵意志 是极高 对了 你此次唤醒我 是为何事呢 晚辈走到摩山山顶 聆听到永恒讲法 参悟多年 悟出秘法 特来 送给摩山前辈一份 哦 拿来 给我瞧瞧 孟川双手奉上 手中的寒冰奇遇 飞向摩山主任 寒冰奇遇内 含有密密麻麻的文字 泛起紫色光月 摩山主任微笑着点了点头 他修行有多条道路 其中一条便是 以众生智慧 供养极身 山顶留下的永恒讲法 每个时代都有数位能够聆听 一般都有些感悟 绝大多数都是无色级 偶有心灵意志方面 悟性高的 能够创出紫色级 甚至历史上 他在家乡宇宙 等到过两份金色级密法 其他修行者创出的密法 只能借鉴 是无法完美契合自身心灵的 但是借鉴多了 终究是有帮助的 摩山主任在心灵意志方面的天赋 本不算高 漫长岁月 他只是悟出了紫色级密法 可是他借鉴了太多的密法 包括那两份金色级密法 汲取诸多智慧接近 最终也创出了 适合自己的金色级密法 要知道 如果直接购买金色级密法借鉴 摩山主任也舍不得 他的方法虽然耗时久 但是成本低 至今他还在慢慢搜集 他想的就是搜集足够多的密法 让自身密法彻底蜕变 达到传说中的七彩之色级 凭此便可败入那位永恒存在门下 摩山主任看过太多密法了 一念扫过便已学了这篇密法 寒冰奇遇也化作飞会 所以仅仅初步学了一遍 摩山主任觉得还是有些收获的 只见摩山主任一翻手 手心有一本厚厚的书册 你想要什么 可以在这本书册当中任意挑选 紫色级密法赐予不超过十亿方 金色级密法赐予不超过千亿方 摩山主任是很尊重智慧结晶的 以众生智慧供养己身 最重要的就是公平 否则便会动摇了他这一修行法门的根基 孟川并没有借那本书册 而是公身对摩山主任说的 摩山前辈 晚辈希望将这份赐予换成一个请求 请求 说说看 晚辈希望前辈出手 斩杀万兴天地 它是我们如今这时代的半步八戒境 万兴天地 这一刻摩山主任的感应跨过时空 跨过孟川主持阵法的阻碍 落在了家乡世界内前修的万兴天地身上 并且一瞬间 万兴天地这一生的经历 摩山主任便看得清清楚楚 虽然我更喜欢赐予宝物 不喜欢一大奇小 但是我愿意给你这个面子 应你的请求去杀那万兴天地 谢摩山前辈 走 去他家乡世界外 话音一落 孟川便觉得时空变幻 自己和摩山主任就已经到了家乡世界外 他们俩并肩站在虚空中 可要我停下阵法吗 不必 摩山主任一伸手 手掌浩大 却犹如虚幻 轻易穿过了阵法 运转中的隔绝大阵 根本就没感应到这手掌 并且连万兴天地家乡世界的世界魔壁 同样完好无损 那浩大的手掌便已经伸了进去 手掌之打 几乎媲美那座世界 万兴天地高座宝座 冷漠地俯瞰世界众生 他的另一个真身正在闭关修炼中 自从缓了孟川主持阵法 万兴天地便知道 当代自己的敌手除了白鸟馆主 还多了一个孟川 他一门心思修行 想着能够自创肉身法门 正面杀出去 可是越是修行 越发现前进艰难 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收获 的确折磨心灵 他之前选择靠大量的宝物 来铸就自己的巴结境道路 也是没办法 因为不靠外力 他觉得靠自己苦修 这希望太渺茫了 如今却被镇压 被迫走苦修之路 万兴天地惊恶地看到 一只浩瀚的大手 捞过整个陆地 捞过了一个个暗藏的洞天 万兴天地头皮发麻 惊恐万分 欲要抵挡 但这一次 大手一捞 除了万兴天地以外 整个大陆的众生 根本就没看到 也没有任何影响 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 可是万兴天地的两尊肉身 同时被捞了出去 孟川震撼地看着 只看到那只大手 伸进生命世界 就那么一捞 跟着 魔山主人便收手 阵法和生命世界 没有任何影响 仿佛没遭到任何渗厚 看 魔山主人伸开手掌 掌心中有着两道身影 正是万兴天地的两尊真身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五十九集 他就是万兴天地吧 掌心中微小的 两个万兴天地 都抬头看着 看到了无比庞大的 两张面孔 一个是魔山主人 一个是孟川 孟川 没错 正是他 如你所愿 魔山主人伸开了手掌 掌心时空一震 两个微小的万兴天地 便砰了一下 彻底湮灭 消失在这方天地 万兴天地 当代的半步八戒境 就这么死了 梦川 梦川 看着这一幕 明明是他请求的 可是当真的发生时 他依旧有些恍惚 祸害这个时代的万兴天地 就这么死了 梦川 期待我们下次相见 魔山主人 我应该感应不到他 我应该感应不到他才对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我也感应到他了 万兴天地死了 死了 我请魔山主人出手 就在刚刚 灭杀了万兴天地 白鸟馆主 借祖 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 梦川停止了那座大阵 令万兴天地的家乡世界 显现出来 白鸟馆主 借祖 也看向那座庞大的生命世界 这座生命世界 不再被隔绝 可是万兴天地 彻底消失了 过去无法确定它的位置 但能确定它还活着 如今 这方时空长河 万兴天地都不在了 此时在混沌灼河 魔山主人出现在了这 一身手 躲藏在时空灼河中的 五头七节径禁忌生物 以及众多六节径禁忌生物 全部被它捞到了掌心 掌心时空中 禁忌生物进阶死去 只剩下命核 这座混沌灼河 就是它开辟建造 吸引外界混沌生物入内 每隔一段岁月苏醒 它都会来收割一次 这些混沌生物 都是我的猎物 猎杀就罢了 竟然还吞噬了命核 万兴 你的确该死 误出吞噬命核方法的 八节径大能 有不少 可这方宇宙的八节径们 都清楚 混沌灼河 就是魔山主人建的 这些都是魔山主人的猎物 没必要为了这些 来得罪魔山主人 更何况 吞噬命核对八节径的用途很有限 也就魔山主人 悟出特殊的修行之法 才会看重 其实啊 某个时代 侯有半部八节径 悟出吞噬之法 吞吃几个 魔山主人在沉睡中 没看到呢 也就罢了 既然苏醒了 又有孟川的请求 那么万星天地的命运 一早就被注定了 万星天地死了 消息一经传出 便令整个时空长河 各方大能们震撼 毕竟是微震时空长河 数万年的半部八节径 躲在家乡世界 依旧被斩杀 还是让很多大能们 心惊肉跳的 而且 他们打探到的消息 是东宁城主 请了一位八节径大能出手 渗透进生命世界 杀了万星天地 这也让各方郁佳 明白东宁城主 孟川的性格了 其实 之前孟川和黑魔殿斗上 大家就已经有所猜测了 使得一些七节径 半部七节径们的形式 也收敛得多 唯恐惹怒那位东宁城主 毕竟 作为当代最强的 半部八节径 还是元神节径 东宁城主孟川 威慑力 可比白鸟馆主 恐怖得多 白鸟馆主 一个真身在家乡世界 一个真身忙于修行 很多事情 分身乏术 孟川的元神分身太多了 随便派遣三五个 在时空长河中逛逛 谁 能不忌惮畏惧呢 苍元界 江州城 孟府 夜色降临 当代时空长河最强者之一的孟川 正陪着妻子刘七月 夜空之下 夫妻俩坐在桃花树旁 一旁有酒壶温热 夫妻俩看着面前庞大的虚幻场景 一幕幕场景 正在演绎 苍元界 有太多的人和事 都被淹没在岁月之中 连史书都没有记载 如果不是阿川 你掌握时空规则 能够看到过去的一切 他是永远都不会为后人所知 本来啊 只是为了看一些名人 像苍元祖师 雷神尊者等等 谁想看到更多 没有被记载的人物 我们从头来看吧 从苍元界诞生开始看 能够将苍元界 上一年发生的所有重要阶段 都看一遍 我觉得这辈子也值了 好啊 咱们慢慢看 有的是时间 关于苍元界 即便是苍元祖师 了解的也很浅薄 毕竟越是早期 记载的就越少 早期文字都没成体系 后来有文字记载 可是在岁月面前也会腐烂 还是神魔体系逐渐形成 利用很多强大器物 才将历史记载下来 越是早期的 记载的就越少 只知道苍元界诞生应该过一年 最繁荣的是最近百余万年 孟川和妻子开始看 苍元界的历史 夜空之下 孟川夫妇前方虚空 显现的巨大场景中 演绎着过去的历史 虚空中物质能量的汇聚 逐渐孕育出一方生命世界 这个稚嫩的初等生命世界内 汲取着外界力量 缓慢成长着 这座生命世界 没有任何生命 只有基本的山石泥土水流 植物则渐渐茂盛 随后有各种弱小生命出现 虫子逐渐出现了 孟川是在加速播放过去的 毕竟早期生命世界的演变 太缓慢了 孟川和柳其岳看到了 距今一亿两千万年前 苍元界人类第一次出现 在诸多动物中 最原始人类出现了 原始人类模样 和现在人族也很接近 只是毛发更加茂盛 更魁梧野蛮 人类和诸多动物竞争中 没有优势 作为弱小族群 反而颇为凄惨 在无数动物中更有凶兽 那是因为生命世界内一些奇宝物 偶尔蜕变的强大生物 此刻并无完整修行体系 强大的凶兽也是靠奇遇 靠宝物才会形成 伴随着洪水 最早期原始人类在挣扎中覆灭 过了数百万年 机缘之下 人类又演化形成 孟川和柳七月就这么看着 人类一次次诞生覆灭 早期人族文明太弱小 在岁月面前扛不住就会覆灭 所谓的覆灭 轻则覆灭无数 只有极少数残存 演化下一个人类文明 重则是所有人族覆灭 一个不剩 便是漫长的空白期 才会再次有人族演化形成 显然生命世界的环境 是会演化出 包括人族在内诸多族群的 在这些时代 人族丝毫不比其他野兽族群高贵 甚至苍云界 也有其他野兽族群称霸时期 他们也逐渐有智慧 可是在岁月面前 也最终覆灭 梦川播放的场景 很快来到了 苍云界三千万年前 这个时候 梦川的脸色微变 嗯 怎么了 六七月看着眼前播放的场景 注意到梦川脸色变化 修行到梦川这般境界 很少有让他失色的情况了 这十五位逃亡的人族 就是我们如今人族的源头 当代所有人族 都是源自于这十五位 当代所有人族 都源于他们 源于这十五个人 梦川微微点头 一边观看着过去 一边将过去场景 显现在妻子眼前 他的观看不同于妻子 他是真正意识渗透到 苍云界时空长河的过去 仿佛亲身体会 感受更加强烈 这一代原始人 在大地上依旧弱小 其中有两个 不起眼的人族 小族群厮杀 一个族群八十六人 一个族群一百三十五人 因为计谋等原因 大族群一百三十五人 反而战败 有十五人逃亡 直接乘着墓中 飘洋出海 这十五人 便是苍云界 当代人族的源头 欢迎收听 苍云图 第六百六十集 陪妻子播放了 当代人族起源的发展之后 凤川便再也忍不住 回到书房 开始绘画起来 他已经很久 没有如此充满激情渴望了 他在书桌前 展开画卷 落笔 这一画 孟川便忘却了时间 忘记了白天黑夜 柳七月发现这一幕 自然严禁任何人 来打扰孟川 一幅 长卷画作 逐渐形成 这座巨大长幅画作 最右侧的是一艘木舟上 有十五个原始人 逃离陆地 飘洋出海 之后 这艘木舟 抵达了一座 火焰山孤岛 他们在孤岛上繁衍生存 之后 陆地上经历了可怕的冰冻期 无数生命灭绝 在诸多族群中 较为普通的人族 也同样灭绝 而与之对应的 有火山的孤岛 反而令孤岛上的人族 扛过了寒潮 生存了下来 孤岛范围有限 随着繁衍 这里的土地实物开始紧张 于是人族又寻找新的栖息地 前往其他岛屿 乃至前往陆地 迁徙之路 令这只族群 形成了征服精神 征服新的地方 建立新的家园 便是英雄 一代代人继承征服精神 不惜性命 去寻找新的家园 陆地广袤是孤岛的 不知道多少倍 这只人族就靠着两条腿 走过大山 走过江河 遇到合适的地方便留下 也有部分人继续前进 他们也遇到恶劣环境 也遇到凶残的野兽 有死去的 活着的人继续行走 寻找家园 族群大了 也又分支走向死方 一代又一代 这一只人族奇迹般地 靠着人族繁衍 一代代接力 三千年时间 族群遍布了整个大陆 这是冰冻期之后的三千年 冰冻期消灭了无数大族群 大地上诸多动物族群处于虚弱期 使得这只人族 有望征服一些残存的凶兽们 彻底渗透整个陆地处处 随着数量上占据优势 人族才第一次 在整个大陆上占据主流地位 人族聪慧 足够庞大的数量 使得抵抗灾害能力提升 也开始孕育成体系的修行之路 人族最终彻底成为 这座生命世界的主人 于是 部落时代便开始了 孟川的画作 重点是人族一代代接力 跨过死亡和危险 最终征服整个陆地 就这么些人 竟然征服了大地 孟川真正想画的 就是这段征服陆地的故事 如果说早期是各族在政 人族在其中不及而 但到了这一代人族 因为环境等因素 形成了征服精神 从十五人开始 靠着两条腿 一代代接力 竟然走遍陆地 成为整个大陆的主宰族群 在那个原始时期 这是匪夷所思的奇迹啊 毕竟那个野蛮时期 有很多特殊血脉的凶兽 自然环境比如今恶劣太多了 原始的山脉 森林 独虫 张气 凶兽 离开安全的家乡 前往陌生的地方 代表的是危机重重 会死去很多人 能寻找到新的家园的 终究很少 可是骨子里的征服精神 令这代人 就是这么不断地行走 父辈死了 有子辈 子辈死了 有孙辈 代代接力 三千年走遍大陆 也征服了大陆 孟川能够感觉到 这些祖先们的征服精神 他为这样的祖先感到震撼 也感到骄傲 一二千万年前 开始出现原始人族 各族争名 三千万年前 随着这十五人漂洋出海 人族才真正成为 这座生命世界的主人 即便那个时期 危险遍布 人族寿命平均只有二三十年 即便那个时候 没有完整修行体系 只有残缺琢磨出的修行法门 即便那个时候 他们的数量很少 很弱小 可就靠这些 靠平均二三十年的寿命 弱小的实力 却代代接力 完成了不可思议的奇迹 征服整个大陆啊 孟川观看历史 很清楚那个时期 征服大陆是多么难的事 他们是和环境斗争 也是在和其他族群竞争 一代代很多人倒在这条路上 生者继续前进 孟川能够感觉到 扑面而来的生命的韧性 孟川成为神魔 成为捷径大能 也照顾弱小 但也觉得 凡俗虽然是根基 但终究很弱小 一个族群屹立一方 靠的还是强大者 可是 这代代接力这段场景 孟川却看到了 生命的韧性 即便是凡俗 一代不够 那就时代 百代人 依旧能够做到 神魔都做不到的事 即便是凡俗 一代代接力 依旧逐渐孕育修行体系 只要一直坚持一个方向 就能创造匪夷所思的伪计 这才是人族崛起的源头 自己能有如今的成就 同样是站在 前人铸就的基础之上 自己也仅仅只是 代代接力的一部分 一个族群 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韧性 唯有这样的韧性 不管遇到何等困难 都会功课 才会越加壮大 修行者也需要这样的韧性 有如此韧性 心灵 方才愈加坚韧 能抵抗岁月的魔力 孟川 在整个长幅画卷的最右端 写下了五个字 生命的韧性 孟川亲笔绘画 将那个时代 一个个人族祖先 画在笔下 一切栩栩如生 这也喜恋了 孟川的心灵 连我的心灵意志 也受到影响 提升了不少啊 孟川的心灵意志 经历太多磨练 甚至也聆听永恒讲法 悟出紫色秘法 达到这般境界之后 提升越来越难了 虽然生命的韧性 这幅画只是提升了一些 但孟川如今 即便再悟出一片紫色级秘法 带来的帮助 都不一定急得上这幅画 修行越往上 进步会越来越难 这幅画带来的帮助 已经很大了 接下来的日子 孟川陪着妻子 继续观看苍原界历史 在这个过程中 孟川画下苍原界人族史诗九幅图 包括生命的韧性 血脉的延续 国 家 文化 等等 也画下苍原界历史人物图 一百零九幅 孟川从小受苍原界文化殉陶 观看苍原界历史 特别是自己所学文化的一切皆有源头 自然更有共鸣感 这些历史源头带给孟川很大的触动 人族史诗九幅图和人物图 一百零九幅 几乎包含了苍原界历史的核心 最耀眼关键的人物 也对孟川的文化认知 进行了完整的重塑 认知圆满 智慧自然提升 心灵意志自然也在提升 同时 这段过程中 孟川也将时空规则 彻底融入自身的原神法门 将原神法门 画世界 彻底提升到八界镜层次 法门层次 然而 孟川的心灵意志 依旧无法承载时空规则 这种所谓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显然 孟川的心灵意志 还无法承载完整的时空 时间流逝 苍原界上又过去了五百年 因为主要原神本源 是在前原山修炼 孟川真实修炼时间 又过去一万六千余年 这一万六千余年 孟川也潜心于修行 修行到后期 智慧决定了意志 如果达到全知的地步 心灵意志也就永恒了 永恒存在们便是如此 孟川以时空规则为基础 反过来推演参悟一门门本源规则 规则便是世界运转的秘密所在 掌握了规则越多 便越加接近全知 像摩山主人龙祖他们 也依旧在这条路上前进 孟川如今做的 仅仅是每一个半步八截境 都会做的事 去参悟家乡宇宙的 十大本源规则 除了原先的混动规则 开天规则之外 孟川也悟出了 其他八种本源规则 因果规则 物质规则 无量规则 世界规则 寂灭规则 原点规则 混沌规则 轮回规则 十大本源规则彻底掌握 整个家乡世界 在孟川的面前 万事万物的秘密越来越少 他的疑惑也越来越少 原神法门也越加完善 心灵意志自然也得到提升 这一万六千余年 孟川在前原山又斩杀了三头七截境巅峰混沌生物 诸多修行积累 他也创造了更强大的自身所学 自身积累越来越深 然而心灵意志一直没有达到原神八截境的门槛 但是孟川并不着急 整个时空长河 历史上心灵意志能承载时空的 又何等之少呢 这条路注定艰难无比 七截境将近二十万年的寿命 他才仅仅过去了三万三千余年 又有什么好极的呢 和那些用生命征服一处处家园的祖先们相比 自己遇到的这点阻碍又算得了什么呢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1集 此时在天梦界 通天树连接着天与地 一片普通的叶子便有数十里大 通天树的树冠更是足有十余万里范围 有连绵的建筑群 是整个天梦界神庭所在 天梦界神庭 一座隐秘的电厅内 一位白发老者盘膝而坐 身旁则是恭候着一名老妇人 老妇人默默守候 白发老者的力量涌入暗藏电厅内的一座古老阵法 透过阵法 无形波动 遥遥传递向整个时空场合 世界入我梦中来 白发老者的意识 进入了一座梦境世界 梦境世界 映照整个时空场合 白发老者观看着一处处地方 除了永恒楼 黑魔殿 龙族祖地 高等生命世界 等少数八截境大能布阵笼罩的地方之外 其他地方 进阶能够窥死 即便是白鸟馆等地 同样难以阻拦 白发老者自然也窥探了一番 当代时空场合最强的两位存在 在虚幻的梦境世界 东宁城主和白鸟馆主 其他生灵都察觉不到他的窥死 倒是梦川和白鸟馆主都有所觉察 却难以知晓 窥探 来自何处 两个半部八截境 如何挡得住始祖的手段 四家始祖乃八截境大能 擅长梦境 极为擅长窥探 一梦 梦境时空场合处处 防不胜亡 他乃是七截境神灵 借助始祖所留阵法 方才以梦境映照整个时空场合 停止了阵法运转 白发老者便睁开了眼睛 陛下 我以始祖阵法 观时空场合处处 和三百年前相比 并无什么变化 当代最强的白鸟馆主 东宁城主 依旧只是半部八截境 虽然高等生命世界 和外界联系少 可是他们却经常观察着 外界的变化 老妇人微微点头 他并非神灵 而是天梦界当代最强者 一位六截境大能 修行到这般境界 等死后 下次始祖苏醒 也会赐予一尊神位 从此 他便与天同寿 白发老者则是七截境神灵 是天梦界历史上 除了始祖之外 最强的一位 有七截境实力 才能更好的 施展始祖所留 诸多阵法 八截境大能 反而得跨过一个时间段 好让自己保持足够年轻 这些神灵们 却一直存活着 漫长岁月 即便靠沉睡 转世投胎等法子 他们的意识 依旧被扭曲 岁月太久 他们也会变得不一样 逐渐被神位同化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没有足够的心灵意志 即便有漫长生命 也无法维持自我 对了 看那位东宁城主身上的 时间痕迹 能模糊判断 已经修行三万三千余年 我上次相比 东宁城主定有原神分身 是在时间流速三十三倍的地方 他可是半步八截境 维持他的时间流速三十三倍 能量消耗得何等恐怖 我都没听说过有这样的地方 所以他应该是有特殊的机缘 可能是去了宇宙之外 去宇宙之外 也很正常 白鸟馆主 万兴天地 摩眼会蜀 都曾有过类似的机缘 得到八截境 另眼相看 愿意带出去 自然就可以去宇宙之外 闯荡一番了 陛下 你打算什么时候沉睡 如今这时代 有两位半步八截境还活着 我暂时不沉睡 等他们俩老死 我再沉睡 按照三十三倍时间流速 五千年后 就是东宁城主寿命大些 就能看到他的修行结局了 成不了的 始祖说过 成八截境无比之艰难 人身八截境 可比肉身八截境还要难呢 对了陛下 我那位徒弟蒙虎 说起来和东宁城主 曾是好友 一起闯过摩山 他的百事梦境经历得如何 蒙虎作为天梦界当代的一位五截境 同样受到关注 毕竟高等生命世界 一个时代出一个六截境就很不错了 很多时候都没有六截境呢 经历了大半还未曾沉沦 可百事梦境越往后 越加深入 也越加危险 嗯 若是渡过 他便因祸得福 此生也能成六截境 若是失败 便是心性不够 域外虚空 白鸟馆 藏书楼 梦川正在阅读藏书 此刻梦川微微皱眉 隐隐察觉到了窥思 什么 又是哪个高等生命势力 在暗中窥探我 梦川成为半步八截境之后 才知晓 高等生命世界这一层次的势力 偶尔便溃似时空长河各处 自己没掌握时空规则之前 是没有觉察的 如今察觉到了 却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在溃探 毕竟 时空长河这一层次的势力 有数十家 每一家背后 都有一位八截境大能 很快的 汇烫感消失 白鸟馆主随即 也来到了藏书楼 梦川 馆主 你也感觉到了吗 嗯 不过不用在意 他们也只能躲在老巢内 悄悄窥视 有几个赶到我们面前蹦他的 这些高等生命世界 也是不敢惹事的 若是惹了大麻烦 是没有八截境老祖出手的 八截境大能时间宝贵 根本没时间 为一代代后辈们 忙前忙后的 敢出去惹事 死了也就死了 站在八截境大能的角度 他们俯瞰时间线 比如一个数十亿年时间段 家乡世界后辈数量不计其数 能引起他们关注的 少之又少 当然 孟川和白鸟馆主 明白自己被溃叹 也只能忍着 对了 凤凰一族 应该近期会来拜访我们俩 我才是同意你的请求了 我把余年前 请求借阅凤凰一族藏书 需要什么代价 这都可以谈 现在他们才决定吗 我还以为没指望了呢 凤凰一族和龙族类似 是必须内部高层商讨决定 不是组长能一起决断的 有的高层在闭关 有的高层可能反对 凑齐高层经过几轮商讨 后费百余年做出决定 已经算快了 孟川听了 胜出期待 百鸟馆主告知了好消息之后 也就离开了 孟川接着看书 修行到了孟川这个阶段 想要提升心灵意志 自然得参悟更多 所以他看书 八节径点击 七节径点击 他都看 因为目标定在至少七节径点击 所以百鸟馆藏书楼可不够 他也请各方势力帮忙 他也愿意花费大量宝物 来进行交换 绝不占便宜 按照公平价格换取 阅读一次即可 然而越是珍贵的点击 越是难寻 很多都在龙族 凤凰一族等诸多高等 生命世界收藏中 这次凤凰一族似乎有意同意 孟川也颇为期待 依我的境界 七节径学学 轻易就能学会 八节径点击 也能明白许多 孟川在阅读修行中 对宇宙无数现象理解 也越加深刻 心灵意志也在缓慢的提升 他相信这么下去 此生定有望 承载时空规则演化 曼陀之法 这是心灵之法吗 如此影响心灵 当真有意思 独辟蹊径啊 孟川看着手中的一本决绝 这是一位半步八节径所创 觉得颇有收获 就在他心情愉悦 深入参悟这门执法之时 一声轰响 孟川放下了手中书籍 只感觉原神世界 仿佛开天辟地般 轰然乍响 已然开始演化时空 世界开辟 混沌 演化时空 孟川的原神世界 逐渐朝一座完整的 宇宙时空演变 不再是虚幻 而是彻底的真实 一座真实宇宙虚空 在原神世界中形成 当然 这座宇宙虚空 远比不上孟川的家乡宇宙 只能算是小型宇宙 可一座小型宇宙所需能量 也无比恐怖 七节径时 吞噬外界的黑暗混动 早已粉碎 成为这逐渐形成的 小型宇宙的养分 并且也惊吞着 外界的域外原力 苍原界 白鸟馆 昆云秘境 这座时空长河的 一共五处区域 都形成了逐渐影响 整个时空长河的 能量潮汐 这一惊吞 影响非常深远 反而弱小 捷径们察觉不到 达到六捷径层次 才有所感知 他们能感知到 整个时空长河 能量流动的变化 潮汐变化 逐渐朝那 孟川的每一尊 原神分身涌去 白鸟馆主 更是感应到 整个时空长河 能量流动的变化 并且隐隐发现了 几个源头 苍原界 昆云秘境 白鸟馆等五处区域 令整个时空长河力量 缓慢被吞袭 我怎么感觉不到 孟川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2集 因为就在之前 他还去见了孟川 前一刻他还很确定 孟川就在藏书楼内 阅读点击 可是如今这一刻 孟川便消失了 整个时空长河 他彻底感应不到孟川 他应该就在藏书楼 我却感应不到他 他难倒 白鸟馆主有所猜测 八戒竟存在 他同样感应不到 孟川难道成为了 那一个层次的生命吗 怎么回事 此刻 戒祖 五眼会主 霓虹之主 暗星会主 元界首领等一个个 都察觉到 只是 他们难以确定 影响能量潮汐的源头 因为几个源头同时出现 相互干扰难以彻底理清 我感应不到孟川了 东宁城主 消失了 东宁城主的所有元神分身 全都感应不到了 各方势力都骚动起来 当初的万星天地 即便隐藏域外真身位置 让人找不到 但至少能够判定 他还活着 而且万星天地当初 在家乡世界的真身 是没有隐藏的 可如今 孟川所有的元神分身 全部消失无踪 甚至都无法确定生死了 龙族族地 凤凰族地 永恒楼 还有众多高等生命世界 但凡有七节径生命体 助手的 都感应不到孟川 他们 一个个都在追查 各方窥探都窥探不到 孟川的所在 此时在藏书楼外 白鸟馆主瞬间出现 他的目光 透过藏书楼正门 越过诸多书架 看到了 盘西坐在那儿的 黑袍白发的孟川 明明肉眼能够看到 但却无法感应 白鸟馆主 是又惊又喜 他真的做到了 白鸟馆主 随即操纵阵法 禁止任何人 进入藏书楼 打扰孟川 孟川 盘西坐在那儿 感受着元神世界的 自然演变 他也引导 推动这一切 将这些年 自己的感悟 都融入其中 时空为机 十大本源规则为福 引导这座 小型宇宙的形成 所谓的十大本源规则 也仅仅只是 家乡宇宙的本源规则 不同的宇宙 规则并不一定一样 甚至可能区别 非常的大 和那些八截镜 大能们相比 孟川如今积累 依旧算少的 可他的心灵意志 却是达到了元神八截镜门槛 比肉身八截镜们 普遍要高得多 当然 肉身八截镜们的肉身 强横恐怖 孟川感觉到了自身的蜕变 这就是元神八截镜 元神之力的蜕变 作为整个元神世界的 根本之力 如今 却是一种独特的 心灵力量 我乃元神八截镜 脱离肉身 可以成为心灵存在 肉身一脉和元神一脉 本就区别很大 达到八截镜阶段 更是走向不同方向 肉身一脉追求的是 肉身宛如浩瀚宇宙 无可撼动 出招更加恐怖 威力匪夷所思 元神一脉 心有多大 世界便有多大 早期便擅长幻境 如今更可化作 心灵存在 只要有人听说过我 知道我的存在 我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 便可形成我的印记 便可借此 形成元神分身吗 孟川明白了 元神八截镜的 其中一个手段 无需血液 头发 亲笔 书写 传承等 仅仅只要传播影响 影响达到一定级别 即可凝练心灵印记 当然 还是不及八截镜 极限存在 像龙祖他们 只要永恒之下 有一个记住他 有任何书籍 记载过他 他便可借此而活 元神八截镜 略微逊色 但在生命力可怕方面 已经媲美肉身一脉的 顶尖八截镜 手段 更是诡异莫测 渗透 侵蚀 污染手段 更是厉害 生命世界的庇护 也难以隔绝 我可彻底化为心灵存在 生活在别人的梦境中 传说中 梦川觉得 如今的元神之力 已经彻底蜕变 原本元神之力 还是能看出 微子构成的 可八截镜的元神之力 已然心灵概念化 梦川明白 这是特殊的 微子构成 令外界再也 无法窥死 此刻 梦川抬起头来 天杰 他所有的分身 包括在 前元山的元神分身 都感应到 一座恐怖天杰 已然酝酿 作为八截镜生命体 必须扛过天杰 才有资格 长久生存 在弱小时 梦川以为天杰 是宇宙运转规则降临 后来才明白 像白鸟馆主 他们一个个 都曾到过宇宙之外 不管去哪儿 都是逃不过天杰的 所以天杰 并非是家乡宇宙的 运转规则所降临 而是无尽时空 冥冥中的规则 它更加可怕 我如果不尝试 跳出时空长河 一百年之后 天杰降临 如果尝试 跳出时空长河 这天杰 就会立即降临了 前元山 梦川在木屋内 盘膝而坐 开始主动影响 自身时间流速 随着令时间流速变慢 消耗力量也变得恐怖 最终 木屋内的时间流速 变成前元山的 十分之一 如此程度消耗的力量 就已经让那一尊 突破之后的 原神分身 颇为吃力 时刻吸收的力量 和消耗的力量 处于平衡状态 时空长河 犹如一条河流 蜕变为 巴结镜生命体的自己 就仿佛一条 无比庞大的鱼 这鱼太过庞大 若是顺着河流 和河流速度一样流动 是最轻松的 若是加速游动 减速游动 都会受到水流的阻力 生命体越是庞大 阻力越大 消耗力量越加恐怖 当然了 还有个最简单的法子 跳出这条河 站在岸边 到了岸边 不受河流影响 可以彻底停下 看着河流奔腾 山无道军 磨山主人他们一个个 都是靠着如此手段 跳到时空长河之外 自己可能喝了杯茶 外界便过去上亿年了 我如今的生命本质 已经能跳出时空长河了 可跳出的一刹那 天界便会降临 接下来 我得为杜杰做些准备了 自己虽然成就了原神 巴结镜生命体 可终究没渡截 还有重重约束 孟川抬头感应着 已然酝酿的天节 那是针对自己的 躲不开 逃不掉 孟川抓紧每一点时间修炼 藏书楼内 孟川将书籍放在 面前书架上 他站了起来 走向藏书楼外 此时藏书楼正门外 已然有一群大能在聚集 在孟川走出来的时候 进阶看向了孟川 眼神都很复杂 又难以置信 惊叹和困惑 孟川 你突破了 突破 只是还需度过那 第八次元神之劫啊 此话一出 在场的大能们都安静了 还真突破了 达到了那传说中的 八节镜层次 虽然还需度节才能长久存在 但是至少从现在这一刻起 孟川已然是原神八节镜生命题了 拥有了那一层次的匪夷所思的力量 八节镜啊 这是每一个七节镜大能都向往的境界 跨入那一步 便拥有诸多匪夷所思的手段 能让家乡世界成为高等生命世界 可以令部分族人超脱于轮回 与家乡世界同寿 更可探索无尽时空 见识精彩千倍万倍的风景 正常来说 七节镜成为八节镜的可能性 低到微乎其微 只是如今这个时代 曾三位半部八节镜并肩于当代 而今日 更有孟川跨出关键一步 真正达到八节镜生命题层次 只剩下最后的度节考验 恭喜东宁 恭喜东宁成主 这一刻 重大能的姿态都低了很多 七节镜终究只能影响一个时代 时空长河的根本局势 还是八节镜们决定的 八节镜若是有心建造势力 便可存续不知多少亿年 若是得罪了一位八节镜 即便强如万星天地 也得凄惨收场 你脱步的消息可要保密 没必要保密 孟川摇了摇头 自己的生命层次提升 相信这方时空长河中 不少八节镜大能都感受到了 自己也能隐隐感知这方宇宙 有八节镜大能们沉睡潜藏 只是他们有阵法隔绝 孟川能够判定他们都还活着 却也不清楚他们的准确位置 自己刚突破 可没阵法隔绝 八节镜们都知道了 那也就没必要瞒了 明白 孟川 我有一事 管主 到你的住处 我们再细说吧 孟川微微一笑 当然猜到管主想说什么 很快 他们俩去了馆内的一处别院 其他大能们也不敢打扰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3集 你看我的伤 能治吗 孟川看着白鸟管主 目光却已经看清了对方的原神 看到了盘踞渗透处处的一种之力 那是和他同层次的原神之力 论肉身 肉身八节镜占有 但论力量之变幻莫测 却使原神八节镜的原神之力更强 对你下手的是一位原神八节镜 他的原神之力渗透你的一尊分身 透过因果 透过你的思维 自然传递到你的家乡真身了 思维传递 你认识他 记住他 了解他 他的力量自然渗透了你 他如果愿意 甚至可以借助你这一尊玉外真身的印记 凝聚一尊原神真身 降临在我们的宇宙 当然 因为你的家乡真身 一直在家乡世界 他没法进入你的家乡世界 所以没有赶尽杀绝 是 我们宇宙乃是龙祖的家乡 听说在外界民气挺大 所以他也不会轻易杀过来吧 我在他眼中 怕是不值一提的小蝼蚁 睡一觉我就老死了 根本不值得为我付出大代价 梦川聆听着 原神之力已然渗透白鸟馆主 白鸟馆主忽然觉得 梦川的眼睛仿佛无尽宇宙 不由的恍惚起来 梦川的原神之力 在影响着白鸟馆主的心灵 甚至透过因果心灵的传递 同样渗透到了白鸟馆主 在家乡世界的另一个真身 两尊真身同时被影响 白鸟馆主的心灵被微微扭曲改变 原本充满恶意的力量 开始被驱逐 梦川能够感觉到 对方和自己应该相差无几 作为无缘之水 对方渗透的力量自然抵挡不住 这就仿佛争夺地盘 像白鸟馆主这种肉身 七节径生命体 是无法阻止梦川 他们这一层次原神之力侵蚀的 片刻之后 梦川的原神之力彻底驱逐对方 之后收回了力量 白鸟馆主一个恍惚 嗯 我的伤 伤我的那位原神八节径 我怎么想不起他的样子了 这才算是完全之好 如果你还清晰记得他 他就能再度渗透力量 来侵蚀你啊 白鸟馆主暗暗吃惊 他接触的八节径 都是肉身八节径 唯一见过的原神八节径还是敌人 此刻岳家觉得 原神八节径的手段 要比肉身八节径 邪义的多 防不胜防 我知道黑魔殿的梦魇之力 诡异 可如今感觉原神八节径之力 要可怕得多 竟然都不能知晓他的名字 他的情报 我半部八节径时曾给独谋治过上 见识过梦魇之力 那是黑魔始祖悟出的法门 原神八节径的力量 却是原神一脉修炼到八节径所独有 肉身八节径们 想要拥有类似手段 可没那么容易啊 当年我就认为 如果这时代要出一位原神八节径 只有梦川你有可能 可我当初只是绝望之下 努力抱住任何一个救命希望 心中也清楚 诞生一位原神八节径 是何等的 谁想你真成了 我现在还没渡截 一定能成的 如果我渡截失败了 麻烦关主你 能够看顾一下我的家乡 我以生命承诺 此生定会全力 看顾梦川你的家乡 不过我还是相信 你能渡截成功 轮不到我去看顾一个 高等生命世界 好 成你纪言了 此刻梦川忽然有所感应 抬头看去 只见一位眼眸狭长的高大男子 已然来到了门外 正看着梦川 眼中带着善意 梦川也看向对方 只见过东宁 只见那高大男子走入院内 此刻白鸟馆主毫无觉察 完全处于不同层时空 这来者正是八截镜大能 赤宁真君 东宁见过真君 我成为原神八截镜 让我感觉到一丝威胁 美心竖眼 是他最强的手段吗 梦川一边和白鸟馆主说话 一边也分化出原神分身 进入这一层时空 起身迎接赤宁真君 特殊的一层时空中 梦川看着这位赤宁真君 赤宁真君每遇见都有着霸气 他的眉心竖眼 让梦川隐隐感到一丝威胁 我们这一方宇宙 终于又诞生了一位原神八截镜 不知是否有幸 邀请东宁兄去我洞府坐上一座 乐意之志 赤宁真君挥手之间 便带着梦川这一尊原神分身 跨过一段遥远时空 抵达了虞山界近处的一座隐秘洞府 这座洞府就在虞山界旁 浩瀚阵法庇护了虞山界 同样遮掩了这座洞府 在我这儿 其他八截镜 也就无法亏似了 刚才真君说 我们这方宇宙 又诞生了一位原神八截镜 我这个一只脚 跨进门槛的不算在内 不知之前诞生过几位啊 梦川边给自己倒酒 边问道 他挺好奇的 其实从七截镜层次的 肉身一脉 原神一脉的比例 他就能够大概猜测 八截镜层次的 原神一脉的数量 三位 一位是独一无二的特殊圣名 名为孔雀公主 无谦无寡 早就离开了我们宇宙 遨游无尽时空去了 听到孔雀公主这个名字 孟川便冥冥中感应到了一位存在 一位全身有着艳丽羽毛的女子 坐在宫殿宝座上 正在讲道 下方有众多声灵聆听 这孔雀女子双眸泛着紫色 抬头看了孟川一眼 孟川看到了她 她也看到了孟川 期待与导友相见 无形意念带着善意 缓缓传来 随即双方联系 短绝 这位孔雀公主 性子最为仁慈 却也对无尽时空充满好奇 或许觉得家乡宇宙 对她没有什么吸引力 真身和诸多元神分身 分别前往各个时空 在各处遨游 还有一位名叫真理之主 孟川立即感应到了那位存在 在家乡宇宙之外 无尽遥远的时空一处 无尽众生 狂热喊着真理之主之名 真理之主的元神宇宙 居住着无数生命 此刻他一袭黑色长袍 也看向了孟川 真理之主的眼神 便具有可怕魔力 和孟川遥遥对视的一眼 若是七节径 怕是会直接被扭曲意识 但看到孟川 这位真理之主 并未施展任何攻击 因为真理之主能够察觉到 那是一位同层次的存在 家乡又多一位同行者 可惜有龙祖在 你处处得守他的规矩 一道意念传来 孟川却没有回应 赤宁真君坐在那儿 继续说道 真理之主曾要控制 整个宇宙无尽众生的心灵 令无尽众生进阶信奉他 欲要令家乡宇宙 成为他一人之灵地 令龙祖震怒 亲自出手 斩杀了真理之主 在众多时空的诸多分身 可他早就结交了 一位永恒存在的弟子 准备好了退路 才敢在家乡宇宙肆意妄为 所以 龙祖也无法彻底斩杀他 什么 控制整个宇宙的众生 若论维获的能力 万星天地和元神八戒镜真理之主 的确是差远了 而且真理之主显然留有后手 如今我们这一方宇宙 不算东宁你 便只有一位梅花山主 孟川也看到了 在一片梅花山林中 一位老者酣睡着 睡得正香 仅仅感应到这一幕场景 便失去感应了 仅有三位元神八戒镜 甚至 常居家乡宇宙的仅有一位 那真君可知 这第八次元神之节 到底是什么呢 不清楚 只听说元神八戒镜 度过的天节并不一样 如果想要了解降报 估计我们这一方宇宙 山无道君和龙祖了解最多 山无道君 乃是永恒门下弟子 在我们这方宇宙地位特殊 眼界最是广阔 情报也无比丰富 龙祖更是修炼到八截镜极限 结较广阔 他对元神第八次天节 定有所了解 山无道君行事随心所欲 想要见他 还真有些麻烦 但龙祖非常照顾 我们这方宇宙的八截镜 在你度节前 龙祖应该会降临一次 亲自见你 啊 龙祖亲自见我 每一个八截镜 在度节之前 一般都会见到龙祖 龙祖会赠予祭远 让我们度节希望大些 到时候关于度节的情报 你可以询问龙祖 好 我明白了 孟川听了对此非常钦佩 龙祖的酒恋塔 是给家乡宇宙有天赋者赠予机缘的 每个即将度第八次天节的 他更是亲自降临 赠予机缘 好提高度节把握 其实龙祖达到八截镜极限 本没有必要如此做 但他如此照顾家乡的修行者 让孟川也很是钦佩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4集 赤宁真君放下酒杯 接着说道 东宁 我这次请你来 是为了一处特殊的时空 特殊的时空 对 那是一座混乱庞大的宇宙 因为规则缘故 比我们家乡宇宙还庞大得多 它混乱且不抵制外来者 我得到机缘 欲外真身在那座宇宙争斗断 已经成为十二混沌神之一 我邀请你渡劫工程之后 派遣一尊原神分身前往那座宇宙 助我一臂之力 甚至你只要愿意 我有把握让你一尊原神分身 也成为那里的混沌神 成为混沌神的好处 可比永恒密宝要大得多 等你渡劫成功 想必邀请你一同闯荡 无尽时空的有不少 但我的条件 绝对排在前三 赤明真君 敢来请一位原神八截镜 也是有些自信的 那一座宇宙 他经营了漫长岁月 是他冲击顶尖八截镜的 底气所在 另一座更大的宇宙 混沌神 真君 等我渡劫之后 巩固一番实力 可以派遣一尊原神分身去走一趟 但是否也担当混沌神 现在无法确定 自己有九尊原神分身 派遣一尊过去 这也不难 而且说彻就彻 一个念头便可散去 一尊原神分身了 那我们 以言为定 好 我一定去 只是得先渡劫 安排妥当一切 不急不急 便是十万年百万年 活都不急 孟川点了点头 他自己的计划 如果渡劫工程 肯定是先去拜师 拜在永恒存在门下 之后 自然有时间闯荡外界 三弯河系 千山星外 却难得的一位为七截镜 半部七截镜们赶来的 真没想到 在我们这时代能出现 东宁城主这等伟大存在 如今就已经是八截境生命体 只要渡劫成功 更是彻底影响 整个时空长河以后 无数时代啊 阿星 我可真佩服你 能神能缩 当初得罪了东宁城主 还能取得他的谅解 那是东宁城主仁慈 向东宁城主卑微 祈求亮节 有什么丢脸的吗 那可是八截镜存在啊 以后的七截镜们 想要见一面 都不是容易的事 东宁城主天资卓绝 出现在这个时代 是我们这时代之大幸 这片虚空 已经聚集了数十位七截镜 半部七截镜大能 因为白鸟馆总部未得允许 外来者是无法抵达的 所以各方大能们 直接来到了千山星 这千山星 是东宁城主公开的 一处洞府所在 即便东宁城主暂时不在 以他的境界 他们这些七截镜 半部七截镜们 来到千山星外 东宁城主自然能够感知 想要见他们 自然会召见他们 若是不想见 他们也只能散去 魔眼来了 众大能们看到了魔眼会主 那宛如肉球般的魔眼会主 一双小短腿跨过虚空而来 笑容难以掩饰 谁都知道 这魔眼会主和东宁城主的交情 不一般 此刻呀 都很是羡慕极度 看魔眼得意的 谁让男女就好啊 在东宁城主弱小时 就结识了东宁城主呢 谢祖也是 听说在东宁城主 未成六截镜时 就调到了东宁城主 结下了缘分啊 我们运气也不错了 东宁城主是和我们同时代的 还算有点情分 以后的那些后卫们 想要见一位元神八截镜 却是南上不知多少倍了 这些大能们很清楚 同时代就是缘分 自然得把握住 东宁城主虽然还没成功度节 可正因为没度节 见到的可能性更大 这个时候不赶紧抱大腿 等到孟川度节攻城 那就晚了 时空扭矩 数十位大能们 都看到前方出现了时空通道 通往千山行深处 走 赶紧去拜见 众大能们一同飞往 可飞行在时空通道中 就自然分开 百花府主已经看不见同伴了 他顺着时空通道 飞抵尽头 便来到了一座花园中 此时 一名黑袍白发男子 正坐在那儿 看着书籍 见过东宁城主 百花府主躬身道 他谦逊无比 因为他仅仅看到了孟川的身影 便感到心神摇曳 难以自控 这还是孟川没刻意施展 若是施展一些招数 七节镜大能的心灵 也得扭曲 乖乖任由操纵 百花府主 听闻东宁城主成为原神八极镜 即将面临天节 我和东宁城主交信在同一时代 也是我之幸运 我曾得原神一脉秘宝 特来献给城主 预祝城主 杜劫成功 百花府主一翻手 面前便出现了一卷虚幻书册 这是百花府主最大的机缘宝物 如今却是毫不犹豫的献上 孟川若是杜劫功成了 怕都看不上这宝物了 在杜劫之前献上 若是杜劫时真起到了大作用 那么这因果可就大了 即便没起到太大的帮助 孟川在杜劫前想必也不会拒绝一件重宝 孟川看到那本虚幻书册 隐隐觉得不凡 书册飞到了孟川面前 孟川伸手结果 略移渗透 这一渗透便颇为惊讶 他本没当回事 可没想到却遇到了个大惊喜 百花辅主这件宝物虽然不及永恒秘宝 但丝毫不逊色于黑魔殿 梦魇殿这等传承秘宝 甚至对孟川而言 这件宝物更加重要 孟川看着书册 这个书册名为世界之书 只要境界够高 设定下规则 这秘宝就会根据定下的规则 演化虚幻世界 定下的规则越详细 越完美 演化的虚幻世界 就能够越强大 虽然仅仅是演化虚幻世界 不像真实宇宙 但开辟一座真实宇宙 本是八截境极限才能做到 宇宙演化更是耗时久 而这虚幻世界 因为是虚幻 可以随意调整虚幻世界的时间流速 轻松演化 这件密包 价值不及永恒密包 但却超越萌叉界宝藏啊 你这礼物可真重啊 实力若小 根本无法发挥这等宝物 境界越高才能推演出 越加高等的虚幻世界 这件宝物在东宁城柱手里 才能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你想要什么 一个超脱 成为八截境的机会 他送上最珍贵的宝物 求的是一个机会 因为修行到他这等地步 若是没有特殊大机缘 注定走向死亡 他知道 无尽时空存在种种可能 一位元神八截境 想要帮他 一个机会 还是能寻到的 孟川看着手中这本书册 他说的 我不敢保证你 若是我杜劫工程 自会尽力帮你 有城主这一承诺 便足够了 百花府主很清楚 他这宝物 是求不到真正的元神 八截境帮忙的 甚至他都没办法 见上一面 孟川也只有在杜劫前 才会给这样的承诺 一个成为八截境的机会 即便只是机会 也不是那么好弄到的 孟川一面形成幻境世界 同时接见众多七截境 半部七截境们 当然了 只是化身接见 同时代的大能们拜访 都有礼物奉上 真正让孟川惊叹的 只有这本书册 其他的宝物 以他如今的眼光 还是不太看得上的 也就留在苍云界 增加些底蕴 他愿意收 就代表 结下这点缘分 毕竟啊 是同时代的大能们 孟川 还是给点面子的 孟川在千山星 接待同时代的 诸多大能时 家乡宇宙的一处区域 一道 有着两根弯角的 高瘦身影 出现在了这片区域 目光摇看千山星 接待重大能的孟川 此时 一道声音响起 高瘦身影 微微皱眉 抬头看去 只见 一位穿着黑色 华丽衣袍的 龙手牢者出现了 这位龙手牢者 眼眸浩瀚 气息更是影响 周围规则 家乡宇宙的运转规则 都被迫退去 他所在的地方 就是他的绝对灵地 黑魔师族高傲之极 但也颇为敬重 这位龙族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六十五集 在孟川渡劫之前 你别去见他 我都不能见了 不能 你的胆子太大 龙族 你高估我了 他背后 可是有永恒存在 我岂敢这时候使坏 我想要对付孟川 也没法对付呀 你虽然杀不了他 但是要稍稍影响到他的心境 便会威胁到他渡劫 而且 没成八截境 他就没拜永恒为师 没拜师 以你的胆子 你什么都敢做 他可是原神八截境 心灵意志非凡 那是他最擅长的 我即便用尽了手段 也最多稍稍影响 或许 他还能因祸得福 心灵意志 有些进步了呢 龙族平静地看着他 好好好 听你的 我不去见他 黑魔石族很清楚龙族的性子 他问道 你就这么看中他 三万余年成原神八截境 放眼无尽时空 在原神八截境中也数上等 他又败在永恒门下 他对于家乡宇宙是一支 八截境势力的重要性 你应该明白 黑魔石族沉默了 他当然懂 只是 这位东宁城主 很是厌恶他的黑魔殿呢 那极恶如仇的性子 天生和他黑魔石族 站在对立面 他洗心革面 洗心革面 是否定自身修行道路啊 好 若是他渡劫成功 我便散去黑魔殿 只是 龙族 你应该知道 第八次原神之劫 何当之难 你以为 他能渡得过 他渡劫成功 我便彻底离开这方宇宙 可说实话 我们这方宇宙 要诞生一位原神八截境 还是永恒弟子 希望太低了 龙族看着他 没有说话 实际上 龙族并无信心 原神之劫 确实是难 可如今这关键时刻 他不允许任何八截境告示 确保孟川不受干扰地去渡劫 说完 黑魔始祖的身影 也就消散不见了 千山欣赏 拜访的众多大能们一一离去 只剩下魔眼会主 还留在这 孟川 魔眼会主相对而作 魔眼会主闭上了眼睛 一丝丝血色雾气 从他巨大的头颅中飞出 让他情不自禁身体微微发颤 宇宙之外 的确充满无限可能 但并不适合七截境大能去闯荡 除非你能时刻跟着一位八截境大能 有八截境大能庇护 请八截境大能将我送到宇宙之外 就很难得了 长期带着我一路庇护 我一个普普通通七截境 八截境大能 可不会放在眼里啊 孟川点了点头 长期带着一直照顾 更花费心思 除非特别看重 又或者大因果 否则没有几个八截境 愿意去做 我当初在宇宙之外摸索 遇到诸多危机 最后沾上这可怕的力量 与外真神很快比命 家乡真神都受到污染 在家乡世界修炼数万年 才压制住伤势 孟川一丝丝拔除这邪恶之力 这血色雾气 并没有原神八截境的原神之地高明 但孟川毕竟不熟悉它 驱逐起来也更加小心 耗费了斩杂时间 才将魔眼会主的 域外真神 家乡真神 都治疗好 这血物污染生命体 将生命体化作血物 化作血物之时 也就是生死之时 气血境 的确很难抵抗 孟川一伸手 血物凝聚成团 在孟川掌心流动 魔眼会主感觉到 全身的轻松 激动又兴奋 魔眼 你若是对宇宙之外有兴趣 我若是渡劫工程 倒是可以送你去一座异宇宙 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了 这家乡宇宙 该误的都误了 异宇宙 那是截然不同的运转规则 截然不同的世界环境 或许 修行上就能突破 即便是见识不同的风景 也让他充满向往了 相比于宇宙之外的混沌 充满危机 宇宙之内相对还是稳定的多 更加适合你去床 听说宇宙和宇宙之间距离遥远 这太麻烦你了 他当然想去异宇宙 可曾经认识巴结镜时 对方将他扔出宇宙之外 便算了结了英国 专门带他赶路 赶往另一座宇宙 赶路很麻烦呢 另一个宇宙是否会抵触外来者 这也很麻烦 我若是渡劫工程 这都是小事 他原神分身众多 肯定会探索不止一座宇宙 单单和赤宁真君约定的那座宇宙 就不抵制外来者 孟川若是渡劫工程 找到类似的宇宙 这并不难 探索时 顺便将魔眼会主的一尊 玉外真身带过去 也算全了彼此的缘分 疗伤之后 魔眼会主很快便告辞离去 千山星 孟川坐在洞府中沉思着 第八次元神之节 给我的准备时间只有一百年 短短一百年 我能做得太少了 这一百年 先整合这些年的参悟 完善所物绝学 还有前元山的机缘 可以试着去斩杀混沌灵主 每一头混沌灵主都是八戒径生命题 天赋都无比恐怖 我只要斩杀一头 吞噬了天赋 这帮助就大了 孟川思索着 这前元山上 也只关押了三十一头混沌灵主 这些混沌灵主 各有来历 各有擅长 我一个新突破的元神八戒径 能杀死混沌灵主吗 不过 倒是可以先和每一头混沌灵主 交手试试 之后再决定 选哪一个目标 自己在前元山 也待了两万六千余年 仅仅杀了五头 七戒径混沌生物 如今斩杀的第六头 目标就是混沌灵主了 忽然 孟川有所感应 他抬头看去 只见洞府的花园中 一位黑色华丽衣袍的龙手老者 出现在那 正在赏花 看到对方的一刹那 便感应到对方的契机 那是足以媲美 整个家乡宇宙的浩瀚契机 如此契机 远在孟川见过的 魔山主人之上 个体肉身 媲美家乡宇宙 想想都让孟川惊骇 也唯有如此实力 才能开辟宇宙 才能自身无损吧 孟川一迈步 便来到花园中 立即行礼道 孟川 见过龙祖 龙祖看向孟川 眼眸平静 带着一丝笑意 嗯 孟川 你可知道 有多少八戒镜 关注你 特别是那五位 八戒镜顶尖 他们都是能察觉 你一尊元神分身 是在永恒存在之地 自然对你 非常关注 他们有善意 也有恶意的 我已经严令 禁止他们来打扰你 我刚为你拦住黑魔 多谢龙祖 你如今最近要的是杜劫 杜劫失败 那一切都是空 你若是杜劫成功了 成了元神八戒镜 败在永恒门下 对我们家乡宇宙 这一支八戒镜势力 也意义非凡 甚至将来 我可能都要请你帮忙 龙祖很清楚 无尽时空 无尽宇宙 永恒存在是最耀眼的 永恒门下弟子 也比较团结 想要融入永恒门下势力 是很难的 孟川拜师永恒存在 自然是其中的一份子 元神八戒镜 人脉会比较强 毕竟元神分身众多 可一念遥遥降临 元神分身 很多事都能出面 若是孟川修行岁月久一些 实力再进一步 将来影响力之大 怕还超越他龙祖呢 是 如今最紧要的是杜劫 我曾问过山吴道军 道军当初说 让我不要搜集情报 提前知道了 也没帮助 反而回乱了心境 我有些困惑 这提前知道 为何有害无疑呢 杜劫时 不一样要面对吗 在你修炼成 八截镜生命体之前 的确的确不适合知道 不过 你如今已经是八截镜 生命体 离杜劫也只剩一百年 可以知道了 肉身之劫和元神之劫 截然不同 越往后差别越大 我的酒链塔 也是为了肉身捫镜所布置 对你渡第八次元神之劫 也没什么帮助 那 龙祖 这第八次元神之劫 到底是什么呢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6集 第八次元神之劫 可以说是心灵之劫 不同的元神八截镜 遇到的也不一样 我只能确认一点 第八次元神之劫 是你从未经历过的事情 和你曾学过的任何修行体系 都没关系 什么 我学过的任何修行体系 都没关系 你所掌握的十大本元规则 时间规则 空间规则 甚至参悟的书读绝学 永恒所传绝学 只要你掌握了 第八次元神之劫 必定是避开的 它是心灵之劫 针对的就是你的弱点 自己所修 所积累 都没用吗 孔雀和我说过 他当初度的第八次元神之劫 是让他一缕意识 降临一座繁俗世界 成为一个十几岁的 普通平民少女 那繁俗世界 没有任何修行体系 繁俗最多也就活到百岁 很多五六十岁就死去 也无法修行 他一个平民少女 必须成为那个繁俗世界的 最高赏权者 才能一时破开世界 回归深深 度过这一节 一个平民少女 没任何靠山 没任何修行体系 以繁俗的力量 成为一座繁俗世界的掌权者 即便是孔雀 也是在八十多岁 白发苍苍时 才成功站在繁俗之巅 成功度过那一节 孟川听得心惊 你是特殊生命独来独往 那就让你成繁俗 去感受群体的力量 你擅长修行 心灵之节根本就不考验修行 平民少女 竟成为繁俗世界最高掌权者 你的肉身 你的元神 你的修行体系都帮不了你 能帮你的 只剩下你的智慧 用你的心灵智慧 度过第八次天节 这就是元神第八节 不让你提前知晓 只怕你乱了心境 琢磨心灵智慧 反而担负了修行 你如今已经成了八节径生命体 倒是可以好好想想了 孟川点了点头 成元神八节径的三大门槛 一 掌握时空规则 二 心灵意志 三 度节 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我的第八字天节 到底会是什么呢 这第八字元神之节的情报 对孟川的触动太大了 一时间浮想连篇 甚至讲到 如果经历和孔雀公主一样的第八节 自己能成功吗 但如果不经历一番 谁知道成功还是失败呢 孟川能够成为元神八节径生命体 同样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你有近百年时间准备 龙祖看着孟川 同时一挥手 眼前出现了一幅时空疆域图 其中标出了一处位置 树珊是我创建 里面存放了无数点击 我们这方宇宙的点击 其他宇宙的点击 不计其数 树珊 我和其他八节径交易 同时也征服过很多宇宙 搜集的点击超过九成 都是放在书山 即将度第八次天节的 何以进去一次 所有点击任由翻阅 如果度节失败则罢 若是度节工程 需要搜集价值至少十亿方的点击方 进书山 有消耗 有补充 书山的点击才能越来越多 这也是我们这方宇宙的底蕴 谢龙族 孟川听了却是郑重行礼 一位为后辈们去书山看点击 越是珍贵点击 阅读次数限制越大 可能阅读三五次 一份原本就会化作飞灰 龙族是付出奉献最大的 也是为整个宇宙 也是为整个宇宙的将来做长久谋算 你若是有心 将来可以多送一些点击进去 成为八节境后 书山点击也是任由翻阅的 如今书山有永恒级传承96份 八节境点击1506份 七节境点击过百万 七节境以下点击数亿分 因为很多都是从其他宇宙时间拿来 所以八节境以下点击 几乎都是其他宇宙的规则 并不适合我们这一方宇宙 孟川明白 八节境点击是八节境大能所创 是以时间空间规则为根基形成 所以一切宇宙皆能参悟 七节境点击是本源规则层次点击 不同宇宙的本源规则不一样 在某个宇宙可以修炼 别的宇宙却是没法修炼的 更别提七节境以下点击了 看似数亿分 估计是龙祖他们在其他宇宙 将一些点击 藏库 一锅端直接扔到书山了 毕竟七节境大能都能够搜集到 八节境大能寿命漫长 仅仅龙祖搜集个一千份 他都觉得正常 正常八节境搜集个几十份送进去 这也不难 但是永恒传承 九十六份 永恒存在是无尽时空最巅峰的存在 他们几位也都乐于传授后辈 只是他们的传承不一定高深 比如 居空屠戮是一位永恒所留 却仅仅只是讲述空间规则 也有点击仅仅讲述时间规则 也有点击讲述阵法 很多都只是讲述某个小分支 因为无尽时空太过浩瀚 永恒存在 也难以将所有都讲述出来 永恒传承 珍贵之处在于深入浅出 浅显易懂 书山的九十六份永恒级传承 最高明的六门传承 会以修炼到八节境顶尖层子 知识才是通往永恒的道路 渡劫前的一百年 都在书山看看 或许对你渡劫有帮助 龙祖说完便转身离去了 多谢龙祖支点 孟川连忙行礼 站在花园中沉思了一下 便立即分化一尊元神分身 前往书山 龙祖站在幽暗虚空中 摇看孟川的一尊元神分身 前往书山 我即将进行下一次开辟宇宙 新的宇宙需要一位八节境进行创世 这个创世神最适合让孟川来担当 开辟宇宙 宇宙出生存在无限可能 龙祖愿意将创世权柄授予孟川 孟川便可掌控一方宇宙的规则 在最高运转规则之下 延出法随 可以进行创世 整个宇宙可以按照它的心意创造 如果有失误的地方 也可以毁掉重新来 创世 难度很高 至少得完全掌握时间 空间规则 才有资格去尝试 对八节境大能而言 也是难得的磨炼 这开辟宇宙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需要付出巨大代价 龙祖漫长岁月 也仅仅开辟过两次宇宙 第一次自己担当创世神 第二次让给了凤凰十足 第三次他打算让孟川来担当 孟川别让我失望 孟川的底子实在是太好了 潜力无限 完全能成为他龙族 一个强有力的同伴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7集 书山 是在一座隐藏时空内 他高约数百丈 长期没有任何声灵打扰 黑袍埋发的孟川 在龙祖指点之后 才感应到他的位置 没有任何阻拦 他成功来到了这里 孟川抬头看去 这座悬浮小山 山上没有花草树木 只有放着的大量点击 点击各种各样 经时 金属 树叶 纸张 皮毛 种种承载之物 记载了一门门传承 也用了各种各样的文字 仅仅肉眼观看 孟川都隐隐感觉到了 那些点击中 所蕴含的无数智慧 孟川的原神 更仿佛感应到 一味味存在书写点击的模样 孟川伸手 拿起身旁的一块玉石 略一感应 到了孟川这等境界 能够察觉到 书写文字中蕴含的 一切精神印记 明白对方的心意 凡物境 怪境 魔境 远境 孟川看着这一门 异宇宙修行法门 是很诡异的修行体系 先将自身向怪物转化 成为怪之后 凡俗便难以上害分毫 再往后便是更恐怖的魔境 更进一步 则融入到一座星辰的本源 本源不灭 变为不死 再往后 彻底练化星辰本源 自身成为星辰生命 这一修行体系 真身会越来越庞大 星辰 星系 小型宇宙 孟川放下手中这本典籍 这本典籍啊 最多是真身宛如星系 仅仅相当于七节径层次 都没有彻底参悟透 时间和空间 我只有一百年时间做准备 一定要抓紧时间 永恒集传承 高屋见灵 直指不同领域 必须全部看遍 八节径点击 也可粗看一遍 这七节径点击 虽然大多是异宇宙点击 但也是本源层次点击 代表了大量的修行道路 这次天节会避开我所擅长 那我就尽量看遍不同道路的智慧接近 看得多了可以相互借鉴 遇到陌生的方向 也更容易找到突破点呢 孟川很清楚这一点 他的心中有了定计 他便开始了在书山的修行 永恒集传承 有九十六份 层次是有高有低 甚至有些都是残缺的 孟川粗略的看一遍 容易领悟的就多参悟些时间 太难的就紧紧记下 不浪费时间 这一共耗费了三年多时间 看完这九十六份传承 之后一千五百零六份八节紧点击 每个都限定 前元山元神分身 参悟一天时间 这一共用了四年多一点 没办法呀 杜杰所剩的时间 不容许他仔细钻研 一门绝学 而且元神第八节 钻研越深的反而会避开 所以为了杜杰做准备 孟川追求的是 尽量的薄 到了元神八节径层次 即便只参悟一天 也足以将一宇宙体系 修炼到五六节径层次 之后便是海量的 七节径层次点击 几乎都是一宇宙点击 孟川体会着 一个个宇宙的 不同道路智慧 元神分身在书山看书 前元山元神分身 全力在参悟 因为那里 即便是前元山十分之一时间流速 依旧是家乡宇宙的三倍多 一转眼 在书山阅读便耗费了六十年 差不多了 虽然依旧有部分七节径点击 海量七节径以下点击没有看 但是孟川却停下了 渡劫前的一百年时间 拿出六十年在书山 这已经够多了 我虽然没去过其他宇宙 但却见识了众多宇宙的不同风景 好 接下来就是斩杀混沌领主了 想要在渡劫之前 杀死一头混沌领主 夺其天赋 前元山 一座木屋内 孟川盘膝而坐 这座木屋的时间流速 是整个前元山正常流速的十分之一 此时孟川睁开了眼睛 木屋的时间流速恢复正常 该动手了 三十一位混沌领主 只能选一个 孟川这些年 早就一一动手尝试过 再结合牵手师兄 赠予的情报 孟川对着三十一位混沌领主 了解自然很深 这三十一位虽然都是混沌领主 可依旧有强弱之分 比如说最强的一位吧 他名叫深渊 他是一团难以名状的扭曲存在 自身就是一座完整的深渊 根本无法摧毁他 一旦陷入他体内 便是陷入了深渊之中 按照情报描述 唯有八节径极限的实力 才能够从他体内逃出 孟川曾经进入关押深渊的牢狱 一进去 深渊苏醒后 孟川的那尊原神分身 便已然陷入了深渊内部 被迫自我湮灭 深渊属于混沌领主中最强层次 自己如今一点希望都没有 差太远了 完全凌驾自己之上的混沌领主 一共有九头 和自己实力相当的 有二十位 属于正常的混沌领主实力 自己毕竟也才刚刚成原神八戒径 积累还不够深 比自己弱的呢 仅有两位 这两位混沌领主 孟川猜测 可能也是新突破没多久 新突破的混沌领主 和新突破的八戒径而言 还是八戒径要占优啊 这永恒留下的考验的确不难 只要成为八戒径 在修行积累一些岁月 这些囚禁的混沌领主 大多都能击杀 就算新突破的 也能杀死最弱的两位 这两位最弱的混沌领主 天赋都不错 一个是梦境手段 可在梦境中修行 一个是无尽之位 能够吞吃世界 这两位 一位是叫梦境之主 天赋便是营造梦境世界 他营造出的梦境世界 仿佛一座宇宙般浩瀚真实 令敌人沉沦其中 按照情报记载 这位梦境之主 也可在梦境中修行 另一位是叫吞戒灵主 他的天赋招数便是张口一吞 他只要愿意 便是再大的物体都能吞掉 甚至一座宇宙都能够一口口 分成很多口慢慢吃下去 前提是这座宇宙 没有任何本土巴结境阻止 按照牵手师兄情报记载 吞戒灵主体内 有一无尽之位 这无尽之位 是真正的空间无限 他之大 无边无际 他在空间层面构造很特殊 是无限折叠的时空 只要愿意 想要多大 就可以折叠出多大时空 拥有无尽之位 才能吃掉一座宇宙 梦川虽然也觉得不错 但永恒存在赐下的机缘 他在前缘山 也只能紧紧斩杀一头混沌灵主 自然是想要斩杀的越强天赋越好 这三十一位混沌灵主 天赋更强的比比皆是 比如这一位混沌灵主 拥有三千分身天赋 虽然有些混沌灵主 因为身体构造 可以分成众多子体 比如说一头混沌灵主 分成数百乃至数万子体 但是子体 一般的实力都会弱上很多 但是这位混沌灵主的三千分身 分化出的三千分身 各个拥有原本真身实力 在某种程度上 打破了无尽时空的规则限制 无尽时空对肉身捷径 对元神捷径 都有真身分身的限制 这位混沌灵主的三千分身 虽然无法彼此离开太远 但是各个都拥有真身的实力 这就有些可怕了 即便他是一尊真身 只是普通混沌灵主实力 但是凭此天赋 却是成为前元山被囚禁的 排在前三的恐怖存在 孟川认为 怕是得八截境极限 才能够击败他们 而且这还是一门突破 无尽时空规则界限的天赋 按照亲手师兄记载 这等天赋意义非同一般 若是能够参破其中奥妙 这条道路完全能够修炼到 八截境极限 混沌灵主的天赋 个个都了不得 混沌灵主在无尽时空 经历无数磨难 才走到混沌生物的顶端 成为灵主 作为八截境层次的生命体 他们孕育出的天赋 自然是匪夷所思 寻常手段 对他们这等层次生命体而言 也没有资格算作天赋 此时 冯川来到了前原山囚禁空间 来到了一座囚禁牢狱前 看着里面那头混沌灵主 好 就是他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8集 最高层的三十一座空间牢狱 章鲁 庞大的躯体盘 聚在那儿 百个头颅平静祥和 这头怪物被称作是智者 他原本是深渊体内无数生灵中的一个 经过漫长岁 经过漫长岁月培养 他成为深渊最器重的手下 他居住在深渊的最底层 帮助深渊完善自身构造 吞噬外界 深渊也将吞噬的力量分出部分给他 也令他晋升成为混沌灵主 深渊依靠智者的智慧越加强大 深渊吞噬了无数生灵 无数世界 正常八截境极限在他面前也只能自保 逃离他的捕捉 得是永恒的亲传弟子才能和他斗得相当 因为太过肆无忌惮 肆意捕捉吞吃众多时空 终于得的永恒存在出手 将深渊抓了过来 在深渊体内的白手智者自然也被带来了 因为都是混沌灵主层次 分在两处管压 孟川即便如此 也非常想要斩杀他 在重混沌灵主中 以智慧出名 这是很奇怪的事 孟川站在空间牢狱之外 却分化出一尊元神分身 进入牢狱之内 在进入的一刹那 这座庞大的空间牢狱 时间恢复了流动 原本禁锢了一般一动不动的白手怪物智者 上百个头颅都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神平静 没有丝毫力气 甚至嘴角还微微弯曲 似乎在笑 白眉飘飘 上百个头颅同时盯着孟川 你又来了 是啊 我又来杀你了 永恒出手捉拿之时 我就知道 要偿还因果了 但你的实力 还杀不了我 是吗 蹦川微笑 到了他们这一等层次 是很难看到他们的未来的 但这白手怪物似乎能够看透一切 欲言所说都精准无比 白手怪物盘踞在那 周围却出现了虚化的深渊场景 这是球形深渊 从最外层开始 一层层往内 白手怪物是在最核心中央 最内层的深渊是分为最小的 比一座核系略大些 最外层的深渊更是比一座核域还要大 一共三百九十九层深渊形成的球体 占据了大半个空间牢狱 这是关押混沌领主的空间牢狱 内部空间可大可小 自然轻易就承受了 三百九十九层虚幻深渊庇护 梦川依旧有无形之念 渗透进白手怪物的意识 针对心灵的攻击 作为原神八截境生命体 梦川在这方面是最强的 欲要摧毁对方的意识 众多无形之念渗透透过一层层深渊 每经过一层 梦川渗透便更吃力一些 当彻底渗透到白手怪物体内时 便只剩下三成威力 白手怪物抵抗着 同时他还说着 梦川一念又有阵发起 一座大印隐隐凝聚 碾压而去 白手怪物暗暗凯探 这些彻底掌握时间空间的 八截境修行者 手段的确可怕 片刻之后 还是差不了 当我的法门完善之后 再来试一试吧 如果依旧不行 只能放弃了 选择弱些的混沌灵珠了 在书山看了六十年 特别看了大量的永恒传承 眼界太阔的多 对于自身的绝学 梦川也有完善的想法 梦川这一孙原神分身退了出去 在退的刹那 空间牢狱时间流速逐渐进入停滞 无形禁锢力量压制着白手怪物 白手怪物感觉到禁锢力量加深 不由的追忆过去 深渊纵横无尽时空 吞噬掉一个个世界时 那是何等风光啊 深渊太强大 很多混沌生物被吞袭进深渊之后 都沉浮于深渊 成为深渊的手下 征战四方 而他就是深渊之下 地位最高的一个 可惜啊 这些都是记忆了 白手怪物闭上了眼睛 彻底被禁锢住 时间也彻底静止了 苍原界 江州城 孟府 柳七月坐在竹椅上看着书 抬头看了书房一眼 书房中 孟川正在绘画中 丈夫拥有诸多元神分身 如今所有分身都不愿意分心 可见到了关键时刻 柳七月心中复杂 从心底来讲 他甚至希望丈夫长久停留在半步八戒境 等到接近寿命大现时再去妒解 然而 修行路本就是勇猛精进 失去了勇猛精进之心 心灵意志更无望承载时空演化了 孟川也无法控制自身修行进度 元神世界演化时空就代表他只剩下一百年时间 柳七月知道 丈夫能够成为元神八戒境生命体 去杜劫那是整个时空长河修行界的盛世 也是整个沧原界命运蜕变的契机 一旦梦川成功 沧原界将一跃成为高等生命世界 甚至沧原界大量生灵都将受益 即便是他 到了寿命大线 也可超脱轮回 成为沧原界神灵与天同兽 对家乡世界 对族群 都是蜕变的契机 可是 对孟川 却是生死大劫 从年少时期 你就是这样 勇猛精进 不顾自身的性命 曾日日都去追杀妖王 一己之力杀百万妖王 也闯荡域外实力突破 最终赢得妖族入侵战争 承洁静后 也从未停下脚步 柳七月曾经劝过丈夫 战争获胜了 可以停一停 缓一缓 看一看这世间风景 世间的美好 不仅仅只有修行 丈夫嘴上硬着 可依旧修炼成匪夷所思的 八截境生命题 听儿子孟安说 都有七截境大能 去拜访过孟安夫妇俩了 可见如今丈夫在 时空长河中的地位 成了 此时书房中传来喜悦的声音 柳七月听了 连忙放下手中书籍 走了过去 便看到孟川美滋滋的 看着眼前展开部分的画卷 柳七月走过去 看着画卷问道 成功了 长画卷仅仅展开部分 是画的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 是一节黑色龙爪 龙爪上鳞片 都让柳七月心颤 紧紧看到 仿佛看到宇宙都在破碎湮灭 他的脸色都不由得一白 柳川立即合掌画卷 握住妻子的手 元神之力 立即抚平了 妻子元神的震颤 画作气息完全收敛 不外泄分毫 凡俗看了都没事 但越是境界高折 观看画卷 领悟越多 受到冲击越大 你若是要看 如今勉强 可以看第一幅 好 画道 可容宇宙时空 这次我以十九幅画 彻底绘画出了 我这些年的积累和领悟 必须得感谢龙祖啊 龙祖提议建立的书山 九十六份永恒传承 以及众宇宙的海量典籍 大大开拓了孟川的眼界 他甚至觉得 自己画道方面 已经超出了六笔浮印密法的范畴 延伸到了更强的层次 其实啊 六笔浮印只是永恒存在收弟子的门槛而已 远远没到画道的极限 六笔浮印是个门槛 代表的是修行方向 孟川截止到今日 在这个方向中 才感觉超出六笔浮印的界限 摸索向更深远层次 完善所学 是不是杜杰把握更大了 我都不知道杜杰会遇到什么 不过 我猜希望更大了 看着妻子 明白妻子的担心 孟川安慰道 其实他并非撒谎 这次创出的画石九符 代表如今所学的最高成就 但他真正高兴的是画道方面的提升 画道是他观看世界修行的思想核心 剑道修行者 万事万物 在剑道修行者眼中都可化作剑法 那么画道修行者 万事万物都可化作画作 在孟川眼中 这就是最根本的智慧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地 他都有信心 以画道去参悟 如果哪一天 他能参破所有一切 那便是无惑 是全知 那个时候便是永恒了吧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69集 前原山 暗红空间 孟川再次来到那座 关押混沌领主智者的空间牢狱前 看着牢狱内 时间停滞下 一动不动的白手怪物 孟川存当 这是我最后一次对你动手 如果依旧失败 只能换个目标了 渡劫前百年时间 他已经耗费了八十年 自身所学也彻底整合 如果依旧杀不死智者 他想不到别的法子了 只能换一个弱一点的混沌领主 梦境之主 吞戒领主也不错嘛 在杜劫前必须得斩杀一个 至少能提高一丝杜劫的把握 他都必须争取 只见孟川迈步进入空间牢狱的刹那 空间牢狱时间开始流动 恢复正常 那白手怪物也睁开了眼睛 你又来了 从白手怪物的角度 每次被禁锢封禁时间是禁止的 所以感觉是孟川一次挑战 连着一次挑战 几乎没有停歇 这是最后一次 好 最后一次了 白手怪物一个念头 浩瀚的虚幻深渊已然显现 杭大球体层层庇护着白手怪物 这是他所悟的最强的护身手段 实际上因为受深渊庇护成为混沌领主之后 他根本不会遇到什么激烈的战斗 他在战斗方面并不算擅长 仅仅悟出了一层层护身手段 累计三百九十九层结合在一起 我特地为你画了一幅画 排序画时期 蛇腹 孟川开口了 他的元神世界笼罩整个空间牢狱 一个念头有蜿蜒大蛇显现 那大蛇一圈圈已然缠上了三百九十九层球体深渊 大蛇的蛇鳞如动传地 有恐怖的力量在续击 整个大蛇在一圈圈缠绕 扭曲 令球体深渊震颤起来 一息时间不到 最外一层深渊已经破碎 最外层深渊是韧性最强的 后面的层层虚幻深渊 虽然有着种种防护手段 但在正面抵抗方面还不如最外层的 看着一层层碎裂 孟川露出一丝笑容 之前多次交手 元神八截镜拥有种种诡异手段 都被三百九十九层护体深渊 众多层级抵挡削弱 他知道对方是智者 防护手段肯定花费很多心思 所以最佳的方法就是 以力破罚 绝对的力量碾压过去 他创出了迄今纯粹力量绞杀最强的一招 蛇腹 事实上正如他所料 仅仅最外层耽搁了点时间 后面接连崩溃 伴随着护体深渊的崩溃 白手怪物的身体陡然虚幻 哼 梦川一声冷横 元神之力宛如利刃 冲击白手怪物的心灵 白手怪物虽然是混沌灵主 可是论心灵意志 还是不如元神八截镜的 特别是种种防护手段 都被破解之后 时程时承受了梦川元神之力的轰击 白手怪物虚化的身躯 痛苦的扭曲的又变得真实 变得真实的刹那 那一圈圈缠绕的蜿蜒大蛇 猛然一收 所束缚的那头白手怪物 身躯彻底湮灭 蛇腹这一招 束缚的不仅仅指示目标 更是一片时空 束缚的时空处处都湮灭 敌人自然不可能逃过一丝能量 湮灭的刹那 梦川便看到了被禁锢着的命盒 那是一本银灰色书籍 什么 书本 梦川一迈步 到了书籍前 看到书籍表面有两个字符 过去没结果 但明白含义 杂技 无尽混沌中 混沌生物不计其数 命盒也是千奇百怪 也不知从哪来 梦川甚至很想看一看 这本书籍的内容 但是原神之力在触碰书籍的刹那 书籍便已然分解 彻底消散 化作虚无 同时 有神秘力量顺着梦川的原神之力 彻底渗透进原神的每一处 梦川只觉得原神颤力 比七节镜时第一次吞噬的感觉 还要强烈 他强忍着 立即飞出了空间牢狱 他离开之后 这座空间牢狱也悄然消失 最高层的混沌领主牢狱 变成了三十座 梦川出了暗红空间 在前原山上山林间 便直接盘膝坐下 站立 眩晕 飘然感 种种感觉冲击着梦川 这些混沌领主 因触犯禁忌 被永恒存在囚禁 数量也有限 永恒存在的记名弟子 也仅有一次斩杀名额 但因为永恒存在 言出法随定下的规矩 在前原山斩杀 是可以完美吞噬的 彻底吞噬掉对方的力量 形成最适合自己的天赋 这样的机会 无比珍惜 梦川将这个机会 用在了混沌领主智者身上 神秘之力 融入梦川原神片刻之后 终于海量的记忆 涌入梦川的脑海 修炼成为原神八戒镜 梦川的原神承受力 是何等之强 但是汹涌而来的记忆 还是让梦川一瞬间 都有些无法思考 这些记忆的灌输 持续了十余息时间 梦川才终于承受完 完美吞噬这头混沌领主 得到的 竟是记忆 梦川很惊讶 他本以为是什么天赋呢 谁想是浩瀚的记忆 梦川试着理解这些记忆 记忆灌输十余息 理解它 却是耗费了六个多时针 要知道 梦川一念便可阅读海量讯息 这一次却阅读如此之久啊 原来 这就是这头混沌领主 被称作是智者的原因吗 梦川了然了 阅读完 他也就彻底明白了 混沌领主智者 在还只是五节径 混沌生物时 就遇到了深渊 深渊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是八节径顶尖层次 吞噬诸多时空 无数生灵容纳进体内 当时智者也就是这么被吞吸了进去 成为深渊内部的无数生灵中的一个 在其中经历残酷竞争 在竞争成长中 智者成为了七节径混沌生物 有资格独自占领一层深渊 他对自己那一层深渊的改造 他的改造令内一层深渊最为强大 令深渊本身惊喜万分 便开始栽培于他 智者的建议下 整个深渊构造都逐渐完善 深渊更是终于突破到八节径极限 自然更偏爱他 大量七节径混沌生物 甚至于混沌领主都送给智者吞噬 就这么的 智者蜕变成了混沌领主 在他的帮助之下 深渊越加强大 甚至在八节径极限中都越加可怕 永恒的亲传弟子 也只是和他斗得相当而已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永恒亲自出手 囚禁了深渊和智者 也在今日智者被孟川所斩杀 得到的便是智者的记忆 白手怪物 每个头颅都有不同的性格思维和爱好 仿佛至截然不同的一百个生灵 但由记忆相通 形成完整的意识 这一百个头颅刻意追求不同的修行道路 天生可以吞噬其他生物的记忆 吞噬记忆越多 懂得便越来越多 一百个头颅走的是一百条修行道路吗 自己仅仅走一条道路 那就是化道 可这位智者竟然同时走一百条道路 每个头颅走一条 化道也是其中之一 只是智者在化道这方面的成就 感觉也就是孟川六节境识的层次 但架不住智者走的道路多呀 化道 神道 心道 梦道 世界道 福道 阵法道 这些个道路并不是智者从无到有摸索出来的 而是他在深渊中吞噬无数生灵的记忆逐渐整合起来的 所以呢 每一条道路他的境界都不算高 高的也就约莫七节境层次 低的约莫六节境层次 虽然是靠吞噬记忆 最终走出百道 但是孟川依旧很惊叹了 因为他很清楚 走任何一条道路必须成心于一道 就像化道版 需要有一双绘画世界的眼睛 其他道路也是如此 这位智者的确是天赋卓绝 他的百心分别走百条道路 每一条道路都是那一个心灵成心喜欢 而且有天赋的 如此才能最终走出百道 百条道路相互印证 领悟的交集 就是智者认为绝对正确的 也是靠这样的方法 他不断推演深渊的构造 令深渊越加完善强大 这百道参悟的交集 还能这样吗 虽然作为永恒弟子的机缘 唯一的一次完美吞噬 唯一的一次完美吞噬混沌生物 获得的仅仅是记忆 可是其中关于百道的记忆 实在是太珍贵了 梦川很满意 梦川很满意 梦川的心情愉悦 修行的根本 画道 有望提升 他自然欢喜 当他微笑着睁开眼睛的时候 便看到一头黑白异兽 正睁大眼睛看着他 梦川吓了一大跳 自己都没感应到 梦川连忙起身行李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七十集 千首前辈 现在你可以喊我一声师兄了 梦川拜见千首师兄 炼化他 只见黑白异兽爪子一睁 扔出了一块玉符 梦川接过玉符 元神之力一瞬后 这玉符立即融入了梦川的元神 令梦川的眉心 隐隐出现一道火焰印记 梦川在炼化玉符时 明白了许多讯息 比如师尊之名 比如师尊的洞府 以及九十九座别院所在 现在你勉强可以算 师尊的弟子了 勉强可以算 你通过考验 当然算是师尊弟子 可严格来说 还得前往师尊的洞府 青火山 得到师尊的亲自认可 你抵达青火山 就得等待赵剑 师尊可能睡一觉 就是数亿年 什么时候赵剑 自然看师尊的意愿 啊 明白了 梦川微微点头 作为弟子 可借助密法 形成时空传送通道 从前原山 赶往青火山 即便是元神八戒镜 也需要十年时间 八戒镜们 跳出时空长河 等待再久 也是有耐心的 可是自己 离渡劫时间不多了 是等不起的 你现在最紧要的是渡劫 师尊对弟子们 很是放任 任由弟子们修行成长 即便遇到危险 遇到大敌死去 师尊也会将弟子 从时空中捞回来 但有一点 寿命大陷到了 师尊就没法救了 其实也就是 无尽时空规则 认为你该死了 那些六戒镜 七戒镜 是真衰老到必死无疑吗 只是无尽时空规则 认为他们到了 衰老该死的时候了 无尽时空规则 不可违孽 唯有扛过第九次天节 方才彻底超脱 真正永恒 你如今面对的是第八次天节 赌不过就得死 无尽时空认定你得死 师尊将你捞回来 你也会再度泯灭 好好赌劫吧 赌过第八次天节 你的寿命也将大大增加 也能看到精彩千倍万倍的风景 否则 只能活在短短数十万年时间段内 又只经历一座宇宙 见识 未免太少了 孟川倒不觉得 七戒镜已经站在一座宇宙的巅峰 得到的够多了 只是相比较而言 跳出时空长河的八戒镜 所经历的匪夷所思而已 如今你考验已经完成 不能在这儿逗留太久 该离开了 将来要拜见师尊 直接前往青火山即可 先手师兄 那我告辞了 这浅元山 又只有我一个了 害事的 都走光了 先手师兄点了点头 孟川的身体便消散不见 先手师兄 美滋滋的就地一躺 六只爪子抱着自己 两只爪子摸着自己的脸 又开始睡了起来 梦境中自然营造 他想要经历的世界 作为拥有八截镜 极限实力的先手师兄 梦境营造的世界 足以媲美真实世界 漫长岁月 他早就习惯了 在一个个梦境世界中 为所欲为 只有偶尔要接待 师尊弟子时 才苏醒一次 苍元界 天地大殿内 孟川的眉心 也有火焰印记 一个念头 印记便隐藏起来 远在前元山的元神分身 说散也就散了 毕竟那一尊元神分身 并没有什么宝物 在前元山获得的 天赋和记忆 家乡宇宙的真身分身 也进阶获得 没必要再辛辛苦苦地 赶路了 渡劫之前 还剩下二十年 如今所有分身 都回到家乡宇宙 控制自身时间流速 还可以守护家乡两百年 探似和旁人一样 可是梦川 自身经历的时间流速 是外界的十分之一 如此 家乡宇宙的两百年之后 天结才会降临 梦川也只是想守护家乡 陪陪家人更久一些 元出山高空 梦川俯瞰整个总派 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 特别是自己成为 半步八截境之后 彻底参悟这方宇宙的 十大本源规则时 也为苍原界的神魔修行体系 创出了大量的法门 彻底补足了苍原界的短板 一个中等生命世界 一旦诞生出一位半步八截境 修行体系会迅速完善 因为半步八截境 是掌握最根本的时间和空间 而且还会去参悟十大本源规则 掌握这一切根本之后 再来推演修行体系 是最符合这方宇宙的修行体系 可比七截境门 创造法门强太多了 像截境之前的修行体系 孟川能够三五天就创出一门 连截境层次的法门 他都创出了三十门 若是渡界成功 我也会为苍原界神魔修行体系 创出一门不亚于星空一脉 修罗一脉的完善法门 他如今境界都足够 阅读过书山 吸收混沌领主智者的记忆之后 积累也足够了 但时间不够了 仅仅二十年时间 创造星空一脉 这个层次的强大法门 这太紧张了 孟川飞行在 苍原界的一处处区域 同妖族的战争正式结束 已经过去一千六百多年了 对如今 苍原界的老百姓们而言 妖族仅仅是史书上的记载 太过遥远了 整个苍原界如今是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 孟川作为这个时代 时空长河最强者 给苍原界带来了太多的好处 大量奇珍异宝 典籍都运送到苍原界 苍原界的普通老百姓们都能够接触到修行 修行成为每一个苍原界族人必定要做的事 只是成神魔的比例依旧极低极低 可诞生的神魔也比一千多年前多太多了 毕竟是诞生过八节径生命体家乡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在时空长河也都是无比繁荣的 仅次于高等生命世界 孟川想到了蒙叉界 那蒙叉之祖也是成为八节径生命体 只是渡劫失败了 他留给蒙叉界的宝藏 反而引来了万星天地的窥似 孟川俯瞰着繁荣的苍原界 他也知道自己能做的有限 不成高等生命世界 自然会被一代代修行者们窥似 即便成了高等生命世界 八节径大能唯有活着 高等生命世界才会无忧 即便不经历任何危险 一座生命世界本身就有衰败之日 便是一座宇宙都有破灭之日啊 孟川也很坦然 想要解决这些难题只有一个法子 那就是成就八节径 成了八节径宇宙破灭 也有办法带领族人们逃过这一劫 孟川看似油然 经常陪着妻子父母 甚至还会去找一些老友们 艳禁 颜赤彤 聚一聚 艳禁他们都是一千八百多岁了 都还活得挺好的 但实际上 孟川的原神分身们 则是专注于思索 从混沌领主智者那儿 得到的百道技艺 汲取百道的资粮 充实自己的话道 就这么的时间一年年的过去 离渡劫也越来越近 此时在域外虚空 大雨星 这大雨星是黄一书院的一处分布所在 汪玉老弟 从今往后呀 你也是我黄一书院的一员了 放心 我师尊乃是书院内的六节径大能 有我照顾你 在书院内你不会受欺负的 谢赤所兄 这么多年了 终于杜劫成为了肉身五节径 为了杜劫有足够把握 他故意拖延时间 境界足够高 有近乎十足把握了 才完善肉身迎接天节 果真一举成功 成为五节径 虽然祖父父亲的敌人是一位六节径 但我应该也能帮上一点忙了 我发给你一份情报 是黄一书院成员都应该知道的 孟玉感应到了 这个情报有书院内的详细规矩 讲成体系等等 也有整个石工城和各方势力的情报 特别是最强大的一位位存在们 也有记载 重点提到的 当代最强大的元神八节径 东宁城主孟川 还有他的好友 半部八节径的白鸟馆主 孟玉一愣 他仔细查看情报 关于东宁城主孟川的情报 东宁城主孟川 家乡是三湾河系苍原界 游子孟安 名字都一样 不会这么巧吧 孟玉心神荡漾 元神八节径 祖父是元神八节径吗 可能吗 他对八节径了解的很少 以他能够接触到的情报 只知道八节径是无所不能的存在 高高在上 七节径们想要追随八节径而不可得 八节径一个眼神 七节径大能都得湮灭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七十一集 东宁城主孟川 掌控昆云秘境 孟玉看到情报中的记载的这一条 昆云秘境 那不是自己的家乡吗 玉儿 此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了 孟玉抬头看去 赤红岩石巨人 也看到了旁边凭空出现了一位 黑袍白发男子 祖父 孟玉看着祖父 孟川在孙儿得知真相的刹那 就有所感应 毕竟成为原神八节径之后 只要有念自己之名 便是在遥远的其他宇宙 他都能够感应得到 前辈是 我是孟玉的祖父 玉儿 随我走走 是 孟川和孟玉 已经来到了昆云秘境 孟玉看着浩瀚的天空 晚霞灿烂 他一直想着回来帮祖父 如今回来了 只是 是如今的结果 日儿 你应该看到关于我的情报了 当年我第一次见你时 的确还没杜结成六节径 孟玉点了点头 他相信 因为母亲的族群死去了很多族人 这不可能有假 而且情报中 东宁城主 孟川 修行的确极快 短时间之内 便从弱小 成为七节径大能 而后 更是成为了 元神八节径 掌控昆云秘境之后 我和你的爹娘商量过 有我决定 暂时瞒住你 也是为了你修行路 能够走得更远 你的天赋啊 是比你爹更优秀的 我一直以为自己有大敌 小心翼翼修炼至今 谁想 我祖父竟然是八节径大能 那我以后 是不是可以横着走了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 孟川此时递给他一个银色圆环 孟玉接过 一查看 便看晃了眼 银色圆环内的众多奇珍 还有修行典籍 都是他想要而不可得的 谢祖父 祖父能帮你的 就这么多了 孟川 也得需要考虑族群 考虑其他族人 孙儿成了五节径 更有成为六节径的希望 才赠予价值一千万方的宝藏 这点宝藏对他来讲 虽然不值一提 但对孙儿已经足够了 祖父 我明白 你得一碗水端平 只是 祖父你可是八节径 这一碗水 稍微向孙儿倾斜倾斜 也没什么嘛 嘿嘿 孟川看着笑嘻嘻的孙儿 其实他感应得到 瞒了这么多年 孟玉心底是有一些不满的 但是很快也就释怀了 孙儿 孙儿都说我是元神八节径 但是度节之事是大秘密 是不会向普通成员们公开的 甚至连那些七节径们 对孟川是否已经度过天节 也不太清楚 也不敢多问 孟玉的确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刚为祖父是八节径 而震撼而兴奋 现在祖父说还要度节 说不定就死了 自己还得小心翼翼的修行 祖父 你一定能度节成功的 孙儿修行这么多年 最想的事就是不必在任何强者面前伪装 为了孙儿这一梦想 祖父你也得度节成功啊 你这小子呀 放心 祖父会努力的 当代有元神八节径俯瞰众生 时空长河各方势力都小心翼翼 过去的混乱争斗都少了许多 时间缓慢流逝中 孟川终于迎来了第八次天节降临这一天 孟川只觉得意识轰隆 便失去了对自身的感知 模糊的意识 只觉得被这恐怖的力量裹挟着 跟着猛然一扔便穿越无尽时空 前往无比遥远之地 那是比前缘山还要遥远的地方 那是另一个世界 师兄 你别死啊 你别死 都怪我 怪我 师兄 我一定带你回曲摩寺 师兄 若不回来了 曲摩寺到了 方琪他能不能醒过来 就看命了 他的伤势太重 失血太多 孟川的意识隐隐听到一些声音 虽然不了解这个语言 可是却能本能明白 只是意识的载体无比虚弱 令他的意识也恍恍惚惚 偶尔听到一些外界的话语 渐渐的意识的载体逐渐稳定 孟川的意识也开始稳定 终于有一天 一味生命的记忆被孟川的意识彻底接收 大鱼王朝驱魔司的驱魔人 天下依然大乱 诸多军阀并起 整个世界最可怕的存在 魔 孟川完全明白了 这是繁俗的世界 大鱼王朝是整个世界最庞大的王朝 统一天下 只是统治一千三百年之后 已然彻底腐朽 伴随着火器的兴起 诸多军阀利用火器装配军队 大鱼王朝已然摇摇欲坠 虽然朝廷高层有识之士 知道得利用火器 可是层层命令到下层之后 却难以执行 中宝私囊 军队臃肿 层层势力盘踞 令朝廷军队腐朽不堪 根本敌不过那些军阀的新军 方琪是孟川占据肉身的原来的主人 他是一位土财著方大龙之子 年少时就进入驱魔院学习 如今已经是一位朝廷驱魔司的 一位银张驱魔人 也是七品官职 驱魔人即便朝廷再腐朽 也是很看重的 因为魔是整个世界最可怕的存在 军队都无法对付魔 所以王朝的任何时期 任何势力都无比重视驱魔人 唯有驱魔人才能对付魔 孟川醒了过来 睁开了眼睛 看到了明媚的阳光 从窗外照了进来 好虚弱的身体啊 记忆中身体还是很强健的 应该是在床上躺了太久 嗯 右臂断了 孟川勉强坐了起来 看了眼自己的右臂 右臂处空荡荡的 仅有袖子飘荡 他记忆中最后一次驱魔 为了救下驱魔人师弟李峰 他损失了一条手臂 当时带着师弟仓皇而逃 之后就彻底失去了意识 这个肉身的原来主人 应该也是那个时候死去 自己占领了这个肉身 这个屋子呢 也很熟悉 是方琦平常起居所在 作为驱魔人 朝廷安排的住处 还是挺不错的 孟川一眼看到一面巨大的镜子 镜子清晰映照外界 单单这一面巨大的镜子 便价值百两银子 绝对算是奢侈品了 孟川走了过去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一个脸色苍白的断臂青年 方琦十九岁 银张驱魔人 断掉一臂 实力废掉了九成 这个世界 驱魔人都是凡俗吗 驱魔人需结印 双手结印和单手结印 区别自然大得很 单手结印 可能只能发挥一成的实力 孟川有些头疼 作为朝廷驱魔司 银张驱魔人 他自然了解很多秘辛情报 驱魔人也是繁俗 即便无病无灾 寿命和正常人一样 正常人能活到百岁 那都是人间祥瑞了 能活到五六十岁 就该很知足了 孟川拿起屋内的一根长棍 单手支撑着 慢吞吞走出了屋子 走出了小院 方琪 你醒了 方云章 方琪啊 你能醒过来是喜事 如今你断了一臂 实力下降太多 不太适合继续担当驱魔人了 你有两个选择 一回归乡里 依旧会是七品官员 会给你安排一个悠闲的差事 驱魔司在王朝各处都有分布 在家乡分布 安排一个养老的差事 这不是难事 因为驱魔人 在驱魔中死去的有很多 也有活下来 却成了残废的 驱魔司一直保证 每一个驱魔人 即便残疾也能安度余生 毕竟即便再强大的驱魔人 也可能因为对付强大的魔 成为废人 保护这些废人 就是保护将来的自己 第二个选择 便是在驱魔院担当一位教育 在那教导年轻小家伙们 我选第二个 嗯 以你的银张驱魔人身份 进入驱魔院 和实节担当圣教育 是从六品 你还升了半品 对了 驱魔司的法器 记得交接 是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72集 大鱼王朝京城驱魔院 师兄 你完全可以找个肥阙 好好享福了 甚至找几方窃室 给你们方家传宗接代啊 非得留在京城 这是非之地 这李峰啊 是一位很轻瘦的少年 今年17岁 天赋会很高 今年刚升为 银张驱魔人 和方琪在驱魔院时 就是睡在同一个房间的 好兄弟 只是和方琪 经验实力 还是有些欠缺 之前那次对付魔 便因为失误 害得方琪残疾 我暂时不想回去 不想回去 听说你爹找到第六房了 你不想见见 别问那么多了 你回去好好练习 解引之法 还得更熟练些 上次我能救你 下次我可没法再救你了 是 师兄 李峰点了点头 看着师兄气色挺好 他也放心了 之后便踏着积穴离去 孟川看着李峰离去 也朝驱魔院的经书楼走去 经书楼的书籍 驱魔院的学生们 都可以随意地借阅 作为教育 自然更能随意来阅读 当学生时 方琪只学了 关键的几本书籍 阅读了部分书籍 处类旁通 如今孟川来了 却是更贪婪地阅读 大渔王朝 京城驱魔院的经书楼 在天下间 都算排在前三 超过十万册驱魔书籍 虽然任由学生们借阅 但强大驱魔人的诞生 依旧非常艰难 超过十万册驱魔书籍 大部分一扫便可扔在一边 但值得认真读的 依旧有过千本 孟川如今繁俗混破 阅读起来也比较慢 魔分为三个等级 鬼魔 大魔 圆魔 驱魔人分为普通驱魔人 驱魔师 驱魔天使 普通驱魔人使用法器 得三五个合力 才能对付一头鬼魔 之前的方琪 就属于普通驱魔人 就是在对付一头鬼魔时 因为救师弟便丢了一笔 方琪已经是真正的驱魔人 也必须小心翼翼 和同伴配合 更不能有一丝松懈 一丝错漏 便可能令某位同伴毙命 驱魔师使用法器 可以单独对付一头鬼魔 已经非常罕见 在朝廷驱魔师内 至少也是无品关键 然而得一群驱魔师联手 方才有望对付一头大魔 驱魔天使 代表驱魔人的最高境界 朝廷驱魔师 仅有一位驱魔天使 整个天下间 驱魔天使都屈指可数 驱魔天使配合法器等外物 可以一对一 对付一头大魔 至于说原魔 天下间九头原魔都被封印着 至少都活了数千年 历史上每一头原魔破开封禁 都会令天下震荡 生灵涂炭 天下所有驱魔势力 都会联手全力封禁 驱魔人即便数量再多 都未曾击杀过一头原魔 原魔不死不灭 梦川暗暗皱眉 这个世界驱魔师 以精神沟通法印 俘虏 法器等外物 撬动天地之力 对付魔 可自身 依旧是凡俗 我这次渡截 冥冥中那个力量 将我意识扔到这里 只降下一道讯息 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 可我能确定 这个世界根本没法 窜息外界之力 梦川的心灵意志 乃至原神八截境层次 是何等之强大呀 但如今他的心灵意志 却是依靠这一句肉身 肉身承载魂魄 魂魄太过强大 会压垮肉身的 梦川能够感觉到 自身魂魄很弱小 心灵意志虽然令魂魄 本质蜕变 但根本无法吸收 外界一丝力量 天地之力 星辰之力 太阴之力 太阳之力 一切力量都被禁锢 明明这具肉身的魂魄 饥渴无比 可极具成长 就是没有足够的能量供应 无法外求 唯一吸收能量的方法 就是靠吃 吃 汲取的那点营养 来供应肉身 供应魂魄 而且这个世界 又都只是繁俗食物 吃这些是没法超脱繁俗的 仅仅靠吃 连我的心灵意志 驾驭魂魄魄 都无法吸收外界力量 应该是规则层面的禁止啊 梦川思索着 又继续看书 梦川在驱魔院教书 闲暇时间就是在看书 以及锻炼身体 繁俗自然可以锻炼肉身 梦川知道太多 气血锻炼肉身的方法 随着尝试 渐渐摸索出一套 繁俗健身操 这是根据他这断臂肉身 摸索出的最适合的锻炼方式 他也购买大量的肉食 每天都吃大量肉食 足够的肉食 不但让肉身迅速强壮 魂魄也能汲取营养成长 每天吃肉食需要吃半个时辰 每天锻炼繁俗健身操 需要四个时辰 教书倒是平均一天一堂课 半个时辰便足够 每日锻炼疲惫之余 还得抓紧时间看书 作为繁俗 他的时间有限 即便拼尽全力 都很难堵截工程 懈怠怕是必定会失败 除了睡觉 他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单单这等新兴 坚持 在繁俗中能做到的 便少之又少 两年时间 肉身便锻炼到了繁俗的极限 繁俗的肉身 能承载的魂魄极限 也太弱了 蒙春的左手 拿起一百斤试锁 随意地扔了一下 扔了五六米高 又伸手接住 看似挺不错的 可是随意地一头鬼魔 纯粹力量都比自己强成十倍以上 更别说能毁灭城池的大魔了 蒙春暗暗感叹 繁俗是有极限的 力量和速度样样都有极限 难以逾越 自己估摸着有三千斤利息 就是繁俗力量极限 当然也得考虑断臂的原因 肉身达到极限之后 能承载的魂魄也会达到极限 没法再变强 这就是我能倚仗的基础 驱魔人 以精神沟通法印 俘虏法器等物 精神便是源自于魂魄 我的魂魄极限就这么高 而且繁俗的肉身 三十岁开始 就从巅峰逐渐滑落 五十岁就老了 八九十岁能活着就不错了 所以我最好三十岁 就渡劫工程 越往后拖 身体越衰老 魂魄越弱 成为世界最强的难度 会越高啊 孟川教书的第三年 韩军大军京城了 京城大乱 战火燃遍群城 皇宫都一片混乱 皇族都提前逃了 一位断臂不一青年 背着行囊 从皇宫中走了出来 有乱兵碰到他 却仿佛没看见 孟川的魂魄 是这具繁俗肉身的 承载极限 虽然还未成原神 但是孟川也能施展 一些简单的幻术 至少迷幻住 十几二十个普通人 还是能做到的 当然遇到一直够强的 他如今的魂魄施展的幻术 便可能被识破 诱惑着大量人面前 他也无法同时迷幻太多人 这三本驱魔宝册 那些皇族竟然都没理会 只是带着金银珠宝逃掉了 他早就盯上了这三本驱魔宝册 都是大鱼王朝最兴盛时 逼迫三大驱魔势力交出来的典籍 皇宝有存本 驱魔宝总部也有存本 孟川却没有去驱魔宝 因为在他看来 此刻的皇宝反而更容易得手 孟川也在这一天 离开了京城 踏上了回家之路 南方第一大城 滨海城 方其他爹卖掉所有田地 搬到这座大城了 独臂的孟川背着行囊 走在滨海城 滨海城靠海 贸易发达 明明如今天下大乱 但滨海城有好几股势力把持 却保持着难得的和平 也让各方富商贵人 都携家带口逃到了这里 战乱之下 滨海城却成了整个天下最繁华的城市 孟川在驱魔院教书 就得到方其父亲方大龙的信 表示搬到了滨海城 还给了地址 孟川终于摸到了地址所在 什么 昨天晚上 刚给你的一包银子 你就没了 眼前宅子里传来了吼声 这吼声让孟川都无比熟悉 记忆中的那个声音 他这具肉身的父亲 方大龙 孟川走上前去敲门 门开了 一位憨厚老汉 朝外看了一眼 谁啊 三毛说 大少爷 老爷 大少爷回来了 大少爷回来了 方大龙身边的两大狗腿子之一 王三毛 三毛叔力量大 胆子大 够忠诚 方大龙青年时 王三毛就跟着他 甚至连家里的女人 都是方大龙带人给老兄弟抢亲抢来的 王朝末年 官府权力不下乡 乡下混乱 更靠拳头大说话 抢亲都成了一门风俗了 能抢下 站住 便代表实力够强 还会被认为是嫁得不错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73集 吉儿回来了 大嗓门声音响震整个宅子 一位腰间插着两把火枪的大汉 跑了出来 这大汉裹子脸 毛发旺盛 双眸如虎 一股蟒气 方大龙就是靠着枪 靠着手下 成为一方土财主的 甚至将儿子送到京城驱魔院 孟川看着这位大汉 方大龙今年41岁 还不显老态 方大龙看着穿着朴素的青年 站在面前 走时还是唇红齿白的少年 如今却是断臂 方大龙一把抱住儿子 泪珠一颗颗的滚落 吉儿 都是爹的错 爹的错 不该让你去去卧院的 是孩儿鲁莽 他倒是记得 方大龙送儿子去驱魔院时 再三叮嘱 吉儿呀 去驱魔院 学学驱魔本事 学完就回来 可别真的进驱魔寺 可是年少气盛的方琪 在京城显然不管父亲的叮嘱 意气风发加入了驱魔寺 父子俩相拥时 一个个女人孩子 都到了前院 这就是大少爷 怎么是个残废啊 别瞎说 大少爷可是朝廷官员 朝廷都没了 什么官员 属性平荒马乱 家里用钱本来就紧张 又多了一个大少爷 女人们嘀嘀咕咕 有些更是目光不善 当初方琪去京城 也有不愿意和这些姨娘 打交道的原因 方大龙仅仅拥抱儿子好一会儿 才放下 孟川则是看向院子中来的 一个个女人们 甚至还有些孩童 方大龙见状 略有些尴尬 陪笑道 你二姨娘她们 你都认识了 有几个你不认识 我给你介绍 这是你六姨娘 这是你八姨娘 这是你十一姨娘 到底娶了多少啊 你在京城 我不想让你烦心 所以没说嘛 在乡下时 娶了老七 之后就搬到城里 如今兵荒马乱 你老爹我越加吃香了 在城里又娶了六缝 不过你是二姨娘 刚嫁给我半月 就投了别人 他可真是瞎了眼 有他后混的 方大龙对那群 姨娘身边的孩童们吼道 你们几个小兔崽子 赶紧去练拳 是爹 立即有六个孩童 连忙高声应的 还是忍不住好奇地 看了看家族的长兄 长兄听说可是朝廷大官 还是驱魔人 可是老爹的威信太大 这六个孩童都一如往常 跑去练拳了 齐儿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孟川倒是了解方大龙的发家史 方大龙能够从普通乡下人爬起来 靠的就是能打 这个世界也是有拳法的 也有所谓的拳法大宗师 可是拳法大宗师也就千金之力 仗着拳法精妙能够以一敌百罢了 随着火气的兴起 拳法地位越加没落 毕竟十几杆火枪一同开枪 拳法大宗师那也得狼狈而逃啊 毕竟他们也是血肉之趣 稍稍跑慢了身上就得多几个孔 此时方大龙带着孟川来到了一个小院 推门而入 这个院子是你的 房子的布置和老家一样 你的东西呢 都从老家一同搬过来了 一件没丢 孟川一眼看出 屋子中物件的摆放和记忆中差不多 还放着一张相片 那是一对夫妇抱着儿女的照片 夫妇 男人是年轻时的方大龙 女人却是一位温柔的妇人 方大龙走过去轻轻擦拭了照片 在他年轻时 照相是很奢侈的 他当初依旧带着妻子儿女 兴高采烈去城里照了相 十六岁那年 他方大龙就成亲了 妻子十七 大一岁 他白手起家 在那混乱世道 硬是创出了一番大家业 和叛军势力有交往 和当地朝廷官员也关系极好 威震周围百里 曾有当地官员要对他下手 之后那官员就被叛军刺杀了 当地的一群凶人都信服他 追随他 甚至他也带了不少同乡来到滨海 方大龙放下相片 坐在床上叹息道 这一刻 这个老父亲苍老不少 唉 我最后悔的 就是同意你去京城 去驱魔院 是我当初想要当驱魔人 这不怪你 我若不同意 你一个小崽子 怎么去得了京城呢 唉 还是我当初野心太大 想着火器这玩意儿太厉害 我们方家靠拳法穿家 不够靠谱 得学更厉害的手艺 所以我才让你去京城驱魔院 在这乱世呀 就是经营粮食都没有 只有靠人 靠厉害的本身才能立足 驱魔人的手段 不管谁家都得尽为三分呢 孟川看得出 方大龙的确是枭雄人物 在家乡带领一群凶人 威震百里 来到如今最繁华的滨海城 能买下如此大宅子 护院便有十几位 可见依旧颇有地位 我愧对你娘了 我在你娘坟前发过誓 一定照顾好你们兄妹俩 我失言了 不过你回来就好 回来就找几方女人 生几个娃娃 好好过日子 小妹呢 你妹妹她又在外野着呢 太过宠她 越来越管不了了 方大龙摇头倒 虽然后来娶了一些姨太太 也有了其他孩子 但也只有方琪方倩 这一对兄妹 她最为宠爱 也最是管不住 在记忆中 妹妹方倩 是方琪 同父同母的亲妹妹 继承了这一肉身 便是欠了方琪的因果 孟川对方琪 最关心的人 自然也很重视 仅仅仅半个时辰之后 妹妹方倩便赶回来了 哥 哥 波浪卷发的方倩飞奔着 沿着走廊 好到了孟川的小院 孟川 听到声音 从屋内走了出来 一眼便看到一名活力四射的年轻美貌女子 妹妹方倩 容貌有照片上母亲的几分模样 但更为年轻 眼神都很亮 毕竟是从小练拳长大 精气神很足 方倩也看着眼前的不一青年 袖子空荡荡的 显然断臂了 气息内敛沉稳 完全不像二十岁出头 更像是四五十岁 经历过风霜的老一辈 方倩看着哥哥的模样 哥哥离家已是少年 完全能看出当初的模样 只是更成熟了 只是这气质嘛 方倩知道 断臂对哥哥的打击一定很大 方倩跑了过去 紧紧拥抱住兄长 泪水都浸湿了孟川的衣裳 三姐 如今这位大少爷回来了 老爷不会让大少爷长家吧 老爷对那对兄妹可宠得很 放心 如果方倩这位大少爷不是残废 又有驱魔本事 是有八九 是会长家的 但他是个残废 我们方家也是大户人家 让残疾长家 会成为滨海臣的笑话 我听说残疾之后 去某本事都废了 用火器都不行 如今这世道 根本没有资格长家 如今三姨娘在方家后院中 因应是地位最高的 毕竟她本是跟随老爷的数十位凶人之一 一手枪法也是精准的很 手下也有不少人命 嫁给老爷之后 其他姨娘自然畏惧她一头 她的见识也要广不少 她的推测很有道理 原本只是普通驱魔人的方琪 数名同伴合力 才能对付一头鬼魔 断壁后 实力怕这只剩下一成 连和同伴联手去对鬼魔的资格都没有 驱魔本是说费了 也相差不远 只是孟川降临 自然不同了 让这群姨娘们放心的是 这位大少爷方琪回来之后 根本就不掺和家里的任何事 老爷给他银子 大少爷都拒绝了 反而随手拿出一颗宝珠 安排府里人去买下驱魔材料 这让方大龙郑重几分 自己这长子 看来这些年也不是白混的呀 那些姨娘们则是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大多目光短浅 为了钱财 为了生存才嫁给老爷的 那拳头大的宝珠 价值得有万两万 这位大少爷在京城待了那么多年 也很肥呀 当即就有些年轻的姨娘 态度变了 讨好了几分 孟川自然看不上方家的积累 以他的本事 在皇宫大乱的时候 凭借幻术 顺手捡一捡 调包了皇族的一些奇珍 捡了半包裹的宝贝 就超过方家财富百倍了 绝对撑得上 整个滨海城的顶尖巨富了 没办法 孟川要练法器 越是珍贵的材料 越是价格高昂 甚至不一定买得到 他公开拿出的价值万两的宝珠 仅仅是他包裹内 宝物几乎最便宜的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74集 如今 雷法五星之法都修炼到天师之境 阵法练器之法还需要钻研 雷法分诸多战斗秘法 顿法 五行之法也分诸多秘法 以及五行顿法 打不过得能逃 毕竟如今自己是凡俗之身 失败丢了性命 那就杜劫失败了 所以孟川很重视顿法 最快的雷顿 以及能够应付种种险恶环境的五行顿法 他都学了 在驱魔院的时候 他的雷法就达到了天师境 五行法相对复杂得多 得到皇宫三本驱魔宝册 回到滨海城修炼半年 方才进阶达到天师境 我修行的第一步 是将驱魔之法 炼器 阵法 都达到天师境界 如今第一步 都还差不少 要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 按照我的计划 先寻着这个世界的体系 修炼到最强地步 包括炼器和阵法 有足够丰富的经验之后 第二步 进行开创 试着创出更强的手段 第三步 炼制最适合自己的法器和法阵 人之所以是人 就是因为擅长用工具 这个世界原有的法器和阵法 一来时间太久 很多都损坏 二来保存的梦川也看不上 毕竟那些炼器驱魔师境界也有限 自己去炼制出最强的法器 最强的阵法 配合自身诸多驱魔秘法 才有望达到前所未有之境 即便那样能杀原魔吗 原魔可从未死过呀 找几头魔 练练手 梦川每修炼有所成 都会顺手找魔试验一番 翻手取出一个法器罗盘 这个罗盘乃是法器 控制它能够感应 三十里范围内的魔器 看着罗盘上亮起的黑光 梦川惊讶的 什么 如此强的魔器 是大魔 滨海城出行大魔了 我降临这方世界 还没碰到过大魔呢 漫长岁月 原魔仅有九头 却都被封禁 一旦破了封禁 出来一头 都是滔天大祸 大魔虽然要多一些 可依旧罕见无比 或许如今这个时代 天下间有数十头 但分散在天下 梦川想要碰到一头 除非刻意去找 现在在滨海城 竟然碰到了一头大魔 在这个夜晚 梦川悄然离开了方府 手持罗盘 寻着魔器 一路追踪 走了足足十余里地 来到一处繁华地段 梦川抬头看去 一座豪车府底前 有大量军队护卫 更有一位位贵客 乘坐汽车到来 这汽车呀 是和火气崛起 几乎同时出现的 新鲜事物 一辆汽车 需要上千辆银子 在滨海城 是身份地位的象征 万会长 请 马帮主 大帅没有请你 你不能进去 沐西城 请 柳少爷 请 滨海城 一位位有头有脸的人物 接连进入府邸 娘戏屁 我们血腐帮 好歹也有上百号人了 我堂堂帮主 竟然不让我进 推看不起人了 一位穿着体面的汉子 颇为不甘心 看着灯火辉煌 众多贵人进去的府邸 那可是大帅府啊 如今整个滨海城 最炙轴可热的人物 孟川在府邸外 遥遥看着这些 连续三辆汽车抵达 三辆汽车内 出来六人走向府邸 六人中 就有方大龙 父亲怎么也去了 孟川若有所思 方大龙当初带着同乡 来到滨海城 加入了好友的帮派 金银帮 这金银帮 是滨海城三大帮派之一 方大龙在金银帮 排行第五 此时 孟川也走了过去 他这断壁青年走过去 却丝毫没引起各方注意 似乎本能地就忽略了他 而大门前的迎客也没有拦截 反而笑隐隐地放孟川入内 瞧 孟川走进了府内 走过前院便来到一座灯火辉煌的大厅 此刻大厅内已经做了很多宾客 大厅最前方有一个高台 高台上正有歌女在唱歌 仅仅穿着几片毛布的一群舞女 跳着惹火的舞蹈 这歌女也是滨海城有名的歌姬 但是今天大厅下坐着的众多宾客们 却没有几个能够注意他 大帅站下大半个滨海城 今日召整个滨海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来此 怕是来者不善 他也未曾彻底站下滨海城 若是惹怒整个滨海 各方合力 他怕是哪来的得逃回哪去 各方合力 哪有那么容易啊 老客几个 大帅来滨海城 一直没有召见我们金银帮 第一次召见却是公开见 感觉不对劲啊 看形势吧 之前拜访都闭门不见 所求甚大呀 看看他胃口有多大 孟川则是坐在角落桌旁的一个位置上 同桌也有两名宾客 都笑着和孟川点头示意 只是略有些疑惑 似乎不认识此人呢 哎 一位军阀 府内竟然有十六头鬼魔 一头大魔 孟川有些惊讶 如此近的距离 他已经能够感应到了 那大魔气息 深沉浩瀚 远超孟川 只是驱魔人 本就是借用天地之力对敌 不能从表面来判定实力 片刻之后 歌舞结束 终于在两名副将的簇拥下 一位穿着军服 身材笔挺 眼神锐利的中年男子 走到了舞台中央 顿时 台下所有宾客们都安静了下来 眼前的这位 就是如今滨海城最有权势的人物 诸位 石某率军征战十余年 如今大鱼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但军中兄弟很多都倒在路上 打仗 打的是银子 石某连抚恤老兄弟们的银钱都拿不出啊 会对和我出乡的老兄弟们呀 石某知晓 滨海城乃是豪杰之城 诸位更是其中佼佼者 如今 望诸位支持银两 石某自然感激不尽 以诸位之巨父 若是还吝啬 便是我石某之敌人 这位中年男子目光看向了坐在前排的一位胖子 那胖子连忙高城说道 大帅带领大军征战 我等自然得出列 我愿出十万两银子 万会长 谢谢了 下方许多宾客都脸色变了 万会长在边海城上层算不上什么大人物 他都要拿出十万两 那地位最高的势力 不得拿出百万两位单位呢 这不是吸血 是要割掉大腿啊 此时 大帅的目光 落在那位万会长身旁的一位老者 李老爷 你呢 我 我愿出 我愿出三万两 大帅 这已经是我 所有流动的银子了 太吝啬了 一声枪响 老者的眉心便出现了一个血窟窿 血咕咕的往外冒 正是站在厅内边上众多军人的其中一位开枪射击 这让整个厅内一片风声鹤唳 我说了 吝啬便是时髦之敌人 敌人 自然得杀了 出多少银子 看各自意愿 就算大帅不满意 也可商量 何必谈的机会都不给 直接开枪呢 如此要银子 大帅是要抢整个滨海城 不怕崩掉了牙 另一位带着夫人的年轻男子也痴笑道 孟川倒是知晓这两位 这两位都是颇有些威名的驱魔师 滨海地界有两大驱魔宗派 魂灵派以及海魔派 驱魔宗派传承久远 以驱魔师驱魔人为核心 在乱世也是有枪有人 还有种种施展天地之力的手段 这才是滨海城真正的顶尖势力 大帅看着那两位 知道这两位代表背后的宗派 不由的笑了 石某很是敬佩驱魔宗派 为无数人做出的贡献 魂灵派和海魔派 只需拿出一百万两银子 石某便很满足了 就凭你数碗军队 海魔派自身就有数千装备精良的人马 更是驾驭一头头海魔 正面斗起来 海魔派都不具那所谓的三万大军 只是传承久远的宗派 很少去活拼 论厅内战斗 数量少的战斗 驱魔师从来没怕过 驱魔师是这个世界唯一 能够对付魔的存在 连魔都能对付得了 更别说烦人了 这个时候 一位灰袍老者从虚幻中显现 站在大帅的身旁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75集 大帅征战四方 海魔派魂灵派的通道 当提量大帅的辛苦啊 封宗主 封宗主 眼前 灰袍老者 乃是天下间排在前十的大宗派 炼魔宗的当代宗主 炼魔宗一脉 以控制魔为主 炼魔宗历史上 可是炼化过一共三头大魔 这三头大魔 至今还有两头活着 虽然驱动很难 可是驱动一头大魔 便是媲美驱魔天师的实力了 封宗主 便是能够驱动宗派内的大魔的 是驱魔界 真正的大人物 年轻男子和老头 彼此相识了一眼 魂灵派 海魔派的通道 可拿出一百万两银子 我相信他们是愿意的 封宗主开口 我们愿给大帅谁面子 年轻男子和老头只能忍了 毕竟 宾海城两大宗派加起来 彼此炼魔宗都要逊色些 炼魔宗宗主都现身了 炼魔宗定还有其他驱魔师 也会跟随 看来这乱世 炼魔宗支持十大帅争天下呀 厅内各方也明白了这点 如今天下军阀并齐 十大帅的实力不算显眼 都算不到第一流 可是第一流军阀背后 同样有强大的驱魔势力支持 十大帅能够令炼魔宗支持 各方的想法也有了些微的变化 我李家愿支持大帅二十万两 我副家愿出二十万两 各方都比照着第一个的万会章 根据自身实力咬牙出驾 仅仅大帅的军队并不可怕 但若是加上天下间 顶尖驱魔大势力炼魔宗 那就有些可怕了 我金银帮远处一百万两 金银帮可是滨海城三大帮派之一啊 又是以金银多而出名 一百万两 太少了吧 石某觉得 五百万两比较符合你们金银帮的地位 三大帮派 地位相当 每方拿出五百万两 我觉得挺好的 金银帮几位高层脸色大变 金银帮的确是大 可是那么多的帮众 每天消耗也很惊人 帮派表面看着光鲜亮丽 但实际上底子是不及一些打伤耗的 拿出一百万两 已经是抽干帮派流动现银 帮派接下来运转都要抵押资产 至于五百万两 已经不是割大腿了 而是要命了 石大帅微笑着看着 眼神却很冷 驱魔势力背景深厚的大家族 他都能手软些 至于说所谓的三大帮派 一群泥腿子聚集成的帮派 他一个都没打算放过 这 大帅 另外两大帮派高层也急了 帮派帮众看似多 但远远无法和数万军队相比 所以一声令下 三大帮派高层都得过来 可是没想到 石大帅竟然这么狠呢 你们两大帮派别急 我先和金银帮谈一谈 相信他们都是爱军爱民之辈 大帅是要吃掉我们三大帮派呀 大鱼吃小鱼不是天经地义吗 五百万两拿不出来 整个金银帮都交给大帅 也凑不足五百万两啊 帮派内当然拿不出 毕竟帮派银子 很多都在你们家里 你们家里搜一搜就凑够了 要么你们当我的敌人 我杀了你们 再派兵去你们家里搜一搜 要么当我的朋友 主动拿出五百万两 那么金银帮是要当我的敌人吗 真的杀了这些高层 帮派大乱 帮众带着银子跑了 他还真的很难搜到那么多 逼这些高层们自己去凑 反而能凑得更多 大厅内其他人们冷眼看着这一幕 帮派和大家族大商会 驱魔宗派本就有很大的区别 帮派是从底层崛起 在乱世才形成如此之庞大 没想到 十大帅对其他势力逼迫虽狠 但是对三大帮派简直是要命嘛 十大帅看着金银帮六位高层 顿时有军人举枪指着他们 方大龙此刻也是非常憋屈 叛军示弱时还要和地方势力结交 当初在家乡就是如此 可是朝廷彻底完蛋之后 叛军就凶多了 方大龙见识不妙 早早卖掉所有田地 举家来到滨海城 投奔老友加入金银帮 谁承想金银帮也被逼迫 这乱世大鱼吃小鱼 金银帮也是小鱼啊 方大龙明白这一点 忽然方大龙有所觉 转身一看 一名断臂青年走到他的身边 方大龙很吃惊 吉二你怎么来了 孟川虽然驱魔手段高明 但终究是凡俗 如果距离远 一颗子弹射向父亲 他也来不及拦阻 所以站在身边 他在此便是军队再多 也难以威胁到方大龙了 方大龙连忙低声催促 你赶紧走 人家是枪指金银帮高层 本没有对付他儿子 儿子跑出来 那不是自现绝境吗 没事 孟川安慰一声 抬头看着那位石大帅 他开口了 石大帅 我很疑惑 京城是在北方 朝廷大军大多汇聚北方 你要推翻朝廷 怎么大军一直往南跑 还跑到了滨海城呢 你是谁 台上的石大帅冷漠道 那位灰袍老者封宗主 袖内单手结印 双眸泛着紫光 看着孟川 不由得脸色微变 一名驱魔人实力很难判定 他对伏法印法理解 达到什么程度 是否拥有强大法器 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此刻 封宗主施展秘法 是为了探查眼前人的精神力 驱魔人 大多不重视肉身 更专注于修魂魄精神 因为他们大多一生 魂魄也修炼不到 肉身承载的极限 自然不需要浪费时间 在肉身上 伏法印法等方面 是需要靠时间慢慢钻研的 自然是年龄越大 境界越高 当代的驱魔天师 个个都超过了50岁 魂魄精神力 也是年龄越大 越强大 不像孟川 一降临 心灵意志 乃是元神八戒境 他的魂魄多强 取决于肉身 肉身能够承载多少 他的魂魄就能有多强 所以 孟川的精神力巅峰 是在30岁以前 但是这个世界 驱魔师们正尝试 年龄越大 精神力越强 实力越加恐怖 好强的精神力量 这位道友 来自河门河派 他一开口 厅内几乎所有人 都看向孟川 连那位十大帅 都没多说话 毕竟 十大帅这一个军阀 敢如此蛮横 也是倚仗着背后的 炼魔宗 炼魔宗宗主 亲自开口 谁都意识到 这位断臂年轻人 也是一位驱魔人 可能 也是大有来头啊 孟川看着台上的 灰袍牢者 他说了 自成一派 封宗主听完 反而心头一松 这天下间驱魔界 炼魔宗也只是 排在前十 比他强的 还是有的 天下间 当代驱魔天师 也有数位 他就怕这年轻人 来自某个厉害的大派 像他堂堂 炼魔宗宗主 都如此谨慎 先摸摸着 年轻人的底气 反而一个断臂年轻人 竟然如此狂妄 自成一派 看来是得到驱魔手段的 手蕴小子 又或是大鱼王朝驱魔司的人 都是些没靠山的 如今有太多年轻人 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76集 不用管他 风宗主看向身侧的石大帅 说出了此生最后悔的一句话 石大帅听了之后 微微点头 都懒得和这断臂青年多说一句 紧紧瞥了眼手下 眼皮搭了了一下 三声枪响 几乎同时响起 射向了孟川 几二 方大龙也是枪法高手 瞬间判定枪口方向 心急之下 本能的就朝孟川身前一挡 孟川站在原地 平静无比 唯一的左手拦住了父亲 只听一声乍响 只见 一个青色浮露虚影 在孟川前方 凭空显现 没有结印 没有看见任何法器 却是纯粹的浮露虚影 就这么出现 这浮露虚影 长一尺一分 无比清晰 上面浮纹玄妙复杂 以孟川为中心 周围三丈范围 有水流荡漾 三颗子弹 射在荡漾的水流中 年强前进半尺 就彻底停止在水流中 一些人见状 吓得立即站了起来 浮露一脉博大精深 之所以提前画好符 就是因为在战斗之时 根本来不及一瞬间画出 而且上好的符纸等材料 也有利于施法 但是传说中 却是有精神力强大者 符露造诣极为高深 能够精神力一念 构成符露 这便是虚空画符 这一招代表了符露造诣 也代表了精神力 天下间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估计也只有数十位 至少也是一只脚迈进天师的门槛了 散 孟川周围三丈荡漾的水流 立即有一滴滴水滴 迸射四方 射向那些举枪的士兵们 也包括石大帅和封宗主 除了正在举枪的数名士兵惊恐之下 立即朝孟川射击之外 其他士兵们都来不及抬起枪口 水滴已然贯穿了他们手中的枪支 仅有五名朝孟川射击的士兵 没心出现血控倒下 厅内其他数十名士兵 只是吓得腿软并未受伤 可他们手中的枪支进阶被破坏 对于孟川而言 这些大头兵们乱世之下 也只是为了一口饭吃 只要不是朝自己开枪 孟川可以饶过他们 至于那些个对自己开枪的 自然是偿还因果送他们一程 封宗主的袖子中 却落下了一个金色灵的 他单手持着金色铃铛一摇 铃铛声响 道道声波环绕周围 挡住射来的水滴 地护住了自己 十大帅和两名副将 实在是孟川这虚空画幅 太过吓人 堂堂炼魔宗主 都不敢直接结印应对 而是动用了炼魔宗的 一件强大驱魔法器 九阴金灵 道友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没有误会 孟川冷然说道 左手难得的结印 这印法一定有更加恐怖的水流 降临这一方厅内 缠绕向封宗主和十大帅他们 这是我儿子 好厉害的水滴之法 道友 也来试试我炼魔宗手段 封宗主扔出手中金灵 金灵悬浮当工 精神力驱使法器 金灵叮铃当当急促作响 同时封宗主双手结印 喝道 炼魔 听我号令 杀 高抬后边的墙壁陡然炸裂 一道高约杖虚 全身黑色灵甲的怪物 已然现身 黑气在体表生腾 周围的墙壁 被黑气侵蚀的化作沙粒滚落 这黑色灵甲怪物 已然扑向了孟川 它一出现 许多人飞奔避让 是黑甲大魔 炼魔宗能够位列前十的 驱魔大宗派 靠的就是还在掌控中 的两尊大魔 一为黑甲大魔 控制它的一般是宗主 一为半山大魔 长击在宗派山门 黑甲大魔能扛火炮轰击 在岩浆中洗澡 能扛雷霆轰击 对凡俗而言简直不可战胜 即便是一支军队 在黑甲大魔面前 也只有崩溃意图 凭此黑甲大魔 封宗主都足以和驱魔天师斗上一斗 孟川反而很是期待 他原本寻宗来此 就是为了这头大魔 第一次遇到大魔 火法 只听孟川喝的 一个火红虚空浮露 在身前显现 立即有火焰 凭空降临 缠上了那头 扑来的黑甲大魔 这焰分五色 有金白红黑紫 五色火焰灼烧之下 黑甲大魔都不由地停下 有些痛苦哀嚎 暗红眸子 盯着孟川 有些畏惧 有些退缩 无色神火 驱魔天师 封宗主脸色一变 双手结印 强行驱使黑甲大魔 急速喝的 炼魔 速速动手 遇到驱魔天师又如何 驱魔天师 要击扎一头大魔 也要花费大功夫 黑甲大魔 更是诸多大魔中 以防御著称 所以炼魔宗 一直驱使黑甲大魔 在外界征战 黑甲大魔 硬扛着五色神火灼烧 痛苦地吼着 再度冲向孟川 只见孟川 单手结印 悬浮的火 红虚空浮露旁 出现了一个 清灰色浮露 顿时 有浑浊水流显现 缠上了黑甲大魔 五色神火 在黑甲大魔上半身灼烧 浑浊水流 侵蚀 黑甲大魔的下半身 黄泉之水 五色神火 是火焰伏法一脉 修炼到天师层次 才能掌握 黄泉之水 剧毒侵蚀性恐怖 代表了死亡 是水浮一脉 修炼到天师层次 才能够掌握 同时兼修水火两脉 还都是驱魔天师境间 能将一脉修炼到 驱魔天师境 已经是了不得了 当代仅有数位 将截然相反的 水火两脉同时炼成 怕是能称得上 天下第一了吧 前辈 饶果谁偷炼魔 此时封宗主反应过来了 这炼魔宗历史上 一共才炼化三头大魔 有一头大魔 在征战中损失了 只剩下两尊 这些炼化大魔 可比他这宗主要更加重要 宗主死了 可以换一个 可是炼化大魔没了 想要再炼化一头 这太难了 黑甲大魔痛苦的哀嚎 被浑浊水流裹挟着 下半身都悬浮了起来 彻底离地 无法逃离 黄泉之水侵蚀 五色神火灼烧 即便是他的身躯 也迅速被侵蚀渗透 铃甲粉碎 血肉粉碎 黑气生腾 被灼烧殆尽 不 不 风宗主绝望恐惧地 看着这一幕 厅内宾客们 都避让到了角落 有些心颤畏惧地 看着这一幕场景 方大龙看着儿子施展出的伏法 只觉得这一切都有些不真实 儿子有这么厉害吗 难道断臂让儿子反而蜕变了 大厅之外 一层层守卫的士兵们 透过窗户和大门 看到厅内发生的一切 也是个个都惊呆了 这 这 快走 大魔完了 宗主也完了 赶紧走赶紧走 鬼魔也别管了 潜伏在士兵中的 炼魔宗一些弟子健壮 吓得立即四散而逃 甚至都不管 存放在这座府里的 十六头鬼魔了 因为他们很清楚 驱魔天师 有的是法子追踪魔 带着鬼魔 是很容易被追踪的 此刻 黑甲大魔 已经彻底化作灰烬 石大帅和两名副将 焦急地看着封宗主 炼魔宗主 现在怎么办 我有眼不识高人 高人可否看在我炼魔宗 为天下所作贡献 饶过我这一次 炼魔宗宪辈 驱魔杀魔 的确有功 可是他们有功 关你何事 孟川话音一落 五色神火便沾上了封宗主 以及旁边的石大帅和两名副将 他们四位几乎是一瞬间就已经化作飞灰 一群臭鱼烂虾 如果真的是为了老百姓的军队 他还敬佩几分 可实际上和腐朽的大鱼王朝开战时 没有他们 等到大鱼王朝完了 一个个军阀冒冒出来了 占领各地 掠夺各方 他们的掠夺 比大鱼王朝还要更加贪婪 比如说这次吧 这位石大帅看似 只是收割了滨海城 最富有 最有权势的阶层 可这个阶层被收割之后 自然会传递 到底层 滨海底层的日子 只会更加艰难 这乱世啊 这些火上浇油劫掠的 更加可恨 纵容乱军劫掠 更是该死 啊 死了 猎魔宗主 石大帅 都死了 厅内的滨海高层们 都有些震撼 又看向那位 断臂不一青年 孟川看着这一幕 却思寸呢 仅仅凭借虚空画幅 许水火两脉幅法结合 方才斩杀一头大魔 看来 我离杀原魔还差得远呢 爹 我们回去吧 好 好 金银帮其他五位高层 还有厅内其他权贵们 都看向了方大龙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六百七十七集 这方府骤然成为 整个滨海城 权贵拜访最密集之地 军队 商界 驱魔界 各方高层 都前来拜访 而方琪的情报 也出现在各方的暗桌前 方琪 本是乡下土财主之子 年少进入京城驱魔院学习 颇有天赋 后加入驱魔寺 成为银张驱魔人 断臂之后 心灰意冷在驱魔院教书 在驱魔院期间 经常去京书楼看书 京城被攻破之后 方琪也回到了滨海城 一出手 没使用任何俘虏法器 仅仅凭借虚空画幅 以水火伏法 便杀了 练魔宗的那头黑甲大魔 如此实力 简直恐怖 隐隐有天下第一人的威势 滨海城各方 将各种奇珍异宝 都送给了方天师 一副听方天师号令 甘为方天师走狗的姿态 毕竟在乱世中 隐隐天下第一人的方天师 坐镇滨海城 那滨海城就乱不了 之后的日子里 驱魔界各方势力 也派人去拜访这位方天师 方天师为人甚好 愿意和来者交流 驱魔秘法经验 甚至吸引到 其他驱魔天师去拜访 方天师毫无保留 和各方交流经验 偶尔展露手段 也是恐怖非凡 但凡和他交流的驱魔天师 进阶承认不如方天师 时间流逝 转眼离方天师击杀黑甲大魔 已过去七年之久了 九大猿魔之一的蛇狱魔 一座乡下野林子 周围树立范围 不只有重重驱魔大阵 更建造了一座 占地树立的土城 天下各大派 更有驱魔弟子 长期驻守于此 还有士兵们辅助镇守 士兵们主要是防止普通人靠近 此时 一个不依不斜的断臂男子 拎着一个箱子 来到了这座土城的城门口 城门口早有大量士兵们 举起枪指向孟川 赶紧走 不得靠近 九大猿魔的镇守之地 负责镇守的士兵 大多是代代相传 有的都传承上千年 是可以用命来镇守封禁之地 孟川放下了箱子 从怀中取出了一块深紫色令牌 天师令 这些士兵们吃惊的面面相去 立即有士兵往土城内跑去 仅仅片刻 一位背着雨伞的销售男子走了出来 他一看到孟川 便立即行礼 晴天宗柳区 拜见方天师 嗯 孟川点了点头 这些年和各方驱魔势力交流经验 实力得到公认 天下驱魔联盟也给孟川发放了天师令 孟川也成为了这驱魔联盟的一份子 驱魔联盟成立 就是为了更好的联手 应对原魔这一威胁 我想要进去 试着对付蛇御魔 对付蛇御魔 方天师万万不可 原魔不死不灭 只可封禁没法斩上 我想试试 放心吧 我不会碰触封禁大阵分行 会单独进入封禁大阵内部的 哎 封禁大阵是歹歹穴膜高人 不断加固的 不管是何身份都不容许破坏 方天师只要不破坏封禁大阵 那一切都好说呀 方天师 你进入封禁大阵内 就会碰到那头原魔 到时候我们在阵外 没法帮你啊 嗯 不用 这实在太危险了 我持有天师令 可以进去吧 方天师硬是要进去 我们自然无法阻拦 只是望方天师 务必小心 孟川点了点头 收起令牌 又拎着箱子往里边走 这座土城 很快就骚动了起来 什么 方天师要孤身 封禁大阵内 要试着对付原魔 这太危险了 即便是天下第一的驱魔天师 进去都可能丧命啊 天师何等实力 竟然敢进去 至少有逃出来的把握吧 镇守之地的士兵们 驱魔人 驱魔师 平常生活也很枯燥 如今都议论纷纷 他们没有一个会认为原魔会死 实在是数千年以来 九大原魔就从来没死过 即便某个时代 有超过十名驱魔天师 大群驱魔师 一同配合 布阵联手 也从未杀死过 漫长岁月 代代镇守于此 他们潜意识都认为 原魔是不死的 孟川拎着箱子 孤身走进 封禁大阵内 看到了眼前这座野树林 一眼便能够看出 野树林中央曾有一座占地颇大的府邸 只是漫长岁月 只残留些许府邸的根基 连完好的瓦片都难寻了 而且野树长得非常好 毕竟很久没有生灵进来了 走到这荒废府邸的根基前 孟川放下箱子在脚边 低沉雄浑的声音从地底传出了 竟然有驱魔人敢进来 听说九大原魔很厉害 我很好奇 天下间是否有比你们更强的存在 至少我活到如今七千年 也破风而出数次 还真没听说 有比原魔更强的存在 难道你这小小驱魔人 知道有比原魔更强大的 那雄浑声音也寂寞太久了 难得有个不怕死的进来 自然多聊聊 七千年 没听说比原魔更强的 哼 我倒是觉得 我应该比你强 哈哈哈哈 真是狂妄 说着 孟川左手一挥 一道符令飞出 宣服当空 残留的腹底根基处 却有血雾生腾 血雾中更出现了一条条长长的舌头 密密麻麻的舌头 每一条舌头都迅速暴涨数十场 席卷向孟川 孟川单手结印 引动高空的雷法符令 雷法 密 这一枚雷法符令 是孟川用的极品雷积木 亲手炼制的法器 雷法符令高悬 有青涩雷霆地下 雷霆之威令天地变色 声音乍响 让外界遥遥观看的驱魔师 驱魔人 还有士兵们 都为之色变 连续数道雷霆 怒劈在众多舌头中 有长舌断裂碎裂 但是血雾翻腾 新的舌头又长出来了 众多密密麻麻舌头传出了声音 依旧淡定得很 好强的雷法 你是我七千年来遇到 排在前三的雷法曲摩天师 但威胁不了我 去吧 只见孟川再度挥手 袖中又飞出了五块符令 五块符令围绕在雷法符令周围 已然构成了一座符阵 孟川这些年 已然将五行法术雷法融为一炉 五行为天地根基 五行汇聚的天地之力 借此降下的雷霆 以单纯施展雷法调动的天地之力 都要庞大十倍不止 五行符令 雷法符令 六大符令高悬形成符阵 孟川单手结印辅助 浩瀚精神力驱动 眨眼的时间便是上百道雷霆 陆劈 并且孟川还在持续地维持 五行轮转 生生不息 也能维持很久 眨眼间就是上百道雷霆 很快就是上千道雷霆 几千道雷霆 几万道雷霆 海量的雷霆怒轰下来 有点意思 住手 天使饶命了 最后说出一个饶字 再也说不出来了 海量雷霆彻底将一两里范围给淹没 树木泥土彻底被轰成粉碎 地里暗藏的大量舌头 轰成碎粉 连血雾都轰杀烟命 封进大阵外旁观的驱魔师和驱魔人 以及士兵们都瞠目结舌 摇摇眺望 看着几万道雷霆接连轰下的可怕场景 那雷霆前站着的断臂不一男子 远距离看去显得很渺小 但是这一幕场景 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个在可怕雷霆海洋中 看似渺小的身影 也成为他们心中最 钦佩仰望的存在 梦川维持了二十期时间的无尽雷霆 即便是借助六柄伏令法器 梦川的精神力也消耗了三成 感到了一丝虚弱 停下雷霆 一伸手收回六枚符令 梦川看着眼前一两里范围的焦黑大坑 他的感应无比敏锐 可以确定那蛇玉魔已经死了 嗯 死了 配合六枚符令法器方才斩杀 不过 没有逼得我动用大阵 脚下的箱子才是他的最强手段 杀了一头原魔也没有感应到杜劫结束 没结束代表我还不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存在 无尽时空的规则 所谓的最强存在 是仅仅判定我自身实力 还是将阵法法器都算在内呢 梦川也有些不确定 阵法法器都是自己亲手研究炼制 应该算自己实力的一部分 算在内自己应该比原魔要强了 毕竟杀一头原魔蛇玉魔 自己仅仅动用部分手段罢了 如果外物不算在内 那么仅仅靠结印 虚空画幅等等招数 梦川还是比不过一头原魔的 如果不算外物 我比不过那原魔 也罢 那就将九头原魔全部杀死 那样 我就应该是这个世界最强的了吧 便可以杜绝工程了吧 欢迎收听 苍原图 第678集 梦川拎着箱子 便往外走去 蛇玉魔死了 蛇玉魔消失了 从今大阵彻底感应不到 蛇玉魔了 难道真死了 这些负责阵守的驱魔师 驱魔人们 有些震惊 他们负责大阵 透过阵法 是能够时刻感应到 那头庞然大雾的 可是伴随着之前 海量雷霆轰击 那头庞然大雾彻底消失了 阵法也感应不到了 封禁大阵感应不到原魔 这是从未记载过的 柳驱等驱魔师 驱魔人 众士兵们 都仿佛看到神灵一般 看着拎着箱子走出来的梦川 柳驱忍不住便问 方天师 那蛇玉魔 总算成功杀了他 真杀了 这 在场个个都有些恍惚 他们中 有些士兵 是代代镇守 镇守过千年了 如今原魔死了 这个人族 最大的噩梦没了 梦川健壮 却是离开 走出了土城 走出土城没多远 那柳驱 飞奔过来 方天师 嗯 怎么 你不站走这里了 我交接给其他驱魔师了 我们已经派人 将消息传给驱魔联盟 相信各大宗派 也会很快知道 会有其他天师们来确认的 我想问 方天师 可要继续对付其他原魔呢 你猜到了 任何一位驱魔天师 若是能斩杀一头原魔 自然会想方设法 斩杀其他原魔 若是彻底解决九头原魔 那可是功德无量之事 我是打算 接着去对付其他原魔 请容许我追随天师 为天师安前马后效劳 刘区此刻热血沸腾 要彻底解决九头原魔 这是人族多少代的愿望啊 真的要实现了吗 他一定要参与其中 即便只是为方天师 倒茶跑腿 他都无比的荣幸 孟川笑看着他 点了点头 走吧 于是驱魔天师方琦 行走天下 前往一处处原魔封禁之地 去斩杀原魔 随着第一头蛇御魔 被三位驱魔天师 以及众位资深驱魔师公认 已经彻底斩杀消失 整个驱魔界都在沸腾 除了柳驱 越来越多的驱魔人 跟随方天师 都参与到这项盛世中来 蛇狱魔 千眼魔 山魔 三手魔 赤狮魔 雷吼魔 八蛇魔 地交魔 导龙魔 九头原魔 各有擅长 诡异莫名 但是方天师手段也繁多 或是成千上万的雷霆天降 或是火海滚滚 或是寒冰冻结树十里 或是黄泉之水滚滚河流 他随手拎着的箱子 更是开启过三次 每次施展 阵法都不同 让追随孟川的驱魔师 乃至天师们 看得都目眩神迷 六个月时间 孟川走遍九处封禁之地 斩杀九头原魔 追随他观看战斗的驱魔人 越来越多 这也令孟川彻底登上神坛 被整个驱魔界公认为 有史以来最强驱魔人 甚至当代的其他驱魔天师都认为 方琪 方天师 完全是驱魔天师之上 更高层次了 天下间如今还在争斗的 三大军队势力 也都在报纸上 公开祝贺此事 都感谢方天师为天下百姓们 做出的大贡献 民间也都流传方天师的传说 知道魔中最恐怖的九大原魔 都被方天师所斩杀 自此 方天师的威望 一时无量 滨海城 一座茶楼 茶楼内有老汉在拉着二胡 有少女在唱着曲 孟川坐在茶楼角落喝着茶 看着楼下街道人来人往 心情却很复杂 九头原魔都杀了 怎么还没有杜劫工程 我还不是这个世界最强的吗 哥 此时楼下传来声音 妹妹方倩带着一名青年 方倩带着青年迅速上楼 来到茶楼二楼 茶楼内的客人们 虽然听说过方天师 可都并不知道 方天师长什么样 方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哥哥 在滨海城的地位很独特 许多上层年轻人都热烈地追求方倩 也令方倩的眼光更高 今年都二十七了 还没有成亲 也就是方天师的妹妹 才有如此任性的资格 哥 他是李良山 既然是妹妹的好友 那称呼我方大哥即可 这李良山也有家传拳法 乱世来滨海打拼 算得上是拳法大师 怕是比父亲方大龙都高明些 只是仅仅凭借拳法和为人 想要在乱世滨海闯出一番天地 这太难了 正是因为有方倩这样的女友 各方势力主动帮他 李良山才算是走得顺 李良山恭敬无比 他知道眼前这位断臂男子 是何等的地位 方大哥 好好待我小妹 若是让我知道 你有对不住她的地方 你知道结果的 哥 我此生必是舍掉性命 你会保护好倩儿 不会辜负她 李良山承诺 他知道敢辜负方倩 怕是整个天下都容不得他了 可同样 有方倩这样的妻子 他的道路也将顺畅百倍签名 孟川点了点头 他笑道 好了 去玩吧小妹 你啊 也二十七了 老大不小了 别老是拖着不成亲 爹她头发就急白了 知道了 方倩拉着那李良山迅速离去 周围茶楼的客人们 刚才根本就没听清 孟川和李良山 方倩的对话 别说模糊的感知了 就是一念让数十人陷入幻境 对孟川那也只是小事 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了 孟川透过各方势力悬赏天下 以白银一千万两悬赏新的原魔 又或者比原魔更强的存在 各方势力都愈加敬佩方天师 认为方天师是想要在有生之年 将有可能的一切强大的魔都除掉 可是不管是各方宗派的情报记载 还是天下间的追查都找不到新的原魔 也找不到更强的存在 妹妹方倩在她29岁那年 才和李良山成亲 婚后有了一对儿女 整个方家彻底扎根在滨海城 虽然孟川很少见其他弟弟妹妹 但是方家在滨海城的地位 已经根深蒂固 斩杀九头原魔的第八年 天下彻底一统 孟川的悬赏依旧在继续 也吸引了许多人冒险寻找 转眼斩杀九头原魔已过去三十年 大海之上一艘大船在前行 一位断臂沧桑男子 站在甲板上看着无尽幽兰大海 孟川即便是心性再强 也有着忧虑 六十岁了 我每年有大半时间在满天下行走 依旧找不到更强大的生命 六十岁 即便小心羞耻肉身 但终究衰老了不少 承载的魂魄比三十岁的时候要弱不少 幸好精神力的智商依旧有三十岁时的八成之多 我降临这方世界十年时间 修诸多驱魔之法荣为一路 斩杀九头原魔 如今已过四十年 驱魔之法包括炼器和阵法都已达到新的层次 如今即便不借助外力 仅仅凭借结印虚工画符 我也有把握其杀原魔了 可是我依旧没感应到杜竭成功 到底有什么比我强的生命 六十岁往后 肉身会越加衰老 魂魄会越加衰弱 而我的驱魔手段 想要再有大的提升 也越来越难了 孟川所在的这方世界 在世界地底极深之处 盘踞着一头庞然大物 它身上有无数处须 每一根处须都有数里长 成千上万的处须在体表缓缓浮动 一缕缕气息透过处须自然蔓延 蔓延到大地脉络 沿着大地脉络 蔓延到整个世界地表各处 这些气息已然彻底成为天地的一部分 因为种种际遇 自然衍生为鬼魔 大魔和原魔 这头庞然大物 才是整个世界所有魔的源头 最恐怖的生命 在孟川降临的那一天起 无尽时空规则的无形力量 便镇压了这头庞然大物 隔绝了这片区域 万余年内 庞然大物都不会苏醒 孟川也永远找不到这里 感谢观看